日降临后 当所有人都在拼命躲避丧尸时 我却直接反其道而行 主动成为了末世中的第一批丧尸 然后跟在丧尸后面躲避人类 只因我患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加上超级射口 不想活的我 于是主动让丧尸挠了一下 然后躺回床上慢慢等死 可没想到想死没死成 反而成为了一只拥有自我意识的丧尸 变成丧尸后我感觉不到恶也感觉不到客 在屋里待了几月 我听到了外面的通知声和枪声 可我却不敢出门 因为我是一只丧尸 出去肯定不会被他们当作人类 反而还会被那些人一枪崩了 所以我只是偶尔在楼道里晃荡一下 一楼楼道里有几只丧尸 这些丧尸看上去虽然有些丑陋 但我却认识他们 我看着这些嗷嗷叫走来走去的丧尸有些叹息 或许他们都不想死 不像自己一样 觉得死亡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解脱 可惜想死的没死成 不想死的却成了一句句行尸走肉 这段时间我基本都是待在家中度过 直到一个月后 我所在的小区突然断了点 然后网络也跟着没有了 原本是看视频打发时间的 我彻底变得无聊 思索许久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去徒步旅游全国 决定是上午做的 人是中午走 我只背了一个包 拿了一张地图 还有一把太阳伞就出发了 因为是个超级社口 去景区看风景这种事情 对于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但现在倒是不那么怕 因为景区肯定是没有活人的 而丧尸又不主动来和自己搭话 我生活在一个十八线小城市 城市不大但也有两百万人口 根据这些天听到的广播 和一些通知视频 也让我知道了整个世界 有八成的人变成了丧尸 我拿着地图 看着上面标注的几个地方 然后在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茶 因为这些地方是 华夏设立的幸存者基地 自己是绝对不能去的 既然要徒步旅游 那么就从自己所居住的省份开始 我生活的地方是旅游大省 景区自然也很多 虽然广播里说了 千万不要往边界去 可我却偏偏要往这个方向去 除了小区外面的路上 有很多报废的车辆 车里有尸体也有丧尸 街道上也有晃荡的丧尸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也不会来打理我 这让我放松了很多 不过这种悠闲持续不到半个小时 我就听到了几声音 响哑还有汽车的声音 这下的我连忙往旁边躲 倒是身边的那些丧尸 听到声音后就往那边去了 我收起伞 抓住了一只路过的丧尸 提醒他 别去啊 那边有人泪 丧尸被我抓住 还有些毛虎 刺着大牙对着我嗷嗷大吼 我听懂他的意思后 无奈只能松手 看着这附近的丧尸 全都涌过去 他们前赴后继的样子 让我觉得前方 是不是有什么宝物一般 可我知道 前方是人类 是这些丧尸的死敌 即便是个社恐 但我还是有着 国人爱吃瓜的本质 我偷偷默默跟在 这些丧尸的身后 并寻着声音的方向 朝前走去 很快我在远处 看到了几辆车子 还有从车子里 谁正在藤蔓收起 副驾驶的车门被打开 一条狗从车上跳了下来 随后从驾驶室 出来的一个年轻的女子 女人看上去 二十出头的年纪 应该比自己 小个六七岁的样子 但看到她 那又漂亮又撒的样子 让我想到了 自己看过的那些 末世文女主 很快三人 进入了一家超市中 而丧尸被卷帘门 隔绝在门外 只能看着美味的食物 进入了超市 丧尸扒着门嘴里 骂骂咧咧的 虽然人类听不懂 这些丧尸的话 但是身为丧尸的 我却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既然这个地方有人类 那么自己也不适合 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 那三个人和一条狗 就又出来了 门口的丧尸已经散去 但是在听到声音后 又聚了过来 我看着那三个人 带着一些东西放到车上 然后上车离开 再确定那些人 已经走了 不会再回来后 我这才晃晃悠悠的 往超市里去 超市里乱糟糟的 很多吃的东西 都散落在地上 我把货架上凌乱的东西 拿起拆开放在嘴里吃 然后发现这并不好吃 但也没觉得很难吃 就是单纯的没味道 最终我还是没敢吃下去 因为我不知道 自己的胃是否 能够消化这些东西 逛了一圈 我走到了服装区 看着这些整齐的衣服裙子 我很兴奋的 把那些漂亮的裙子 往自己的身上套 只是现在自己身体 无情无情的 穿什么裙子都不好看 但我却不在意 毕竟谁会在意 一只丧尸穿什么呢 于是我又找了 几条漂亮的放在背包里 我拿着这些衣服走出超市 临走前 我还是在收银排的位置 放了几百块钱 虽然我知道 现在钱已经没用了 但是觉得还是得有仪式感 走了一下午 看着夜色降临 我看了看周围 找了一家看上去 还不错的酒店推门就进去了 柜台后面还有两只丧尸 看他们身上的制服 就知道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我推门而入食 那两只丧尸听后 原本很是激动的 但发现我也是丧尸后 瞬间又变得呆着 我没有搭理他们 静止朝着电梯那边走去 但按了半天 发现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突然这才想起来 昨晚上就断电了 于是只好走楼梯上去 楼梯间里也有丧尸 甚至还能看到 从楼上慌不择路 摔下来摔死人 但是不知道这些人 为什么没有成为丧尸 反而是腐烂在了地上 不过我早就习惯了这些味道 我淡定的继续往楼上走 由于不想继续爬楼梯 我在二楼找了一间开着的房间 看着房间里 床和被子都没有乱 于是就决定了 今晚在此住下 原本想着自己出门的 第一个晚上 加上是漠视应该会很安静 但没想到我睡得正香的时候 一声爆炸声 直接把我吓得 从床上蹦了起来 随后我急忙看向窗外 发现几百米远的 一栋楼上正冒着烟壶 如今这种时候 能让居民楼发生爆炸 估计也就只有人为的了 也就是说自己的周围有人类 这让我心中有些疑惑 为什么自己的周围 总是有人类呢 我趴在窗户口 看着远处的居民楼 确定不会再想后 我又爬回到了床上继续睡觉 但躺了不到半个小时 我又听到了车声 有远及近 正往自己这边开来 果然这丧尸的听觉就是厉害 还没见到车子的影子 我就先听到车声了 虽然这对于我来说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但如今我却觉得 自己可能有些自身难保 因为这车子 似乎在自己居住的酒店楼下停下了 紧接着我又听到了 他们对话的声音 今晚就在这里居住吧 似乎整个队伍是他在主导地位 在女孩应下之后 这些人就准备在这家酒店落脚了 但此时的我很慌张 因为自己是丧尸 若外表和人类一样也就算了 说不定能蒙混过关 但现在自己可太像是个丧尸了 或许是因为变成丧尸时太痛苦 我的嘴巴有一个很深的活口 虽然没有任何疼痛 但就这青灰色的皮肤 拨开的嘴角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普通人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我听到了狗的声音 这瞬间让我想到了 白天时遇到的那三人子 他们三人的五粒子 就算是十个自己也只有被秒的份 突然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拉了一下 吓得我直接躺在地上装死 很快我就听到了有人进屋的声音 这间屋子倒是干净 看样子应该没人住 但下一秒 好 有 为首的少年走进来时还没看到人 结果越过卫生间的墙面拐弯后 就看到了正躺在地上装死的我 只是从少年的视角看 我就是一个死人 没有呼吸肤色灰白 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裂孔 之后又走进来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看到躺在地上的卧室 又看了看床边的摆设 随后上前 此时的我紧张死了 这些人怎么回事啊 酒店里房间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选到了这一间 不过反正自己没有呼吸心跳 就算对方过来试探自己的鼻息也是没用的 我只要躺在地上不动就好了 当我准备好让这个女孩子试探自己的鼻息时 结果下一秒我却猛了 秦姐 你这是做什么呀 她都死了 少年也没有想到 顾婉晴竟然会把这具尸体从地上抱起来 而顾婉晴却充耳不闻 把我放在床上后 还贴心地给我盖好了被子 抱歉 我和我的朋友打扰了 你好好睡吧 顾婉晴看着床上的我开口道 说完顾婉晴就带着两个人出去 等到听到房门锁上 整个房间都没了声音之后 我这才敢从眼睛里微微睁开一条缝 在确定了真的没人后 我才放松下来 要是这些人还不出去 那我就要爬起来冲出去 虽然那个妹妹很温柔 但我还是不适应 我就这么躺在床上一直到了天亮 虽然已经变成了丧尸 睡不睡觉已经无所谓了 但怎么说自己还保留有人类的思维 所以还是会觉得晚上就应该睡觉 但发现自己完全睡不着 因为很怕那三人一抖又折回来 我不其然 天一亮我房门就被人推开了 秦姐 你管他做什么 他都死了 少年跟着顾婉晴走进这间房间 心中很是不解 我知道 但总不能放他在这里腐烂吧 总要让他入土为安才是 顾婉晴回应少年的话 我听到他说的话后心中有些无语 不是 妹妹 这是末世啊 你就应该拿到物资 然后去幸存者基地 而不是在这里好心埋尸体 我确实是死了 但又没完全死 用不着你好心把我埋土里 但我又不敢开口说话 因为自己是个丧尸 被发现还活着的话 肯定会被杀掉 于是只能任由顾婉晴 把我埋在了土里 好在我现在已经不用呼吸 被埋之后也不会觉得难受 除了泥心味比较重之外 好像还挺舒服的 这让我想着 等走遍想去的地方之后 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就这样我在地下睡了一觉 等在爬出地面的时候 天边已经染上了红色 从早上一直睡到傍晚 换上新衣服之后 我看了看四周环境 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城区 此时我就在城郊 收费站外的一片绿化带领 收费站附近全都是报废的车辆 还有一些丧尸的残肢 这应该是顾婉晴他们杀的 印象中这附近 应该是有一个幸存者基地 所以顾婉晴才会把自己 埋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给我放了一束花 这让我有些意外 随后我就朝着自己的目的地而去 我的第一个景点是湿地公园 距离现在的位置也就50公里 反正自己不用吃饭睡觉也不会累 一天一夜应该能走到了 顺着高速路往前走 没走多久天就完全黑了 因为变成了丧尸的原因 夜晚对我来说 也就比白天稍微暗了一点 又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突然远处的小镇里 传来了一声呛响 这声音让高速上的丧尸 全都朝着声源方向紧了过去 出于好奇 我也进入了城镇当中 随着我鬼鬼祟祟 跟着丧尸往前走 终于在不远处 我看到了一辆车 但似乎车上并没有看到有人类 车子的轮子已经损坏 挡风玻璃也坏了 看样子是汽车逃走了 突然我闻到了空气中 飘来的一股奇怪味道 这味道就像是闻到了 肉香和蛋糕一样 而这种味道 我只在顾婉晴 他们的身上闻到我 之前本以为是顾婉晴 他们的物资里有肉和蛋糕 但后来我才发现这并不是 而是丧尸本能把人类 当做美食的味道 我跟着丧尸汇聚的方向走去 很快我就看到了 一栋被丧尸围满了的高楼 看来刚刚汽车逃走的人 应该就躲在里面 但这个地方躲上一两天可以 可时间一长 就算不被丧尸吃掉 那也会被饿死 我四处看了看 然后就鬼鬼祟祟的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 我摸到了镇上的广播室 倒过了半天 终于连上了广播 我能做的大概只有这个 到时候能不能跑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命 随着广播一想 丧尸闻声而动 只要这些人不傻 都知道这是一个跑路的机会 而躲在那栋楼里的幸存者 原本是想来这个镇子 寻找点物资的 结果却被丧尸追着跑 然后车子还暴胎了 没办法他们只能汽车逃走 如今他们被困在这楼上 想要逃走几乎是不可能了 虽然门已经被他们锁死 但他们手中的食物少之又少 并不够他们撑几天 正当他们几人绝望之际 就听到空中传来电波声 这是什么声音 有人听到了这个声音 有些惊异 不知道 应该是镇上的广播室 只是这广播室里还有人吗 毕竟如今末世已经二十多天了 谁还能在这种小镇里 抖住一个月的时间了 他们的话应当落下 就听到这广播竟然开始放歌 因为声音太大 这楼下的丧尸 全都朝着声音的地方去了 这些人看到丧尸离开 就知道了这是逃走的最好机会 广播室那边会不会有人 这也算是那人救了咱们 五个人下了楼往镇子外面走 目前他们确实是脱离危险 那个放广播的人 真的没问题吗 队伍中一个男孩疑惑到 应该没人吧 就算真的有人 肯定早就跑了 毕竟要是丧尸围过去 可就跑不了了 没人那么傻 小队里带队的人分析道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那个救了他们的人 正在开party 我见那些丧尸都朝着广播室这边来 只觉得有些壮观 果然人死了 射恐属性也减少了一些 当然这只是针对这些丧尸而言 毕竟这些丧尸不会主动和自己交流 而且就算主动和他们搭话 这些丧尸也不会搭理自己 我在楼上看着那些聚在楼下的丧尸 也不知道那些人逃走没 但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抱歉 这里没有食物 但是你们稍微在这里留意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看着这些嗷嗷叫着要吃的丧尸 只能双手合十地抱歉说道 说完就转身往楼下走 那些丧尸已经爬上楼来了 不过他们无视了我继续往上走 我从丧尸堆里挤出来 没有选择走大路 毕竟万一那些人蹲在小镇外面守着 看到是自己的话 那可就完蛋了 好不容易绕着爬出了这个小镇 结果刚出小镇 就发现一处加油站里有人引荒过 这下的我立马又把脖子缩了回去 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人 我记得自己是从那些人的反方向出小镇的 怎么还遇上了 还好自己现在的丧尸鼻子鼻狗 不然就要撞上了 这些人不会真的是来这里堵自己的吧 没办法 我只好偷偷摸摸又开始了绕路 然后从这加油站悄悄爬上了高速 继续朝着南方走 当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冒出来时 我眯了眯眼睛 明明才早上七点钟 这热浪已经熄来 不过目前这个温度我还是受得住 因为周围有镇子我还不能打散 要是被人看到 估计得上来问个三四五六的 走走停停发现 这高速路上的车子逐渐变少了很多 看来前方就不会有车子挡路了 下一个出口还有三十公里 而我则是需要转个方向朝着西边去 就在我准备往西边的路口转时 车辆的声音又让我急忙蹲下了身子 露出半个脑袋敲咪咪的看着高速外的波道 只见一辆略微有些破旧的大巴 正在波道上击齿 而大巴上坐着十几个人 身后还跟着几条丧尸狗 虽然变成了丧尸 但这丧尸狗的速度却很快 看到这一幕 我急忙拿出相机来拍了一张 既然是徒步旅游 那么就要把自己路上遇见的新鲜事物拍下来 就在我拍完照片准备站起来时 几声枪响又把我吓得把头弄了下去 我的视线看向了后面追上来的那辆越野车 车子很熟悉 因为昨天我还躺过后背下 这是顾婉晴的车 而枪声就是从顾婉晴车上发出的 随着几声枪起 枪枪命中且爆头 那些丧尸狗因为速度太快直接飞了出去 撞在了路边 没有了威胁后 前面的大巴车速慢了下来 在越野车追上大巴时 车子停下了 因为有一些距离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但从大巴车上的人的表情可以知道 估计是感谢顾婉晴的 顾婉晴看了一眼大巴车 随后眼神锁定了什么 他直接绕过车头上车了 这让我有些好奇顾婉晴要做什么 虽然自己现在确实不喜欢人类 但给自己坟头留花的顾婉晴 我还是蛮喜欢他的 只见顾婉晴上车后 这车上就开始乱了起来 我眯着眼睛看向大巴 下一秒 我就看到一个人被顾婉晴从车窗扔了出来 那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突然又猛地站起来 哭向了与顾婉晴同行的那个少年 可少年背上背着一把长刀 下一秒哭过来的人 就被少年直接砍掉了半个脑袋 很显然那辆大巴车上有感染者 从大巴上下来的人看到这一幕都震惊了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车上竟然有感染者 要不是这个小姑娘带着人追上来 估计他们都得死 不止这个司机震惊 就是我都觉得顾婉晴真的很厉害 当然顾婉晴越厉害 我就要离这个人越远 不然真的打起来 自己就连开口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脑袋就被砍掉了 所以还是先跑路吧 这热闹可看不了一点 我往高速路的另外一边挪了挪 这才站起身来想要离开 可没想到一转身 我就被远处的那群丧尸给吓了一跳 好家伙 这密密麻麻的估计得有上千只 也不知道是不是枪声引来的 因为国道这边有高速路遮挡 再加上还有一个转弯 所以从顾婉晴他们的位置 根本就看不到狮群已经袭来 我伸手拍了一下额头 犹豫着到底该怎么提醒他们 忽然 我想到了顾婉晴的那条狗 那狗嗅觉和听觉应该很灵敏 想到这里我看了看周围 只见一只丧尸正朝着我的方向走了 于是我连忙上前 丧尸骂骂咧咧的声音 立马就引起了那条狗的注意 而我听到狗叫声时 立马就拱着腰跑到了一辆车的边上 然后把车里的尸体拉过来 盖在了自己的身上 又开始了装死 很快少年跟着狗上了高速 顺手把那只挂在围栏上的丧尸给解决 但没想到那狗却朝着我的位置走过来 这让我很是紧张 不是 你别找我呀 你倒是看对面了 要不是自己的心脏已经不会跳动 自己都觉得心脏要从嘴里跳出来 这埋尸之恩可真难还 不过还好这狗只是越过了我 跳到了对面的高速路上 并对着那个方向呲牙警惕 少年听到这狗的声音 也朝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当他看到那密密麻麻的丧尸时 吓得他急忙带上狗转身就跑 此时少年心中只觉得庆幸 好在笑天对这只丧尸产生了反应 不然他们就要被丧尸给包了 情节我们快走 有失朝过来了 估计数量将近两千 咱们应付不过来 少年的声音游近极远 那狗子也跟着飞奔了下去 但我还是不敢动 等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后 我这才一把掀开那尸体站了起来 此时那些丧尸已经从高速下的桥洞走了过来 密密麻麻的朝着车子消失的方向而去 很好很好 如今自己和那个顾婉晴也算是两清了 想到这里我拿起地图继续朝着西边去 不知道走了多久 随着太阳升起 作为人类时的我本就不耐晒 变成尸体后就更不耐热了 于是我撑起了伞继续往前走 我看着面前这些被太阳晒得捏了的丧尸 还有一些只能躲在阴暗处的丧尸 莫名的感觉心情有些好 啥吧 解有伞 我有些嘚瑟地转着伞往前蹦的 原本我是打算用一天一夜走完五十公里 但是现在走了一天一夜 才走了三十公里都不到 很显然我低估了自己爱凑热闹的偏心 果然就算是社恐 人类的本质还是想要去凑热闹的 等下午阳光没那么强了 我这才把伞收起来 随着太阳下山 在经过一个小村庄时 我发现这些丧尸有些异常的活跃 这让我有些好奇 像这种高速路边上的小村庄 一般也就几十户人家 整个村子的人要是都变成丧尸 估计也就一两百只 但这丧尸是不是太活跃了一些 面对人类我微微懦懦 但面对丧尸我就想凑上去看看 所以我在满是丧尸的小村庄里 大摇大摆的就进去了 这些丧尸几乎都围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前 我凑了过去发现 这户人家的屋子是个二层的 并且院子的围墙比旁边那些人家高一些 再加上大门也是那种厚重的钢铁大门 但我的鼻尖却闻到了里面有若有若无的香味 很显然这个屋子里有活人 漠视都一个月了 没想到在这个小村子里竟然还有幸存者 我凑过去从丧尸群中挤了进去 然后扒在门缝上往里面看 但看了半天看不到里面的人 就不再勉强自己 要是自己爬墙进去 估计就要把别人吓坏了 可就在我打算离开时 脚下去莫名地被绊了一下 低头一看 发现是好几具尸体的残骸 等我爬进了隔壁家 和这家的主人丧尸打过招呼后 我偷偷摸摸上了二楼 这里的二楼刚好可以看到隔壁家的院子 此时那房子里的门被打开 只见里面走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顺手提起门边的一根棒球棍 就朝着大铁门走去 然后从铁门旁边的楼梯爬了上去 上来后她蹲在围墙上 看着下面嗷嗷乱叫的丧尸 丧尸闻到血肉的味道都朝着小姑娘而去 但那小姑娘却丝毫不慌 对我突过来的丧尸 直接挥动手中的棒球棍 把那丧尸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 看到这一幕我就感觉有些后爬 幸好刚刚自己没有去敲门 不然这棒球棍就要敲在自己脑袋上了 好险好险 少女看着倒下去的尸体 又一棒球棍挥向了第二只丧尸 等杀死五只丧尸时 少女似乎从虚空中看了一眼 这才心满意足地爬墙回去 看到这不由让我想到 这个小姑娘和顾婉晴两个人 不知道是谁更厉害点 要是他们两人一起行动 都不敢想这又是怎样的一本爽 但想了想觉得自己 还是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才是 总之这个小姑娘很危险 虽然我想不明白她有这种战斗力 为什么还要缩在这个小村子里 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在确定对方有自保能力之后 我等的天完全黑了之后 这才离开了这个小村子 至于那个少女有没有发现自己 我并不在意 只要不来捶我就行 然而我知道的是 当我离开时 正有一双眼睛注视着自己 只是那个小姑娘也有些意外 经过系统检测 对方确实是丧尸无疑 但这只丧尸的危害值竟然为0 战斗力为8 要知道一个普通人的战斗力都为10 而这只丧尸竟然只有8 原本女孩是准备在村里待上一段时间 等基地建成之后再去找基地的 然后再想办法和别人组队刷积分值 至于女孩默示前觉醒出了系统 只要杀死丧尸就能得到积分 然后积分可以从系统商城中买东西 但就目前的丧尸强度来说 用那些高端武器完全就是大材小用 还容易被人盯上 于是决定掀狗在这里 用一根特制的棒球棍为所发育 但没想到今天这只毫无武力值的丧尸 却引起了少女的注意 于是她收拾东西偷偷地跟了上去 她倒是要看看那只弱鸡小丧尸想要做什么 此时我拿着地图确定了方向后继续往前走 偶尔遇到丧尸扎堆的地方 我都会忍不住跑去看两眼 终于在第二天一早 我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 这个瀑布很奇特 那就是她是温泉铺 流出来的水是温的 所以这里的温泉很出名 一年四季的游客都很多 特别是冬天 当然现在丧尸也很多 由于丧尸太多 少女自然地就被拦在了外面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进入了旅游区 虽然她觉得自己的战斗力不弱 但温强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找死 毕竟再怎么强她也是个人类 她在远处看着我穿过丧尸群 朝着售票窗口走去 紧接着温强就看到了一只丧尸竟然在买票 排队 然后进入温泉旅游区 看到这一幕 温强的三观直接震碎了 这只小丧尸竟然是来旅游的 你当人的时候不来旅游 变成一只丧尸你来旅游 有病吧 此时的我只是按照平时进景区的步骤做而已 虽然没人卖票 但我还是想真实地感受了一下旅游氛围 可我不知道此时正有个人在跟踪自己 甚至还觉得我有病 进入旅游区后 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所损坏 但对于我来说完全不影响 毕竟还有很多水上设施都是可以玩的 像是泡温泉水上漂流这些事情 都是可以的 我拖着皮艇就往温泉水道而去 与此同时另一边 忍不住好奇的温强 最终还是想到了办法进来并找到了我 结果就看到 这只小丧尸竟然真的玩了起来 都漠视了谁有你悠闲了 很快我把这个景区出名的 能玩的项目都玩了一遍 虽然整个景区只有自己一个人有意识 但我并不觉得孤独 反而很自在 等把热门设施玩了一遍之后 天也快飞了 而这个地方玩的差不多了 那么自己就得朝着下一个地方去 只是我刚准备撤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一队车队 正朝着这个温泉公园开来 我有些好奇 不知道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 温泉公园并不是什么生活 必备东西的储存地 除了温泉就是各种娱乐设施 当然还有不少丧尸 总不能是来搬丧尸的吧 我不敢在屋子里待着 而是往森林里走 要不是那温泉迟一眼就能看到水下 我甚至觉得躺在水里也挺安全的 我边走边在脑子里 想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最后寻到了个视野好又高的地方 想要看看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 直到我看到那些人竟然身着军装室 我就清楚这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行动 他们先是处理了外面游荡的丧尸 然后驻扎在了外面 紧接着又放出了夜市无人机拍摄丧尸的数量 应该是先制定计划 白天的时候再进行强攻 毕竟夜晚的丧尸 行动能力会比白天要敏捷许多 只是不知道这无人机会不会拍到自己 想到这 我立马折了不少树枝盖在自己身上 想要遮挡视线 就算是热像无人机 我一个死人应该也扫不到吧 可就在那无人机朝着自己这边飞过来时 我的视线中忽然划过了一个背影 那不是丧尸 而是一个人类 并且我也认识这个人 这正是之前那个小村子里的那名少女 主要是那根棒球棍真的让我记忆深刻 这个小姑娘竟然跟上来了 她是怎么跟上来的 我甚至是一点察觉都没有 要不是因为军队的原因 估计自己都发现不了这个小姑娘 若是她现在给自己一棒 自己就真的要与世界说白白了 想到这我立马扔了树枝 就往山后面溜走 我得离开这个地方 至于去哪里 先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所以我从后山绕了过去往城里去了 丧失越多的地方 对于我来说越安全 走了两三个小时 终于离开了温泉度假去 到了城里 我在城里转了一圈 找到了一个望远镜 虽然现在自己的眼神确实好 但也不可能看到远处的东西 所以望远镜这种东西 还是需要准备一下的 不然像是这次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 好在那个小姑娘 似乎并不想对自己动手 突然 我感觉到了一阵耳鸣 在我脑中响起 紧接着就觉得天旋地转 眼珠都快从眼眶里给我震出来了 但我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我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脸 拿着望远镜 就往几十层的高楼上爬去 自己听不见 但确实被影响了 那么说明这是一种声波攻击 如今这个地方没有丧尸 又接近边境 或许刚才的军人 就是想在这个地方 建造一个驻军之地 若是把温泉区的丧尸都处理干净 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驻边之地 从这个地方到边界也就不到五十公里 只要装上设备 但凡有人想要越紧 立马就会被抓获 毕竟哪怕如今是世道混乱 但是国之领土不容侵犯 随着我用望远镜看向了景区那边 果然看到了一辆大卡车 拉着一个漆黑的装备 虽然我不认识那是什么 但一看就知道那东西绝对很危险 还好自己跑得快 若是处在那个音波的中心 那这些丧尸是完全动不了 当然也包括听觉灵敏的动物 只要控制住丧尸的动作 那么丧尸就好杀了 紧接着我握着望远镜 又往山下的公路上看 然后就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越野车 只是如今这车身上挂着属于军队的标志 不是妹妹 怎么哪里都有你 很显然这个顾婉晴是军人 难怪那枪法那么厉害 人家是专业的 顾婉晴的越野朝着景区那边去 我伸手抓了抓脑袋 差点扯下了头皮上的头发 如今自己已经死了 要是头发掉了可就没办法再长了 我可不想当秃头丧尸 我连忙伸手摁了摁自己的头皮 随后把望远镜揣背包里 转身就往楼下走 我边走边回想着 自己的这旅游可真是一波三折 一路上不是被埋地里 就是被一个末世爽闻女主给跟踪 还差点混在尸群里被声波攻击给淡掉 所以我得换个地方 至少把顾婉晴和那个小姑娘给甩开才行 有这种超级厉害人类的地方 我总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脑洞大开 于是我开始翻起了那本旅游手册 然后就开始了在地图上点兵点将 这种让运气决定的地方 才不是倾注自己想法的地方 应该会相对安全些 最终我选到了一处三面环山 一面银河的城市 这种城市一手难攻 做好决定后 我当夜天不亮就出发了 毕竟自己跑得越快 就越不容易和人类撞在一起 与此同时另一边 温强把我跟丢了 他原本是为了避开那热像无人机 所以才选择暂时停止跟踪 直到后来他才发现 官方竟直接动用了声波攻击 这些丧尸都被声波破坏了大脑 显得更加的迟钝了 这让他想到那只小丧尸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然后被杀掉了 然后他用系统扫遍了整个温泉井去 都没有搜索到那只小丧尸的尸体石 温强这才放心下来 因为系统搜不到 那就代表着这只小丧尸已经跑了 但问题是现在他更丢了 而且想要再找到这只小丧尸 除非他进入自己的三公里的范围内 要不然他可能再也找不到 都变成了丧尸 必然的本事倒是不小 回到了这边 离开这个城市之后我一路往东走 因为要绕过幸存者基地 那么就需要多绕一百多公里的路 不过这对我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加上这次我不选择走高所 而是选择往城中走 毕竟有些城里也是有好玩的设施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车辆的声音 还不止一辆 似乎是朝着市里的医院去的 我看着丧尸从自己的面前过去 又偏头看向了医院的方向 看上去有几百只丧尸 朝着医院围了过去 但医院的大门已经被关上了 很显然他们是进去找药品 可医院在末世中 一般是丧尸的重灾区 想要在医院里找药 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看着那些丧尸在门口推推几几 就从旁边的小巷子 绕到了医院的后门处 后门很多都是饭店商铺 还有旅馆 同时丧尸也很多 我晃悠了几家店铺 然后就看向了医院的后门 后门处汇集了不少丧尸 也有不少丧尸的尸体 应该是有人从这里逃走 把后门关上阻挡了丧尸的追赶 我并不敢靠近 差不多等天快黑了 那些车队的人离开之后 我这才进入了医院 因为现在没有人类 我自然是大摇大摆的就进入了医院中 地面上躺着不少丧尸 都是被长刀劈掉的脑袋 当然也有新鲜的尸体 这应该是受了伤的人 不想变成丧尸 因此就自我了结了 看着这些被啃食的尸体想了想 于是决定顺手把尸体给买了 等处理完后 时间已经是半夜三点多了 而从这些人的衣服中 我看到了一张清单 上面写着各种药品需要多少 我看了看那个土堆 又看了看手中的清单 随即转身就朝着医院的储药室去了 我拿出一个推车 再翻出了几个大纸箱 对比着纸上的药品名字 把这些药的数量放了双倍进去 等到早上五点 我推着满满几大箱子的药往城边走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回去没有 总之往边上送就是了 这次没拿够他们下次肯定还要来 我放在那些人的必经之路上 应该可以吧 只是我推着这一车药出了医院没多久 忽然就看到了一栋办公楼前停着的车子 这不就是那些车队的车吗 我不敢再往前 但自己这个位置 那些人是看不到这些药的 要是自己再往前走 就很容易被放哨的人看到 此时我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多管闲事做什么 但我又想了想 若是真的有人急需这些药 牺牲了这么多人还拿不到 那死的人会更多 想了想后决定 既然都已经做了也不用后悔了 我伸手把推车推出了拐角 那些人应该会助医院这个方向的 只要他们往医院的方向看 那么就会看到大路上这一推车的药 看着推车被我用惯性推到了路中间后 然后我立马拱着腰就往斜对面的大楼上跑 至少我要看看自己送出的药 那些人能不能看到 而且我还很贴心的在上面写了纸条 拿去用不用写 没毒 一时间我只感觉自己就是个地下英雄 可把我牛坏了 于此同是医院的另一栋大楼里 秦哥 刚刚我听到了一点点声响 我们就朝着那边看过去 那个地方忽然多了一个推车 推车上放着的是一些医用纸箱 咱们要去看看吗 一个放哨的人忽然推开门走进了房间 原来这群人这次出来找药也是铤而走险的 因为药量需要的太多 甚至还有不少是药店不出售的药品 所以他们才来市里寻找 整个车队五辆车一共三十个人 今天去了一趟损失了七个人 其中三个并没有当场断气 只是受伤 因此此时被捆起来放在了其中一个房间中 而整个车队里就只有两个异能者 其中就有队长秦安 他是攻击力非常强势的火系异能者 还有一个是水系异能者 这受伤的这三人若是有其中一个成为异能者 那么他们这次出来 就算没有拿到药品也算是赚了 因为被丧尸伤到后 有小概率会让人觉醒出异能 只是看他们的情况 丧尸化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秦安文言走到了窗口 拿过望远镜往街道上一看 虽然有些模糊 但确实能看到熟悉的医用纸箱 他可以确定 他们撤退的时候并没有这种东西 可此时天还没亮太阳还没出来 夜晚的丧尸动作敏捷 他不想再让兄弟们再冒险了 所以他准备等到天亮再去看 而我也是从接近六点一直等到七点多太阳出来的时候 才看到一个男人从二楼直接跳了下来 他腰上绑着一把枪 背上一把长刀 看样子应该是这个车队的队长 他小心翼翼的走了过来 然后熟练的把旁边徘徊的几只丧尸给杀死 这才摸到了推车边上 推车上四个大纸箱 纸箱并没有被封上 但是上面有一张纸条 秦安拿起来看了一眼 眼底却闪过了一抹疑惑 不过还是把这张纸条叠起来放在口袋里 这才拿出对讲机道 让兄弟们收拾收拾准备撤退 来几个人到我这里来 东西他看过了 确实是他们需要的 甚至还是双份 这让秦安很是不解 到底是谁 竟然能从那个满是丧尸的医院里 拿出这么多药来 他们并不是官方基地的人 如今他们所在的这个基地 是以一个养殖场为基础改造成的幸存者基地 毕竟从这个地方到官方基地 也有两百多公里的距离 若是真的朝着官方基地而去 说不定就死在半路了 我看着他们把药品放到了车上后 这才放心了下来 车上秦安把车窗升起来 这才拿出手中的纸条 他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线条 实在看不懂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字就像是小孩子的胡乱涂鸦一样 只知道对方是想要写字 但就是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算了 既然对方有能力 从全身丧尸的医院深处拿出这么多药品 说明对方有自保能力 至于给他们送药的人 若是以后能遇到 他自然是要好好感谢这人的 我目送这些车队离开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又觉得这医院里还有这么多药品 要是没办法拿出去用 岂不是浪费了 反正自己去旅游又不着急 不如把这些药全都搬到城边上 等有缘人来了也可以拿到 这样的话 人类不用面对丧尸 也就不会被丧尸吃了 更何况要是丧尸被杀光 自己也不好再隐藏自己了 于是我又拖着小推车往医院去 我不分白天黑夜的搬了一趟又一趟 看着眼前这一堆堆成山的药品 又看了看天空 也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于是我又把隔壁小吃店的那个大伞给拖了过来 做完这些 我只感觉自己完全就是天使 而不是丧尸 另一人 秦安回到基地已经过了两天 今天他打算又准备出去一趟 他的队员听后自然是不同意的 毕竟这次去市里寻找药品 已经损失了七个兄弟 还是他们运气好 得到了好人帮助才能顺利拿到这些药品 放心吧 我自己一个人去也行 若是你们不愿意去 就留在基地 秦安开口坚持 他想回去再看看 因为那张涂鸦纸条他研究了两个晚上 大概看懂了写的是什么 从那些涂鸦文字可以知道 对方是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 甚至还主动帮助他们 但从这笔记上看 显然对方的思维应该是有些不受控制的 所以秦安想要去一探究竟 只是小队队员在听到秦安竟然要一个人去世 自然是不同意的 最后只能抽了两个人跟着秦安一起去 秦安见他们要跟着自己去也没有阻止 只是当他们驾车两个小时 到了城边看到那一堆像是山一样的药品 三个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么多药品 就算是两三个人搬 也要搬好几天吧 秦安看着要立马就让人用无线电联系基地的人 让基地的人开卡车来 你们在这里看着 我去周围看看 秦安此时觉得 这些药品肯定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 而且绝对是几天前那个人 秦安的眼神扫过周围一片 想要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于此同是我这边 我庆幸的自己刚刚还好溜得快 毕竟我也没有想到这男的回来的这么快 一般出了任务不都会休息一段时间吗 怎么三天都不到 这小子就又往丧尸窝里钻了 并且他好像在找什么 这小子不会是在找自己吧 想到这我就知道 自己又得跑路了 只是这次我有些着急 转身就撞到了柱子上 咚了一声让不远处的秦安 瞬间就反应过来了 我有些慌张 现在装死好像也不太合适 而秦安直接从一辆报废的车子 顶部越了过来 静止朝着我这边跑了过来 以他的速度 恐怕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会追上来 并抓住自己 此时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命不久已了 明明自己才帮了他 我急忙翻了窗 就往丧尸多的地方跑 只是我才跑出去 忽然就听到身后钉的一声响 是铁器撞击在一起的声音 吓得我立马闪身到一面墙的后面 溺出半个小脑袋偷偷往后看 只见秦安抽出了长刀 挡住了一根棒球棍 看到那熟悉的棒球棍 我吓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是那个小姑娘 二日降临后 当所有人都在拼命躲避丧尸时 我却反其道而行 主动成为了末世中的第一批丧尸 可没想到死到一半没死成 反而成为了一只拥有自我意识的丧尸 于是设恐的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跟在丧尸屁股后面躲避人类 然后再进行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 可没想到只是想简单屡个游动 此时却被一个武力之爆表的小姑娘给盯上 当我看到那熟悉的棒球棍时 吓得我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是上次的那个小姑娘 见状我立马转身着跑得飞快 原本以为我已经甩掉这个小姑娘了 可没想到她竟然又追上了 这个小姑娘是不是有命 追我一只丧尸是什么意思 那么多丧尸 杀那些不可以 虽然丧尸也是自己的同类 但是该牺牲的还是得牺牲的 这也 温强花了五天的时间 终于找到了那只小丧尸 结果刚找到 就发现一个男人也盯上他 温强怎么可能同意小丧尸被别人杀了呢 而秦安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会被人挡住 让开 我找人 秦安并不想和这个小姑娘周旋 但温强却没有松开 反而是收回棒球棍又狠狠地挥了过去 这个男人看着就不像是普通人 他要是追上去发现的对方是丧尸 肯定是会杀了那只小丧尸的 小丧尸的战斗力还不如普通人 能在末世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好意思 我不会让你追过去的 温强回答道 就这样两人谁也不服谁 然后就打了起来 直到十分钟后 温强系统传来提示 他又失去了小丧尸的踪迹 这让温强很是气恼 气得他直接掏出手枪 抵在了秦安的胸口 收刀 不然我会开枪的 秦安并不想真的和温强拼得你死我活 其实想要避开温强的子弹 并不是难事 但秦安还是收了刀 温强见秦安收了刀 这才皱眉 真是麻烦 又跟丢了 这次跟丢了温强 觉得要找起来就更困难 之前可能这小丧尸 不知道自己跟踪他 如今又在这个地方看见他 必然是觉得自己在跟踪他 不然之前这小丧尸 就算遇到人 也想着看看热闹 秦安看到温强皱眉的样子猜测 这个小姑娘应该也在追踪那人 于是他眼睛一转脸上 浮现一女笑容 开口提出了合作 秦安觉得或许可以 从这个小姑娘的嘴里 知道一些那人的信息 温强思考了一下也同意了 他确实需要一个稳定的小队来赚积分 光靠自己一个人能力还是太少了 这个男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两人各怀鬼胎的阻在了一起 回到我这边 我完全不敢停下 因为我知道那个小姑娘 就是在跟踪自己 这并不是错觉 只是她到底为什么要跟踪自己啊 还有那个男的 就不能拿了要就走吗 看来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大意 我一顿乱跑 直接跑了一笑 等到天黑了才停下 我走到了一个小镇子 香道上竖着一个牌子 写着这个小镇子的名字 我立马从背包里拿出地图来看 发现自己如今距离上午的那个市区 已经快50公里了 原来自己一直跑 还是可以跑很远的 虽然我并不累 但我还是寻了一户人家爬了进去 顺便把家里晃荡的丧尸撵出了大门 我对于自己这种纠缠雀巢的行为很是得意 关上了大门 我这才仔细打量这个院子 原主人在院里种了不少花草 只是如今已经枯萎 我又走到了水龙头前 打开了水龙头 还有水 只是这种水肯定全是丧尸病毒 人类肯定是不敢喝的 但我是丧尸我不怕 于是我就给自己洗了个澡 洗完澡后 我拿出笔在地图上写写画画 最终确定了 接下来几个必须去的地方 一个是南边的跨海大桥 东边的古代园林 以及北边的皇城和雪地 还有西北的圣地高原 收拾好之后 天一亮我就出发了 然后顺着路往巨石的方向走去 想着从城市边缘绕开里面的安全基地 因为这个安全基地是一个官方基地 根据我前半个月听的那些广播 大大了解到这个基地里应该有十万人以上 这个数量对于我来说 完全就可以把我给吓晕 只是越接近巨石 丧尸也越来越少 甚至还能在路上看到及时的车堵 这吓得我缩头缩脑的不敢乱动 因为外面总是有车队路过 这也让我完全没办法离开 所以我只能往后退 可没想到在我往后退了十几公里后 我就看到一辆小轿车正被十几只丧尸围住 一共有三人 车上坐着一对母女 而一个男人正在车外拿着钢管 不断地敲打着丧尸 但男人很明显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那一钢管打过去 对那些丧尸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最终男人被丧尸咬住了手臂和大腿 但男人还是死死地抵在车门上 不让车里的女人下车 直到男人被丧尸淹没 那些丧尸才从男人的身上一看 然后继续往车子上爬起 这些丧尸的力气不小 车窗三两下就被敲出了裂纹 要是车窗玻璃真的坏了 那么这对母女绝对会丧生在丧尸的口中 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从包里翻出了一张纸贴在了脸上 挡住自己脸上那有些害人的裂口后 就冲了过去 我伸手推开两只丧尸 随后挡在车前对着那些丧尸吼道 我滚 那些丧尸似乎真的被我的吼声给吓到 竟然真的停下了攻击 虽然这让我有些疑惑 可我还是又喊了一声滚 只见那些丧尸竟真的推开 车里的母女原本以为他们肯定是没救 哪里知道竟然冲出来一个小姑娘 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只是那一声吼也吓得他们母女浑身鸡皮疙瘩 虽然很害怕 但那个小姑娘确实是救了他们 而当我转头看向车里的两人时 即便盖着一张纸在脸上 可我那发白道只有一点点的瞳孔 却让这对母女又往后缩了锁 这居然也是一只丧尸 我见他们母女往后缩有些无奈 自己虽然长得不算特别漂亮 但是把嘴挡住也不至于这么吓人吧 虽然皮肤确实是有些吓人而已 下来吧 车子坏了 你们一直在车里我也没办法陪你们一起的 只是我说完这话 那对母女却更是惊恐地抱在了一起 这让我很是疑惑 自己说的明明是人话 他们怎么听不懂 虽然疑惑 但我也没什么时间解释 于是直接伸手就拉车门 哐当哐当的声音让周围的丧尸又要聚拐 我当即又回头骂骂咧咧的 那些丧尸又像是轻工具的太监一样 开始面壁思过 我用力拉扯了几下就把车门给拉开了 而车里的母女坐得更靠里面了 见状我有些无语 索性只好不动了就站在一边 丧尸一想过来 我就指着那些丧尸骂两句 最终还是那个八岁的小姑娘率先一时头 他们母女是被一只丧尸给救了 小姑娘此时也不害怕了 立马从自己妈妈的怀里爬了出来往客外面谈 并哭着喊着爸爸爸爸 小姑娘趴在车边 看着那一摊已经不成人形的尸体 都快哭不出声来了 那个女人在这时也反应过来 立马就从车上下来 她看着地上的尸体瞬间就红了眼泡 我背对着他们母女俩站着 我也没有想到 这些丧尸老弟这么给自己面子 刚刚骂了他们 这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 好在这对母女虽然害怕伤心 但也知道现在的情况 请问我们能把我帐子埋了吗 然后再跟你走 女人意识到这只丧尸并不是要吃他们 这才开口道 对于这种事情我自然是同意的 甚至还帮这对母女俩一起挖坑 我一边挖一边想着 在这里快两个小时了 但还是没见到有人类的车队路过 难不成自己真的要护送这对母女去安全区吗 而旁边那个八岁的小姑娘有些疑惑 为什么一只丧尸会救我们 而且这只丧尸怎么挖坑挖得这么熟练 她的动作不像是那些丧尸一样僵硬 反而和活人差不多 只是小姑娘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于是小姑娘大着胆子询问道 姐姐你是丧尸吗 旁边的女人见自己的女儿这么问 眼神也看向了我 无论是从皮肤的颜色和眼睛都能知道 我就是一只丧尸 但我并没有回答小姑娘 只是伸手指了纸坑里的男人的尸体 让他们母女说点什么 毕竟自己要开始埋土了 而且现在已经下午了 要是再担得下去丧尸就要多起来 到时候自己还能不能阻止那些丧尸就不知道 而小姑娘似乎也理解了我的动作 立马拉着妈妈一起给爸爸拜了拜 我看着母女俩往坑里埋土也跟着一起帮忙 反正自己手不会酸 自然是埋得比他们母女俩快 把男人埋好后 我就拿出地图看了看 然后指了纸基地的方向 不过我一想到自己说话 好像人类听不懂 于是就把地图拿出来 指了指基地所在的位置 小姑娘立马就明白了 这只丧尸姐姐是要送他们去基地 女人听到女儿的解释后有些惊讶 但也知道现在不能等了 随即女人立马就去车子后备箱 把背包拿了出来 我见那些丧尸似乎已经离开了 于是就转悠了一圈 然后在一户人家的车库中看到了一辆车子 这让我瞬间眼睛一亮 我立马把女人拉到了车库边上 随后进屋找车钥匙 钥匙就放在客厅的门口 而这里的大部分丧尸 其实已经被清理过一遍了 女人让自己的女儿坐上车 这才启动车子 她见我没上车有些疑惑 你不上车吗 文言我却摇了摇头 随后把脸上的纸给拆了下来 那裂开一半的嘴显示了我的意思 我是丧尸 不能去幸存者基地的 钥匙去了我小命不保 小姑娘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立马探头出来 丧尸姐姐你放心 你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转身离开 毕竟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安全 要是遇到基地出去的异能者小队 那自己可真就凉了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 白天我把那些丧尸吼开之后 我心中就有一个疑惑 本来以为自己是个战武渣 没想到自己竟然还能把丧尸给骂跑 于是为了证实这一点 我找到了一群丧尸 然后对着这些丧尸开始了骂骂咧咧 可这些丧尸也只是看看自己 然后就走开了 完全不像是白天那样给自己面子 这让我想到 原来自己还真是个战武渣呀 是 可能只是因为今天白天那丧尸 比较给自己面子而已 这么想着我转身就准备离开 只是一转头 我就看到了一只站在路口的丧尸 那丧尸直溜溜地盯着自己 让我后背有些发凉 因为这只丧尸让我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感觉 不过这只丧尸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后 就转身离开了 他的动作和那些僵硬的丧尸不太一样 就好像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并没有摇摇晃晃也没有乱走 我明知道这只丧尸肯定是很危险的 但他还是追了上去 万一能交流呢 于清贤觉得自己就算是变成了丧尸 还是有着人类的劣根性 比如爱凑热闹 爱管闲事 于清贤这只丧尸也不能免俗 即便这只丧尸和别的丧尸不一样 但论速度 还是于清贤更胜一筹 于清贤追上了他 并叫住了他 你等等 于清贤开口 而这只丧尸也停下了 他瞬间就明白 这只丧尸能听懂他说话 或许这是丧尸之间的默契 于清贤见他站住 就绕到了他的前面去 这只丧尸的脸部 和别的丧尸并不像 他更像是一个死去的人 脸上一点伤痕都没有 当然 于清贤看着他时 他那双眼睛也看向了于清贤 只是那眼睛 和一般的丧尸眼睛不一样 他是暗红色的眼睛 果然是不一样的丧尸 就连眼睛都不一样 看他的头发和装扮 生前应该是个高中生吧 还穿着高中的校服 只是如今这校服上 全都染上了血迹 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血 还是别人身上的 亦或者是他捕失 别人后留下来的 于清贤见他盯着自己 也没有动作 而刚刚让他觉得 危险的那股感觉也消失了 可要是人类没有发现 这么危险的丧尸 然后大意之后丢了性命 那要不要写个传单 通知一下人类呢 但是这种不知道来源的话 就算是贴到 幸存者基地的大门口 也没人会相信啊 并且 他也没有那个本事 能把纸条贴到别人的大门口 于清贤觉得自己去通风报信 确实不太合适 所以要不把这只 变异的丧尸关到那种铁质的地牢里 但是这个世界 肯定不止这一只变异丧尸 要是他把这只关起来 但总不能关 那么多只吧 而且 他还得一只一只地去找 太浪费时间了 若是能和这些丧尸交流 那就最好了 只是可能性不大 并不是所有的丧尸 都和自己一样 不用吃活人的血肉 就像是一个人 让别人不要吃饭一样 岂不是要饿死对方吗 不被打一顿 可能都是对方脾气好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准备转身离开 虽然说丧尸开始晋级了 那么人类的异能者 也开始晋级了 也轮不到自己来管 而且有这种厉害的丧尸吸引视线 那那些厉害的异能者 就不会盯着自己了 并且像是那种丧尸多的地方 那些人类更不敢踏足 自己岂不是更安全了 一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抓起对方的手上下摇晃 好好加油 成为大丧尸 我看好你 于清贤给对方加油打气 末世才一个多月 就已经成长了丧尸 只要前期不要被人类杀死 那么他就会成为强大的丧尸 只要他变得越来越显眼 那自己就显得像是一只普通的丧尸了 一这么想 于清贤就觉得 多几只净化过的丧尸 也挺好的 于清贤也不再管这只高中生丧尸 转身就走 只是走了几百米 于清贤发现 那个高中生丧尸竟然跟着他 就这么离他十来米的地方 不远不近 自己停下 他也停下 这让于清贤有些疑惑 他不会是要跟着自己 然后等自己大意的时候 把自己吃了吧 不过丧尸肉真的好吃吗 于清贤这么想着 他就直接拔腿狂奔 反正普通的丧尸 应该跑不过他的 但是他大意了 这只升级过的 丧尸生前本就是一个高中生 还是一个高中男学生 那腿长都快到他腰了 虽然有夸张的成分 但这小伙子 生前应该也一你八以上了吧 于清贤很快就被这只丧尸追到了 这让于清贤很是头疼 就因为追上去多看了一眼 自此两师互相伴 半个头啊 又不是养宠物 这可是丧尸 是吃人的丧尸 还是一只晋级过的丧尸 说不定哪天就把自己给啃了 别跟着我了 会不会说话 说句话听听 于清贤转身看着这个丧尸 姑且按照丧尸小说里的 叫他二级丧尸好了 想来已经是二级丧尸了 至少能正常地交流了吧 毕竟普通的一级丧尸们说的话 他都能听懂 虽然那些丧尸说的话 都是凭借着本能说出来的话 没什么用 于清贤之所以觉得 这只二级丧尸能和自己交流 是因为自己叫他站住的时候 他确实站住了 所以 于清贤觉得这只二级丧尸 应该是能和自己交流的 但是这二级丧尸却不出声 就用他的红眼睛盯着于清贤 这让于清贤有些无奈 不过 他还是上前去这二级丧尸身上的 口袋里翻一翻 既然是高中生 那口袋里会随身装着他的学生卡 或者一些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吧 于清贤要碰他 这二级丧尸伸手挡了一下 我看一下你名字 又不拔你衣服 于清贤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生前是个射恐 变成丧尸后 倒是成了尸群射牛 果然这二级是听得懂自己的话的 于清贤一说 只是找他的名字 他就真的放下手人游 于清贤搜了 他从这二级丧尸的上衣口袋里 翻出来了一张学生证和一张饭卡 还有一本八长大的笔记本 上面都沾染了血迹 好在名字还看得见 高二的学生 叫石新宇 高二 也就十六七岁的年纪吧 甚至未成年 于清贤往他身上扫了一眼 并没有外伤 也就是说 他是最开始的一批丧尸 真是幸运的家伙 都不用被丧尸咬 就能在睡梦中变成丧尸 于清贤看完他的名字 又把学生证放回了他的口袋里 而这石新宇小丧尸 依旧没有说话 还是盯着于清贤看 于清贤这才开口 你叫石新宇 年纪应该是十六或者十七 总之就是这样 好了 我真的要走了 别跟着我 我也不好吃 你吃别的丧尸去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转身离开 他走一段距离 就回头看看 确定那只二级丧尸 并没有跟来 等他出了县城 确定那叫石新宇的丧尸 没跟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再走一百多公里 他就到这一室了 第十六章 他是一只丧尸 他帮不了人来 于清贤拿着地图 又研究了一下 这几天他走得很快 所以 按照现在的速度 三天应该能到这时了 当然 要是中途 别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比如 让他正面碰到异能者小队 于清贤立马把这种可怕的想法 抛出脑外 要是他真的遇到了异能者小队 那就真的玩犊子了 但这里距离基地 也有五十多公里了 并且又是晚上 总不能遇到异能者小队的人吧 并且 他已经出了基地了 于清 贤选了一条比较热门的高速 听说从那个地方过去 还会从湖面走过 这条公路一半在湖面上 一半在水底 并且秋冬时 湖两边的森林 呈现出漂亮的红黄颜色 倒映在湖中很是漂亮 上面还贴了照片 确实很漂亮 只是因为漠视发生 导致湖里的生物都一变了 人类肯定不敢往上面走 这不就适合他吗 打定主意 说走就走 这次于清贤做了提前准备 首先就是换一个相机 一定要像素特别好的 就算看不见照片 他也得感受氛围 还要准备漂亮的衣服 鞋子也要准备几双 总不能一直穿着他脚上的 这双普通的布鞋 都脏了 但这么一想 他肯定是要拉个行李箱了 当然 也不用太大 最好是太阳能充电 能自己走的行李箱 这样自己 还能坐在上面 反正冬天的阳光也很好 于清贤看了看地图 发现旁边有一个县城 于是他拐个弯就去了 他直奔大型商场就去了 虽然是县城 但是这些年发展的特别好 所以这个五层的大商场 确实给了于清贤很挑选的机会 即便没有灯 在普通人的眼中 确实是黑漆漆的 不过这对于清贤来说 完全不影响 这商场中有不少丧失 并且也没有人类来过的迹象 东西什么都整齐地放在货架上 他先往数码区去了 看着这个大一个商场 于清贤完全没有想到 他竟然不止逛了超市 去了景区 现在还在逛购物广场 放在以前 真是想都不敢想 而等于清贤选了一个比较漂亮的相机之后 他翻了翻自己的背包 他其实是有钱的 除了爸妈去世后赔的保险 这些年来 他自己也存了一些 只是如今 全都成了废纸 于清贤想了想 就把自己的银行卡 拿出来 放在了柜台上 然后又找了几个充电宝 放在背包里 他的手机已经没电很久了 这个手机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只是里面存着他和爸妈的聊天记录 还有一些合照 以前没想过 会突逢双亲去世 也没有想到末世会发生 虽然也想要把这些聊天记录和视频 还有图片 全都倒出来备份 但因为 他一直不想出门 总觉得明天 于是无数个明天 就让他浪费了三年 也不愿意出门 越是不出门 越不和人接触 他就越不想出门 就这么恶性循环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现在无论去什么地方 全都是人 他的社恐 已经不仅限于心理上的 已经严重到了生理性的 如今变成丧尸之后 身体已经死了 倒也不会呕吐发烧 虽然心理上 还是有些怕去人群扎堆 但现在他的身份 于清贤是接受得很坦然 但看着很多丧尸 于清贤却不觉得自己怕他们 果然他的社恐 真的只针对人类 于清贤拿着东西 就去找行李箱了 果然找到了一个行李箱 上面写着 这个行李箱若是充满电 可以骑行20公里 于清贤觉得确实不错 然后就把东西放在了行李箱里 这个箱子是太阳能的 虽然现在没电 但只需要放在太阳下晒一个小时 就可以启动骑行模式了 承重是200公斤 于清贤拖着行李箱往服装店去 他都选择薄一些裙子 果然还是小裙子比较适合他 反正又不怕冷 于清贤刚好从一个超市路过 准备看看口罩 而在经过生活用品区的时候 他停下了 他看着那堆满货架的卫生巾 陷入了沉思 异能者小队 大多都是男人 平时寻找的都是吃的 或者药品之类的 所以那些基地里的女性 有属于自己的异能者小队吗 这种东西 对于女性来说 是必需品吧 不过他站了一会儿 就拉着行李箱转身离开 他是一只丧尸 他帮不了人来 于清贤找到了口罩 多拿了不少放在行李箱和背包里 这才转身离开 只是他还没踏出超市大门 就又折了回去 找纸箱 装卫生巾 再拿胶带封箱 就这么一箱一箱地扔下了楼 再一箱一箱地搬出了超市 他看了看周围 若是这样一箱一箱地往路边搬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搬到什么时候 好在路边确实停着不少轿车 但轿车装不了多少 货车倒是有 但他不会开啊 算了 总要试试的 于是于清贤就到处拉车门 终于让他拉开了一辆货车的车门 连车钥匙都在车上 只是车主人是谁 于清贤并不知道 不过他直接爬上了车 试着启动了车子 好在这车子 似乎是准备要拉火 车油还是满的 只是刚坐上驾驶位 于清贤的脑海中 就想起自己十年前 刚开始考驾照的时候 虽然是妈妈陪着他一起去的 但于清贤并不想尝试第二次 他试着启动了车子 熟悉之后 倒也不难 他把车子开到了超市的大门口 把那些纸箱全都搬了上去 但车子还空了不少空间 于清贤又往超市里跑了好多趟 直到第二天中午 他才把这辆货车装满 里面都是一些吃的何用的 开到基地外面停下就跑 应该没什么问题 于清贤在自己的脑海中 模拟了几遍跑路计划 这才把他的行李箱 放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 开着车就往官方基地的方向走 这个时间点 应该遇不到什么人吧 于清贤看着距离官方基地 原来这么近 他没有想到 自己距离基地开车 只要三小时的时间 而他把车子停下 就看到远处行驶过来了车辆 于清贤立马就摁了摁卡车的喇叭 随后开门提着自己的行李箱就跑 总之他的目的达到了 无论是谁 看到这辆车 都会看车里的东西 于清贤拖着他的行李箱 就往旁边的屋子里窜 只希望他粗暴的动作 不会弄坏自己的行李箱 第十七章完全 就是活菩萨啊 顾婉晴确实是官方的人 再加上他的异能 和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他成为了监督 各个官方基地的长官 除了负责帮忙杀丧尸 和寻找物资之外 其他时间确实是自由的 而他这次刚从边境回基地 准备调查一下他之前 埋过的那个女孩子的尸体 前天他回来的时候 路过了那里 结果整个坟头被人刨开了 那树花也不见了 当然 一起不见的 还有那具尸体 难不成那具尸体丧尸化了 确实有可能 若是他没记错 那具尸体的脸上 确实有一道很大的裂口 很多丧尸都有这个裂口 或许这具尸体真的活过来 变成了丧尸 他没办法再深入市区 只能在周围看看 并没有他眼熟的丧尸 情节 前面有一辆卡车 还摁了喇叭 要下去看看吗 少年询问 若是他没有看错 似乎是有个人从驾驶室下来 然后跑进镇子去了 嗯 过去看看 顾婉晴回过神 看向了前面路上的卡车 车子在卡车的边上停下 驾驶室的车门还开着 车钥匙也没有拔掉 但并没有人 顾婉晴坐在副驾驶上 往隔壁的车上看了一眼 就开门下车了 情节 小心一点 万一这车里有别的东西呢 少年也开车下去 跟上了顾婉晴的脚步 倒是坐在后座的男人 并没有下车 依旧坐在后座闭目养神 顾婉晴也不在意这个男人 不过是上头 让他保护的人而已 但他又不能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自然只能带着人到处乱跑了 好在这个人看着不好接触 但还算好说话 给什么吃什么 让住那儿就住那儿 倒也不搅情 男人叫裴宇安 是顾婉晴上司的上司的儿子 从小体弱多病 而他父母又觉得 别人没那个能力 能保护他们儿子的安全 只能让顾婉晴来 而顾婉晴 是整个华夏第一个异能者 并不是因为末世的原因 他觉醒异能是在三年前 也正是因为这样 裴宇安才被分给他保护 而跟着他的少年 则是之后入实验室的一个孩子 三年时间 两人都在一个实验室 末世忽然降临 实验室崩坏 他和这个孩子得以解放 温庆生 也就是少年 小心翼翼地 打开了货车的后斗门 当他看到一整车物资的时候 都愣住了 情节 是物资 这都是一车物资 温庆生一脸惊讶 谁能在末世弄这么大一车 物资送人啊 完全就是活菩萨啊 顾婉晴也看向了那些物资 发现都是一些女性用品和吃的 立马就了解 这辆车里的东西 是是给谁的了 我开货车回去 你开车跟上 我大概了解了对方的意图 顾婉晴道 说完这话 就喊了一声笑天 大黑狗就上了货车的副驾驶 他也坐了上去 温庆生也没有反对 就直接回车上启动车子 跟上了货车 而顾婉晴此时大概能想到 送着一车物资到这个基地的人 是男是女了 倒不是男人想不到 卫生巾这种东西 而且 满宫贴这种东西都有不少 说明对方确实是一个细心的女孩子 但为什么对方扔下车和物资就跑了呢 这一点顾婉晴确实想不通 罢了 还是不想了 于清贤在远处的三楼 看着两辆车离开 特别是从车上下来的那两个熟悉的人 倒也放心了一些 虽然于清贤也好奇 为什么自己到哪里 都能遇到这个顾婉晴 可这一车物资到了顾婉晴的手中 于清贤觉得 他能妥善地处理 只是他一个小姑娘 整天到处跑 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 于清贤真是服了这些人 不但有这个精力 在漠视乱跑 还能养宠物 他觉得这个顾婉晴 真的很有能力 要是他想养止丧尸 是不是也能养得起 虽然不至于喂活人 但是活鸡活牛活养什么的 应该可以吧 反正丧尸活物都吃 想到这里 于清贤觉得自己 要不要去看看养殖场什么的 现在还有这些活的动物吗 应该有吧 顾婉晴的那只大黑狗 应该是变异的动物 变异的动物 是带有攻击性的 当然 攻击的依旧是人类 一想到这里 于清贤又为人类双手 合十拜了拜 随后他绕过一片天地 走上了一条箱道 把行李箱放到了地面上 好好检查 确定并没有损坏 心中才松了一口气 他查看了一下电量 发现可以启动骑行模式 于清贤自然是毫不犹豫的 就骑了上去 拉杆可以变成控制方向的方向盘 就像是开小车一样 这可让于清贤快乐了 以前看很多旅游博主 都会骑行行李箱 于清贤也一直手扶着行李箱 一只手高高地举起 然后高兴地发出了反祖的呕呕声 自从爸妈去世后 于清贤很少像是现在这样快乐了 只是当他听到车声时 吓得从行李箱上 连滚带爬地站起来 拖着行李箱 就闯进了村子里 快乐真是太短暂了 而当他躲进村子时 才闻到了那股香气 这个小村子里 竟然有活人 不过也是 这里距离基地 也就一两公里的距离 并且周围的丧尸 都已经被杀光 并且可能在几公里 或者十几公里之外 还有监测站 当然不是检测幸存者的 而是检测尸群的 若是不提前知晓丧尸的动向 那么这个基地就不是安全的 只有提前掌握丧尸的动向 才能更好的保护幸存者 很有可能这官方基地 周围的几个城市周围 都有监测小队 并且试用的电波超长的对讲机 可以提前通知 一般尸巢的移动速度不会太快 一二十公里的距离 足够让整个基地 做出充足的准备 若是那种上万丧尸 自然是要启动热武器 要是十万以上 那么会选择撤退 因此官方在建基地的城墙 就成了首要重点 当然 这些都是于清贤的猜测而已 至于具体的 还得等真正的基地建造起来才知道 于清贤朝着味道飘来的地方闻了闻 居住在这个小村子里的人 还不少 至少有二十个以上 当然 于清贤现在在意的 并不是那些人类 而是行驶过来的车队 车队在村子里停下了 这让于清贤一惊 完了完了 跑到人家的老窝来了 刚刚他鬼叫那几声 不会被人听到吧 第十八章他又不吃人 于清贤此时是在村尾 而那些人居住的地方 似乎是在村头 毕竟村尾后面有条河 自然是不能居住在河边 但这个村里 反而是村尾这十几户人家 看上去比较有钱 都是建造的三层半的大别墅 当然 村头也不赖 于清贤把行李箱放在了门边 这才上楼去看看 此时楼里能用的东西 全都搬走了 确实 比起去那种满是丧尸的地方 寻找物资 普通人自然是会优先 选择安全的地方 丧尸少的地方 而于清贤爬上 三层半的别墅顶部 偷偷摸摸地看向了前方 他能看到前面那屋子里 冒了烟出来 很显然是在做晚饭了 吃晚饭的时候 正是他跑路的好时机 于是于清贤立马下楼 提着自己的行李箱 打开了院子大门 提着行李箱就跑 毕竟行李箱拖在地上会出声音 这普通人也就算了 万一有异能者 异能者的身体 是进一步强化过的 视力和听力都更进一步 自然是怕异能者听到 而村子里 一个小姑娘的脑袋 往院门口探去 刚收队的队长 看到自己的队员往外探去 就有些疑惑怎么了 听到什么声音了 嗯 确实听到了 但是对方并没有心跳声 应该是丧尸 小姑娘开口 她是变异者 和异能者又完全不一样 变异者是强化身体的 某一部分能力 比如视力听力 或者力气以及速度 这是依附在人体身上的能力 并不能像异能一样外放 而她则是听觉变异者 当然 这种听觉变异 并不是能听到几公里之外 一根针掉落的声音 不过一公里以内的 所有因为声音产生的震动 她能听到 像是别人的心跳 或者脚踩在地上的声音 也是因为这个 让小姑娘 在加入异能者小队之前 能活下来 有心跳的脚步声是人 这种脚步声是有规律的 而没有心跳的脚步声是丧尸 这种脚步声是杂乱无章的 当然 别的声音自然也很容易听到 丧尸 不可能 这方圆十公里以内的丧尸 已经被军队轻搅光了 这里距离基地 就只有不到两公里 怎么可能有丧尸 队长听到小姑娘的话 就立马反驳 但又觉得 阮心的话应该不是假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这个声音 确实是人的脚步声 可没有心跳 又不像丧尸杂乱 而且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阮心收回脑袋 又接着道 也就是说 就算那是丧尸 对他们也没有危害 算了 等接近的时候再说 只有一个 不足为患 先吃晚饭 男人开口 再默示 吃饭才是正经事 谁知道 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饭 活好 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而男人的话音刚落 软性耳朵里 就没有了对方的声音 很显然 对方已经离开了 一公里以内的范围 速度还挺快的 只是 这到底是人 还是丧尸 算了 反正不可能再遇到了 就当作没发生过吧 还是先吃晚饭要紧 于心贤见那个 异能者小队 并没有追上来 倒是松了一口气 再加上马上就要天黑了 于心贤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毕竟一到晚上 人类都会停止行动 夜晚 是属于丧尸的 但于心贤又不用睡觉 自然是连夜走 而到了后半夜时 于心贤感觉到天空更黑了 也没有看到星星 说起来 从天黑开始 天空上就开始布满乌云了 难不成是要开始下雪了 确实 已经十二月底了 马上第二年了 本应该变冷的天气 并没有变冷 当然 这是于心贤活着的时候的感觉 但看那些幸存者们的穿着 应该还是热天 或许下下雪也是可以的 只是默示的雪 会听起来那么唯美吗 默示的雨雪风霜 都是致命的 只是这雪说下就下 于心贤刚收回眼神 就感觉有什么落了下来 一片又一片 刚开始还小 之后的雪花 就像是被人捏成圆形 又拍扁一样 一片雪花有巴掌那么大 摔在地上 甚至能听到声音 按照这种大雪花 估计都不要一晚上 不用一个小时 整个世界都会变成白色 但是她这附近 都没有可以夺雪的地方 希望这雪不要下得太过分 虽然她确实感觉不到了 但于心贤 还是打算去找一身羽绒服穿上 下雪了就好掩盖 自己是丧尸的身份了 只要她把脑袋身体和手脚包住 再带个防风镜 也就没人认得出 自己是个丧尸了 但说话这种事情 她说话 好像人类真的听不懂 可她明明听得懂自己说什么 也听得懂丧尸说什么 为什么人听不懂呢 果然还是因为身体失去了生气 声带已经出了问题吧 但明明那些末世小说里 丧尸也是可以说话的 真可恶 她怎么就没有这么好运 想是这么想 于清闲还是往前走 一直走到天亮 于清闲才看到一个小阵子 按照她的速度 应该是走出了基地辐射的范围内 因为于清闲开始看到丧尸了 能看到丧尸 说明已经距离基地20公里以外的范围了 于清闲终于在天亮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休息 小镇上也有服装店 因为之前很热 所以这服装店里的羽绒服 自然是没人要的 再加上本 就是十一二月了 服装店也挂上了羽绒服 只是谁知道 忽然就变天了 于清闲找了漂亮的羽绒服 穿上 虽然感觉不到任何温度 但是于清闲还是去照了照镜子 嗯 不错不错 还挺好看的 她转头看到 一只丧尸老兄 顶着一脑袋 雪走了过来 就开口问这羽绒服不错吧 你要不要穿一件 只是那丧尸老兄 朝着服装店看了一眼 又迈着沉重的步伐踏雪而去 于清闲看了看 自己的羽绒服下的裙子 又换了一件长一些的羽绒服 这次遮到了小腿杜处 露出了花裙子的花边 于清闲还臭美地对着镜子转圈 一转头 又和一双红色的眼睛对上了 于清闲也没有想到 石兴雨那小子 竟然一直跟着她 这让于清闲有些无奈 他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尸 怎么跟着她呢 她又不吃人 于清闲有些无奈 进来坐 于清闲脑袋里想的是 直接把服装店的卷帘门关下来 不管这个少年丧尸 但他就这么孤零零地站在门口 背后是速速的大雪 让这个少年丧尸 显得越发的孤寂 这小孩不会是没有爸妈吧 哦 忘了 自己的爸妈也死了 他也没爸妈了 第十九章啊 好想死 于清闲的话音落下 这时星雨就走了进来 在一个椅子上坐下 原来丧尸也是能坐的 他以为丧尸的关节 就像是生锈的铁 是没有办法弯曲的 像是坐下蹲下 这种动作是做不了的 但一想到丧尸 要是真的关节动不了 那还怎么走路奔跑 甚至把人身上的四肢 给扯下来 足以说明 其实他们的手脚和力气 肯定是得到了强化 毕竟普通人 哪有那个本事生死人类啊 但于清闲并不相信 一只二级丧尸 而且还是一直有脑子的 二级丧尸 说不定哪天 就把自己给啃了 于清闲穿上了一双 毛茸茸的长袜 又套上了雪地靴 好在这个服装店里 确实准备的很多 于清闲穿好之后 再看石心雨 他依旧坐在那个地方 只是眼睛一直盯着他 这让于清闲有些无奈 石心雨身上 还穿着那身单薄的校服 不过身上的血字 似乎并没有增加 也就是说 石心雨这段时间 都没有再吃人 果然是觉得 吃了自己能更快升级 可恶啊 他没被人类盯上 先被丧尸给盯上了 不对 他早被人类盯上了 那个棒球棍小姑娘 怎么做人那么困难 做一只到处游荡的丧尸 还这么难啊 还有没有天理了 事已至此 要不还是挖个坑躺着吧 也别去旅游了 于清闲本 就是这种消极的人 原本觉得变成丧尸 也就没有痛苦了 不用挣扎活着 哪里知道还有意识 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现在忽然就全卸下来了 啊 好想死 于清闲的消极想法 瞬间就涌上了心头 不过叹了一口气 于清闲又打起精神来 他这个人虽然想死 但既然想做的事情 肯定是要做完才能死 至于为什么于清闲 肯被丧尸抓伤 变成丧尸 也是因为末世了 他写的小说也不用更新了 并且以他社恐 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末世活下去 想要在末世活下去 就必须和别人合作 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啊 于清闲 怕万一有人来这个小镇找东西 所以这个小镇也不能带了 但时兴雨正模样 一看就是丧尸 要是不包装一下 只要是个人 都能看出来 他是丧尸 没办法 于清闲只能把石兴雨 给包装了一番 给他套了一件羽绒服 戴上口罩帽子和眼镜 这才道 这个小镇距离基地有些近 咱们得走 你确实有自保能力 但是我没有 说完后 于清闲就提着行李箱往外走 如今下这么大的雪 根本就用不了行李箱啊 真是老天爷都跟他作对 他才骑了三分钟而已 石兴雨倒是听话 虽然不开口 但也乖乖跟着于清闲走 只是他到底是正经丧失 穿上长长的羽绒服 显得有些笨拙 走几步就要办一下 不过于清闲也不管他 继续往前走 但如今的雪 已经快没过于清闲的小腿了 而雪依旧没有停下的痕迹 再往前走 就有些困难了 不过半个小时后 石兴雨的速度就提上来了 说到底还是腿长 看着逐渐走在自己前面的石兴雨 于清闲忽然就停下了 他转头看了看周围 然后钻进一家店里 找了一根绳子 然后绑在了自己的行李箱上 又伸手圈住了石兴雨的腰 把绳子的另一头 绑在了石兴雨的腰上 没事 于清闲感觉 倒是兴雨在挣扎 就开口让他安静 等他绑好 坐在了行李箱上 这才倒继续走吧 先出阵子 我会给你指方向的 石兴雨倒是听话 像是一只在拉雪敲的雪白大狗 往于清闲指着的方向去了 变成丧尸 体力本就已经超越了人类 拖着一个不到十斤的行李箱 加一个九十斤的于清闲 完全没有影响他的步伐 甚至比于清闲自己走要快很多 不过于清闲想了想 自己坐在行李箱 让一只丧尸拖着他到处走 还算不算徒步旅行 总之 有时兴雨这头老牛的加入 于清闲的进度快了很多 只半天时间 于清闲就坐在行李箱上 看到了那个景色绝美的湖 虽然并不是满山的红叶秋色 但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这天地间就只有一片白色 水面结冰 两岸雪白 就连中间的公路 都被雪盖得严严实实 但好在因为公路边上 有一根根高高的路灯 让于清闲知道 哪里是路面 哪里是湖面 一个不愿意说话的丧尸 和一个设恐的丧尸 在这天地间 显得异常的安静 在两只丧尸 踏上穿过湖面的公路时 天空又麾下风卷着 大片大片的雪落下来 于清闲又把原本挡太阳的伞撑开 挡住了落在自己身上的雪 至于石星雨 于清闲才懒得管 他只是一只不会说话的丧尸而已 而石星雨 似乎也不在意堆积在自己头顶的雪 就这么笔直地往前去 于清闲看着周围的风景 忽然开口停一下 石星雨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 说停就停 于清闲一边拿相机 一边想着石星雨的事情 自己肯定是不会允许他去吃人的 但丧尸要是不吃血肉的话 能活多久呢 于清闲也不知道 虽然看过小说 有三个月的 有半年的 也有一年三年甚至十年的 石星雨就站在一边 看着于清闲这里拍照 那里拍照 然后于清闲就转身对着石星雨 伸手扯下了他脸上的累赘 虽然皮肤不是活人 但看得出来 生前长得很好看 说起来 他上高中那会儿 就缩在自己的座位上 从小到大 他就认识前后做最多六个同学 上了大学 并没有住校 所以 他并没有任何朋友 而于清闲也觉得自己 不需要任何朋友 到现在 于清闲也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他可以一个人 窝在家里三年 也可以任性地选择死亡 更可以在变成丧尸后 毫无牵挂地去旅游 但石星雨呢 他生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于清闲从未想过 去了解任何人 也不想被任何人了解 但这个丧尸跟着自己 这让于清闲有些不了解 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一只二级丧尸会 跟着自己 他在丧尸群里 其实是算比较厉害的丧尸了吧 至少是可以当一方霸主的那种 于清闲又对着他拍了几张照片 要是以后丧尸真的灭绝了 自己拍的这些照片 估计会成为教科书上的展示图吧 只可惜石星雨就这么呆呆地看着他 也不知道笑一个 妈 对一只丧尸 他也不能有这么高的要求 收起相机 于清闲又坐回了行李箱上 走吧 第二十张 他的脑子是健康的 没生流 穿过了湖面上公路 石星雨真的于清闲不让他停下 他就一直往前走 虽然整个湿瞬间被石星雨拖着闯入了雪里 他感受不到雪的温度 也不会被雪埋后感到窒息 因为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是不是石星雨也这样 所以才会毫无顾忌地闯进满是雪的地下通路 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车辆 毕竟这条路本就是建来观光的 并不适合逃生 走出堆满雪的地方 前面忽然亮了 因为这是一条观光用的公路 不止地面上的公路 可以看风景 地下的也可以 两边的墙边是超级透明特质玻璃 既不影响视线 又不怕水压把墙面挤压崩坏 即便是在这么忽然变冷的天气 他依旧好好的固定在地下 只是如今的水很是浑浊 偶尔游过几条鱼 身体也是破破烂烂的 甚至尝出了尖牙 虽然这鱼没什么观赏性 但既然是旅游的 那就不能像是完成任务一样 停下 鱼清闲又开口 虽然说着不能像任务 但对于石星雨这只丧尸来说 确实好像是个任务 算了 等他厌烦了 就会自己离开的 或者饿了之后 就去找吃的了 鱼清闲走到了玻璃墙边 仔细地看着水底的那些丧尸鱼 即便这些鱼身上的鳞片已经掉了 甚至露出了鱼骨 但在鱼清闲的眼中 又是另外一种风采 只是没有看到秋日的枫叶湖 确实有些可惜 想到这里 鱼清闲忽然开口等明年秋天 再来一次吧 今年没看到 确实有些可惜 好 他听到了一个略微沙哑的声音 这让鱼清闲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回答他话的是石心语 他偏头 看向旁边的石心语 见石心语终于不是盯着自己 而是看向那些游过的丧尸鱼 鱼清闲似乎有些意识到 这个小孩 生前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 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不过他刚刚那句话 只是自己的感叹而已 设恐人设恐 但不代表不爱说话 他一个人的时候 画秘得要 甚至在写小说的时候 还会角色扮演 所以不存在不爱说话的情况 只是不爱和人交谈而已 而且石心语从来没和自己搭过话 只是一个简单的字 都足够让鱼清闲感到震惊 但转念一想 要是两只丧尸说话 在别的眼中 是不是一阵对着呵呵 鱼清闲光是想了想 就觉得那个画面很诡异 原来你会说话啊 鱼清闲道 以前自己和他说了那么多 他愣是一句话都不说 所以鱼清闲就把石心语 当作没人性的二级丧尸了 石心语此时又成了一个 聚了嘴的闷葫芦 一声不吭了 鱼清闲也没指望 他还能说出什么话来 拿出相机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指了一个地方站那边去 我给你拍两张照片 这闷葫芦 在听话这方面 确实无人能敌 不对 是无师能敌 看着他乖乖地站过去 鱼清闲就帮他多拍了几张 甚至还有构图 就算是变成丧尸 石心语语 也是属于那种特别好看的丧尸 并没有那些 丧尸那种面目可憎的感觉 像这种小男生 生前肯定是很受欢迎的吧 不过现在肯定是人见人怕的 拍完照片 鱼清闲又指挥这头老牛继续往前 穿过地下玻璃栈道 石心语又拖着鱼清闲上了地面 虽然能看到几辆废弃的汽车 不过并没有看到丧尸 当然也没有看到活人 而外面的血也越堆越厚了 鱼清闲活了28年 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血 虽然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 也见过其他小腿伸的血 如今这血 多快堆一米伸了吧 他坐在行李箱上 只入了个脑袋在血外面 但这血对石心语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阻挡 他就像是一个天生的扫血机 直接推出一条狭窄的路来 这让鱼清闲心中有些不安起来 不过鱼清闲只是不安了几分钟 就又心安理得了 大不了以后 要是肚子呃 那就勉为其难地 去给他捉几只活鸡活压好了 而到达这一室是在第四天的上午 虽然此时血已经停了 但是血的深度 都快超过鱼清闲的身高了 他走进血里 可能都看不见他 而古城所处的地方 本来就不会下太大的雪 如今下这么厚的雪 很多鼓楼已经被血压塌了 自然是感受不到什么古镇风景 只有被大雪压垮的残垣 于清闲知道自己 确实见不到古镇的风采了 心中确实有些遗憾 或许提前几天来 就能看到了 或许他再走得快一些 不过这种想法 于清闲也只是闪过了一瞬 有些风景 能看到是一种幸运 看不到 也只能顺其自然 毕竟他还想看看恐龙时代的恐龙呢 于清闲把绳子从石心语的身上给解开 然后拖着自己的行李 想穿过雪 往屋里走 结果走了几步 就迎面和丧尸撞在了一起 对哦 好几日没见到什么丧尸了 他都忘了 这世人肯定很多 那么丧尸也很多 所以迎面撞上丧尸 也没什么 于清闲看着这丧尸都不必让的 他只能退到一边 让这只丧尸过去 真没礼貌 只是于清闲给这只丧尸让路 石心语直接冲上来 掐住这只丧尸的脖子 一巴掌就拍碎了他的脑袋 随后从他的脑袋里 掏出了一颗金盒 金盒不大 就像是一个玻璃珠一样 而这一系列动作 就发生在瞬间 看着这只失去半个脑袋的丧尸倒地之后 于清闲觉得石心语更没礼貌 上来就掀开别人的头盖骨 然后于清闲就看着石心语 把这颗金盒直接吞了 这孩子也不知道放在学里洗一洗 直接就吃了 真是一点都不讲究 不过看着石心语的动作 于清闲就捂住了脑袋 他脑袋里不会也有一颗超级厉害的金盒吧 这时心语要把自己养肥了吃 而是心语的眼神又盯着于清闲 鉴于清闲拖着行李箱后退了两步 他的红眼睛闪过一抹疑惑 似乎又明白了什么 少言寡语的石心语终于开口了你没有 三个字 让于清闲的脑袋上冒出一堆问号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金盒 哦 那真是太好了 他的脑子是健康的 没生流 不过 既然自己脑子里没有金盒 那这是心语跟着自己做什么 那总不能是要和他组个旅游团吧 扯毒子呢 第21章年纪不大 被挺硬啊 于清闲也不管石心语 朝着高楼去了 虽然这一室是一座古城 但是在另外一边 确实是现代化的城市 被一座千年的城墙隔开 一边是现代化的城市 一边是千年古城 于清闲提着行李箱爬上了酒店 选了一个视野很不错的房间住下 而石心语并没有跟上来 应该是去找丧尸拿金盒去了 于清闲也不管他 多杀几只丧尸 那么可能就能多救两个人 所以只要不杀自己 于清闲很鼓励石心语去大杀四方的 至少目前于清闲知道石心语不会杀自己了 于清闲把行李箱放下 然后走到了阳台 拿着相机对着古城的方向一顿拍 等差不多 于清闲这才回了房间 就像是一个活人一样 去看了看浴室 试了试水 一滴水都没有 于清闲等了一会儿 确定确实没水 他所生活的省份本就偏南方 从来没这么大的大雪 也没有应对冰冻的设施 估计水管早就被冻坏了 于是 于清闲就去提了几桶雪上来 放在浴缸里 把自己埋进了雪里 直到半个小时后 雪依旧没有丝毫融化的痕迹 于清闲 我可真是个冰冷的尸体 三个小时后 于清闲终于从雪里爬了出来 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然后随着天黑 于清闲躺在了床上 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睡觉了 虽然他确实不需要睡觉 但谁也不想站一晚上吧 躺一晚也是可以的 于清闲确实不需要睡觉 但他和别的丧失不一样 他确实可以睡着 而且还睡得很沉 像是石星雨走进他的房间 他都没有感觉 石星雨站在于清闲的床位 那双红眼睛 就一直盯着床上 睡得很安静的于清闲 随后他的视线转向了窗外 看着天空逐渐出现的亮光 他走到了落地窗前 伸手抓住窗帘 把白雪和天空的亮光 全遮挡在外面 随后他提过一个椅子 就这么坐在了床尾 看向了房门口的位置 和安静地盯着于清闲的眼神不一样 他盯着门口的眼神 带着一丝戒备 在他收集金盒时 发现这个市区中 也有一只强大的丧尸 在那个商场里 堆满了丧尸和人类的尸体 甚至还有两个异能者的尸体 就连异能者都杀不死的丧尸 必然是很强的 等级 似乎和自己差不多 但看这只丧尸的作风 似乎朝着野兽漫画方向去的 并没有进化出太多的智商来 只要是异能者 稍微用点脑子 也能绞杀了这只丧尸 不过说到底是同类 石星宇自然是希望 同类越强越好 他已经没有了身为人类时的记忆 也不在意自己有没有名字 注意到这个丧尸时 他只是把对方 错当成了人类而已 实在是他太弱了 连普通丧尸的能量都达不到 所以当时的他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只弱得摔个跟斗 竟然敢拦着他 掏他口袋里的东西 原来他有名字 原来他曾经也是人类 石星宇跟着他 看着一只丧尸给人类送东西 看着他骑着行李箱 笑得有些搞笑 在听到人类的动静时 就像是遇到猫的老鼠一样 缩着脖子跑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丧尸 要是自己不管他 他这样弱的丧尸 总有一天会被人类杀死的吧 或许会被同类杀死 像是这个城里的那只丧尸 他就是 无论是丧尸还是人类 他都杀 自然是不分敌我 想到这里 石星宇觉得他也是这样 为了强大 为了得到更多的血肉 他也在屠杀同类 想到这里 石星宇的眼神冷静了下来 但只是轻微的声音 又让他盯着房间门口 于清贤是被吵醒的 等他睁开眼睛 看到的不是屋顶 是天空 妈呀 这是什么情况 他只是睡一觉而已 怎么屋顶都被人拆了 周围全都是落石 只有床上连颗小石头都没有 前面确实是完整的墙面 而他忍不住往后看了看 就看到自己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大洞 贯穿了十几间房 于清贤就算是个傻子 也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肯定是在他睡着的期间 发生了打洞 而他后面的这墙 很显然是被撞出来的 于清贤立马掀开冒着冷气的被子 穿上了羽绒服 套上雪的靴 爬过了那个大洞 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别的房间也有丧尸 只是这些丧尸 大多都是残破不堪 断胳膊断腿的都有 但还能动 一些则是没了脑袋 这是真的死的不能再死了 于清贤爬到最后一间房 终于看到了 把他房顶掀了的两只丧尸 一只是石心羽 另外一只 于清贤不认识 这两只丧尸的讹战斗力感觉差不多 但比他 甚至比他见到的人类 都要强很多 看来石心羽并不是二级丧尸 应该是三级以上 是自己小家子气了 能听懂自己说的话 就不是一只二级丧尸能做的 毕竟二级丧尸 也只是能做到快速奔跑 和翻一些低矮的围墙 比如农村那种两米的围墙 对于二级丧尸来说 应该不难 所以 像是石心羽 这样能和他交流的 大概是三级以上了 这才末是一个多月呢 就出了这么厉害的两只大丧尸 人类的未来 可以说是一片黑暗 还好他是指丧尸 此时的石心羽 被那只丧尸摁在了墙上 因为这是最外层的墙面 所以也是最后的 石心羽才 没有砸破墙面 原来这么长的墙面 是这小子砸出来的 年纪不大 背挺硬啊 但是这位面目可憎的丧尸大叔 欺负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丧尸 是不是有些不讲武德呀 石心羽鉴于清闲 竟然朝着这只丧尸过来 就想开口让他快跑 原本以为这只丧尸只是莽夫 却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变异了 拥有力量变异 还好被砸的丧尸是自己 要是换成于清闲 早就成一堆烂泥了 但他话还没出嘴 那只力量变异的丧尸 就被于清闲扯着后脸 直接扔飞了出去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他又不是人 也是丧尸 你打他做什么 高中生本来就学业繁重 多可怜啊 变成丧尸后终于不用学习了 你还拿他当煞暴 有本事 你把这栋楼举起来扔出去啊 就知道欺负弱小 真不要脸 于清闲指着这只大叔 丧尸就破口大骂 石心鱼可是自己的老牛 要是腰蛇了 他上哪里找这么听话的丧尸 第二十二章太近亲人类 是没有好下场的 而这只变异丧尸 被于清闲扔在地上 又被他指着脑袋骂 整只丧尸都跪在了地上 似乎在瑟瑟发抖 一副想跑 但又不敢的模样 只能抱着脑袋 呵呵地想开口 你别说话 我不想跟野蛮丧尸搭话 于清闲此时是真的被气坏了 自己好不容易选了个房间睡觉 被毁了 找来拉行李箱的丧尸 差点就被他打死 于是 这只野蛮丧尸闭嘴了 而被于清闲护在身后的石心鱼 此时看于清闲的眼神完全变了 因为刚刚有那么一瞬间 他感觉到了他身上恐怖的力量 让他都差点趴地上 那是绝对的压制 让他完全生不出一点反抗的想法 就算那股力量 并不是对着自己的 当然 于清闲并不知道 但见这只丧尸真的离开后 又觉得对方虽然野蛮 倒也还好沟通 果然他保留着人类的意识 还是有用的 人类进化出语言 也是为了避免肢体上的碰撞 毕竟君子动口不动手 看着那只丧尸大叔跑走 于清闲这才松了一口气 好险 要是对方朝自己挥一圈 自己铁钉也变成臭肉饼了 真是太好了 还好对方通情达理 是只不错的丧尸 你肯定没和他好好谈的 没被打扁吧 于清闲把石心语 从地上拉起来 石心语看着面前 这个一副 劫后余生的小丧尸 依旧没有反应过来 他是装的 还是他根本就没有 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过看着 他属于后者 于清闲虽然觉得 这只丧尸大叔好说话 但还是心有余悸 连石心语都打不过 还是赶紧跑路吧 于是二十分钟后 石心语看着前面提着行李箱 跑得飞快的小丧尸 依旧沉默不语 他的强大 就只有一瞬间吗 妈那只丧尸的时候 那横行的模样 他都以为 那只变异丧尸要自杀了 结果那个横行霸道的小丧尸 也差点被吓掉半条命 天不亮就收拾行李跑路了 他的背影 给石心语的感觉就是 一个强大的让丧尸 瞬间站立的大丧尸 但表面却弱得不如一般的丧尸 还总给别人一种好险 差点没被杀死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 让他无法知晓他 自己的身上有这股力量的 算了 这种力量 他自然是无法拥有的 可他得想办法让他自信起来 他是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的 说起来 作为一只丧尸 还留有人类的意识 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就算他的等级 确实已经四级 但人类在他的眼中 不过是食物 他不会对食物有任何的同情 但对于于清贤来说 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他是知道自己是丧尸 却还愿意去保护人类的 真是可笑的丧尸 食心语自然是做不到于清贤那样 对食物手下留情 甚至做出保护食物的行为的 但他可以教他拥有保护自己的战斗力 至少在和异能者正面碰上时 也能有逃走的能力 像之前的想法 就这么放着不管的话 这只拥有人类意识的丧尸 最终会死在他想保护的人类的手里的吧 至少现在 他可以确定 没有丧尸能伤到他了 于清贤觉得晦气 果然点点痘痘确定的旅行地点也不合适 之前玩的地方被官方收管 如今要看的古城又被大雪覆盖 然后这城里还有一只大丧尸 快跑快跑 不过在跑出这世时 他又折了回来 找了一块超级大的白布 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黄色三角 然后在中间画了一个大大的黑色感叹号 画好之后 于清贤又拖着这块超级重的布要上楼 但拖半天 他完全在原地踏步 食心语不知道为什么 脑袋里冒出了一个形容词太空布 不过他知道 要是光靠于清贤拖这块布 拖到明年也拖不上楼的 他伸手抓过了另外一边 一跃就上了二楼 手忽然像是尖锐的钉子一样扎入了墙面 就这么拽着布爬上了楼顶 他不想帮食物 当然也不想让那只变异丧尸变得强大 光是靠城里的丧尸 他成长并不会这么快 主要是因为那两个轻敌的异能者 才让这只丧尸快速成长 所以警惕来人 说不定会有异能者帮他杀了这个对手呢 于清贤看着食心语这敏捷的动作 眼中全是羡慕 强大的丧尸真好啊 只能躺下装死 于清贤看着食心语挂好了警惕标志后 就点点头 这样无论谁来了 都知道这个城里危险 饿死那只暴力丧尸 竟然欺负未成年 不过等食心语下楼后 于清贤就拉着他跑路了 那是一点都不停 一跑就是好几天 确定那只丧尸应该不会追来了 他才停下 你是不是得练练防身术了 食心语开口 于清贤跑得又不快 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就能追上他 而他总是烂好心 不知道如今的人类对于他来说 是敌人 或许知道 不然他也不会看到人 就跟被鬼追一样 跑得比人被丧尸追还快 只见过丧尸追人的 还是头一次 见到丧尸被人追的 为什么 于清贤惊讶于 原来这小子 竟然会说这么多话 当然也疑惑 为什么一只丧尸要学习防身术 防身术是人类学的吧 他都变成丧尸了 一具尸体 学什么防身术啊 因为你需要战斗 食心语诱道 我为什么要战斗 于清贤不解 他只想去旅游 等把想去的地方去个遍 那他就变成泥土 你这样 会被人类杀死的 你太亲近人类了 食心语指出了于清贤的短板 太近亲人类 是没有好下场的 人类不会觉得 丧尸不会吃人 只要看到丧尸 都会赶尽杀绝 因为不杀丧尸 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丧尸的口粮 两者就是这样 不能共存的生物 生来就是死敌 嗯 要是到时候真的被杀死 那就杀死好了 反正我又不会疼 于清贤提着行李箱 四处观望 又拿出地图看 自己乱跑一通 到处都是雪 都不知道是往哪个地方跑的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路牌 还是赶紧确认自己的位置 才是 你想死 食心语不解 成为丧尸 就有强大的力量 这个世界本就应该被丧尸统领的 人类应该被丧尸圈养 成为食物 如你所见 我要是想活着 就不会主动给丧尸挠一下了 于清贤文言 就把手套摘了 露出他手腕上的伤口 那是被丧尸抓伤的痕迹 这痕迹让食心语都有些震惊 竟然有人类会主动变成丧尸 他第一次见 虽然他已经不记得身为人时的记忆 但看那些人的反应就知道 没有人会愿意变成丧尸的 第二十三章 他这是缠人缠的 食心语震惊于于清贤 到底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会这么做 他当然不知道 于清贤睡一觉起来 发现自己并没有变成丧尸时 有多失望 不过此时的他觉得 于清贤若是没有变成丧尸 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吧 喜欢到处旅游 到处拍照的人吧 可你现在活得很好 就算变成了丧尸 还有自己的爱好 食心语又忍不住问 这确实是他好奇的地方 说什么呢 我这是死得很安详好吧 不懂就不要乱说 于清贤收回首 戴上手套 就继续找路牌上的地名 哦 找到了 果然偏了方向 于清贤对了一下地图 然后拿地图比着路牌 朝着他要去的地方转动 确定好了方向 于清贤这才收起地图 提起行李箱 走了两步 他发现食心语还在原地站着 就回头看向食心语走不走啊 要是你不去 那咱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吧 再见了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摆摆手 然后没有一丝留恋地走了 食心语说 他是个人还是高估他了 他果然还是没有感情的丧尸 说走就走 完全没有一丝留恋 于清贤当然不会舍不得食心语 毕竟他本来就习惯了一个人 遇到食心语确实是个意外 不过丧尸本来就是这样的 他们之所以在别人的眼中成群结队 不过是因为目的地一样而已 他不觉得 食心语和自己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但自己帮了人类的敌人 这样真的好吗 要是以后食心语杀了人类 那他就是帮凶了 妈 算了 光食心语一个 又不会让人类灭亡 他果然把人类想得太弱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类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 依旧能坚强地活着 要是世界上的人类都和他一样 那就真的瞬间灭亡了 于清贤这么想着 就趟着雪往前走 也不回头看一眼 就好像这几日和食心语的相处 都是错觉一样 食心语看着于清贤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一时间不清楚 到底是他是丧尸 还是于清贤是丧尸了 他追了上去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得让于清贤先学会对付异能者 特别是 趁着如今大雪之时 人类活动范围没那么广 他自然是要好好地锻炼了 这让于清贤无比地不耐烦 他看到人 就跑就好了 而且一直丧尸 能学习什么防身术吗 对一具尸体要求那么多 所以食心语对他的王八念咒 于清贤完全当作没听到 至于食心语要跟着他 他自然是赶不走的 越往南走 雪的厚度就越薄 果然再厉害的暴雪 也没办法靠近炎热的赤道 这些极端的天气 对于地球来说 不过是挠痒痒而已 于清贤这么想着 他耳朵一动 转身拉着食心语 就往雪堆里扎 食心语刚想问做什么 就听到了声音 随后几辆车 从远处行驶而过 车轮上带着防滑链 压在雪地上脆响 但于清贤这耳朵太灵敏了吧 他都是在车子接近的时候 才听到声音 当然 这个接近 也是几百米的距离 可以于清贤的反应来看 估计一两公里外的车声 他都能听到 毕竟丧尸对声音 确实很敏感 但也没有敏感到于清贤这个程度 等几辆车子过去之后 于清贤和食心语 这才从雪堆里爬出来 只是于清贤看食心语的模样 就有些不对劲 他脸上起了青筋 那双红眼睛越发亮了 甚至嘴边还分泌了一些不明液体 于清贤盯着他的模样 瞬间就明白了 他这是缠人缠的 也真佩服他能忍住 毕竟一般的丧尸 肯定是忍不住的 但小说里的那些高级丧尸 甚至能融入人群中 可能是等级越高 越能忍住吧 于清贤把这个问题 问到了食心语身上 食心语却像是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话一样 等级越高 对活物血肉的贪欲越强 只是怎么说呢 越高级的丧尸 越不缺活物吃 自然是能控制对人类的渴望 食心语自从那日开始说话之后 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也就是说 食心语刚刚之所以能忍住的原因 完全是靠着他坚强的意志力 还是说 车队里有个异能者 很强 食心语大方承认 于清贤听着他的话 又往那块 看不见汽车尾气的车队看去 有个很强的异能者 为啥他感觉不到 果然自己真的很弱 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于清贤觉得 如何能感觉到 对方很危险 这对自己很重要 若是提前知道这个人危险 那么他就可以提前跑路了 强者的直觉 食心语开口 这种事情 也并不是所有丧尸都有的 他进化的地方比较特殊罢了 食心语话音落下 脸上就挨了于清贤一把血 真是有够自恋的 不过 他只要见人就跑 也不管强的还是弱的 这都无所谓 只是在这种大雪天 还到处跑的 没有一点实力 是不可能的 于清贤从雪里出来 顺着路往前走 因为有车子压过 倒是给他弄了一条路出来 这样倒是很好走 但看着这车轮印 似乎对方的目标 也是跨海大桥方向 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 直到他和食心语走了一天 发现这车轮印子还在 在天快黑时 于清贤发现了前面一个岔路 而这车子往岔路下去了 因为在往前 就是非常热门的高速 不过用脑子想一想也知道 这条高速绝对被车辆堵死了 于清贤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果然 前面的路面上的雪高低不平 有的很高 有的很矮 于清贤伸手扒开厚厚的雪 能看到一只被困在车里的丧尸 那丧尸张牙舞爪的 趴在车窗玻璃上 整只丧尸被动的略微有些僵硬 即便是丧尸 那也是耐不住动的 怎么说还是肉体繁胎 被冻死的丧尸也不算少 当然 优胜劣汰 活下来的丧尸 自然是都进化了一个等级的 这对于人类来说 是一轮新的考验 或许这个冬天 又有很多人成为了丧尸 当然 这个并不是于清贤这只丧尸该考虑的 而在他准备接着走时 听到了几声枪响 声音应该比较远 距离他们现在的位置 应该有两三公里的距离 按照一般情况 于清贤是不会去看的 他拖着行李箱继续往前走 但他捡来的老牛 却一手提着他 一手提着他的行李箱 飞快地往枪响的地方去了 第24章节 两只丧尸放在人堆里 真的好吗 于清贤怎么也没有想到 石兴雨竟然提着自己去枪声的地方 而越靠近 于清贤鼻尖的香气就越浓郁 当然 于清贤并不是一个贪吃鬼 自然是不可能流口水的 只是捞着他的石兴雨 口水都化作雨 落了于清贤满头 但他被石兴雨捞在腰上 只能顺手抓起一把血 往脸上抹 他实在不解 为什么石兴雨要吃人 还拉着自己来 不会是要给他塞个心肝脾胃肾吧 生吃真的好吃吗 不过好在石兴雨没有这么变态 他只是把于清贤 扔到了厚厚的血里 随后把行李箱绑在了树上 打了十个死结 这才从围墙上翻了过去 于清贤从地上爬起来 蹦在围墙上 往围墙后面看 围墙后面躺着两个人 当然 脑袋上有血糊糊的洞 而石兴雨此时正趴在地上啃那两人 两人刚咽气 身体血肉还是热乎的 石兴雨见于清贤盯着自己 他那双红色的眼睛里 闪过一抹尴尬 跟着于清贤 已经半个月没进食了 再这么下去 再强悍的丧尸 也会被饿死 于清贤见石兴雨啃人 那双眼睛也没有太多的波动 只是慢慢地缩下了围墙 石兴雨有些不解 怎么说 于清贤也是丧尸 总之不会给他这动作吓到吧 谁会被吃饭吓到 而于清贤此时正在解他的行李箱 但是那布条真的缠得太紧了 十个死结啊 这老牛怎么想的 而且布条还很难解 也扯不断 于清贤的视线 落在那棵小树身上 这树应该也就长了两三年的小树 于清贤的注意 从布条上转到了树苗上 然后他双手握住了这根小树苗 生生把它折断了 虽然对这株小树苗 确实有些对不起 但于清贤把布条 从树干上退了下来 提着行李箱就跑了 于清贤并不反对石兴雨吃人 毕竟人类对于他来说 是食物 要是一直让石兴雨跟着自己 于清贤觉得 他总有一天会饿死的 当然 若是饿死了 自己也算是为人类 除掉了一只大丧尸 可他生前才十六七岁 怎么也要活过三十岁吧 三十岁 其实也算短命了 算了 他也不参与人类和丧尸的争斗 但那两个人类 应该是被自己的同类干掉的吧 是之前那些车上的人 既然一起出来 为什么又要互相残杀呢 算了 不想了 还是先往跨海大桥去吧 被石兴雨提着 从高速上跳下来 那么只能往前走了 总不能再绕回去 那太浪费时间了 而石兴雨肯玩人 翻过围墙 就看到绑着行李箱的树断了 箱子没了 鱼清贤也没了 石兴雨有些无语 这只小丧尸 怎么这么能跑呢 确实 对于还保留着人类意识的鱼清贤 看到自己在那里啃人类 肯定是会吓到的吧 但也不能说跑就跑啊 他身上的羽绒服 被他撕了布条 此时不知是鹅毛还是鸭毛 随着他的动作 像是雪花一样飘落一地 朝着鱼清贤离开的方向而去 鱼清贤原本是想要重新上高速的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跑到别人火拼的场地上了 于清贤探出半个小脑袋 盯着前面的房子 难怪刚刚听到枪声 过来后 这个地方会有两具尸体 如今这些人又在火拼 于清贤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直到他又看到了熟悉的人影 事故晚情 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地方 那几辆车里很厉害的强者 说的是他 想想也是 他能满世界到处乱跑 没有点本事 还真不敢 只是他是官方的人 却和对方打射激战 那说明对面的人有问题了 于清贤把自己的行李箱 放到了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 这才朝着那群有问题的人 所在的方向过去 他要看看这群人做什么 只是走了几步 于清贤又回来了 他知道了也没用啊 还是去看跨海大桥吧 于清贤又拖着行李箱 绕开了这群人 而石心雨也追上了于清贤 于清贤看着他的羽绒服上的鹅毛 已经掉光了 脸上的血迹也不见了 倒也没说什么 就好像刚刚他并没有想要甩了石心雨一般 石心雨见他一点心虚都没有 也知道自己在这里斤斤计较是没用的 于清贤此时又戴上了口罩和眼罩 石心雨觉得于清贤这模样 只要遮住脸 不要让人看到他那青灰色的皮肤 那么一般人还真分辨不出 他是人还是丧尸 只要他不开口 就这样子 还真是有点不爱说话的高冷人模样 不然自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不会把他错看成了人类 在石心雨晃神的时候 于清贤拿了口罩 待在了他的脸上 其实在于清贤的眼中 石心雨的皮肤比自己的白一些 乍一看 只是觉得石心雨太白了一些 不像自己皮肤是灰色的 一眼就看出自己是丧尸了 之前他还觉得是自己脸上的伤口 现在想想 他是装不了一点人 石心雨原本是不想像于清贤那样 都快从地上爬过去了 他这么怂 还这么爱凑热闹 不过看他这样 应该不像是在凑热闹 于清贤此时当然不是去凑热闹了 要是他知道石心雨觉得自己爱凑热闹 他肯定是要踹他一脚 他们从房区绕了过去 于清贤才发现 这个镇子上好像没有丧尸 那么说明和这里的居民有关系了 等到于清贤和石心雨绕过火兵的 准备往高架上走时 忽然前面窜出几个人 手中握着枪 让两人站住 站住 不让我们开枪了 那两人穿着棉衣 手中握着枪 要让于清贤和石心雨站住 于清贤此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忽然出来袭击他们 他们就是两只丧尸而已 不过于清贤伸手拍了拍石心雨的手 示意他稍安勿躁 先看看情况 之后于清贤就把手举了起来 坐投降撞 石心雨不明白于清贤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但他也只好模仿于清贤 随后于清贤感觉到身后有什么抵着他的后背 示意他们往前走 两人就被这些人抓进了一个地下室 于清贤此时才看到地下室里关着不少人 男女老少都有 只是他们看上去面黄鸡兽 身上穿的也都是夏天的衣服 很显然是下雪前就被关起来的人了 于清贤瞬间就明白 顾婉晴既然是官方的人 那么就是来救这些人的 这些人里应该有官方需要的人才 但是等了两个月都没等到 所以才派人来找 但是 结两只丧尸放在人堆里 真的好吗 第25章 那些人你可以吃了 那些人看着于清贤和石心雨 脸上的表情各异 等到那些人把门关上后 整个房间又黑了下去 只是黑暗对于于清贤和石心雨来说 并没有丝毫的影响 这些人皮薄骨头 看样子是几天才吃一顿的那种 里面还有几个小孩子 于清贤把身上的羽绒服脱了下来 朝着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走了过去 女人听到了动静 有些害怕 只是于清贤肯定是不能开口的 她一开口 所有人都会知道 她是一只丧尸 于清贤把羽绒服盖在了两个孩子身上 随后转身把石心雨身上那件破破烂烂额毛 掉了大半的羽绒 扶给了旁边的那个孩子 现在她可以肯定了 抓他们的这些幸存者的人 也不是什么好人 既然不是好人 那不如给石心雨当口粮好了 于清贤伸手指了指那道铁门 石心雨知道于清贤的意思 只是她不明白 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被抓 四五个普通人而已 还能把她难倒 于清贤并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她 石心雨无奈地上前 直接一脚踹开了那道铁门 狂妄的声音 不止吓到了屋里关着的人 还有外面守着的人 而铁门被打开后 光线照射了进来 于清贤终于开口 那些人你可以吃了 当然 这话在石心雨的耳朵里 自然是听得懂 而在那些人的耳朵里 他们听到了丧尸独有的呵呵声 这让那些人更加的惶恐了 而门口的两个守卫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石心雨给扭断了脖子 之后 他们就朝着那些人类居住的地方去了 如今这些人的大部队 正在何故晚情的人战斗 但这些人的军备 看着倒是不少 于清贤朝着那个房间过去 房间里的人听到了声响 也走出房门来 随后就看到了 朝着他们奔过来的石心雨 只有三个人 石心雨当然直接杀了 等人死了 于清贤才冒头 进屋拿自己的行李箱 行李箱只是放在一边 因为有密码 所以没打开 他拉上自己的行李箱 又看了一眼旁边桌上的两把手枪 于清贤毫不犹豫地拿走了 当然 还有子弹 虽然他没用过 但研究研究 应该能用 用来吓唬人也可以 石心雨见他笑眯眯地提着行李箱 从屋子里出来时 就有些疑惑你不是亲近人类吗 竟然让自己把这些人吃了 你这是为民除害 不算伤人 于清贤道 不过他没有想到 石心雨竟然没吃人 石心雨觉得 于清贤这个人 其实对人也不算特别亲近 就算是末世 有些人看着丧尸的那人模样的外表 都不一定下得了手 更不要说活人了 但于清贤给他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 以前他觉得于清贤不愿意伤害人类 也不愿意伤害丧尸 就这么模糊地站在两者的中间 于清贤说完这话 提着行李箱就走 在路过其中一人的尸体时 于清贤又道 真的不肯一个 石心雨 快肯啊 等会儿不热乎了 大雪天 凉得可快了 于清贤见石心雨 好像也冰冻了一般 就又接着道 石心雨当然也不想浪费这些人类 但忽然被于清贤这么说 他瞬间就不想吃了 在他犹豫的瞬间 于清贤鼓到了一下手中的手枪 然后对着空中开了一枪 寂静的夜晚 被于清贤这一枪给打破了 至少那些人火拼的时候 枪上还带着消音器 毕竟夜晚不只能吸引来丧尸 还会吸引来丧尸动物 石心雨看到于清贤举着枪 有些意外 快跑 快跑 等会儿人来了 你说那个特别强的人 也会来 于清贤说完这话 就提着行李箱 把手枪往背包里一放 转身就跑 他倒是不担心手枪走火 只要不伤到他的脑袋 他都死不了 石心雨见于清贤真的跑路了 也只能跟了上去 他完全搞不懂 这个小丧尸是怎么想的 而这一声枪响 确实让整个安静的小镇子上空 一直回荡着这声枪响 顾婉晴 原本是想要找到这些人的老巢的 只是被人挡住了 而且这个镇子不算小 他不清楚 对方留守了多少人 如今那个方向有了枪声 必然就是那个地方了 阿生 你带人拖住这些人 我去救人 顾婉晴到 温庆生闻言 点了点头情节小心 带上笑天 顾婉晴给温庆生 比了一个OK的手势 然后对着旁边 半人高的大黑狗招招手 笑天立马就跟上了 至于裴羽安 看着顾婉晴一个人过去 就伸手 把腰上的枪卸下来递给他 顾婉晴倒也没有拒绝 接过去 直接矮身离开了 裴羽安看着顾婉晴离开 这才对着身边的人 倒狙击枪 给我 旁边的人闻言 就把一个长亿米多的 铝合金的盒子 递给饿了裴羽安 温庆生瞥了他一眼 这个病秧子要做什么 狙击 他原来会狙击吗 难怪琴姐说他只是病 并不是废呢 顾婉晴此时 到了枪声响起的地方 不过到这个地方 他只看到地上的尸体 他进了屋子 发现了几箱军火 再往旁边的屋子过去 那应该是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门口的两个人也死了 看他们脖子扭曲的程度 是被瞬间扭曲的 甚至他们脸上的表情 都还没反应过来 不过顾婉晴往地下室走 里面充斥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可看到那些人时 顾婉晴眼底闪过一抹惊讶 因为这些人 已经瘦得没什么人样了 身上到处都是洞窗 他拿出对讲机 开口到人找到了 不用留情 一个不留 顾婉晴扫了一眼 人数根本对不上 也就是说 他们来晚了 人已经被杀了一些 温庆生收到消息 就对着身边的人 比了一个手势 终于不再退让 所有人戴上了夜市眼镜 朝着街对面冲了过去 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 担心人之问题了 只用了二十分钟 就把对方几十人歼面 至于那些被囚禁的人 也从地下室走出来 进入到了温暖的室内 但此时的于清贤 和时兴宇并没有离开 你做这么多 那些人也不会感谢你 只会感谢这个忽然出现的人类 时兴宇不懂 于清贤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什么 毕竟他又没办法和人类解释 他做了很多好事 还有会被人类发现 并杀死的危险 第二十六章 可能是他们饿出来的幻觉 于清贤文言 却不在意 就算没有我 他也能把这些人救了 而踢门的是你 杀人的是你 你还没对那些人类下嘴 我什么都没做 于清贤道 这话让时兴宇无语 明明一开始 他们就根本不会被抓好吧 所以到底是谁的错 现在全都推到他头上来了 真是会恶人先告状 他还想辩解什么 结果于清贤转身就走了 你很信任他 你认识啊 时兴宇追上了于清贤 看他看向那个女人的眼神 其实是有些不一样的 就好像这些人交给那个女人 就完全地救了一半 埋过我一次 是个好人 于清贤认真评价道 若是让于清贤说 顾婉晴那个女人 确实很像小说里的女主 温柔强大 且做事果断 时兴宇有些疑惑 什么叫埋过他一次 埋了他 那不应该不算好吗 顾婉晴查看了这些人的情况 确定他们就是营养不良 和轻微动伤 这才松了一口气 至于这些人说什么 有两个人 应该是一男一女 是那一男一女救了他们 至于那一男一女 可能不是人类 而是丧尸这种话 他们完全说不出口 哪有丧尸会救人的 可他们又亲耳听到了 丧尸的嘶吼声 虽然这个嘶吼声 听着比较文弱 就好像是在敲咪咪的 和旁边的那个男人说话 既然对方能听懂 那丧尸的嘶吼声 那必然也是丧尸了 只是他们说是两只 丧尸救了他们 这种话说出去谁信啊 再说了 要是说了对方是丧尸 说不定要被追杀 而且 万一那两个人并不是丧尸 岂不是污蔑了他们 不过他们几十个人 只有靠着门边的人 才听到那丧尸的呵呵声 也有可能是他们 饿出来的幻觉 因此他们对视一眼 就说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温庆生一眼就看出了 他们在说谎 但顾婉晴 却像是看不出来一样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这才起身 对着众人行礼并道歉 没能及时接应到他们 这些人只是看着顾婉晴 并没有说太多的话 他们原本都是一些科技人员的家属 原本是派人过来接的 就算是走得太困难 一个月的时间也应该到了 所以时间过了一个月 官方依旧没有见到人 就知道出问题了 顾婉晴又成了这次任务的领队 至于那些拦截了 幸存者车队的人 在末世前就是不法分子 因此看到他们的车队 就直接抢了 至于里面反抗的官方的人 一开始就被杀了 后来这些家属中一些人 也被拉出去杀了 至于几个年轻的小姑娘 被拉出去之后 就没有再送回来 温庆生都已经听不下去 这些畜生行径了 但顾婉晴却依旧安静地听着 我出去转转 看看车子 温庆生到 他们如今有幸存者几十人 最好是需要一辆大巴车 目前裴玉安在这些人群中 并没有看到有感染者 温庆生也不用担心 忽然有人变成丧尸 顾婉晴看着他离开 就收回了眼神 他抬眼看向了这些活下来的人 说吧 需要什么补偿 放心大胆地说 我会帮你们争取 当然除了让你们的家人 复活过来这一条步行之外 顾婉晴道 如今再怎么道歉也没用 不如提一点实际性的东西 只有把这些人安抚好了 那么那些科研人员 才能更好地升级武器 这样 他空间里的东西 才能更好地往外拿 温庆贤和石心语 离开了这个小镇 再往前走一百多公里 就到跨海大桥了 温庆贤身上的羽绒服 已经被他脱了下来 如今身上 只有一条单薄的吊带长裙 被冷风吹地贴在了他身上 死 好了 于清贤忽然停下步子 忍不住道 这话 让旁边的石心语 有些意外地看向了他 他能感觉到冷 难怪下雪后 他穿羽绒服 你能感觉到温度 石心语忍不住问了 明明他感觉不到 他身上有任何温度的 为什么他会感觉到冷 不能啊 只是感叹一下 要是活人穿成这样 肯定是要被冻死了 于清贤摆摆手 他肯定是感觉不到冷的 但要是一直都处在这种低温中 肉身肯定是会受损的 不然也不会真的把丧尸给冻死了一些 比如那些冰棍一样的丧尸 那就是完全冻死了的 连病毒一起被冻死了 于清贤可不想变成雕塑 然后他又继续往前走 终于在第二天的上午 他走到了H市 而第一时间并不是去看跨海大桥 而是去找羽绒服 顺带又把石心语给套上了一件 不过有了上次被丧尸大叔暴打的经历 于清贤这次给他选了短款的 石心语就觉得 于清贤这只丧尸真的很能折腾 人类顾着逃命 不会对衣服挑挑拣拣 丧尸本就感觉不到温度 更不会穿多余的衣服 丧尸身上的衣服 都是身为人类史留下的 当然 也有很多丧尸身上的衣服 已经损坏脱落 于清贤换上了一件质量 更不错的羽绒服 这才心满意足地拍拍衣服 真柔软 他生前都没穿过这个牌子呢 毕竟要七八千块 他觉得不划算 自己又不出门 买回来也穿不了几次 现在不要钱就可以穿 换好了衣服 而去 H氏的雪并不算厚 只到小腿处 但这对于从来不会下雪的H氏来说 算得上是几百年难见一次的 更不要说 这雪堆到小腿深了 南方都如此 于清贤自然是更不敢想象北方的情况 不过北方每年都下雪 应对设施应该很多的吧 就算雪大到基里深 于清贤也没办法 于清贤想象了一下 自己去扫雪 可能要扫三十年 他到了跨海大桥时 发现桥边竟然有守卫 倒不是看见的 而是文件的 那些屋子看上去完全的铜墙铁壁 分别在大桥的两边 至于桥上 有栅栏 一看就是拦截来往车辆的 于清贤此时伸手拍脑门 既然这个地方是人类战友 那么东边的园林 北方的皇城 是不是也被人类霸占了 那他还去个屁啊 不如去抓几只鸭子 圈块地 直接原地种得好了 石星宇看着于清贤 盯着那封锁港哨 气得把手中的望远镜都快捏碎了 倒是觉得有些好笑 既然去不了 那就换个地方呗 要是真的那么想去 可以把人杀了 石星宇的话 总是对人类充满冷漠的 于清贤伸手给了石星宇一手刀 这都是官方的人 怎么可以随便杀死 要是我们杀掉他们 有幸存者想要求救 没人回应 于清贤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他忽然想到了点什么 第27章 既然是丧尸 为什么不动手 首先 这个港哨的人 若是官方的人 那么不可能不知道 从这里过去的人会被拦截 并且 那些人并不一定会从那个镇子经过 那些人又是怎么知道 会有幸存者从那边过的 再加上幸存者可不止那些 为什么有些幸存者 能顺利地通过这个地方 能让官方派过碗晴来救的人 必然是重要的人 是不是这些人抓了那些重要的人 可官方交换什么条件 那这些不法分子 又是怎么知道 那些人很重要的 说明有人查过这些幸存者的身份了 能查身份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就只有这个桥上的港哨了 那些幸存者 看到穿着官方制服的人 自然是不会怀疑 要么是这些人 已经背叛官方 要么就是这些人是假冒的 可无论是哪一种 这些人都不值得留 当然 自己能想到这一点 那顾碗晴应该也会知道 不用你杀 有人会处理 于清贤道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去找了一个事也好 且安全的地方 观察这个地方 时心雨实在不明白 于清贤这么一边 看到人类就跑 一边又很爱看热闹 不过时心雨也没阻止于清贤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于清贤说的 会有人处理是什么人 果不其然 中午就有人来了 一辆车 两个人 一条狗 顾碗晴一整晚 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就是 这些不法分子 都能准确地抓到科研人员的家属 说明这些人提前知道了消息 所以才会结了这些人 甚至连官方的人都敢下手 真当莫视来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时心雨看着眼前的女人 可以确定 之前她感觉到的那股强大的力量 就是来自于她 女人开了车门 一条大黑狗跟着下了车 身后一位车身跟来的丧尸 被她手中甩出来的几根藤蔓给抽飞了 还不等再爬起来 那些藤蔓瞬间就扎入了他们的额头 搅碎了他们的大脑 十几只丧尸 一瞬间就秒了 于清贤看到顾碗晴的动作 就一脸骄傲地看向了时心雨 这让时心雨有些无语 那可是人类 你骄傲个鬼 她可以一瞬间秒十个于清贤 你笑屁啊 这一下 十个你都不够她杀的 时心雨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没事 我又不去招惹顾碗晴 于清贤不在意的 顾碗晴厉害 她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虽然顾碗晴一瞬间秒杀十几只丧尸 但这些丧尸 并不会因为同类的死亡 而感觉到一丝害怕 剩下的丧尸 依旧朝着顾碗晴冲了过来 如今的血不深 对丧尸的行动 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而港哨里的人听到声音 就直接打开了小窗 看向了外面 当他们看到车子的特殊车牌时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这是被发现了 只是来人只是一个小姑娘 和一条狗 车后座还坐着一个人 但看上去没什么杀伤力 区区两个半的人 能拿他们怎么样 一开始还有人询问顾碗晴来这里 做什么 若是想要去海岛上 那还是暂时不要去了 那边的丧尸也很多 甚至海滩上 还有水生动物丧尸上岸了 而顾碗晴完全不听这些人的话 手中的藤蔓直接抽了过去 很显然 顾碗晴的行为 说明了他的来意 只十几分钟 那些港哨里的人 就被顾碗晴给处理干净了 他用藤蔓把人卷起来 扔到了桥下 落入水中 瞬间就被水生丧尸生物给分尸了 当然 他还留了两个人一口气 自然是要询问他们 这么做的理由 于清贤虽然用望远镜 能看到顾碗晴在做什么 但完全听不见顾碗晴说什么 他又没有读唇语的本事 于清贤的视线 一直盯着顾碗晴 忽然感觉 有人在看他这个方向 视线瞬间转到了 那辆越野车上 就看到 一个男人正看着他的方向 这让于清贤一惊 随后就看到男人 拿出一把掌狙击 他想都没想 伸手扯着石心 雨就往后一退 不过那个男人并没有射击 似乎只是想要用狙击枪上的背镜 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人 但这个男人 是不是太敏感了一些 自己都没有盯着他看呢 他是怎么会觉得 这个地方有人的 石心雨见于清贤 忽然把自己扯到了屋里 就有些疑惑 别看 有人用狙击枪 看我们这个地方 得移动了 于清贤确实是看热闹 但像是这种有危险的热闹 就不看了 于清贤提起自己的背包和行李箱 就直接往楼下走 这个地方有人 这件事 那个男人肯定是会和顾碗晴说的 要是顾碗晴真的过来 他和石心雨肯定是打不过的 光是看他的动作就知道 他真的很擅长战斗 石心雨虽然不知道于清贤这种直觉 到底准不准 不过还是跟着离开了 而于清贤的想法确实没错 顾碗晴会知道 这个地方有人 但并不是裴雨安说给他听的 而是顾碗晴看到裴雨安用狙击枪 瞄准了那个地方 就知道 那个地方应该是有人了 人 顾碗晴问 丧尸 裴雨安开口 顾碗晴听到这两个字有些意外 裴雨安的异能 是在人群中看到是否有感染者 虽然顾碗晴并不知道他眼中的 世界是什么样的 可既然那是丧尸 为什么裴雨安不动手 一只丧尸的颜色 有些不对劲 一只丧尸的颜色 有些和你相似 说明对方的等级不低 驱不到的 裴雨安倒是说实话 因为其中一只 在他拿狙击枪的时候就发现他了 即便他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顺居的 顾碗晴听到裴雨安的话 就有些意外 若是这个H室里 有和自己等级差不多的丧尸 那么这些铁屋子 是挡不住那只丧尸的 为什么那只丧尸没有攻击 还有一只颜色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顾碗晴清理了手上的血迹 这才上了车 一边问一边启动了车子 这个地方不能让普通人助手 得派异能者来助手 不然像是这次的事情在发生 可就不合适了 这只丧尸 没吃过人 不对 是没吃过活物 裴雨安接着解释 这话让顾碗晴一正 他确实是你埋的那句女尸 裴雨安此时眼睛明亮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 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一般 第28章 只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接纳我们而已 顾碗晴对于裴雨安的话 确实有些震惊 虽然他觉得那句女尸消失了 是不是丧尸化了 但那个时候的裴雨安 却一句话都没说 搞得他以为就是一个出门在外 却死在了外地的游客而已 因为自己误闯了他的房间 所以才想着让他入土为安 哪里知道 他既然是一只丧尸 既然是丧尸 那么当时这只丧尸 为什么没有攻击他们 而是选择直接装死 你也没问我 裴雨安收起自己的长居 说得理所当然 顾碗晴他有病 才会和裴雨安这个神经病聊起来 但总之 先去找一找 他还没见过不吃人的丧尸呢 于清贤穿过街道 跨过宽敞的大马路 然后越过港哨 上了跨海大桥 你怎么知道 他们会去那个方向找咱们 时兴雨是亲眼看着车子 去了他们之前所在的方向 心中有些佩服这只小丧尸 他到底是强还是弱 时兴雨至今不明白 直觉 于清贤开口 丧尸小说看得多 像是顾碗晴这种 特别像是丧尸文女主的人身边的人 都不能小雀 亦能千奇百怪 也不只是烽火雷电这些自然现象 万一对方能一眼看穿他是丧尸呢 毕竟他可是 亲眼看到顾顾碗晴上车 直接把一个人扔下大巴 结果那个人很快就失变了 所以 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 丧尸也有直觉 时兴雨的红眼睛 带着一丝疑惑 怎么没有 你之前说你自己是强者的直觉 那我就是小说作者的直觉 不行啊 于清贤反驳 时兴雨小说作者又是什么 其实时兴雨对于清贤很多话里的意思 并不是很懂 不过时兴雨并没有多问 桥上破损的车辆被移到了一边 中间的位置被移出了一条两米宽的通路 当然 于清贤并不是走这条清理过的 而是去了隔壁那条满是丧尸和车辆的通路 二十米宽的路面 挤满了车辆 而车辆之间虽然有缝隙 但也全是丧尸 但这些丧尸 没办法越过和他们差不多高的汽车 可于清贤完全不走地面 而是踩着车顶 直接跳了过去 一开始于清贤确实是小心翼翼地跳过去 但是到后面 于清贤就开始玩起来了 红色是炸弹 白色是可走 黑色是退后一步 于清贤还给自己制定规则 时兴雨决得于清贤就是闲的 不过他确实是闲着没事做 不然也不会到处去旅游 虽然他不懂旅游是什么意思 大概也知道 他是想到处去看看 他把行李箱递给了石兴雨提着 自己在车顶上蹦蹦跳跳 而旁边的丧尸顶着一头雪 呆滞地看着于清贤从他们头顶跳过去 石兴雨看着于清贤踩到黑色的 还真的往后退了一步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继续往前走 他并没有走车顶 而是走路面 靠边的位置有人行道 虽然不宽 但确实没有车子 于清贤石兴雨并不觉得 这种风景有什么好看的 这海面不像是湖 完全被动起来 此时海面依旧是波涛汹涌的 时不时有几只丧尸鱼 和变异鱼缠斗在了一起 然后他看到一只丧尸 从他身边被扔了下去 随后这只丧尸在水里挣扎了一下 瞬间就被海里的生物吞噬了 哦 掉下去就完蛋了 这海里的生物 原来连丧尸都吃啊 鱼青咸道 原本他只想跳车顶 谁让这只丧尸要抓他衣服的 害他从车顶上摔下来 虽然不疼 但他从车顶上摔下来 那么游戏就结束了 他正玩在信头上呢 一生气 鱼青咸拖着这只丧尸翻过了围栏 上了人行道 直接把他推了下去 时兴雨此时知道 鱼青咸不止对人类不客气 对同类也不客气 这丧尸说扔就扔啊 鱼青咸是来跨海大桥看日出的 只是看着天空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晴了 因此 他选了一个还不错的车子 当作了临时的住所 想要在这里等日出 时兴雨见他上了车 就把行李箱放到了车上 这才开口 我去找金河 鱼青咸不知道从哪里捞出来一本书 一听时兴雨的话 就对着他挥挥手 示意他去就好了 只是时兴雨这一去 就不复返 等于清咸回过神来时 外面已经天黑了 鱼青咸只好钻出车 左右看了看 他此时已经在跨海大桥的靠近中间的位置 距离岸边也有十几公里了 这座跨海大桥 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要去找时兴雨吗 鱼青咸只是想了一秒钟就放弃了 无论是找人还是找丧尸 都很麻烦 再者 要是时兴雨自己都搞不定的 他去了也只是送菜而已 没有必要 鱼青咸并没有回车上 而是爬上了车顶 抬头看了看天空 他似乎看到了星星 当然 也可能是自己滴血糖眼睛花了 他眯着眼睛盯着天空 这么一看 就到了半夜 等时兴雨回来时 远远就看到鱼青咸坐在车顶上 他就像是一座雕像 这么看着天空 时兴雨把一个带子 放在了鱼青咸的旁边 像是石头一样的声音 在屋顶碰撞出声音 但鱼青咸并没有低头 你看什么 时兴雨问 看星星 鱼青咸道 时兴雨文言也抬头看了看天空 并没有看到星星 虽然云雀石散了一些 但哪里有星星 哪里 时兴雨看不到星星 自然是忍不住问 鱼青咸此时才反应过来 其实 时兴雨对于自己说的很多东西是不懂的 但又能很顺滑地交流 你是不是能说人类的语言 鱼青咸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高级丧尸 是会说人话的 都是想要进入人群 自然是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 但 没有必要 时兴雨解释 鱼青咸一听时兴雨的话 眼神就一直盯着他 原来高级丧尸 是真的能说人话 说人话 并不是为了融入人群 只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接纳我们而已 时兴雨又接着到 在人类的眼中 丧尸是低级的 只凭借自己本能行动的生物而已 但在他们高级丧尸的眼中 人类才是低级的 毕竟是食物而已 所以 语言也成了你们捕食人类的手段 鱼青咸忍不住问 毕竟以前看丧尸小说 也完全没有想到 高级丧尸会说人话的原因 是为了接近人类 而捕食人类 第二十九章 你好像老鼠 想要捕食猎物 当然是会想方设法的 这大概是我身为人类时 留下来的本能吧 时兴雨回答得很老实 虽然他其实不太能理解一些话的意思 但曾经身为人类的直觉能告诉他 应该如何回答和反应 这是他们身为丧尸 天生就会的 丧尸不算群居 越强的丧尸 领地意识就越强 并且 丧尸又没有任何感情 只会想着变强 就像是现在 时兴雨之所以会跟着鱼青咸 不只是对他产生的好奇心 也是因为 他在自己的眼中 确实很强大 至少跟在鱼青咸的身边 若是遇到等级比自己高的丧尸 他也能保住一面 于青咸听着石兴雨的话 并没有再问什么 只是他把石兴雨 放在他身边的那个小袋子提起来 他能感觉到 这个袋子里有能量涌出来 应该是金河吧 只是这种东西 不止对异能者重要 对丧尸也很重要吧 把这一袋子给他 估计得杀不少丧尸 难怪去了一晚上 不过于青咸 还是把手中的金河递给了石兴雨 这个你收着吧 我不用这种东西 不过拿来当跳棋倒是不错 于青咸拿出一个在手中把玩 剩下的那一袋金河 都还给了石兴雨 这让石兴雨有些意外 丧尸虽然已经变成了怪物 但还是需要进食的 若是没有食物 那么也需要吸收金河里的能量 这也是为何很多高级丧尸 残杀同类的原因 自然是为了不引起人类的注意 所以就需要多吸收金河 只是这些普通的金河 对越高级的丧尸 效果就越低 自然是要找同等级的金河 但同等级的丧尸 并不好杀 那么就需要找人类中的异能者了 就算是普通的异能者 他们身体中的金河 对高级丧尸来说 都是十分难得的 像是之前那只力量变异的丧尸 明显神智未开 能得到那么强大的力量 就是因为那两个异能者 真是不公平 那种蠢东西 都能杀死两个异能者 而他要跟着于清贤 这只悠闲的丧尸 在这大桥上 看老石子的日出 大雪天的 全是乌云 哪里能看到什么日出啊 他难得好心 给他弄些金河回来 结果说拿来下跳棋 不要算了 饿死算了 十星宇伸手接过了那袋金河 全都抖入了嘴里 像是吃油炸花生一样 嚼得脆响 你好像老鼠 于清贤听着那声音 忍不住吐槽道 十星宇 能不能说点好话 什么叫像老鼠 而刚好一只变异老鼠 从旁边路过 似乎嘴里也在吃什么 那声音 和十星宇嚼金河的声音 如出一辙 于清贤一听这声音 忍不住笑得拍车顶 这气的十星宇一巴掌 把老鼠拍进了大海 然后转身 又去清理了一遍丧尸 于清贤也不管他 青少年叛逆点 是正常的 于清贤看着天边渐渐泛白 甚至染上了金光 这让于清贤立马从车顶翻下来 打开行李箱 把相机拿了出来 他看向远处杀丧尸 已经不能泄愤 开始扔车的十星宇 立马对着他招招手 快过来 太阳要出来了 于清贤 依旧是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十星宇看着他那一张略带微笑的脸 只能扔了手中的车子 朝着他走了过去 他不知道 一个破太阳 有什么好看的 反正他不喜欢太阳 不过他走到于清贤坐着的车前 视线看向了东方的海面 其实天和海之间 出现了一丝金色的横线 就好像 是有人用彩笔 在这黑暗中画了一条光 云虽然并没有完全散去 却挡不住那从海面冒出的太阳 于清贤坐在车顶 举着相机 对着远处的海面拍照 拍了几张 于清贤就把相机放在了一边 认真地看日出 虽然太阳每天都在升起 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雨天还是雪天 他一直都在那里 于清贤活了28年 还从未好好地看过一次日出 当然 在别人的旅游视频中 倒是看过很多次 有时候会羡慕别人能出去旅游 但有时候 又让他产生恐惧 因为爸爸妈妈 就是在旅游的途中去世的 这让于清贤更加不愿意出门了 于清贤看着 这漂亮的日出 他难得地不抗拒天亮这两个字 很漂亮 对吧 于清贤问石心雨 石心雨眯着眼睛 忍不住到很刺眼 来 我准备了道具 于清贤难得赞同石心雨的话 递了一副墨镜给石心雨 石心雨还没接过墨镜 于清贤这边就已经戴上了 因为变成丧尸后 视线确实好了很多 因此对光线确实很敏感 日出好看是好看 确实太刺眼了 看着于清贤这悠闲的模样 这才有些不解地 接过了墨镜戴上 然后再看向太阳升起的方向 嗯 很一般 于清贤看过了跨海大桥上的日出 那么这个行程算是完美画上句号了 虽然出了太阳 但这阳光应该是冷的 地面上的雪并没有丝毫融化的痕迹 于清贤收拾了东西 又拖着行李箱 蹦蹦跳跳地往岸边走 石心雨根本就搞不懂 于清贤冒险到这座桥上 就是为了看日出 真的有必要吗 他真的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丧尸 而自己还屁颠屁颠地跟着他 那自己更无聊 石心雨觉得 自己把自己给骂了 于清贤的心情很不错 他拿出地图 在跨海大桥上画了一个 然后朝着东边的园林去了 不过去逛园林皇城什么的 是不是得换一身古代的衣裙啊 算了 不用现在穿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他往地上一躺 岂不是脏的那衣裙吗 不合适不合适 那暂且就把穿汉服 也列入想做的事情之一好了 确定了这个 于清贤自然是马不停蹄的下桥 昨天这岗哨的人 被顾婉钦给杀了 那么过几日会派新的人来 说不定会有异能者来 就自己这小身板 都不过人家热身的 因此 于清贤这跑得飞快的背影 落在石心雨的眼中 就略显猥琐 那偷偷摸摸 还到处张望的于清贤 让石心雨觉得很可笑 只见过人怕丧尸的 还是头一次见丧尸怕人的 他这么怕人 并不完全是因为身为丧尸的原因 可能和他还是人类时有关 那他身为人类的时候 岂不是永远不出门了 第30章见人就跑 还烂好心 你怎么这么着急 石心雨跟了上去 这个地方属于重要的交界地 官方自然是要派强者过来守的 说不定会有异能者 于清贤解释 要是晚几天 他就没办法从桥上下来了 得在桥上住一辈子 当然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估计这种地方 用不了几年 就会被清理出来的吧 这条大桥还蛮重要的 不然也不会漠视才发生没多久 这个地方会有驻军 但经过这次的事情 应该会扩大队伍的人数吧 甚至把整个H市都收回手中 怎么说 H市以前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于清贤拖着行李箱 从港哨穿过 忽然回头看向了跨海大桥 希望我还有机会再来 若是能来 一定要看一看 干干净净净漂亮的跨海大桥 于清贤忽然开口 虽然他像是对着身后的石心雨说的话 可石心雨知道 于清贤并不是在和自己说 而是在和人类说的话 身为丧尸 竟然如此信任着人类 甚至觉得人类能战胜丧尸 请问这位丧尸 你是不是站错边了 不过 要是于清贤不这么想 石心雨又要奇怪了 但说来说去 还是于清贤这只丧尸 很奇怪就是了 于清贤看着逐渐升起的太阳 并不会觉得这阳光让他脱离 因此伞也不用打了 他们从这个地方往东边走 沿着近海大道 而近海大道逐渐靠近大海 再往前一些 能看到一些爬上岸的水生丧尸生物 他们长得都奇形怪状的 当然 这些赶上大陆的水生生物里 也不止丧尸生物 还有一些变异的水生生物 这些玩意儿 连丧尸都吃 真是一点都不挑食 不过也是 很多鱼类和水生生物 本就是以腐肉为生的 说不定丧尸更和这些鱼类 和水生生物的口味 我很会做菜 你要不要试试 于清贤忽然没有来的一句话 让石心雨看向了他 不用 石心雨拒绝 丧尸只吃活物 吃热乎的 我用活物做出来 热乎的 这一颗的于清贤 佛拥有了读心术 对着石心雨竖起大拇指 于清贤生前 除了写小说吃零食 看各种书籍和旅游视频之外 最喜欢的就是做饭了 当然 他总觉得 自己是在浪费食物 每次做完的饭 他一个人肯定是吃不下的 下次保证一定要注意份量 但下一次做出来的份量 还是超出一个人吃的份量 或许并不是他不注意份量 而是他内心里 也渴望着 有人陪他一起吃饭的吧 像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 石心雨看着于清贤 难得双眼亮晶晶的模样 倒是没有拒绝他 但他还是想告诉于清贤 丧尸吃的是那种活蹦乱跳的活物 不是用活物做出来的热食 毕竟丧尸是 需要吸收新鲜的血肉 来提升自己的活力 已经失去活力的肉 对于丧尸来说 就像是人类吃腐肉一般吧 再加点调料 只会更难吃吧 但看着于清贤一副要大展身手的模样 石心雨只好认命 当然 做大餐这件事 于于清贤自己受不了熟肉的味道 烹饪味瓣 中道崩粗 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这熟肉加热的瞬间 就给他传来了令他作偶的腐肉味 你竟然答应我吃这种东西 你真妞 于清贤再次给石心雨竖起大拇指 换做自己 他死也不会吃的 虽然他已经死了 是你让我吃的好吧 石心雨反驳 他都说了不吃的了 厨房小剧场过后 于清贤又拖着行李箱继续往东 而这次不用于清贤用绳子 绑在石心雨的身上 石心雨已经主动帮于清贤拉箱子了 在于清贤的眼中 石心雨这头老牛越发地称直了 要是真的跟着自己被饿死了 那就不好了 我说 你吃活鸡活鸭吗 于清贤骑在行李箱上 背靠着行李箱的拉杆 忍不住问石心雨 只要是活物都可以 石心雨回答 在这方面 他不挑食 当然 人类是最好吃的就是了 那咱们想办法养几只鸭子吧 万一你饿晕倒在路边 我可扛不动你 到时候只能把你扔下了 于清贤一边翻着地图 一边倒 这种大城市的周围 应该有饲养场才是 虽然大多数都变成了丧尸鸭 应该有一部分还活着 成了变异鸭吧 于清贤的话带着关心 又很让人觉得冷漠 他们都相处快一个月了 要是自己晕倒了 他竟然要把自己扔下 石心雨觉得这个 拥有人类意识和记忆的丧尸 比他这只正宗丧尸要绝情得多 不用考虑我 呃 晕过去的事情 只是 你真的从变成丧尸到现在 都没有吃过任何血肉吗 石心雨想到了这个问题 很多丧尸一两个月 不吃任何人肉 是会虚弱的 当然不至于死 可有些丧尸 是会逐渐腐化的 没有 我对吃人不感兴趣 于清贤把地图翻页 最近他的装备 又增加了很多 比如全华夏的图解 原本这种东西 一般人是拿不到的 当然 要是他不来A师的话 也拿不到 上面详细地记录着 整个国家的所有的地方 这种东西 自然是不能大规模生产的 因此只在展览馆有 每天随机播放几页 当然速度还很快 于清贤也是曾经 在别人的视频中 看过这东西 果然没人去拿 现在倒是便宜了他 可是丧尸也需要进食 要是不吃 你也会饿死的 石心雨提醒他 并不是变成丧尸 就能不老不死了 虽然是比人类强硬不少 但也不是一直都强硬 那就等饿了再说吧 要是我真的觉得自己 快饿死 让我很痛苦 那我会动手的 于清贤满不在乎到 毕竟他本来就是为了放弃 和人类相处 才想要变成丧尸的 倒不是讨厌人类 只是 不知道如何和人类相处罢了 即便知道 人类中有很多善良又美好的人 是于清贤踏不出那一步而已 不过世界上 像自己这样的人应该有吧 若是这些人类还活着 他们真的能克服心理困难 和人类好好相处吗 若是能和人类好好相处 那真是太好了 千万别学自己变成丧尸 丧尸 不怎么好看 动手 你要怎么动手 时星宇有些疑惑地 回头看向坐岛 坐在行李箱上的于清贤 他战斗力没有一点 见人就跑 还烂好心 第31章我就是来旅游的 时星宇 想过很多种可能性 但从未想过 他会拿出手枪 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原来他说的动手 并不是对人类 而是对自己 明明之前让他吃人的 就是这个用枪 指着自己的丧尸 你宁愿自杀 也不肯对人类下手 我以为你不是 那么在乎人类的类型 时星宇道 我只是 不在乎那些 伤害同类的人而已 但我曾经也是人类 我不想自己 变成伤害同类的存在 那就和我讨厌的人一样了 我不想变成那样 于清贤很认真地 回答时星宇这个问题 当然 他也不觉得 时星宇这只丧尸 能理解自己的话 毕竟丧尸 怎么会理解 同胞二字是什么意思呢 时星宇 确实不理解于清贤说的话 也不理解于清贤的做法 他宁愿自杀 也不愿意对人类动手 但 你们人类对动物 下手宰杀时 也不见有人会自杀 时星宇不解 所以我没有拦着 你去吃人 不是吗 于清贤抬头 看向了时星宇 他一直都懂这个道理 于清贤自然是没有办法 勉强所有人的想法 和自己一样 也不会勉强丧尸不吃人 虽然时星宇 确实无法理解于清贤的想法 但他此时知道 若是有一天 真的要他对着 手无寸铁的人类下手 他真的会举起枪 解决了他自己 所以 当初他拿枪的时候 是为了做这个 那他拿那么多子弹做什么 最多十颗就够了 那你那么多子弹 不会是要连我一起带走吧 时星宇又到 既然他连自己都能下手 那对别的丧尸 肯定是没什么压力了 别紧张 不是给你留的 是给你杀掉的 那样的人准备的 于清贤确定了 鹅场在什么地方 就合上了的图书 说完这话 就指了一个方向 那边有个很大的压场 运气好的话 应该还有活着的 要是运气不好的话 我给你做饭吧 于清贤道 时星宇觉得 要不他还是饿死吧 喂 他一只四级丧尸 就算三年不进食 也是饿不死的 真是和于清贤待久了 他都变成笨蛋了 时星宇开始 往于清贤指的方向而去 于清贤又想到了一些问题 那就是 丧尸有没有可能 真的会对人类产生感情 而吓不了口 毕竟人类 还训练了动物作为宠物 所以 丧尸能不能成为人类的宠物 或者人类成为丧尸的宠物 于清贤好奇 就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 这让时星宇觉得 他有些意想天开 于清贤问出来后 也觉得自己这个问题 确实有些可笑 自己都不会相信 丧尸不会吃人 为什么别人会相信 丧尸不吃人呢 因此 要是我是人 吃了 时星宇不等于清贤说完 就先回答了 很显然 他知道于清贤要问什么 那就是于清贤想说 若是他是人 那自己会不会吃了他 这是肯定的 他对于清贤 并没有任何舍不得的感情 丧尸也不会产生这种感情 想要人类和丧尸和平共处 时星宇觉得于清贤 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于清贤当然知道这一点 那丧尸小说里 就有丧尸 和人类好好相处的案例 他这不是多嘴问一问吗 要是真的 有人想和丧尸好好相处 他肯定是第一个冲上去 把对方打醒 让这个人 不要痴心妄想了 自己这个拥有人类意识的丧尸 都不觉得 丧尸吃人 有什么不对的 更不要说是 丧尸本身了 就像是自己和时星宇相处 也一个月了 但要是自己现在是人类 他依旧会毫不犹豫地啃了自己 这是丧尸的生存之道 莫是 本来就是丧尸和人类的争斗 不可能和平相处的 除非有一方战胜另一方 人类获胜 那么以后地球的霸主 还是人类 若是丧尸获胜 那么以后地球的霸主 就是动植物 没有了人类 丧尸的食物来源 也会被瞬间切断 可以说 这大概是地球的自我清理 就像是恐龙时代 或者是更久之前 但 我赌人类会赢 于清贤又倒 时星宇有些无奈 人类赢了 那他们这些丧尸都会死 包括于清贤 可以想到于清贤的态度 时星宇又感觉到绝望 朝着鸭肠走过去 要穿过大半个H市区 若是两个活人 肯定是不敢这么做的 但时星宇拖着行李箱 于清贤就悠闲 骑坐在行李箱上 走了二十分钟 于清贤忽然感觉到 地面微微震动 时星宇也停了下来 于清贤偏头看向身后 见周围的丧尸 都开始往旁边避开 他就有些疑惑 是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过来了吗 直到一只五米多高的丧尸 从楼后面转过来时 于清贤就直接 从行李箱上下来了 这只丧尸 有一个大脑袋 当然 这不是最恐怖的地方 而是他的身体 好像是很多丧尸粘在一起 才让他变得这么大 也难怪周围的丧尸 都转身就跑 只要是被他沾上的丧尸 瞬间就会被他吞噬 也只有H是这种 人口众多的大城市 才会养出这种奇怪的丧尸 而这只丧尸 显然并不是一般的丧尸 于清贤盯着这只丧尸 发现他虽然全身 都在吞噬丧尸 可他的身上 确实有很多丧尸 粘在他身上 只是这些丧尸的脑袋 并没有被吞噬 甚至还在努力地往外爬 这让于清贤立马就明白 这只丧尸的吞噬上线 应该快到了 不然这些丧尸的脑袋 不会露在外面 更不会有机会往外爬 时星宇看到这种丧尸 就知道不好跟他对打 除非是远程攻击 因此他拉着行李箱 就往别处跑 倒是于清贤拿出了相机 对着这只丧尸一顿乱拍 吞噬进化 也算是丧尸进化的方法之一 只是这种方式太原始了 看上去也不雅观 跟野兽一样 于清贤更喜欢石星宇的方式 至少看着更符合人类的 进食审美 而此时被于清贤夸赞的石星宇 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荣幸 他回头就看到 于清贤竟然拿着相机在拍照 一时气不打一处来 你是来旅游的吗 当然 这话问出来 石星宇就后悔了 果然 于清贤点点头对啊 事前我就说过了 我就是来旅游的 旅游当然可以是完美的 也可以是意外不断的 但无论是哪种 于清贤都会坦然面对 当然 该躺地上装死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犹豫一秒钟 第32章最多两斤好吧 能重死你 于清贤拍下照片后 就从行李箱上跳了下来 忽然没了重量 让石星宇亮枪了几步 他一回头 就看到于清贤 竟然朝着那只大丧尸 走了过去 这是几集丧尸 应该有金盒吧 要是你拿到了这只丧尸的金盒 应该能比普通的金石更有用吧 于清贤道 首先这只丧尸能吞噬丧尸 那么就能吞噬人类 并且他看上去还是非常难搞的那类型丧尸 若是真的让他把这些丧尸消化了 估计会变得更难搞 而且看他的样子 吞噬的数量应该快到上线了 这可是个好机会 石星宇完全没有想到 于清贤竟然是为了自己 这只丧尸是指三级丧尸 虽然现在能力还不强 但他若是吞噬结束 确实会变得更加的麻烦 他并不是远程攻击的丧尸 虽然他确实有异能 可若是被这丧尸粘住强行吞噬 那他会浪费一半力气来挣扎 最重要的是 于清贤是不是太小看这只丧尸了 虽然他现在看着确实很笨重 但他吞噬的丧尸数量 已经不知道多少 于清贤从背包中掏出了手枪 对着那只丧尸的脸 就是一枪 随后才转头问石星宇 引他去丧尸多的地方 越多越好 石星宇觉得于清贤疯了 但他自己也疯了 竟然愿意听于清贤的 这边石星宇给于清贤指了个方向 于清贤确定了方向之后 就对那只丧尸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那丧尸立马就被于清贤吸引 朝着于清贤过来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只丧尸看到于清贤和石星宇之后 转头就跑 于清贤 他怎么跑了 他怕你 于清贤道 果然在丧尸间 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石星宇看着于清贤 一脸佩服地看着自己 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这只丧尸是被他骂了几句骂跑的 护好你的行李箱 我去把丧尸朝那个地方赶 你先找个地方躲着 石星宇此时也大概明白 于清贤要做什么了 他把手里的行李箱 塞到了于清贤的手中 瞬间就弹射了出来 于清贤看着瞬间就消失的石星宇 于清贤觉得 果然是能者多了 废物散步啊 还好他是废物 不然就要去干架了 于清贤从隔壁的街道过去 那个方向的丧尸比较多 而他偶尔还能从大楼之间的缝隙里看到 那只高大的丧尸 至于石星宇 他并没有看到 不过于清贤并不担心他的安危 总之 无论是干掉哪一只 对于于清贤来说 其实都不算太亏 就是老牛要是死了 他就得自己脱行李箱 自己走路了 不过一开始 他就是打算 这样一步一步走着去旅行的 只是回归原点而已 于清贤看到了前面 前面是一个广场 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丧尸 也不知道是生前聚在这个地方的 还是变成丧尸后 才聚在这个地方的 总之 这个广场地面的雪 都已经被丧尸踩光了 于清贤看着那么多丧尸 就往旁边的楼上而去 拿出相机拍上几张 之前他怎么就没有想着 拍一拍丧尸朝什么的 录像也可以 而那只丧尸 被石星宇赶着往广场去 越往那边靠近 这只丧尸身上 粘上的丧尸也就越多 而他路过的地方 留下了丧尸的残肢 这些残肢都是没有消化的 很显然 于清贤的想法是正确的 只能怪这只丧尸运气不好了 遇到了于清贤 原本就吃撑了 再被于清贤骂了几句 就慌不择路 因此再被黏上更多的丧尸 那他自己就会崩溃 于清贤并没有参与到 石星宇和那只丧尸的战斗中 因此并不知道 石星宇和那只丧尸 是怎么战斗的 总之半个小时后 石星宇回来时 身上很干净 手里拿着一颗晶莹剔透的金盒 这颗金盒比一般的金盒要大很多 快有于清贤的手掌心大了 并且 里面还流动着漂亮的光彩 于清贤怎么看 都想象不到 丧尸这么丑陋的生物 脑子里竟然有这么好看的东西 只是他看着石星宇 又把这个金盒给自己的时候 他依旧拒绝了 我不需要这种东西 你自己收着吧 怎么说 这丧尸是石星宇杀的 那么金盒也应该是石星宇的 但石星宇却没有收起来 而是直接塞到了于清贤的背包中 好重 于清贤抱怨 嘴多两斤好吧 能重死你 石星宇看着快躺到地上 去得于清贤 很是无语 这颗金盒 比起他挂在脖子上 那个相机要轻很多吧 那个相机没重死他 这个金盒能重死他 只是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金盒竟然是带属性的 无论是人还是丧尸 只要融合了这个金盒 那么就有80%的可能性觉醒异能 他已经有异能了 这么贸然吸收这个金盒 完全就是浪费 也不能让他一次性晋升 不如留着 等这小废物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该有点能力的时候 再用吧 毕竟带属性的金盒 可不好找 于清贤也知道 这金盒应该很稀有 不然石星宇不会不吃了 而是让自己背着 算了 背着就背着吧 现在不吃 小心我改天送给 哪个善良可爱 又懂事的小朋友 石星宇看着于清贤 那咕噜转的眼睛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是为了你好 石星宇很是无奈 那真是谢谢你了 于清贤给石星宇道谢 明明是一个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小孩 对大姐姐说话怎么像长辈一样 你知道就好 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吗 要是做完 咱们得走了 石星宇道 于清贤文言 立马直起腰没了没了 走吧 说完话 他又骑上了心爱的行李箱 石星宇觉得 自己应该算是被利用了 果然 于清贤这只丧尸 身为丧尸心为人 总之无论如何 他都要为人类减少麻烦 那只丧尸 若是真的把身体里的丧尸全都消化的话 确实很难杀死 若是自己杀死那只丧尸 那么就是为人类产出一个潜在的危害 若是自己死了 那么也能产除掉一只大丧尸 真是个坏心眼的小丧尸 走了 石星宇伸手抓住行李箱 拖着就走 好业 朝鸭场出发 于清贤单手举起 然后发号施令 他们走后 那只死去的丧尸 化作了一堆粘液 不断地侵蚀着周围的丧尸 把周围丧尸的皮肉全都融化成一堆恶臭的血水 第33章 万一死在了外面呢 温强到达H市的时候 已经是几天后了 秦安看着眼前的城市 血已经略微化了一些 但看样子 过几天还会下一场大雪 甚至比这一场还大 秦安和温强两人 如今算是比较合拍的 之前因为那个民间的幸存者基地 秦安没办法离开 但他之后 拉回去那么多药品后 和官方基地取得了联系 以那些药品为代价 让这个民间幸存者 基地的幸存者 进入官方基地 当然 是官方的人来护送的 能到大基地 民间基地的幸存者 自然是愿意的 特别是到官方的大基地去 那肯定是有保障的 再加上这些幸存者 也看得出来 秦安就是因为担心他们的安危 才留在这个地方的 他们是小基地 才一两千个人 因此 他们自然是愿意去大基地的 为自己负责 也给秦安自由 像是秦安这样强大的人 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你确定那人会来H市 这个地方的丧失 很多吧 秦安的车子停在了路边 并没有往前去 再往前 就进市区了 这种大城市的人口 本来就多 丧失也会很多 光是一个市的幸存者 就足够建立一个 幸存者基地了 更何况 这个地方连着跨海大桥 因此这个地方 肯定是有官方的人 在这里镇守的 只是想要清理掉 整个市区的丧失 估计没有个几年 肯定是不行的 不确定 我猜应该会来这个地方 温强说着 就推开车门下了车 若是他没有猜错的话 那只小丧失 必然是会游历 所有者民的景区 而这跨海大桥 就是很多人 都会来打卡的地方 当然 他也有可能猜错了 只是前些日子 他们官方基地的人发现 这市有一块警示簿 上面画着危险的标志 虽然像孩子的涂鸦 但勉强能看出来 确实是危险的标志 之后一查基地的异能者 发现有两个异能者小队 去了J市之后 就没有回来过 也就是说 那两个小队 很有可能已经 折在了J市里 连异能者都能死在里面 到底是什么人 能在J市的屋顶上 挂上那么大一块警示簿 而秦安和温强两人 一结合两人得到的线索 就可以确定 留下那块警示簿的 就是两人要找的人 不过温强并没有告诉秦安 那并不是人 而是一只丧尸 但说起来 像是那只小丧尸 会保护人类 怎么也算半个人类吧 他不止 去了温泉景区 那么必然也会来H市的 跨海大桥 但温强并不确定 那只小丧尸是来过了 还是没来过 系统如今也没有办法 探查到对方的踪迹 所以只能按照 自己想的方式来 秦安看着温强下车 就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车子 原本他的小队 如今就只有五个人了 毕竟要跑全国 肯定有人不愿意的 留在基地中 加入别的异能者小队 也是一样的 完全没有必要 到处去流浪 万一死在了外面呢 而跟着秦安和温强的三人 自然也是因为 和秦安有过命的交情 自然是要跟着的 至于温强这个小姑娘 战斗力也很强 虽然要离开基地 是她的主意 但怎么说 三人和她也合作战斗过 也曾经把自己的命 交到这个小姑娘的手中 无论怎么说 她也是值得信任的 于清贤此时正在捉鸭子 自然是没有想到 那个小变态 竟然能摸到H市来 此时的她 看着鸭肠里的丧尸鸭 直接启动了鸭肠里 不知道是什么的机器 一路鸭了过去 石兴雨蹲在墙上 看着于清贤跟风了一样 碾鸭那些丧尸鸭 倒是没什么意外的 毕竟这些鸭子 变成了丧尸鸭之后 也是吃人的 她一看到这个鸭肠的鸭子 全都变成丧尸鸭之后 就知道 于清贤肯定是坐不住的 石兴雨也不打算拦着 反正丧尸鸭在她眼中 也不过是非常低级的丧尸 变异的鸭子 估计已经充满野性飞出去了 就算没有飞出去 也被那些丧尸鸭给吃了 于清贤等把这机器停下之后 才发现 这机器应该是用来割玉米的 这个鸭肠 应该是用唇骨物来喂养的吧 并且规模这么大 末世前的生意应该很好吧 于清贤看着 被她碾鸭成饼的那些丧尸鸭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随后她去了人家住的屋子里 发现住在这里的 是一对应该上了年纪的夫妻 两人都变成了丧尸 于清贤站在门口 看着屋里的两只丧尸 就开口道打扰了 说完这话 就进屋去了 俨然一副上门做客的架势 蹲在围墙上的 十星宇见于清贤 真的进人家屋里去了 就站起身来 她四处看了看 确定没有危险 这才跳下了围墙 等到十星宇进屋时 发现于清贤已经开始 拿人家的茶具主茶了 至于主人家那两只丧尸 就在屋里晃荡 也没有赶走于清贤的意思 于清贤的主茶 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没有电 那个主茶的电壶是用不了的 但是于清贤却把所有步骤 都做了一遍 随后倒了两杯茶 放在了桌前 这才站了起来 十星宇看着于清贤那严肃的表情 以为他要做什么 结果于清贤对着两只丧尸 一句公报歉 你们养的鸭子 全被我压死了 说完这话 就指了纸桌上的两杯茶叶洗澡水 又接着到 所以我给你们煮了两杯茶 算是赔礼道歉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拉着十星宇出了房间 然后把门一锁 直接关死了 十星宇看着这门上 被他用各种东西绑住的门 有些无语的看着于清贤 一分钟前 你还在给别人道歉 一分钟后 就直接把别人锁死在这个房间里了 没办法 我又不能杀了他们 但是又不能让他们跑出去吃人 这是最好的办法 于清贤看着十星宇那无语的表情 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十星宇闻言 也觉得这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不过这种鸭场 一般也不会有人来吧 就算不把门封死了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于清贤看着关上的门 原本是要来抓几只鸭子的 但现在也只能空手而归了 好在十星宇目前是饿不死的 他也不用多担心 离开鸭场后 于清贤他们又一路往东去 只是于清贤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都走了一个月了 还能迎面撞上那个小变态 第34章肯定是因为无知死的 于清贤是远远看到了两辆车 其中一辆他是见过的 是那个男人开着的车 而那个小变态和那个男人有交集 如今那个男人的车 出现在这个地方 原因肯定不简单 万一被那个小变态怂恿吗 所以于清贤立马叫住了 十星宇夺起来 只是于清贤并不知道 只要进入三公里的范围内 他的行踪 瞬间就被温强掌控了 所以当系统提醒他 发现了那只小丧尸的行踪时 让温强高兴地 直接从座椅上蹦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 真的找到了 但小丧尸的身边 还有一只四级丧尸 四级丧尸 他还没遇到过呢 怎么了 秦安见温强一副很激动的样子 就有些疑惑地问道 温强本来和秦安的目的都是一样 都是找那只小丧尸 现在也算是伙伴了 他没有必要瞒着秦安 我发现了你要找的人的踪迹了 温强道 说完这话 又补了一句 但是我之前没有跟你说 其实那不是人类 是丧尸 丧尸两个自落到秦安的耳朵里 就让秦安直接踩了刹车 后面的车子也立马停下 用对讲机询问秦安情况 秦安只是说 没事 又重新启动车子 丧尸 丧尸怎么可能帮人类找药 秦安还是有些接受无能 只有人类才会帮人类 丧尸只会吃人 信不信在你 不然你说过 连你都没有进入的医院内部 那人怎么可能一个人进去 还搬出那么多药 温强反问 正因为是丧尸 所以才能做到这些事情 秦安当时的疑惑 全都解开了 所以 为什么会有人能在满是丧尸的地方 畅通无阻 为什么给了药 又要躲起来 但既然是丧尸 那就没有必要找到对方了 怎么说 对方都避着自己 也完全没有必要再找了 那你找这只丧尸做什么 秦安有些好奇 他从来没有 问过温强这件事 作为一个人类 追着一只丧尸跑 不太合适吧 只是好奇而已 你不好奇吗 一直对人类没有任何敌意的丧尸 换做谁都好奇吧 温强一笑 倒是老实交代 秦安点头 这一点倒是 对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丧尸 若是能成为伙伴 那几乎可以再漠视横行霸道了 不过以对方的行为来看 这只丧尸 似乎并不喜欢在人群中 不过 现在要接近这只小丧尸 有些困难 温强能感觉到 对方此时并没有任何动作 停在了前方 那只四级丧尸也没动 为何 秦安不解 虽然是丧尸 但温强说过 对方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因为这只丧尸的身边 还有一只四级丧尸 温强倒是大方地承认了 他肯定是打不过四级丧尸的 至于秦安 他现在是一个二级异能者 在异能者中 已经算是佼佼者了 但想要单挑四级丧尸 还是有些危险的 秦安也没有想到 这只小丧尸的身边 竟然还有一只大丧尸 想要接近这只小丧尸 那么就要杀死这只四级丧尸 可他们不清楚 这两只丧尸的关系 贸然动手 自然是不合适的 温强说完这话 就示意秦安停车 秦安停下车子 顺着温强指着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栋十多层高的楼顶上 站着两个人影 一高一矮 距离他们的位置 差不多有几百米 不过一瞬间 两个人影就消失在楼顶 于清贤站在楼顶 拿着望远镜 观察那两辆越野车 果然看到了两个熟悉的人 他立马就招手叫来了石新宇 然后把望远镜递给了他 那个男人的 好像是个异能者 女孩子不清楚 但他很厉害 长了狗鼻子 我走哪他都能找到 我怀疑我身上 是不是被他装了GPS 是个变态 年纪可能和你差不多 大不了几岁 于清贤给石新宇介绍 而是新宇也没有想到 这两个人类 是于清贤的熟人 能吃了吗 确实是有个异能者 并且还是于清贤讨厌的人 那吃了应该没问题 你小子悠着点 我怀疑那个小姑娘身上有点东西 总之不要轻易招惹 还有那个顾婉晴也是 能离得远远的 就离得远远的 于清贤连忙摆手 这已经不是吃不吃的问题了 他们的车子停下了 那个小姑娘 伸手指着咱们了 石新宇到 于清贤一听 对方注意到他们了 扯着石新宇就走 他们从楼顶下来 快速地转移阵地 你就这么怕他们 有我在 他们也不敢靠近你吧 石新宇到 也不知道他在怕什么 若是真的打不过了 直接往丧尸群里一钻 就算对方再厉害 也不可能真的冲进 丧尸群里抓人 于清贤觉得 丧尸就是无知无畏 真是不懂什么 叫做主角光环 就算你再厉害 最后也只会成为 主角手中的一颗金盒而已 于清贤觉得 他是不是有必要 给石新宇科普一下 什么叫主角 有些人 天生看上去就不能招惹 但他回头 看着石新宇 忍不住到 要是你哪天死了 肯定是因为无知死的 石新宇文言 并不在意这句话 死对丧尸来说 可有可无 不会恐惧 也不会害怕 丧尸本就是为了吃的 而一直往前冲 除非对方强大到 让丧尸产生恐惧的退意 这种情况 丧尸只有对着同类的时候 才有恐惧 像是于清贤吼那些丧尸的时候 那种无法让丧尸反抗的恐惧 是吗 石新宇的语气很轻松 并不觉得 死亡有什么好恐惧 于清贤看着石新宇那张淡漠的脸 他才意识到 石新宇的脸上 几乎没有过什么太大的表情 说到底 他们其实不是一样的 你跟着我 是有什么意图吗 于清贤伸手从石新宇的手中 拿过自己的行李箱 忍不住问他 这个问题 他之前都没有问过 石新宇也没有固执地 要帮于清贤拉行李箱 在行李箱被于清贤拿过去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感觉 没事情做而已 石新宇的 丧尸的性格 会受生前的性格影响吗 于清贤忍不住诱问 除了记忆和身为人类的认知 其他的性格和说话方式 应该是身为人类时的习惯 石新宇的 于清贤点点头 原来石新宇生前也不爱说话 只有别人主动和他说话时 他才会开口 属于慢热类型的 看来在学校里 在那些学生的眼中 和自己一样 也属于怪胎那一类的吧 第35章 咱们以后再见 于清贤并没有把行李箱 递给石新宇 而是自己提着 石新宇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于清贤好像和刚开始不一样了 但又好像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 周围的丧尸 也只是和他们擦肩而过 就好像 末世其实并没有发生一样 有时候 于清贤会在橱窗前住足一会儿 趴在玻璃上 像是真的在逛街一样 石新宇觉得 于清贤就是在浪费时间 不过他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那些呆滞的丧尸 觉得丧尸本身 也就是在浪费时间 这么多丧尸 直到化成一堆烂肉 都可能吃不到一口新鲜的血肉 于清贤的视线 从橱窗里移开 这才看向前方 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于清贤回头看着石新宇 这话说得很突然 让石新宇都没有反应过来 为什么于清贤会 这么忽然地 要和自己道别 于清贤没有得到石新宇的回应 就稍微偏头 去看石新宇的表情 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东西一样 于是就把背包里的那颗 金盒拿了出来 对哦 还有这个 我得还给你 于清贤到 只是石新宇并没有接 直接一把抢过于清贤的行李箱 拖着就往前跑 于清贤反应过来时 石新宇已经跑出去摆米了 不是 这只丧尸 怎么还打劫的呀 原本他应该冲上去 把这个小子按住打一顿的 但他却没有加快自己的脚步 在走过一条巷子时 他侧头看了过去 就看到了一个小姑娘 站在巷子里 小姑娘身上穿着一条白裙子 站在昏暗的巷子里 当然 这肯定不是人类 而是一只丧尸 于清贤看着这只丧尸 这只丧尸 也看着于清贤 这让于清贤 就好像第一次见到了石新宇一样 于清贤只是多看了他几眼 就收回视线往前走去 而原本已经不见身影的石新宇 又折了回来 他见于清贤站在小巷子口 就忍不住到做什么 箱子不要了 于清贤闻言 这才想起自己的箱子 被这小王八蛋抢走了 你还好意思说 我箱子是你提走的 于清贤的话还没说完 他身后忽然冲出来一道身影 然后直接蹦到了他背上 手圈住了他的脖子 这让于清贤往后微微到了一点 但手还是下意识地 往后拖住了自己背上的人 从重量来说 蹦到他背上的人并不重 而他并没有闻到 属于活物才有的香气 说明这是一只丧尸 于清贤意识到这一点 就伸手把背上的丧尸给拽了下来 一看发现 是一个看上去很瘦小的女孩子 果然是自己刚刚在小巷子里 看到的那只丧尸 他只是多看了一眼而已 石星鱼也立马感觉到 这只丧尸是三级丧尸 但随时都能突破三级 进入四级 看他的动作 瞬间就蹦到了于清贤的背上 那就不是蠢笨野蛮的丧尸了 和自己一样的进化方向 能进化出自己意识的丧尸并不多 更多的则是朝着强大的力量去进化的 只需要捕食更多的人类就可以 并不需要和人类周旋的智商 毕竟进化智商 就会损失掉相当大一部分的能量 导致这类智慧丧尸的体型 和人类并无差异 除了眼睛的颜色无法改变 没有体温心跳和呼吸之外 外表是和人类并没什么差别的 但选择智慧丧尸进化方向的丧尸 都是有潜意识的 也就是说 这只小丧尸 也不愿意变得野蛮 且生前也很聪明的类型 越聪明的人 感染病毒后 进化成智慧类丧尸的几率也就越高 于清贤看着这只小丧尸 周围的血还没化 他身上就一条单薄的夏天穿的短裙 即便于清贤感觉不到冷 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不过于清贤可不会因为看着他年纪不大 就觉得是个可爱的小朋友 毕竟这是一只丧尸 看样子 还是一只高级丧尸 他身边已经有一只高级丧尸了 要是再带一只高级丧尸 于清贤觉得自己驾驭不住 所以他伸手推了推这个小姑娘 这才转身往前走 姐姐 你不带上我吗 你都能带着她 小姑娘见于清贤不肯带着她 就直接开口了 于清贤闻言 就有些意外地看向了这个小姑娘 原来这只丧尸也会说话 还能交流 想来是和时兴雨一个类型的丧尸了 是拥有智慧的 既然拥有智慧 那么就应该成为一方霸主了 时兴雨已经赶不走了 再来一个 于清贤觉得自己 就不是徒步旅行了 就变成一个旅游团了 于清贤当然不乐意的 原本就打算自己一个人的 带着时兴雨 是因为这头老牛 可以帮她拉行李箱 但这个小姑娘能做什么 并且她的直觉告诉她 这个小姑娘很危险 比时兴雨还危险地存在 时兴雨把于清贤拉到了身后 这才盯着这个小姑娘 身为丧尸 也能感觉到 这只小丧尸的危险程度 估计她用她这副样子 骗了不少人类吧 你吃过多少人了 时兴雨问她 小姑娘却睁着红色的大眼睛 一副听不懂 时兴雨说的话的模样 眼睛就一直盯着于清贤 似乎是在等于清贤开口 而眼前这个等级 比她高的丧尸 小姑娘完全就不放在眼中 于清贤见小姑娘 一直盯着自己 就往时兴雨身后缩了缩 时兴雨 不行啊 她看上去很危险啊 时兴雨虽然也是高级丧尸 但怎么说呢 没什么心眼 可这个小姑娘看上去 就是长了八十个心眼的丧尸 要是戴上 说不定哪天时 心雨和自己的头盖骨 都要被这个小姑娘掀开了 虽然自己的脑袋里没经合 一般的丧尸 也不会盯上自己 但时兴雨就不一样了 四级丧尸 要是干掉 那完全就是中大奖了 但为什么这个小姑娘 看上去 目标是锁定自己的 于清贤伸手拿过自己的行李箱 也不和这只丧尸废话了 提着行李箱转身就跑 就连时兴雨都没反应过来 时兴雨 你帮我挡住她 咱们以后再见 于清贤毫无留恋的 就把时兴雨给卖了 总之 先让时兴雨挡住这只丧尸 他先跑 这都什么事 于清贤只是想要趁着没人的时候 好好旅游而已 第36章 他是废物 我不是 时兴雨看着于清贤 真的是一点不顾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相处 直接就把他给卖了 所以 谁才是更无情的丧尸 亏于清贤这只丧尸 还留着人类的意识 小姑娘看着于清贤跑了 就闪身想去追 只是他才闪身 就被时兴雨抓住了小腿 直接把他狠狠地扔了出去 小丧尸直接撞在了墙面上 但这种撞击 对于高级丧尸来说 完全没什么损伤 可这只小丧尸也没有想到 这个时兴雨的速度也很快 看来 要接近那只丧尸 那么就只有打败眼前的这只丧尸了 等级战斗力 自己肯定是不如这只丧尸的 所以现在是跑 还是直接战斗呢 于清贤是真的跑路了 虽然很对不起时兴雨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自己又不是来收小弟的 而且 有两只高级丧尸 自己很难往地上躺装死 那些异能者能觉得自己是一具尸体 或者一个普通的丧尸 但对有等级的丧尸 异能者是能察觉的 反而带着高级丧尸 还很容易被发现 但于清贤此事有些疑惑 为什么那个小姑娘 能找到自己 是不是自己的想法已经暴露了 不然怎么会追到H师来 那自己去东方圆圆林 岂不是要被人知道了 于清贤一边跑 一边往后看 就听到了砰的声音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只觉得 打斗应该很激烈 他们这么大打 不会吸引到异能者吧 比如那个一直追着他来的小姑娘 和那个男人 虽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当然 还有顾婉晴 可是顾婉晴还没走 那么石心雨和那个小丧尸 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于清贤这么想着 又觉得 自己想多了 那两只都是高级丧尸 并且有智慧 遇到危险 肯定是会跑的 担心他们还不如担心自己呢 想到这里 于清贤又开始心安理得 但他也没有想到 三个小时后 这两只丧尸会拦住他的去路 于清贤瞬间就跪地上了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于清贤认怂得很爽快 石心雨看着面前跪在自己面里于清贤 后脑勺也掉出一滴汗来 随后低头看向了旁边的小姑娘 这就是他要跟着走的丧尸 真的是很不靠谱的 我和他谈过了 他只是对你感兴趣而已 并不想伤害你 他说的话 姑且算真话 石心雨到 于清贤闻言 就看向了旁边的小姑娘 小姑娘依旧睁着大眼睛 看着于清贤 脸上还带着笑容 什么叫姑且 我连你都不算百分百信任 更不要说是他了 于清贤说话很直接 当然也是心里话 面前的是丧尸 对于清贤说的话 自然是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伤害 丧尸之间 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任不信任的 只凭借自己的想法行事而已 虽然于清贤确实很特殊 但就丧尸本身的能量来说 连普通丧尸都比不上 掀了他的头盖骨 也掏不出半颗金盒来 也就是说 对于他们这些高级丧尸 对于清贤下手 完全就是脑子真的有问题 但是 我只是对姐姐感兴趣而已 不想做别的事情 小丧尸背着手 那双漂亮的红马脑一样的眼睛 带着笑意 果然 在一只丧尸的脸上 看到人类的表情 怎么看怎么怪 这样的丧尸 不会是末世丧尸文里的 那种丧尸女主吧 又聪明又厉害 还能统领丧尸 想到这里 于清贤冒昧地问了一句妹妹 你能统律丧尸吗 可以哦 小妹妹歪头回答 哦 老天爷 这是他遇见的第三个 疑似末世文的女主了 时星宇其实不太确定 于清贤会不会带上这只小丧尸 但刚刚他问的那个问题 确实让人很意外 于清贤怎么又会知道 这个小丧尸能统帅丧尸 而且 小丧尸也回答了自己可以 这只小丧尸果然不一般 毕竟只有丧尸王 才能统帅丧尸 可他的等级还不如自己 自己都没有办法统律丧尸 他就能统律丧尸了 然后跪在地上的于清贤站起来了 那没办法了 一起吧 于清贤开口 说完这话 就把手中的行李箱 递给了时星宇 时星宇伸手接过 于清贤就又坐了上去 对于于清贤的转变 时星宇和那只小丧尸 都有些意外 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贤忽然就同意了 于清贤确实是放弃抵抗了 首先 女主都是由女主光环的 当然 也有女主们很厉害的原因 像是那个顾婉晴 她本人就很厉害 但自己遇到她的次数确实很多 还有那个小变态 战斗力不俗 一个人能在末世生活一个月 甚至还能在末世涮火锅 不简单 绝对不简单 比起时星宇 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这只小丧尸 虽然也不记得 身为人类的记忆 不过他手腕上有个环 于是他递给了于清贤看 于清贤认识 住院的人手腕上 都会戴着的医疗识别袋 而这个小丧尸的手腕上 戴着的是红色的腕带 也就是说 他生前是个病危病人 上面有他的姓名 年纪和科室 这是一个12岁的心脏病患者 并且病得很严重 这种情况 可他还没有死亡 就迎来了末世 之后变成了丧尸 失去了身为人类时的记忆 小姑娘叫肖戒 12岁 于清贤还以为他最多八九岁呢 看上去瘦瘦小小的 原来已经12岁了 现在变成了丧尸 应该不用再受心脏病的折磨了吧 但是 跟着他有什么用呢 你们两个跟着我没问题吗 不去争一下丧尸王这个头衔吗 于清贤把地图又翻了出来 研究自己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生怕那个小变态 又找到他怎么办 如今的海边是很危险的 那么就走沿海路线 反正他们仨都是丧尸 石新宇没说话 倒是消极笑眯眯道 我对那种位置不感兴趣 没兴趣 也可以做你感兴趣的事情 跟着我 可没有人类吃 你看看他 已经快一个月没吃人了 于清贤指了指石新宇 这确实是实话 从那天晚上啃了两个死人之后 就一直没吃过新鲜的血肉了 他是废物 我不是 消极回答 这话很显然是在嘲讽石新宇的 就好像他吃了不少人一样 消极说这话时 看向了石新宇 毕竟不吃人的丧尸 消极还没见过呢 但他一抬眼 就看到于清贤就这么盯着他 第37章 不止他会不舒服 你也会不舒服 难道不是吗 消极看着于清贤盯着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从这个于清贤这只丧尸身上 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你觉得他会吃不到人吗 于清贤反问消极 虽然消极生为人的时候很可怜 但现在变成了丧尸 这性格可真是糟糕啊 这么糟糕的性格 应该不是女主吧 于清贤坐在行李箱上 任由石新宇拖着走 但眼神落在消极的身上 这个消极 会不会不是女主 而是反派呢 哪有性格这么糟糕的女主啊 倒是石新宇也没有想到 于清贤竟然会帮自己说话 对于消极的话 石新宇并不在意 就好像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嘲讽的话语 既然他能吃到人 为什么一个月不吃 消极有些不解 人类只不过是食物 为什么不吃 那我让你不要在我面前吃人 你做得到吗 于清贤和上了地图书 这话说得很认真 就连石新宇都有些意外 自己跟着于清贤这段时间 于清贤并没有禁止自己去吃人 可说到底 他还是有些忌讳 在于清贤的面前吃人 只是于清贤看过他吃人 也并不反感 可会把这种事情挑明了 和消极说 石新宇确实有些不明白他的想法了 在石新宇的眼中 于清贤是那种一半人类 一半丧尸的奇怪的生物 对一些人类毫不手软 对一些丧尸又会注定去保护 而消极听到 于清贤这么充满气势的询问 却松了一口气 他脸上那嘲讽的笑容瞬间消失 换上了一个比较真诚笑容 那就好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 就我一只丧尸不吃血肉呢 消极连忙摆手 他不想被当作怪胎 即便他已经不记得人类的记忆了 但是他不想被排斥 可在这整个A市 他就没有见过不吃人类的丧尸 直到遇到这两只丧尸 他偷偷观察了他们好几天 确定他们确实不吃人类 特别是那个大姐姐 甚至连金盒都不吃 吃丧尸的金盒 消极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让他吃活人的血肉 他当然是不乐意的 可身为丧尸 他又不能不吃血肉 因此 他会在A市救一些人类 然后从他们的身上 换一点血过来 好在丧尸和人类并不一样 几个月不吃食物 也饿不死 只会有些虚弱而已 再加上 已经两个月了 他还没见到可以沟通的丧尸 因此 在遇到这两只丧尸时 他当然是希望对方和自己一样的 可万一对方是吃人的 那岂不是自己又变成怪胎了 所以先炸一炸对方 而在听到石心雨 已经一个月没吃人肉时 消极自然是很高兴的 毕竟像是石心雨 这样厉害的大丧尸 不可能几天不吃人 于清贤和石心雨 在听到消极的话时 都有些意外地看向消极 所以 刚刚那些嘲讽石心雨的话 是故意的 也就是说 消极这个人 也不吃人的 你不吃人类啊 于清贤有些惊讶地看着消极 毕竟石心雨是吃人的 而且他也不阻止石心雨吃人 现在冒出来 一个消极不吃人 这倒是让于清贤有些为难 他确实不吃人 但不代表他就觉得 不吃人的丧尸 就是好丧尸 当然 对于人类来说 不吃人类的丧尸 就是好丧尸 主要是这个消极 太像人类了 搞得他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消极看着于清贤 站在路边干呕时 一时间有些无措 他有些不解地看向了石心雨 大姐姐这是怎么了 消极问 怕人的毛病又犯了而已 没事 石心雨道 只是说完这话 他的眼神就盯着消极 消极 应该不算是普通的丧尸吧 怎么说 这一个多月 于清贤跟在自己的身边 也没出现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 消极至少算半个人类 不然于清贤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于清贤也好久没有这种感受了 就好像消极并不是丧尸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于清贤直起腰 然后和消极拉开了距离 抱歉 我觉得 你应该不算百分百丧尸 于清贤开口 越说 距离消极越远 石心雨看着他那小碎步往后挪的样子 就有些无奈地看向了 消极你也看到了 他确实不喜欢和人接触 并且看你的样子 好像还挺喜欢人类的 说完这话 石心雨又补了一句 虽然他确实不吃人 但不代表就喜欢人类 你跟着他 不止他会不舒服 你也会不舒服 消极闻言 眼神又看向了于清贤 所以 大姐姐扮作人类的模样 又是为什么呢 既然不喜欢人类 为什么又要装扮成人类的样子 正因为不是人类 所以才要扮作人类 这样才不会被人类杀死 不是吗 而且 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情 你确定我要做的事情 你会去做吗 于清贤看着消极 当然 若是消极也想去旅行的话 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消极听着于清贤的话 有些不解那姐姐要去做什么 徒步旅行全国 于清贤回答 毕竟这种事情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丧尸的 说给丧尸听 也没什么问题 这样啊 我知道了 有想做的事情 那真好 我也该想想 我能做什么事情了 消极点头 正是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才会想要跟着这两只丧尸 因为他们 看上去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会说人类的语言吧 若是你还喜欢人类 那你可以试着去接触人类 总之 我所要做的事情 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于清贤说得很认真 能让他这具尸体 都产生反应的 说明这个消极 绝对不是普通的丧尸 至少他还有一半的人类 消极也不抢求 站在原地目送于清贤 和石新宇离开 而在他盯着两人 思考要如何时 他的脑子里 忽然响起了一个机械的声音 饭店系统激活 完成任务 可变回人类 请店主尽快选择饭店地址 这个声音的响起 让消极瞬间回过神来 他有事情可以做了 虽然不能跟着那个大姐姐走 但确实是那个大姐姐点醒了他 他确实还想变成人类 而如今有个系统 能帮他变成人类 消极转身回了H市 这个城市很重要 物资也很多 肯定是会有幸存者 出现在这个市里的 他只要接待一下 这些被丧尸追捕的人就可以了 之后再把这些幸存者 送出市区 很显然 这就是他之前做的事情 总之 先去选址 第38张我的枪 可不真的是为自己准备的 石新宇并没有感觉到 消极跟上来 很显然他是想通了 他见于清贤 又靠在拉杆上不说话 也没有多问 为什么于清贤知道 消极喜欢人类 石新宇不清楚 也不打算问了 不过石新宇知道 那个消极并不知道 于清贤的能力 估计只是当他略位 有些特殊吧 或许也是因为自己 消极过于警惕自己了 才没有深究于清贤的身份 若是消极仔细想一下 就会发现 于清贤 只是一个非常弱的小丧尸 但他能和高级丧尸 无障碍交流 光是这一点 就足够让别的高级丧尸生意了 而石新宇之所以会给于清贤拉箱子 原因有一半 是因为不知道于清贤 为什么以低级丧尸的身体 拥有着人类的意识 还有后来 那股能压制住所有丧尸的力量 才是让石新宇 真正想要跟在于清贤身边的原因 高级丧尸是厉害 但不代表 就没有更厉害的高级丧尸了 像是之前在这一时 若是于清贤没来 虽然他不至于被那只丧尸干掉 但绝对会受伤 于清贤手中捧着一本小说 一片雪花又落在了他的书上 他抬头一看 那硕大的雪花 就直接砸在了他脸上 于清贤伸手把脸上的雪花擦掉 这才收起书 他以为冬天已经过去了 看来真正的冬天才刚刚开始呢 连南方的雪花都这么大 不知道北方是什么情况 人类的生存还真是岌岌可危啊 找个地方避避雪吧 于清贤开口 石新宇文言 就朝着旁边的楼房去了 这里虽然是H式的郊区 但也在建设中 原本这些工程都不是烂尾的 可因为末世的发生 这些地方就成了烂尾楼 石新宇拉着于清贤 往这种没建起来的大楼去使 于清贤就闻到了淡淡的香气 他就往那大楼里看去 很显然 大楼里有人 不过也是 要是有战斗力 留在这种大城市 反而更容易活下来 毕竟大城市里更容易找到物资 像是这种在建的楼附近 都会开一些小饭馆 虽然这些饭馆看着简陋 可至少一些米和调料是有的 不用那么危险地去基地 也能活下去 石新宇也感觉到了 步子稍微停下了 没事 去隔壁吧 于清贤开口 石新宇和自己不一样 他是很想吃人的 要是一直跟人类在一起 十分钟可能可以忍住 但半个小时 三个小时呢 于清贤不确定石新宇能不能忍住 或许他等级再高一些 就能忍住了 像是小说里的那些丧尸王一样 能跟在女主的身边 这在建楼中的幸存者有几十人 其中是有异能者 不过 并不是于清贤和石新宇 所认为的那种普通的幸存者 此时屋里的七八个女孩子 互相依偎在一起 而门外则是有人守着 这些人手中有枪 甚至带头的人还是一个异能者 他们原本是听到门外的人 说是有人来了 心中原本是有一丝期待的 期待有人能救救他们 但在听到只有两个人时 这个希望瞬间就熄灭了 两个人 根本就打不过这些人的 可他们又不敢大声呼救 若是叫来了丧尸 那么 他们只会被这些人 推出去为丧尸 原本他们被囚禁 在这里有十多个人 但有些忍受不住 所以自杀了 可他们既然活下来了 那么就不能这么死了 要是他们死了 那那些被逼着自杀的姐妹们的仇 谁来报 所以 他们一定要活下去 于清贤和石心语 到了隔壁的建筑里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 原本已经化了一些的雪 瞬间又被老天爷 刷上了一层白色 并且 这雪花并不是之前于清贤看到的 手心那么大 而是有他脸那么大的雪花 砸在地上 还能听到响声 于清贤直接就在一楼停下了 他们又不怕丧尸 也没有必要往上走 反正等雪停了 他们就走 只是于清贤并不想去招惹人类 可偏偏人类就是要来招惹他们 不到十多分钟 三个男人就踏着雪过来了 他们之前在楼上看得清楚 应该是一男一女 而且 其中那个女人 还坐在行李箱上 你们是幸存者 从哪里来的 带头的人手中 还叼着一根烟 吊耳郎当地问于清贤和石心语 于清贤看了三个男人一眼 就挪了挪位置 背对着他们 石心语也没有说话 虽然高级丧尸 可以磨旁人类的声音 但他并不是 很想搭理这些人 没有得到回应的三人 被他们的态度给惹恼了 我们和你们说话呢 是聋了吗 再也不开口 就拿你们去为丧尸 那个带头的人恶狠狠道 于清贤起身 拖着行李箱叫走 他是真的受不了一点 原本只是想要安静地避避雪 哪里知道 这些人竟然还找上门来 而且态度还那么不好 于清贤拉着行李箱要走 更是让三人很是不爽 直接就掏出了 枪指着于清贤和石心语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石心语那沙哑的声音 传到了三人的耳朵里 虽然有些沙哑 但确实是人类的语言 于清贤听到石心语说话 就偷偷瞥了那三个人一眼 发现他们似乎是听懂了 也就是说 石心语说的是人类的语言 看样子石心语并不想 和这些人类动手 但石心语是这种好心肠的丧尸吗 不会是因为自己吧 于清贤倒是对石心语 有些另眼相看了 但他并不觉得 这些动不动拿枪指着人的人 会是好人 她是谁 你女朋友啊 其中一人说着 就要绕到于清贤的面前 很显然 于清贤那一头长发 和羽绒服下的裙摆 确实让人一眼就看出 她是女性 我姐 石心语回答 说完这话 石心语还是忍不住上前一步 挡在了于清贤的前面 遮住了她的身影 虽然不知道 这些人的目的是于清贤 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但石心语还是下意识地 护着于清贤 那些人听到是石心语的姐姐 而不是女朋友之后 这脸上不怀好意的笑容 多了几分 其中一人要越过时 心语走向于清贤 只是一声枪响 这个人的眉心 就多了一个血窟窿 在那两人和石心语 都没反应过来时 于清贤又扣动了扳机 又是啪啪两枪 直接断了剩下这两人的生机 于清贤并没有手软 她知道 若自己和石心语 只是两个普通人 那么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但很可惜 虽然她还有人类的意识 但身为人的时候 就对人类很淡默 你石心语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于清贤打断了 我说过 我并不是护着所有人类的 我的枪 可不真的是为自己准备的 于清贤直接放下了行李箱 从那几句 还冒着热气的尸体上跨了过去 第39章八卦之火 瞬间就腾生而起 于清贤的三声枪响 吸引了隔壁的那些人 毕竟枪声 出现在他们的耳朵里 肯定是自己人 这带头的一个异能者 原本只是让人去看看 若是那个女人漂亮 就带回来 要是不漂亮 那就算了 看他们的样子 也没什么值得打劫的东西 所以应该不需要开枪 难不成是打起来了 若是打起来 看来那一男一女 都不是不是普通人了 看他们来的方向 是市区的方向 难道是异能者 而这三声枪响 不知道让这些人注意到 还有那几个 被关在房间里的小姑娘 难不成这群人又要抢别人了 只是十多分钟后 关着他们的房间门 忽然被人打开 从门口走进来的 并不是那些人 而是一个把自己包园了的女孩子 于清贤看到屋里的八个小姑娘 并没有太惊讶 她松开了门把手 然后转身离开 至于屋里的那些人 此时已经被石心鱼给收拾掉了 她如今并不在 估计拖了几个人去进食了 于清贤蹲在其中一具尸体面前 翻翻找找 找到了一串钥匙 于是 她又转身走回了之前那个房间 然后把那一串钥匙扔了进去 这些人的车子都在楼下 只要她们想活下去 那么就总有办法的 那些小姑娘一看就还很年轻 估计是学生吧 能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活下去 足以说明 她们想要活下去的信心 于清贤离开了这个地方 外面的大雪还在下 这些血腥味 应该不会扩散太快 也不知道 石心与这丧尸跑哪里进食去了 被吃的人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带头的异能者 另外一个 似乎味道比较香一些 应该是变异者吧 真会挑食物 而于清贤往楼下走 刚拿到自己的行李箱 耳朵就动了动 似乎是有车队过来了 而于清贤想都没想 直接往地上一躺 就想装死 石心与回来时 看到趴在地上装死人的于清贤 差点当场摔倒在地 这个时候 装死有什么用 还好她回来了 不然于清贤 肯定会被当成尸体处理了 她一手捞起于清贤 一手提着行李箱 瞬间就消失在屋子里 外面的雪依旧很大 于清贤出了屋 就让石心与停下 然后他们就蹲在屋外 此时的于清贤也不装死了 车队停在了房子前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黑色风衣男 以于清贤的审美来说 就算是娱乐圈 也不见得有几个能比得上 是他出门出的少了 还是他视频看的不多 怎么末世前就没见过 这种大帅哥呢 这种程度的 都是男主程度的了吧 于清贤头顶雪花 那双眼睛直溜溜地盯着 从车上下来的男人 石心与有些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现在怎么不装死了 于清贤刚感叹完这个男人的帅气 而另外一辆越野车也急迟而来 甚至是擦着男人停下的 这辆越野于清贤熟悉 虽然不是最熟悉的那一辆 得那 确实是顾婉晴开的 车子才停下 男人身边的那些小弟 立马掏枪 指着顾婉晴的车子 而顾婉晴却丝毫不拒 甚至连眼神都没给 那个男人一个 转身就 朝着那栋再见的大楼而去 温清生也下了车 就朝着于清贤刚刚装死的这栋楼来了 虽然外面有风雪 但于清贤他们距离的并不算远 所以听得到这些人说话 原来这里的人 和之前那些绑了官方科技人员的家人的那些人 是一伙的 后来因为纷争而一拍两散 这些人觉得绑了官方的人 就是找死 因此才会一拍两散 只是这些人囚禁了那些小姑娘 在这个地方作威作福 于清贤看着温庆生进了一楼 发现了那三具尸体 查看了一下 确定已经死亡了 这才站起身来 他们也是找了好几天 才找到这个地方 是秦姐从那些人的口中得到的消息 那就是 这里还有一些混混 他们绑了一些女孩子 就在H市的郊区 至于在什么郊区 那就不清楚了 所以这几天 顾婉晴一直都在寻找这些人 而吸引他们过来的 则是那像是错觉一样的几声枪声 此时温庆生可以确定 他们在风雪中听到的枪声并不是错觉 他看了一圈 收回了视线 出了屋子 顾婉晴那边 也带着八个小姑娘下了楼 他们身上已经穿上了厚厚的衣服 于清贤大概知道这些衣服哪里来的 不过这不关他的事情 顾婉晴做的是好事 他也不用阻止 那八个女孩到了楼下 看着这些车子 顾婉晴就询问了他们 中间有没有会开车 在确定有人会开车后 就做了分配 事于那个男人 顾婉晴暂且没时间管他 等温庆生开着一辆车带着 另外一辆车离开后 顾婉晴这才开始和那个男人交涉 两个人看上去 似乎是认识的 于清贤见两人似乎在说话 这八卦之火 瞬间就腾生而起 他掏出了望远镜 于是顾婉晴和那个男人的脸 瞬间在于清贤的眼前 其实于清贤不用望远镜 也能看到这两人 甚至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所以时兴宇完全不懂于清贤 为什么还要拿望远镜 于清贤从顾婉晴 和那个男人的话里可以知道 这个男人叫陈燕里 是到下军火伤的boss 顾婉晴满世界乱跑 就是为了寻找这个陈燕里 陈燕里手中的热武器必然是不少的 再加上官方很担心 这陈燕里会起异心 怎么说 陈燕里在末世前就是罪犯 只是他伪装得太好 官方并抓不到任何证据 因此在顾婉晴的眼中 这个陈燕里 就像是一只千年老狐狸 只是没有想到 会在这个地方相遇 因为顾婉晴的车牌上 带着一个警字 陈燕里的人当然知道 顾婉晴就是官方的人 于清贤一边听一边在心中八卦 要是这个顾婉晴是女主的话 那么这个陈燕里就是男主了 但一直跟在顾婉晴身边 那个打居的感觉也不错啊 也是 有男主 那就要有个男二 于清贤此时为那个打居的感到可惜 虽然你是先来的 但是爱情 这种东西 可不分先来后到 时兴雨听着于清贤 在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她是一句都听不懂 但她看得出来 此时的于清贤的表情 确实是像好长时间不吃人的丧失 忽然看到人的表情 那专注认真 却又觉得非常美味的表情 时兴雨不懂 但又看向了那一男一女 此时的她 脸上面无表情 不懂 完全不懂 第四十章 那你再把他们请回来好了 于清贤的望远镜 从顾婉晴和陈燕里的身上 往车上移了移 就对上了一张笑眯眯的脸 裴雨安的手 就垫在车窗上 头靠在手背上 歪着头盯着于清贤 就好像她真的看得见自己一样 于清贤见她没拿拘了 倒也不怕她 伸出一个手指来 裴雨安也伸出一个手指出来 于清贤又伸出一个手指 这次裴雨安比了一个烟 此时的于清贤瞬间就知道 这小子看得见他们 明明他们没有任何声音 还在雪堆里 就连顾婉晴和陈燕里 都没发现他们 但这个裴雨安 好像盯着他们俩看了一会儿了 跑 赶紧跑 女主身边的人 都不是什么芝麻小饼干 时兴雨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于清贤拉着跑 他一手行李箱 一手拉着自己的袖子 时兴雨还是第一次 见于清贤跑得这么快 甚至还有些慌不择路 这让时兴雨有些不解 于清贤一路奔出去 左右看了看 就往海边去了 你跑什么 时兴雨人游 于清贤拉着狂奔 见他速度慢下来 这才询问 不跑等着被抓住吗 顾婉晴身边有个人 能看得到咱们 于清贤解释 我们本来就看得见 这有什么问题吗 时兴雨不解 他们是丧尸 又不是鬼 只要长了眼睛 都能看到 问题大了 要是我们没有任何遮掩 被看到也就算了 但我们是躲在雪里的 这被看到 那就完全不合适了 于清贤忽然停下来 认真地看着时兴雨 他和时兴雨躲在雪里 一般人不会觉得 活人会躲在雪里的 毕竟人活着 是需要一定的温度的 躲在雪里 这完全就是在找死 所以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觉得 雪下面有人 当然 丧尸在雪下面 只要闻到血肉的味道 那么绝对不会站在原地 时兴雨听着于清贤的解释 瞬间就明白了 他和于清贤 刚刚是在很厚的雪里 一般人是看不到他们的 再加上他们本身穿着的 就是白色的羽绒服 人类若是不盯着仔细看 怎么可能看得见 并且能让于清贤 都有些惊慌的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小事情了 但此时大雪还在下 眼前的视线都不足机密 到处都是白色的 也不知道 这雪要下到什么时候 随着雪越下越大 风也越来越大 于清贤觉得自己 好像不是在南方 而是在北方 难不成 是他其实是走错了 于清贤觉得自己 应该找个指南针来看看 可他在H市附近 应该很正常才是 于清贤停下来 找路标 主要是H市 往东北方向300公里 有一个官方基地 只是已经默示两个多月了 真正的几大基地 应该还在建中 毕竟这些基地 以后是需要长时间使用的 因此 围墙就是最重要的 于清贤好不容易 找到了一个路牌 然后翻出自己的地图来 可这风太大了 他根本就翻不了 于是只能往旁边的屋子去 大城市附近就是好 不愁没房子 于清贤一进屋 就看到几只丧尸 原本于清贤是不想管他们的 哪里知道他刚坐下来 这几只丧尸就围过来 呵呵呵地 吵着饿死了 闹得于清贤安静不下来 他只能一只一只地 把他们送出家门去 整个屋子里终于安静了 石心雨靠在窗边 看着那几只丧尸 被于清贤推出房间 就忍不住到他们会冻死的 那你再把他们请回来好了 于清贤丝毫不在意 冻死就冻死了 反正冻死的丧尸又不少 石心雨 于清贤记得刚刚的路牌上的名字 找到了地图上的位置 当他看到这个镇子的名字时 他画的红叉就在旁边 这一看不要紧 看一眼 尸体都有些不舒服了 还有不到百公里 就要到人家的基地去了 果然乱跑的时候 是没有方向的 他都不知道跑了多久才停下 总之 现在他距离官方基地不到百公里 虽然确实被吓到 但一想到这种天气 于清贤岛也不担心会被人抓 首先要抓自己 还得先打败石心雨 现在看来 老牛还能当保镖 必要的时候 还能把他推出去挡一挡 想到这里 于清贤忽然抬头看了一眼石心雨 他应该没那么容易死吧 要死 应该也会在自己后面吧 毕竟自己这么弱 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于清贤看了看外面的风雪 并不着急走 而是在这屋里等 风雪停下 于清贤坐在屋里的沙发椅上 翻着他 不知道从谁家书店中捞来的书 毕竟他的行李箱里空荡荡的 只有泡沫保护着的那台相机 所以 于清贤在里面放了不少书 于清贤生前除了爱看别人的旅游视频 就是写文 然后看书了 总之各种书 他都看 特别是现在无事可做 当然是更适合看书了 这场大雪 一下就是好几天 雪的厚度 直接到了二层楼 于清贤拉开房门 门外的雪挡住了视线 不过好在 外面的雪已经停了 石心雨看着于清贤往外走 也没有阻止他 他就像是一只小仓鼠一样 手不断地刨雪往前走 石心雨就跟在他的身后 拖着他的行李箱 这雪地的高度 都已经达到了二楼的位置 虽然是漠视的雪 其实不算是纯正的雪白 而是蒙上一层灰蒙蒙的灰尘一般 人类要是吃了这种雪化成的水 估计也有丧尸化的可能 所以 于清贤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赌人类赢呢 估计这场雪 又得死一群人吧 想到这里 石心雨又觉得 于清贤想得也对 要是人类输了 那么丧尸也就没有活下去的能力了 丧尸的食物说是活物 其实90%都是人类 若是人类没有了 那么丧尸是会饿死的 若是人类赢了 其实高级丧尸 是能隐藏在人类中的 只要想办法弄到新鲜的血肉 自然也能在人类世界中活下去 但像是于清贤这样的 还是没办法生活在人类世界吧 它 对人过敏吧 真是奇怪的毛病 本身就是人类 却对人类过敏 不过 你确定方向对吗 石心雨也看不到天空 也不知道于清贤走的方向对不对 应该对吧 反正我朝着基地反方向走 于清贤收了手 抬头看着头顶 说完这话 他又低头沉思 石心雨也等着他思考完 你跳起来看他好了 于清贤到 石心雨 他就知道于清贤靠不住 只是让他直接跳起四五米的高度 也太为难他 这只丧尸了 他是丧尸 不是弹簧人 第41章 他不需要任何回应 虽然石心雨确实在心中吐槽 但还是想办法确认了方向 于清贤确实没有走错方向 虽然在基米后的雪里 于清贤确实是在走直路 可是星雨觉得于清贤想要看风景 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现在这基米后的雪 出门都很困难 更不要说是看风景了 于清贤在末世旅游 这种事情是认真的吗 末世后 发生改变的 可不止 是人类 还有动物和植物 有些植物也变得食血肉了 当然 石心雨没见过就是了 于清贤也没有见过 其实于清贤也打算看一看这种变异的植物 于清贤是这么想的 但也没有想到 真的能遇到 在于清贤走了七八天后 这雪终于矮下去了一些 可这雪的厚度 还是有一米五的高度 石心雨还能有胸口以上的位置 在雪地外面 于清贤则是只飘了一个脑袋在外面 当然 只要遇到镇子 于清贤就能看到 很多丧尸都是飘着个脑袋在雪地上的 这让于清贤心中多少有些平衡 当然 此时他距离东方园林 还有近七百多公里 也就是说 他走了七八天 才走了一半的路 而且 这还是在他没怎么停歇的情况下 果然冬天的时候 真的很难走 在第九天的时候 于清贤远远的 就看到了一株很诡异的玫瑰花树 说诡异的原因 肯定是因为这到处都白花花的 就这一片开满了红色的玫瑰 而且还是一大片 虽然看上去很诡异 但于清贤不得不说 真的很漂亮 他转身 就爬上了旁边的大楼 拿出相机咔咔拍照 时兴雨并没有跟着上去 平时的时候 他能在一楼就在一楼 很少会爬高楼 除了要看风景的时候 时兴雨之前想着这种变异植物 结果真的给遇上了 只是时兴雨不清楚 这株变异植物 到底是吃人的 还是连丧尸也吃的 亦或者是都不吃的 于清贤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这么大一片玫瑰花 于清贤还真没有亲眼见过 若是再来点阳光就好了 像是早晨或者傍晚的夕阳 也都很好看 于清贤趴在窗口 看着那么大一片玫瑰花园 他有些好奇 这玫瑰花自己能不能牵插 但他现在没时间养 等他把想去的地方走一遍 或许可以养一些花 若是有种子 那么倒是可以收一些 种子放着 等以后他找个没人的地方住下 然后在院子里 种一些玫瑰花好了 于清贤这么想着 天空厚重的云层倒是很给于清贤面子 在二十分钟后 竟然裂开了几条缝 露出了一些阳光来 光线正好照在雪上的玫瑰上 这让于清贤直接惊呼 石新宇 快上来 别走楼梯 太慢了 于清贤激动地拿手 砰砰锤墙 而对于于清贤的激动 石新宇有些意外 两个月了 他还是第一次 见于清贤这么激动过 不过是花 有什么好看的 还让他别走楼梯 石新宇心中 其实并不想看那些玫瑰花的 可架不住于清贤的热情 他只能从外墙爬了上去 不过还没爬到于清贤所在的楼层 他的眼神就看向了那些红色的玫瑰花 下面有绿色的叶子衬着 倒是看得石新宇流口水 这怎么看 都像是一块超大的新鲜血肉 所以他实在搞不懂于清贤 到底在激动什么 等到他爬到于清贤的窗口时 就看到于清贤拿着相机 对着他拍了一张 石新宇忽然想起这段时间 只要是有漂亮的风景和大楼 于清贤都让自己去站着 然后他给他拍照 明明是他要旅游 但他并没有和风景合影 石新宇爬进屋来 转头看向了窗外 浅淡的阳光洒在那红色的玫瑰花上 可石新宇并不能感受这种风景 因为他只是一只丧尸 已经没有人类的审美了 于清贤看得出石新宇 并不喜欢看风景 但看到漂亮的风景时 还是忍不住想要和别人分享 他身边只有石新宇 也就只能和石新宇分享了 石新宇虽然看不出 这种风景有什么好看的 可他转头就看到 于清贤那青灰色的脸上 似乎有了颜色 对于于清贤的过去 石新宇并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毕竟他只是丧尸 对身为人类的过去 也不感兴趣 他只是比较好奇 于清贤身为丧尸 为什么还能保持人类的意识和记忆 于清贤见时 新宇盯着自己看 就解释到我人生的前28年 很少出门旅游 你也知道我的身体 不适合出门 而我爸妈 在出门旅游的途中 出了车祸去世 所以我就更不喜欢出门了 说到这里 于清贤叹息一口气 其实有时候在想 要是那个时候跟着爸妈出去 是不是会好一些 于清贤心中是有后悔的 在爸妈去世之后 于清贤的日子过得日夜颠倒 当然 于清贤觉得自己 可能就这样过一辈子 却完全没想到 会遇到漠世 或许正是因为漠世的原因 才让他有勇气走出了那间屋子 若我是人类 或者和你一样 拥有人类的意识 是不是就能以人类的角度 回应你这个话题了 时清贤对于于清贤的话 大概能听懂 但完全理解 不到他话里的意思 他会忽然和自己说这些 应该是想要有人 和他搭话的吧 于清贤见时清贤 竟然想要尝试了解人类的想法 这让他有些惊讶 不是啊 因为你是丧尸 所以我才和你说这些的 我觉得我不需要安慰 也不需要同情 那些东西对我来说 并没有任何作用 于清贤解释 正是因为时清贤什么都不懂 所以于清贤才能在他面前 无拘无束 就像是在自己的家中时 他和自己的手办 和不我娃娃聊天一样 他不需要任何回应 时清贤对于于清贤的话 有些意外 人类都是群居动物 也正是因为这样 时清贤总觉得 于清贤其实是需要朋友的吧 不然也不会带上自己 那你愿意带上我的原因是 时清贤问他 可是是你跟上来的 不是吗 于清贤反问时清宇 他从未说过 要和时清宇接班 并且 他和时清宇 已经道别过两次了 可是清宇总是追上来 时清宇在他的眼中 就类似于一个手办吧 以前看很多手游 或者动漫爱好者 出去总是拿着一个 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棉花娃娃 或者力排巴基之类的拍照 于清贤让时清宇去站着拍照 也算是带着手办打卡吧 应该 第42章 你只要把人类当敌人就行了 于清贤的话 让时清宇意识到 确实是他死皮赖脸的 跟着于清贤 是他需要于清贤 并不是于清贤需要他 于清贤会跟他分享景色 大概也只是下意识的反应 并不是一定要他来看 一想到这里 时清宇觉得于清贤 这只丧尸作为人的时候 也是一个怪胎吧 放在人群中 绝对是不讨喜的类型 你作为人的时候 肯定很不讨喜吧 连人类最基本的 和群两个字都做不到 时清宇忍不住道 他就是想知道 到底什么话才能触动于清贤 于清贤一边收香机 一边反驳 那倒是没有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同桌都很好相处 你别把人类想得太坏 说完这话 于清贤又想到了什么 然后又补了一句 当然 也别把人类想得太好 不过这话对你来说 也没什么用 你只要把人类当敌人就行了 他们现在是丧尸 是站在人类对立面的 若是觉得 人类都是好人的话 那肯定是会吃大亏的 不对 是丢命 时清宇还在思考于清贤的话 于清贤已经收拾好行李了 他伸手扛起行李箱 就往楼下走 平时很怕麻烦的他 唯独为了看风景 真的从来不抱怨 时清宇此时才明白 原来人类中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就像是丧尸一样 也有各种各样的 等时清宇反应过来时 于清贤已经下了两层楼了 他连忙追了上去 就听到于清贤在自言自语 他不需要别人回应 能自己一个就把问话和回答者两件事给处理得很完美 自问自答 在于清贤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于清贤想要摘玫瑰花 这太危险了 首先还不确定 这株变异植物到底会不会把丧尸也吸收了 而这个问题 也在于清贤的考虑范围内 要是这株植物已经变成了肉食植物 那就不需要了 万一带着一只吃人吃丧尸的植物 时不时出来咬他一口 他可受不了 而这株玫瑰的周围并没有血 似乎雪在这株玫瑰上面不曾落下过 于清贤偷偷摸摸地从雪上爬过去 捏了几个雪球扔了过去 但这玫瑰并没有反应 于是 他又扔了几个过去 依旧没有反应 于清贤看了看手中的雪球 又回头看向了石心雨 石心雨站在远处守着他的行李箱 眼神就看着他 就好像生怕他被那玫瑰花吞了一样 石心雨见于清贤转头看向他 他有些疑惑 只是还没开口 一个被捏得硬硬的雪球 就精准地砸在他脸上 虽然不疼 但石心雨并不知道 于清贤这是做什么 难道是因为那玫瑰花的香味 能影响丧尸和人类的意识 让丧尸和人类攻击同类 想到这里 石心雨立马就冲上前去 直接把于清贤扛了回去 于清贤有些疑惑 不知道石心雨这是要做什么 难道是这玫瑰花 真的会攻击 但是他没看出来 直到石心雨 把于清贤放下交换了想法之后 才知道 这是一个乌龙 你果然很无聊 无聊的丧尸 做人的时候 肯定也很无聊 于清贤站稳后 忍不住吐槽石心雨 你又有去到哪里去 石心雨和于清贤接触得久了 倒是会像人类一样 反驳于清贤了 这让于清贤有些意外 确实 我也很无聊 于清贤点头 承认了这一点 最后经过石心雨的探查得知 这就是一株变异的玫瑰 但对丧尸并不感兴趣 他只是变得更加耐寒而已 当然 不确定这株植物是不是对人类也不感兴趣 总之 这株玫瑰是安全的 于清贤在确定这株玫瑰是安全的之后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一头扎了进去 这是石心雨眼中的于清贤 少有情绪这么外放的时候 他不懂于清贤 为什么会因为一颗植物 而高兴成这个样子 总之等于清贤 从那一片玫瑰花树下走出来时 除了整个人变得香喷喷 衣服被玫瑰花刺滑烂了之外 只有怀中的一大树玫瑰花而已 他的兜里还放着几颗玫瑰花的种子 但于清贤以前也没想过种花 如今收集到了种子 那应该去找几本关于种植的书籍看看了 于清贤这么想的 当然也这么做的 他又指挥着石心与这头老牛 去了镇上的书店 只是不知道 这种镇子里的书店 是不是有这种书籍 但他进去翻了一遍 发现并没有 大多都是一些小说 还有学生的补习资料之类的 他倒是没有太失望 拿了几本想看的小说 然后把自己看完的那几本放到了书架上 这种算是以物异物 拿了书 他们又开始往东走 原本以为越往北边 这雪就会越厚 但事实和于清贤想的完全相反 越放北方走 这雪却越少 这让于清贤很好奇 末世的天气 变幻莫测 所以 南方的气温和北方对调了 这 不是 那他还想去北边看雪呢 不过一想到南方的雪 他觉得可以去看看北方的花了 于是计划一改 去北方看雪这件事 换成了去北方看花 真的是活得久 什么奇怪的事情都能看到 这个时候的于清贤 忽然觉得自己的意识没有消散 也算是一种幸运 若是他没有留下人类的意识 那就看不到这些画面了 至于于清贤那一大束玫瑰 则是被他做成了标本书签 时兴雨不理解于清贤这些做法 但也没有阻止 在即将到达东方园林时 于清贤还是偷偷摸摸地看一看 前方是不是有幸存者基地 怎么说 这一片的人是很多的 光一个基地 应该是不够的吧 并且 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掌握人类的情报了 说不定会错漏了什么 要是闯进别人的大本营 那可就不好了 二月份的记事 显得异常的温暖 当然 并不是于清贤感觉出来的 而是这里并没有厚厚的雪 就连自己的行李箱 都开始自动充电了 足以说明 这里阳光正好 但他又没有觉得精神违靡 也就是说 如今的阳光不算烈 可能正好是春天二十多度的天气吧 石兴宇跟在于清贤的身后 此时的行李箱已经充满电 也不需要他拉着 于清贤骑在行李箱上 整个人趴在拉杆上 鬼鬼祟祟的走街过巷 石兴宇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在干嘛 于清贤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心谨慎 在石兴宇的眼中 成了鬼鬼祟祟 第43章可别被人类杀死了 既是地处于最东边的城市 距离海边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以前的这座城池 就是沿海城市 是古代有名的海港城池 不过现在已经算是半个内陆城市了 于清贤看着街道上闲逛的丧尸 这才松了一口气 很显然 这个城市依旧在丧尸的占领下 不过于清贤刚松了一口气 就听到了枪声 这让于清贤吓得控制着行李箱 就往小巷子里钻 总之 只要是人为造出来的动静 他就跟惊弓之鸟一样 总是大惊小怪 石兴宇也跟着于清贤走到了巷子里 而他们进入小巷子之后 远处就行驶来了一对车队 车子有五辆 人数应该不少 果然是大城市 就算是异能者小队 人数都挺多的 于清贤看着五辆车子 从自己的眼前开过去 而身后还跟着成堆的丧尸 这些丧尸明显在冬天进化过 速度已经很快了 已经超过了一般人奔跑的速度 如今在末世中 若是光凭借人类的两条腿 是绝对跑不过丧尸的 他看着这些奔跑的丧尸 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要是这些丧尸都去参加马拉松 奖牌都不够发的 石心雨不知道于清贤在说什么 只是平静地回答这种速度 肯定是要饿死的 于清贤也不在意石心雨 这牛头不对马嘴的话 这些丧尸已经跑得比自己快了 但其实于清贤觉得自己的体能 已经比身为人类的时候强了 要说丧尸病毒是一次进化的话 于清贤觉得是很对的 但要说是好的进化 那就不见得了 要是丧尸都像是自己这样 可以选择不吃人 那倒是挺好的 无论从什么方面看 丧尸这种生物 确实弱点很明显 但只要把弱点保护起来 那么真的很无敌 持续能力强 只要吃一点血肉 就能坚持很长时间 不过闻到血肉味 就往上冲这一点 确实不太适合 果然丧尸还得是高级丧尸才行 像是石心雨这样的 于清贤这么想着 抬头看了一眼石心雨 见他嘴角又开始分泌口水 当他没说好了 果然丧尸还是改不了吃人的性子 你不是刚吃过两个人吗 怎么又馋了 于清贤忍不住吐槽石心雨 怎么这么贪吃呢 石心雨文言 就反驳于清贤不是刚吃 已经快一个月了 作为一只末世中 进化快的高级丧尸 一个月只进食一次 这传出去 肯定是要被其他高级丧尸笑话的 于清贤没说话 他三个月没进食 也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恶意 也不会想进食 有异能者小队出现在这里 说明附近确实有幸存者基地 当然 也有可能这些小队 是长途跋涉过来的 但无论是哪种 说明这座城市 都不能久留 于清贤看着那群丧尸过去 就上前弯腰扶起一只 趴在地上的小丧尸 小丧尸生前应该就五六岁 如今也跟着那些丧尸奔跑追逐 而被于清贤扶起来的小丧尸 却没有停下 继续往前追去 但他跑了一段距离 又失去了目标 又开始减下速度 到处晃有说明 那个车队 已经离开了这些丧尸的嗅觉范围内 不过于清贤的鼻尖 还淡淡地飘来一些香气 而这些香气 这些人彻底离开了这座城市了 于清贤转身回来 骑上他的行李箱 继续往城中心走 既是城中心 就是于清贤此行的目标 被称为东方园林的地方 城里的丧尸虽然很多 但对于于清贤和石心语来说 并不是阻碍 他们很顺利地到了东方园林 园林并没有受到什么破坏 只是因为没人管理 那些草木在三个月里 疯涨了很多 但这对于于于清贤来说 完全不重要 他去了门口 排了一会儿队 这才探身进去拿了门票 然后进入园区 依旧是坐在行李箱上 手中拿了一份游客导图 他就像是一个真正的游客 并不在意周围都是丧尸 也不在意他 只是一只丧尸 于清贤很认真地看周围的风景 也会拿相机出来拍照 石心语就跟在于清贤的身后 他的眼睛看着周围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也不清楚于清贤的脑袋里在想什么 于清贤此时什么都没有想 他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看风景 于清贤以前看别人的旅游视频时 更多的是为写小说做的准备 毕竟有些事情不亲身经历 是写不出那种感觉的 但作者就是这样的存在 用文字描写一切 给读者编织出一个虚假又真实世界 写的好的作者 能让读者觉得 书中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在世界上活过一般 不过于清贤并没有那样的造诣 最多写的时候 自娱自乐而已 但此时于清贤看着这些风景 大概是有些了解 为什么很多作者都喜欢出门旅游 只是现在的于清贤 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他出来看风景 有那些作者的影响 有爸妈的影响 也有邻居大姐姐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 还是他跨处的那一步 若是他没有想着出门旅游 如今肯定依旧待在自己的家里 躺在那张床上 等着自己能量耗尽 然后化成血水 白骨 最后成为一捧泥土 但现在 于清贤很感谢自己 感谢自己走出那间屋子 当太阳下山 于清贤就没有接着再逛 而是出了陵园 找了一家酒店休息 时心与不理解 他做这些事为什么 但他觉得 他从于清贤的身上 学到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 作为丧尸 作为强大的丧尸 也不能太张扬 人类并不脆弱 或许 他应该和于清贤分开了 丧尸从来不是群居动物 并且他丝毫不担心 于清贤会死在人类的手中 更不用担心 他死在丧尸的口中 他们始终是不一样的 于清贤理解不了丧尸的想法 他也理解不了 拥有人类意识的于清贤 所以 当于清贤看着站在门口 和他道别的时心与时 并没有一丝意外 再见 希望今年的秋天 还能再见到你 去年说 今年再去看一次秋色狐 可别被人类杀死了 于清贤道 脸上并没有一丝不舍 时心与文言 也只是微微点头 然后消失在了酒店房间门口 丧尸本就以人类为食 时心与生前 是一个温柔的人吧 就算不记得人类时的记忆 但他进食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避开自己 并且也不会主动去捕食人类 确实很辛苦啊 第44章杀了他的 并不是自己 于清贤醒来 并没有看到食心与食 确实有些不适应 因为过个七八天 于清贤就会选择地方 好好休息一晚上 而食心与总是会这样 坐在床边盯着他 如今醒来 并没有看到他 确实有些意外 但于清贤也只是一瞬间的不适应而已 他慢悠悠地起床 因为没有了雪 还有阳光 于清贤又换上了漂亮的裙子 他提着行李 乡下了楼 还去换了一身并不算古代制式的裙子 是心中式的裙子 很日常 但能看出古代衣服的模样 这样的裙子 并不影响行动 也不会和这种古代园林格格不入 就连于清贤坐在行李箱上的动作 都不是跨坐 而是侧坐 果然人靠衣装 于清贤都觉得自己的动作 都拘谨了很多 于清贤坐在行李箱上 行李箱载着他 依旧在园林中闲逛 园林里有丧尸 他们身上的衣服 也大多和这个园林很契合 他拿出了相机 对着这些丧尸拍了照片 不过只是一个上午 于清贤手中的相机 就因为电量过低 而差点关机 好在于清贤的行李箱 是可以充电的 他就找了一个阳光好的地方 让自己的行李箱充电 而他则是在一边转悠着闲逛 对于自己的行李箱和相机 于清贤并不觉得会有丧尸来拿走 要是他放了一块新鲜的血肉 那就需要担心一下了 于清贤站在亭子下 看着正在晒太阳的行李箱和相机 想着自己时间这么多 是不是要把幼时想做的事情 拿出来试试 这么想着 于清贤就让行李箱在这里晒太阳 而他则是离开了园林 去旁边的店逛了逛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 怀中抱着几本素描本 手中还有一些铅笔 对于这些东西 于清贤倒是有不少回忆 他还不懂事的时候 就喜欢拿着铅笔 在家里的墙上画画 那个时候的他 并不太喜欢和别人说话 于清贤觉得 自己说是社恐 不如说有些自闭 但又并不是完全的自闭 因为只要他想 还是能和别人正常交流的 只是于清贤并不想和别人交流 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于清贤抱着素描本 回到园林里时 消耗掉的电量已经充满了 而相机的电量 也充了三分之一了 于清贤把相机放回行李箱里 坐在行李箱上 手中拿着素描本和笔 又继续往前走 行李箱很稳定 并不算颠簸 速度也被于清贤调到了最低 这个行李箱最小的速度 就跟人类散步差不多 而最快的速度 则是能赶上一辆电动车的速度 也难怪一个行李箱 能卖十几万 要不是末世 于清贤觉得自己 也就只有看看的分 不可能拉着他 陪自己颠沛流离 于是于清贤的第一张绘图 就是给自己的行李箱的 他从行李箱上下来 围着慢慢移动的行李箱研究 然后直接按停了行李箱 蹲在地上360度的观察 自己的行李箱 然后给他画了一张 又一张的素描 最后他选择了最满意的一张 他拿着这张画给行李箱 说 这是他画的最好看的一张 虽然行李箱 只是一个行李箱 并没有办法回答他的话 但于清贤完全不在意 总之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当然 仅限于上午而已 当太阳略微偏息的时候 于清贤的鼻尖 就闻到了淡淡的香气 这是属于活物的香气 因为每个人的味道 给于清贤的香气是不一样 比如顾婉晴的香气 就是那种淡淡的 闻到了让人有种提神醒脑的感觉 而他旁边的那个少年 也是很淡的香气 至于那个一直坐在后车坐的 给于清贤的感觉 更像是那种植物的香气 并不属于甜品或者肉食香味 不过这三人要是吃起来 肯定是极品类的 因为越香的食物 其实并不是吃起来就是最香的 当然 也有可能很不健康 只是 就算是顾婉晴这种极品人类 于清贤对他也没有食欲 至于那些普通的人类浓郁的香气 就像是路过一家店铺时 忽然闻到的香味 觉得自己想吃东西 但进入店里的时候 却完全没有了 在店外时忽然闻到的香气吸引人 一瞬间就没有了食欲 这也是于清贤为什么对人类 并没有任何想法的原因 一旦靠近 那种香气 就足够让他觉得饱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忽然反应过来了 其实他一直都在进食的吧 只是他不需要像普通的丧尸一样 吃下血肉 也不用像石欣宇那样的高级丧尸 可以隔一段时间再进食 他的进食方式 就是闻着人类的香气吧 只要他的附近有人 只要他再闻到那股香气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进食了吧 当然 这只是于清贤的猜测而已 哦 石欣宇 你能闻到人类身上的香气吗 并没有声音回答他 哦 人不在 于清贤反应了过来 他站起身来 看着来来往往的丧尸 就随便抓了一只过来问 当然 他们都是下意识地宣泄自己的欲望而已 并没有办法和于清贤交流 于清贤和他们交流不了 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他又继续坐上行李箱 逛园林 这于鼻尖飘来的淡淡的香气 于清贤并没有在意 因为很淡 所以于清贤知道 距离他有一些距离的 等到傍晚 于清贤才感觉到 那香气逐渐散了 并不是忽然消失 而是散了 这种情况 在他亲眼目睹 那个男人死亡的时候 发生过一次 之前杀掉那些人的时候 也出现过 也就是说 有人死了 于清贤拉着行李箱 穿过了园林 从另外一道门穿了过去 此时 这道门的门口 围着不少丧尸 只是因为这些丧尸 被防人群护栏给隔住了 于清贤微微偏头 就看到了躺在旁边 已经断了气的人 他并不是 被丧尸伤到的 若是丧尸伤到的 那么这个人 就会变成丧尸 而不是在这里 失血过多而死 他蹲下身子 面对这个已经去世的人 又回头看向了 那些争先恐后 想要冲上前来的丧尸 就伸手 对他们挥了挥 他的动作 像是赶小动物一样 当然 那些丧尸是看不懂的 只是十几排的护栏 让他们没办法进来 这个地方的通道 还有一道大门关上 经过的丧尸都无法打开 所以 于清贤这个 还保持着人类意识的人 才能打开这道大门 也是这道大门 把这个人的生机 隔绝在了门外 要是我走快一些 你应该能活下来吧 于清贤看着他死前的不甘心 忍不住道 当然 他并没有任何的自责 毕竟 杀了他的 并不是自己 第四十五章 一看就是反派连 于清贤的视线 从他的脸上 移到了他的手上 他的手上还握着枪 嗯 还好我没这急来 不然我一开门 就要吃你枪子吧 于清贤开口 说完这话 还要把他的枪收起来 结果刚拿起来 他就对着地板开了一枪 果然 连保险都打开了 只要有丧尸一接近 他就会开枪 就算他明知道 在这里也会死 也不会让丧尸伤到自己 甚至那些人若是追来 他也是打算拼死反击的吧 这么拼命做什么 最后还不是死 于清贤无奈 说完这话 他弯腰拖住尸体的双腿 直接就把他拖走了 只在地上留下一串红色的血痕 于清贤觉得自己 好像漠视打扫阿姨哦 这都是他埋的第几个人了 在医院的三个 后来的男人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 五个了 全都是男的 还好没有女孩子 不然于清贤都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这个女孩子 毕竟同性之间 总是带着一丝爱护的 于清贤刨了坑 把男人甩了进去 看着躺在坑里的男人 男人的长相算得上是清秀吧 看着年纪也不大 应该比自己小伤几岁吧 于清贤这么想着 不过还是往坑里埋土 没地方找棺材 也没时间给他火化 火焰的温度不够高 最多是把这个男人 烤得脆脆香香的而已 而且 丧尸很怕高温 于清贤也怕的 他这么想着 就在天黑之前 把男人给埋了 甚至还上去 把新土给踩实了 泥土能隔血腥味 这样埋了的尸体 不至于被丧尸刨出来 于清贤看着 连个小坟包都没有的坟 要是以后长满了草 谁都不记得 有没有这个人 他把人给买好之后 就坐着行李箱 转移阵地了 既然林园已经逛完了 那么他就要继续北上了 只是他骑着行李箱 进入了一个小巷子 就又听到了车声 没有闻到香气 看来车子并没有开窗啊 密封性很好 这些人确实很警惕 是不会让气息泄露 不过也可能只是巧合 于清贤从小巷子里探头 三分钟后 几辆车在园林后门的位置停下 看这些车子是改装过的 就连窗户上都安装了防护 很专业 其实于清贤和这些车子 还有人距离得很近 也就十多米的距离 只是他们若是在车子里说话 那么他是听不见的 要是落下车窗 于清贤还是能听到的 当然 他们要说什么 于清贤感兴趣又不感兴趣 毕竟于清贤不能去敲别人的窗户 让他们说话给自己听 不过老天不负吃瓜人 那些人落窗了 哦 长得凶神恶煞的 看上去就是电视剧里的反派脸 于清贤一直遇到的 都是疑似主角的角色 这次不会遇上反派了吧 处理干净了 那个人看向了园林的后门口 但是因为他落窗 导致很多丧尸围了过去 那些丧尸的吼叫声 都快把男人说话的声音压下去了 这让于清贤真的很想吼一声 时隔多日 终于能吃瓜了 怎么能被你们这些傻瓜一样的声音 给压下去呢 于清贤蹲在墙角 全身散发出了忧怨的气息 而车里的人 似乎也嫌弃那些丧尸吵闹 直接吼了一声 那些丧尸竟然真的不出声了 于清贤一惊 这人牛啊 竟然能压住丧尸 而车里的人见丧尸净了声 也有些意外 不过这些低等级的丧尸 是破不了他改装车的房的 此时丧尸趴在车前 也挡住他的视线 他并没有看到那人的尸体 但带着那么严重的枪伤 在这满是丧尸的城里 是活不下去的 最重要的是 他开枪打到的 是那人的肺部 就算他命再硬 也是活不下去的 只会痛苦地死去 就算再厉害 现在不也死在自己的枪下吗 成为丧尸的口粮 甚至都不能留下全尸 于清贤在一边听得很高兴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异能者小队的叛变 原队长被干掉了 也就是说 他埋掉的人 原来是一个异能者小队的队长 不过也是 要是普通人 受了那么重的伤 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安全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还要翻越十几排一米五高的围栏 这样的人才 竟然真的死了 二十分钟前 还被他给埋了 可惜啊 可惜啊 总之这些人就是来看看 那人死没死的 能在全市丧尸的大城市穿梭自如 还真是有本事啊 总之 于清贤并不想被这些人发现 若是被发现了 那么他也只能躺板板了 撤退撤退 吃瓜结束 于清贤捏手捏脚地提着行李箱就走 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来 果然人类太危险了 于清贤此时很庆幸 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不然他觉得 此时自己的心跳八里地之外都能听到 于清贤此时扛着行李箱 弯着腰 狗爬式地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等于清贤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才放下行李箱 总之先找掩体 果然不能因为在大城市里 觉得丧尸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是有像顾婉晴那样 能在大城市里为所欲为的人在的 所以以后于清贤的日子可困难着呢 原来当丧尸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容易过的 于清贤此时又产生了想要把自己关在屋里的想法 只要他在屋里 就不用担心如何面对那些人类 当然 只一瞬间 于清贤就一脚踹开了房门 去他大爷的关屋里 他还要去徒步旅行全国呢 不过 先看看路线吧 他是不是要偷点人类的情报呢 要是乱走 可是会丢了小命的 既然这个城市两天之内 来了两个异能者小队 那么说明 这个城市附近肯定是有幸存者基地的 并且这些小队看上去很强的样子 毕竟都搞政变了 说明小队里的强者很多 若是能力不足以同龄手下的人 那么肯定是会被取而代之的 所以 这必然是官方新建的基地里的人吧 大基地长什么呀 好想去看看 要不偷偷去看看 再拍几张照片 哦 刺激刺激 于清贤这么一想 就开始制定计划 首先肯定是不能太接近的 因为在几公里 甚至十几公里的地方 都设定了房线吧 怎么说 也算是人类以后长时间居住的地方了 自然是不能再被丧失轻易攻陷 所以 小说里那种丧失围城 然后弃城而走的情况 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并不是于清贤 把事情想得太美好 而是他所生活的国家 确实能做到这一步 第46章来这里打麻将的呀 于清贤这么想 当然是要小心谨慎的 首先是偷偷跟踪那些异能者小队 以前都是于清贤避开人类走 而现在 于清贤就跟着人走 虽然跟着人走 自然是要小心一些异能者 比如眼神好使 耳朵很灵灵的异能 或者变异者 但于清贤需要的 并不是一直跟在人类的身后 直到大概知道他们的方向 这就足够了 只要是人类前往的地方 那必然是对人类说来安全的地方 对人类安全 那他反着走就对了 于清贤这么敲定之后 就举着鼻子到处闻 看看哪里有人类在 原本于清贤以为自己 要等个几天才能遇到人类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G市 竟然这么多人 来这里打麻将的呀 当然 这些人并没有在G市的城中心居住 而是在城边 毕竟城边丧尸的数量不多 想要跑路也很容易 于清贤能闻到两部人的气息 估计得几十人 这么一想 那肯定是有大基地在这附近了 毕竟几百公里内 有很多座大城市 那些出去打拼的人 差不多都扎在这几座城市中 丧尸多 那幸存者也多 幸存者多 相应的异能者也多 不然也不会发生 白天那种篡位的戏码 于清贤把自己的行李箱 放在了安全的地方 这才小心翼翼地 拿着自己的望远镜过去 首先 他得确定对方的人数 一共是两方人马 相隔不过几百米 估计也是为了到时候 若真的出现丧尸 好战斗 于清贤蹲在楼上 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 那两个小队的车子 都在楼下 并没有开进屋里 果然人类的反应能力 和适应能力 确实很强 两个小队的车子 都做了改装 就连轮子都是那种家后 可以压钉子不被戳动的材料 甚至连车顶都架了连发机枪 很显然 三个月的时间 足够人类产生自保能力了 于清闲看着那些车辆 又往楼上看看 发现窗户上都被贴了防光贴 这种防光贴可以 从里面清楚地看到外面 但外面看不到里面 也看不到里面的光芒 毕竟丧尸也有趋光性 若是有光 那么会吸引丧尸和丧尸鸟 当然 这种防光贴 也只是防光和普通的丧尸 像是一些二级丧尸和三级丧尸 是完全防不住的 这种情况 当然只能战斗了 于清闲仔细看了看 发现更接近自己的那些幸存者 似乎就是白天看到的那一群人 这让于清闲更加地小心了一些 只是他刚准备把望远镜收回来时 发现那群人站住的屋子外面 贴着像是一只超级大蝙蝠的东西 于清闲仔细盯着看了看 这才发现 那并不是蝙蝠 而是一只丧尸 依旧保持着人类的身体和头部 能看出他是人形的 只是他手和脚上 连着黑色的肉皮 趴在墙面上 导致他看上去像是一只超级大的蝙蝠 很显然 这只丧尸是净化过的高级丧尸 应该是在找机会袭击人类 估计得等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打算动手 果然还是净化过的丧尸比较厉害 知道挑时间 于清闲也没有那个好心 去提醒那些人 要是连这种丧尸都解决不了 还跑来这种满是丧尸的大城市 完全就是找死 等到夜里差不多一两点的时候 那只丧尸终于动弹了 他直接破窗而入 一时间 这屋里立马就响起了声音 随后是人类的惨叫声 于清闲趴在窗口 认真的看着屋里的情况 大概能从破损的窗户 看到屋里的慌乱 毕竟像是这种混入偷袭的高级丧尸 确实让人很意外 惨叫声惊动了周围的丧尸 这些丧尸 朝着发出惨叫声的地方围了过去 一时间 那些人也不管枪声会引来丧尸 毕竟刚刚的惨叫声 肯定已经吸引了丧尸 现在是先把这只高级丧尸杀死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白米之外的另外一个异能者小队 也有了动静 至于要不要帮这个小队 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算真的去帮忙了 也很有可能被对方利用 成为诱饵 而且 那个黑雷小队 就是这样的队伍 特别是从半个月前 黑雷小队的队长失踪后 黑雷小队 就更加的无法无天了 以前还有他们的队长 压着 因此 基地里的小队 都觉得 黑雷小队的队长 之所以会失踪 说不定是被那谁给杀了 但没人有证据 直到三天前 就有人说 在巨市 见过黑雷小队的队长 还活着 只是见人就跑 似乎很怕被人发现他的行踪 现在他们 在巨市碰到黑雷小队 说不定是来杀前队长的吧 像是这种 对队长都能下死手 还会用队员当诱饵的小队 他们才不会帮忙的 所以 在于清贤的眼中 另外一个小队 发现了高级丧尸袭击 直接收拾东西就跑了 这让于清贤一惊 他以为这个时候 会两个小队 一起把这只高级丧尸拿下 毕竟高级丧尸的金盒 应该很值钱的吧 所以 就算不能拿到这只丧尸的金盒 也能从对方的手中 拿到不少东西吧 想到金盒两个字 于清贤 就觉得自己背上的背包份量 好像很重 这让于清贤 又化身尖叫机 他忘记 把金盒还给石心雨了 以那小子的速度 现在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电话又不能用 就算能用 他也联系不上石心雨 于清贤趴在窗户口叹一声 以后还要背着这颗金盒 等到秋天的时候 再还给石心雨吧 于清贤蹲在窗户口 看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 那只丧尸 还是被那个 异能者小队的人拿下了 不过几百只丧尸围了过来 小队的人想走 就得有人把丧尸引开 或者只是把丧尸炸死 但这些丧尸 距离他们的车子很近 要是扔炸弹 肯定是会波及车辆的 就在于清贤好奇 这个小队的人要怎么办时 两个人忽然从二楼的位置 跳了下来 朝着于清贤这个方向 就跑了过来 两人身后的丧尸 见大门打不开 自然是就来追着两个人了 而趁着这些丧尸离开 楼上的人立马就下来 开车逃之夭夭了 于清贤瞬间就明白 这两个人是诱饵 本以为这种桥段 只会发生在小说中 但一想到很多社会新闻 于清贤又觉得 会发生 好像也不太意外 谁能想到和自己沟通 没什么障碍的小帅哥吃人呢 被当作诱饵的两人 也是拼了命地跑 怎么说 只要甩掉丧尸 那么就还有生还的可能 于清贤看着那些 渐渐逼近的丧尸 觉得这两个人 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可说到底 能进入异能者小队的人 肯定不是废物 第47章 它是很公平的 两人奔跑的速度很快 其中一人踩着车顶 就翻上了二楼 毕竟站在车顶上 也是不安全的 可若是那人翻上去的 二楼有丧尸 那么那人也算是羊入狼口 于清贤站在大楼上 想要看看剩下的那人 会如何逃命 只见那个少年 快速地从腰上的小包里 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然后往后一扔 随后轰的一声 那群丧尸的尸体 瞬间被炸飞了 轰隆声传得很远 在这种干净的城中 显得异常的响 特别是向于清贤 如今的听力就很强 所以这声爆炸声 就像是炸在他脑门心上一样 果然听力太好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于清贤并没有挪动 而是看这两个人逃命 能被推出来当诱饵的人 应该不算特别菜吧 毕竟要是狠菜 那么这两个人才下楼 就会被丧尸抓住吃了 就在门口 根本就没什么用 所以能当诱饵的 要么就是跑得快的 要么就是有本事的 很显然 于清贤看到的这两人 确实是有本事的 只是已经开走的车子 会回来接他们吗 于清贤偏头 看向了街道远处 那群奔跑过来的丧尸 他觉得应该不可能了 几百只丧尸 就已经让人拿出活人 来当诱饵了 若是为了这个诱饵 让整个小队的人 再次陷入危险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 肯定是被放弃了 于清贤转身朝着楼另外 一边的房间走过去 确定另外一边的丧尸 也聚集了过来 就连自己所在楼层里的丧尸 都在躁动 于清贤回到 刚刚看戏的窗口时 发现那两个人已经不见了 但他还能闻到两股香气 说明两人还没死 也没有离开一定的范围 但那两个小队的人 气味已经不在了 也就是说 他们距离于清贤 应该有一两公里以外了 想要绕回来 估计还是很困难的 于清贤在屋子里 等了十分钟左右 那两个小队的人 并没有回来 当然 那两个诱饵活下来了 只是楼下挤满了丧尸 于清贤都不敢下楼去 生怕进去 就被这些丧尸踩扁了 虽然于清贤的个子不算矮 但他属于轻寿型的 本身就是个宅 真的要和那些丧尸推挤 肯定是推不过的 于清贤下到一楼 看着门外那些丧尸 就转身朝着别的方向而去 背面的街道上 并没有太多丧尸 于清贤就打开窗户 爬了出去 而那两个诱饵 似乎是暂时找了一个 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香气很稳定 说明那两人并没有动弹 不过也是 下面全是丧尸 怎么敢动呢 但于清贤就完全不在意了 他从后街走回 自己放心里香的地方 其实距离那条街并不算远 就隔着几百米的距离 但因为是个死角 再加上是一条小巷子 丧尸不算少 所以人类不会轻易 涉足这种地方 于清贤坐在行李 相上思考 主要是他不会说人话 不然可以就一下那两个人 从他们的口中套话 比如官方的大基地 建好了没有 华夏的大 总觉得 建造五个基地 肯定是不够的 最起码都得五个以上 所以 于清贤的弄清楚 这些基地的位置才行 异能者越多 那么人类活动的范围就越大 末世初期 他都能碰到这么多幸存者 等到人类逐渐能面对丧尸 那么他就不能乱来了 他没办法升级 也没有办法像石心语那样 逐渐变成人类的模样 就算蒙着脸上的伤口 也瞬间被认出 自己是丧尸 想要找到那对母女 于清贤觉得有些困难 虽然自己问他们 他们可能会说 但风险比自己去找更大一些 想到这里 于清贤想了想 还是算了 那可是异能者站队的人 杀丧尸如麻 自己凑过去 肯定是挨枪子的 算了算了 继续赶路吧 另外一边 两个少年躲在一个屋子里 看着楼下密密麻麻的丧尸 他们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会被当成诱饵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毕竟他们是原队长的人 副队肯定是不会让他们活下来的 但他们必须活着 他们还要去找队长 他们不相信队长就这么死了 就在两人思考 要如何从这么多丧尸的包围圈逃出去时 他们就听到了隔壁街道上 竟然响起了鞭炮声 不过算算时间 今天刚好是元宵节 但这是末世 怎么可能有人半夜三更放鞭炮啊 可这些丧尸 在听到鞭炮声之后 就朝着鞭炮声过去了 只是一封鞭炮的声音 并不能想多长时间 因此 第一封鞭炮声想完 丧尸还没有完全走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第二封鞭炮响起来了 甚至还有烟花 这可把两个少年惊呆了 末世中 竟然还有人不怕死 到底是什么神仙在放鞭炮放烟花 而此时被当作神仙的鱼青贤 看着眼前被他点燃的烟花 倒是觉得很漂亮 当他看到那些丧尸 从路边转过来时 就高兴地道大家 新年快乐呀 虽然可能上个月就已经过年了 那些丧尸朝着烟花过来 见这边只有一只丧尸时 也就不再继续往前 只是一排一排地站在街道上 看着鱼青贤放烟花 从其未可以感觉到 那两个幼儿已经移动了 看来丧尸都被他引过来了 鱼青贤从后面的纸箱里 掏出几串电子鞭炮 挂在了几只丧尸的身上 打开开关之后 鱼青贤就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离开 被挂上鞭炮的几只丧尸 瞬间就被别的丧尸淹没 鱼青贤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拉着行李箱离开了 自己把那些丧尸引开 是为了让那两个幼儿想办法逃走 至于到底能不能逃掉 那就不是他能管的事情了 可鱼青贤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两个幼儿竟然绕了一个大弯 头上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两个少年的背影鬼鬼祟祟的 似乎是在找什么人 鱼青贤盯着看了几分钟 才意识到这两个幼儿是在找自己 不是得救了就跑啊 跑过来找他做什么 鱼青贤觉得自己已经救过他们了 若是他们不想着逃跑 而是要来凑热闹的话 再次陷入危机中的话 他肯定是不会再管了 之前帮了人类 那么这次就不能再阻止丧尸进食了 他是很公平的 不过鱼青贤盯着那两人看了一会儿 发现他们的行动很敏捷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就算没有觉醒一能 但体数也绝对不差 两个人跨房顶就跟跳小水沟一样简单 这样子的人才 不会是主动来做诱饵的吧 第48章也太为难一只丧尸了吧 两个少年只看到楼下的丧尸 但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类 只有那几只丧尸身上 挂着还在闪光的电子鞭炮 少年有些疑惑 但他们也知道 此时不能在屋顶 还试得找办法找车子 这样才能在城里活下去 其实他们私心会不会是自己的队长 但现在看来 并不是 于清贤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 就转身离开了 很显然 他们并没有在脱离危险之后 第一时间离开这个地方 反而往内乘跑 那说明 做诱饵这个决定 是他们自己做的 既然是自找的 那和他就没什么关系了 于清贤转身下楼 到了一楼 骑上他的行李箱 朝着那两股气息消失的方向而去 差不多五点多的时候 天边已经开始泛白 于清贤忽然停在了路边 就这么安静地坐在行李箱上 等着日出出来 此时成边的房屋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倒塌了不少 周围一些藤蔓攀附在上面 微风拂过 绿色的叶子晃了晃 于清贤盯着那些叶子 忍不住起身走了过去 摘了一根 然后挂在自己的头上 于是这叶子就在他头上晃了 这让于清贤的心情 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 哦 我是曼阳阳村长 于清贤开口 说完这话 于清贤又去摘了很多 根插在头上 苦恼的曼阳阳村长 于清贤又倒 而在他胡闹的这段时间 天慢慢地亮了 于清贤以前的生活 总是日夜颠倒 确实很少看到过日出 之前在跨海大桥上看过一次 但于清贤原本就是为了看日出 才会去跨海大桥 从未像是今天这样 因为快天亮了 所以才等日出 于清贤看着慢慢升起的太阳 微风吹着 难怪很多人都想去旅游呢 这是于清贤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 自己真的在旅游 于清贤并没有把藤条摘掉 而是盯着这些绿叶子走 不过因为有太阳晒着 这些叶子在半个小时候 就蔫蔫的了 于清贤路过一个镇子时 发现这个镇子 是沿着河流的两边建的 他提着行李箱 从楼梯上下去 还能看到这个镇子末世前 应该也算是很热闹的 但是因为楼梯和一些护栏 确实阻挡了丧尸 从这个古镇中出来 于清贤提着行李箱往下走 看着那些晃晃悠悠的丧尸 这让他有那么一瞬间的犹豫 实在是这些丧尸 在刚刚那一瞬间 全朝着他看过来 要不是那些丧尸 瞬间对他失去兴趣 于清贤觉得自己 是不是误入末世前的世界了 如今的这些丧尸 应该是净化鬼子的了 对声音的反应 更加的敏锐和迅速了 当然 身上的衣服 破烂的也严重了不少 还有很多丧尸的身上 皮肉掉了一地 露出骨头来 甚至还有拖着内脏到处逛的 对于清贤失去兴趣的丧尸 又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 于清贤也只能尴尬地 对着他们点点头 这才顺着街道 拖着行李箱走 街道边上的铺子 因为没有打扫 已经落了灰 很多草木 从石头缝隙中长了出来 这让于清贤感觉到惊讶 只是三个月 没有人类的痕迹 这些草木就跟风了一般 可能是因为 如今的天气 对于这种植物来说 很适合生长吧 于清贤拿出相机 对着路边的那些漂亮的店铺拍照 这种河边的铺子 其实大多都是一些咖啡店 和一些酒吧 当然还有一些书店 看到书店时 于清贤毫不犹豫地就走进去了 店里看着很整齐 并没有任何凌乱 把台里确实有两只丧尸 但其中一只 已经倒在了地上 估计是死了 另外一只看着倒还健康 只是因为 这把台是封闭式的 需要开门才能进入 所以这两只丧尸 就在把台里 并没有出来 于清贤和他们说了一句打扰了 就提着行李 箱上了二楼 二楼的情况 就不怎么好了 毕竟是景区 也有不少游客 地上有不少血迹 不过已经发黑 看上去已经没那么恐怖了 于清贤把行李 箱放在了楼梯口 这才去看那些丧尸 有被分尸的人类的遗体 不过此事已经腐烂得不成人样了 于清贤并不在意 他很好心地 把在二楼乱转的丧尸 拉着下了楼 送他们出书店 也把那只被困在 把台里三个月的丧尸 也送出了书店 于清贤也不知道 这家店是不是这只丧尸的 但作为人类 作为一个成年人 是需要下班的 于清贤现在 只是送他下班而已 你现在可以下班去玩了 要是还想回来 就来门口站一会儿 我会给你开门的 于清贤道 他身上穿着这家书店的工作服 倒是很好认 但是下班了 还穿着工作服 合适吗 于清贤想着 给他换一身衣服的 结果一回头 那丧尸已经跑没影了 果然下班的 是人还是丧尸 都跑得飞快 他把书店里的尸体 全都搬了出房间 然后埋在了花坛里 虽然用花坛 做他们的坟墓 可能有些委屈他们了 但这也是于清贤 唯一能做的了 等他做完这些事情 都已经下午了 于清贤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 他为了安静地看书 都做了些什么 于清贤站在门口 看着偏西的太阳 他就转身进了书店 上楼后 看着空荡荡的二楼 他开始把散落在地上的书本 捡起来放在书架上 然后就去弄水 把整个书房打扫擦拭了一遍 等他处理完 天已经黑了 于清贤的视线 是不怎么受影响 但他还是去伸手 摁了一下开关 并没有任何变化 即便他也不需要睡觉 但他还是会忍不住 过几天就主动睡一睡 于清贤上楼之后 往椅子上一座 整个身体都趴在书桌上 瘫了一会儿 于清贤就拿出了 自己的充电线 连上了行李箱上的备用电源 想要给自己的手机充电 手机已经几个月没充电了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竟然没办法开机了 虽然这是很多年前的老手机了 很多APP和游戏都运行不了 但相册和聊天记录还能看 如今竟然不能开机 这让于清贤很着急 但又不敢随便敲他 生怕自己敲了 他真的坏了 虽然不能开机 却能显示在充电 于清贤觉得 自己要么找个人帮他修手机 要么就只能自学修手机了 但于清贤并不相信自己的技术 他的手机只有一个 并且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修得好 果然还是要找人帮他修吧 这 也太为难一只丧尸了吧 第49章 他需要前往下一站了 于清贤在纠结 是自己学修手机 还是找人修手机这件事上 一直纠结到了天亮 最后于清贤 还是选择自己学 既然想要自学 那么就需要看教程了 他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这种事情没有师傅带 感觉是很难学的吧 于清贤想 自己应该不会 学个十年八年吧 自己可以等个十年八年的 但自己的手机 肯定是等不了 于清贤此时着急的 框框撞桌 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专业 在末世完全用不上 于清贤看着 已经充满电的手机 却依旧没办法开机 这让他十分不解 既然能充电 为什么不能开机啊 他之前 还想着去弄一台电脑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都导入电脑中呢 结果手机开不了机了 不会是之前下大雪的时候 在低温中被动的吧 想想也可能 毕竟他用的手机 确实是会在低温下自动关机 完全打不开 但他现在是来到温暖的地方了 再怎么样 也应该开机了吧 于清贤把手机放在了桌上 伸手推开了旁边的窗户 刚好阳光洒了过来 于清贤转身 从旁边的书架上 拿了一本书出来 他就好像准备 在这个镇子定居了一般 早上看书 中午出去走走 还去饭店坐上半个小时 即便没人给他做饭 即便他也不需要吃东西 但有些事情 于清贤就是想那么做一做 毕竟游客都会这么做吧 于清贤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这才起身离开 他悠闲得 好像真的是一个游客 不需要口罩 也不会被人注视 更不会忽然有人冲上来和他搭话 当然 在末世前其实也不会 只是无论做什么 都需要和人交谈 这一点 确实让他很苦恼 毕竟他真的不擅长和人类交流 于清贤路过一家牙医店铺时 刚好风吹过来 他的长发飘起 这让他好像看到了些什么 停下脚步 他看向了那家牙医诊所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已经忘记了的事情 又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那个时候的他 其实已经二十岁了 一个成年人 应该有能力自己去看医生了 可他还像是一个三岁小孩一样 抓着妈妈的衣角 跟在他身后 因为看牙的时候 只有牙医和自己 妈妈坐在外面等着 医生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话 他就忍不住一直哭 这导致医生以为 是不是麻药失笑 太疼疼哭的 他只能忍不住捂着眼睛 和医生说 不要和他说话 现在想来 医生会觉得他有病吧 真是有些为难当时的医生啊 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 最后还让那位医生有些自责 果然 当人类真的是很累的事情 有像是他这样 不擅长和人类相处的 也有为了生计 不得不和各种类型的人相处的 于清贤凑了过去 趴在玻璃门上网里面看 里面并没有丧尸 而里面的很多设备 已经不见了 应该是被幸存者拿走了 不过也是 毕竟这些东西在末世 是很需要的 但也让于清贤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既然有幸存者来这里拿东西 是不是说明 这里会有幸存者来 自己不会有危险吧 于清贤转头 看向了河两边的路上 其实两边的丧尸不算多 大多都是聚集在路口的位置 因为路上时不时的 会有车辆经过 这些丧尸 就会聚集在路口 所以 于清贤从台阶上下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全是丧尸 于清贤夺步回了书店 又花了一下午 拿着充满电的相机到处拍 有时候拍屋子 有时候拍河流 也有拍丧尸的 还有拍花朵的 总之 肯定不是他生前会做的事情 于清贤在这个镇子住了五天 从镇子的头 一直走到了镇子的尾部 虽然这种镇子 已经充满了商业气息 甚至可能 曾经在网络上经常被吐槽 但忽然安静下来 看着却很漂亮 于清贤拉着行李箱 站在镇尾 抬头看着飘过白云的蓝天 几只鸟哇哇叫着 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 于清贤微微一笑 他需要前往下一站了 对着镇子挥挥手 也不知道下次来 这个镇子 会不会回到人类的手中了 于清贤又骑上心爱的行李箱 继续往前走 估计再往前 就能看到官方基地了 也不知道是多远的距离 又走了三天 于清贤来到一个小镇子上时 发现这个镇子里并没有丧失 这让于清贤瞬间就明白了 这里已经属于人类的地盘了 不过因为没人居住 显得异常的安静 于清贤小心翼翼地闻了闻 确定这个小镇中并没有人类 这才找了一个高楼爬上去 然后用望远近观察远处 终于让他在地平线上 看到了一个黑点 只是因为距离很远 在于清贤的眼中 就只有一个黑点 不过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下 还能看到这座城 足以说明 这城墙是很高很大的 这让于清贤 对新建的幸存者基地 更加地好奇了 可是想要接近幸存者基地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当然 对于人类来说 看到基地 那就是看到生的希望 所以要怎么接近 人类的新家园呢 毕竟有人的地方 才会有修理电器的 但修手机的人 应该有活着的吧 于清贤现在恨不得 化身为一个活人 然后冲去基地里 修好手机 拖得时间越长 修好的可能性就越低吧 于清贤想着 果然是要从零开始学吧 这让于清贤急地 在屋里团团转 而就在他着急的时候 他闻到了属于人类的香气 这让他一惊 因为人类在靠近 于清贤吓得 捏手捏脚地躲在房间里 好在这些人类 并没有上楼的意思 似乎还是做什么暗中交易 说什么基地 往东方向50公里 有个黑市 那里交易什么都可以 但是因为交易的东西太多 不受官方保护 但盛在黑市里的人 技术都很强 像是改装车子 还是买热武器 都可以 因此 受到不少异能者站队的保护 时不时地帮忙 清理周边的丧尸 当然 这个黑市一般受药品和食物 于清贤听到这些人的话之后 有些意外 既然是黑市 那么自己蒙着脸 不出声 只拿平板打字出来给对方看 应该是可以的吧 再说了 药品和食物 他去拿的话 很方便的 只是基地的东边50公里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算了 有方向总是好的 于清贤小心翼翼地 看着楼下的几辆车 似乎是在交易什么 于清贤就蹲在楼上 听着他们的交易 原来是交易经合 等到20分钟后 这两方人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于清贤确定 他们离开之后 才下了牢 不过他刚准备离开 就发现脚下一张纸 这似乎是那个地方的位置 于清贤想都没想 直接捡起来揣兜里 第50章 他可不想自己升区 再确定了他要去的地方 于清贤就没有再犹豫 只是他不知道 在他离开后 不到20分钟 一辆车开了过来 车上的人下来到处找 都没有找到那张纸条 不是掉在这里了 车上也没有啊 不会是被风吹跑了吧 其中一人不解到 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能丢了呢 如果真的是掉在了这里 那肯定是还在原地 不可能有人捡走的 不可能吹跑了 但这个地方什么人会来啊 弄丢了地址的那人也很郁闷 这才20多分钟 怎么可能有人刚好从这里路过 然后捡走呢 而此时捡走了别人 纸条的于清贤 当然不知道 那些人又回来了 他骑着自己的小行李箱 跑得飞快 具体的地址他知道了 从他这个地方绕过去 得200公里 不过对于于清贤来说 倒也不算远 就算要穿过满是丧尸的城市 对于别人来说 确实很危险 但对于清贤来说 并不算困难 但重要的是他这皮肤颜色 于清贤准备装点一下自己 至少让自己看上去没那么恐怖 于清贤难得地找了化妆镜 仔细看自己的脸 许久没看自己嘴上裂开的痕迹 于清贤此时才认真地观察 裂开的地方 似乎是被自己的手指硬生生撕开的 这导致他左边的脸完全豁开了 削柔并没有腐烂的迹象 这让于清贤有些意外 毕竟很多丧尸已经开始腐烂了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冬天的原因 还是冬天前暴晒的原因 总之不少丧尸腐烂得很严重 于清贤这几个月都不看自己的脸 其实也是怕这个问题 但如今看来 好像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只是天气热了起来 他还是得处理一下自己脸上的伤口才是 就算不疼 但万一苍蝇在他脸上吓子 然后长他一嘴蛆虫 那可就不好了 于清贤觉得戴口罩 确实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不过还是先把自己的脸缝起来好了 于清贤去医院到处转悠 终于找到了手术用的阳长线 只是不知道 这阳长线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吸收 要是不吸收 那他不是白白选择了阳长线 于清贤纠结完之后 就用阳长线先把脸缝起来 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没那么吓人 花了半个小时 于清贤才把自己的脸缝得像样子 就连自己手腕上的爪印 于清贤也拿绷带紧紧地缠绕起来 他可不想自己升区 毕竟升区了 他肯定是要一条一条地弄出来的 太麻烦了 于清贤其实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直到他从旁边拿了一本人照片的书过来比对 才发现自己的眼睛确实有问题 原来他变成了丧尸 确实有美化自己的滤镜在 自己这双眼睛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活人 思来想去 于清贤还是觉得 把自己包圆了才行 但把自己包得太严实 会很让人怀疑的吧 果然 作为丧尸有方便的地方 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可于清贤又不能不去修手机 最好是 能把这些东西 全都转移到新手机上就好了 这样 他以后就可以自己处理了 于清贤还是选择了包得严实一些的穿法 换上了长裤长袖 不过因为是薄薄的打底衫 既能遮住他的皮肤的颜色 也不会显得他 好像一个笨蛋 乐天穿很多衣服 然后戴上口罩和渔夫帽 于清贤整个人看上去果然像人了 他虽然是丧尸 但变成丧尸之后 运动能力 可比当活人的时候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毕竟现在 爬二十层楼都不带喘气的 确保自己的外表看不出破绽之后 于清贤就该想一下沟通的问题了 首先就是语言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说的是人话 哪里知道 其实自己说的根本不是人话 那么于清贤就要怀疑自己写的字 人类能不能看懂了 所以自己写的字 于清贤也不敢肯定了 既然不能确定自己写的字 人类到底能不能看懂 那么果然还是不能写字了 于清贤先拿了一个平板 充满电之后开机 就翻出了备忘录 打完字之后 又让系统语音念一遍 确定自己打出来的文字 确实是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之后 于清贤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自己的脑子没坏 想要表达的东西 还是和人类一样的 既然能打字交流 那么他就不用担心 对方问自己话时 不知所措了 准备好一切之后 于清贤就朝着那个黑市的方向而去 但于清贤 其实还是有些担心的 毕竟自己一个人 万一被人盯上呢 算了 死就死吧 反正已经死过一次了 称死胆大的 万一很顺利地把手机修好 那他就赚了 总之 无论是哪一种结局 于于清贤来说 都不算差 于清贤没有去过黑市 他在背包里放了几盒消炎药 和退烧药 以及止疼药 这种药品 在漠市应该很重要吧 总之 他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要是没死在黑市人手中 他也没那个勇气 再来第二次了 他28年 不对 马上29年的勇气 全都堵在这一刻上了 等他到了地方之后 发现这个黑市是在地下的 并且 这个地下黑市 还是在基地安全范围外的 因为10公里外的小镇上 还有不少丧尸 能在这里开黑市的人 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于清贤其实很怕被搜身的 只要碰他一下 就能感觉到 他全身冰了 已经凉了 好在门口 守着的两人看到 于清贤时 也只是稍微多看了一眼 毕竟于清贤这外形 一看就是个女孩子 还是独身一人的女孩子 确实不常见 但也放他进去了 入口处有灯 不知道是从哪里接的电 还是发电机发的电 总之进入之后 并不算昏暗 于清贤顺着通道往下走 差不多两分钟后 于清贤的眼前豁然开朗 发现这就像是一个地下街道一样 人虽然不多 但确实各种铺子都有 于清贤不知道修手机要找什么人 但他扫了一圈 看向了一个 比较像是搞电子设备的地方去 因为这家店铺的柜台上 放着一些手机和对讲机 于清贤走了过去 伸手敲了敲柜台 这才把自己的想法 输入到平板上 那人抬头看向于清贤手中的平板 然后开口修手机啊 现在都不怎么用手机了 用的这种新型通讯器 距离远 能适应如今的磁场 要不要换一个 于清贤摇头 他不需要和谁联系 他只想修好手机 第51章 他就只是不想活着而已 那店主见于清贤摇头 也就没再推销 而是让于清贤把手机给他 至于为什么于清贤不说话 而是打字给他看 这店主并不在意 毕竟不会说话的人 在末世虽然少 但也不代表就没有 敢一个人来这种地方的 都不是什么擅长 修手机倒是不难 不过你准备用什么付款 男人又道 只是修手机这种事情 在基地里也有人能做 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来 于清贤闻言 从自己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盒退烧药 放到了他的柜台上 这核药完全就是没有拆封的 这让男人眼珠子 都差点掉在这核药上 要知道 就算是基地里的异能者 都不会整核药整核药的往外给 要知道 如今市面上的药并不多 虽然官方也在紧急处理这一情况 可末世后 所有植物和水都被污染 想要制造新药 那么 药草这方面 就是最难解决的 而能拿到的药 已经被异能者站队 还有官方拿完了 一些大城市的医院里 确实没办法进去 所以于清贤 直接就拿出一盒退烧药 无意像是末世前 拿出一斤金子 往别人桌上放养 男人瞬间 就把药拿走 然后倒放心 我保证帮你把手机修好 并且帮你改造的 能适应如今的磁场 至少还能用个五年十年的 于清贤虽然不相信男人的话 也没有反驳 男人见于清贤没开口说话 就当他默认了 甚至还给于清贤 提了一个凳子出来 让他坐 于清贤也坐下了 至于周围有没有人看他 他并不知道 这渔夫帽 是真的很好用 不但可以挡住自己上半张脸 也能挡住别人的视线 于清贤坐在椅子上 从行李箱里 拿出一本书看着 按照老板说的 修手机需要一两个小时 只要他坐下 瞬间就不显眼了 真是不知道你的 纸条好好的揣在口袋里 竟然会掉了 我哪里知道 确实都怪我 不然咱们 也不会耽误这几天 另外一个声音立马回答 语气带着一丝歉意 因为他们耽搁了几天 好东西已经被买走了 不过好在这些东西 并不是一次性的 后续还有 而他们已经预定了下次的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两人说着话 就走出了这个地下黑市 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 但架不住于清闲的耳朵好用 而且 他们身上的味道 确实和前几天 闻到的味道一样 足以说明 他口袋里的那张纸条 就是这两个人掉的 但于清闲依旧低着头 都不愿意抬头 看着两人一眼 纸条是他捡走的 但还肯定是不会还的 他什么都没听见 也什么都不知道 等到那两人离开后 他又继续低头看书 差不多两个小时后 这维修店的老板才开口 手机已经给你修好了 虽然外观变了样子 但里面的内容并没有变 运行内存和固有内存 也扩大了很多 至少三五年内 不用担心内存会用光 于清闲听着老板的话 就伸手接过了自己的手机 他的手上戴着防晒手套 也就看不出他手上的颜色 于清闲打开手机检查了一下 爸妈和自己的聊天记录 还有各种照片 确实并没有任何丢失 当然 修手机这种事情 对于这个老板来说 并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之前他在基地里的时候 也经常遇到 有人想要修手机 像是自己的父母 爱人孩子 都在这次的灾难中丧生 所以 想要让手机重新开机 自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于清闲确定自己的手机 虽然换了个样子 但里面的东西并没有缺失 这才对着老板点点头 把书放回行李箱 平板和手机放回背包里 他并没有在这个地方久留 转身就离开了这个地下黑市 倒是那个老板 对着于清闲的背影 挥手下次 若是还想要修什么东西 记得来找我啊 于清闲想了想 回头又走了过去 用平板打出文字 来给这个老板看 老板一看于清闲 想要官方建造的 几大基地的位置 倒是拿出了一份地图给他 这份地图就免费送你了 上面有官方基地的信息 每个基地都在招收强者 我看你很不错 随便去哪个基地 肯定是很乐意收你的 老板自顾自地说着 于清闲拿过地图 发现这地图 更像是一块电子屏幕 原来人间三个月 科技竟然瞬间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想到这里 于清闲又拿了一盒消炎 要放在桌上 然后转身离开 任由身后的老板怎么叫他 他都当作没听到 这次装人成功 让于清闲松了一口气 但不代表这次成功 下次也能成功 于清闲总觉得 自己这次的成功 已经花了他一辈子的幸运了 于清闲坐在行李 向上往北边去了 此时的他 已经确定了 官方基地的位置 并且这份地图 确实让他方便了很多 不至于两眼一黑 于清闲把地图 本放到背包里 然后打开了手机 里面都是爸妈 给他发的消息 还有各种照片 他的爸妈 确实很喜欢旅游 当然 是因为他不喜欢出门 所以他们就出门旅游 拍各种各样的照片给他看 看到自己爸妈的照片之后 于清闲愣住了 因为爸妈 确实把很多地方的景色 都拍给他看了 但他那个时候 从未真的去看过 爸妈拍来的景色照片 更多的注意力 都是在自己的爸妈身上 也很少会主动去问他们 今天看了什么 于清闲 看着自己爸妈 最后一次发来的照片 是他们出车祸的那天凌晨 发来消息和他说 要去看国内最早的太阳 之后就没有了消息 他那天甚至都没有 第一时间接到电话 于清闲是一个 除了爸妈电话 谁的电话 都不接的人 甚至很多时候 爸妈和他联系 都不会给他打电话 因知道他不会接 所以他是警察上门的时候 才知道爸妈去世的消息 而那个时候 他的手机上 有好几个 没有备注的未接电话 可不知道为什么 在知道爸妈去世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多少难过 甚至觉得好像解脱了 毕竟他活下来的动力 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爸妈 他有爱他的爸妈 家庭条件也算不错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患病了 于清闲并没有任何不堪的过去 也没有黑暗的记忆 但他就只是不想活着而已 第52章 不如养一条狗来的亲热 于清闲看着妈妈发来的消息 是三年多前的凌晨两点多 那也是妈妈发过来的 最后一条消息 宝宝 妈妈和爸爸去看最早的日出 给你拍照片哟 于清闲很少会看这些聊天记录 他生来就感情淡薄 就算是面对爸爸妈妈 他的感情也淡得让人害怕 就像是爸妈的亲戚说的一样 生他下来 不如养一条狗来的亲热 而他也是这么觉得的 因此爸妈去世之后 他就不再和那些亲戚来往了 也不知道爸妈的那些亲戚 有没有人还活着 想到这里 于清闲收回思绪 他都到这个地方了 那么就去看看爸妈想去看的 最早的日出吧 于清闲确定了 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又开始轻松了下来 以前都是爸妈拍风景给他看 那么接下来 就让他给爸妈拍风景看吧 他要去看爸妈没看到的日出 去看爸妈看过的风景 于清闲也很想试着 去理解爸妈对他的爱 他也想去爱爸妈 确定了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于清闲倒是没有那么着急了 他点开了那个老板给他的地图 然后开启了导航 这份地图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充电的 总之他左右前后看了 并没有充电口 只是薄薄的一张 比他的平板还薄 他输入了要去的地方 显示距离3000公里 于清闲听到这个距离的时候 忍不住又确定了一下地图 确定自己没算错 3000公里 按照他如今这种日夜兼程 也要走上一个月吧 再加上最近他这慢腾腾的动作 估计得走一个多月 之前到这里能这么快 完全是因为石心雨的原因 现在他自己一个 肯定是到处晃悠凑热闹了 不会那么着急赶路 毕竟旅游这种事情 又不是做任务 不能赶着去做 不然就不是放松了 当然 赶车赶飞机除外 自己的妈妈就经常和他说 因为早上起床起不来 而耽误了飞机 于清闲记得当时自己和他说 既然早上起不来 那就不要订早上的票 订中午或者下午的 但是自己的妈妈却说 就得那个时间点的飞机才行 于清闲不解 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时间点的飞机才行 这种心情 于清闲觉得自己 一辈子都不会理解了 行李箱沿着路边往北走 他并没有打算走直线 虽然走直线很快 但他还打算沿着边缘走 总之 绕远路就能避免遇到人类了 如今已经三月份 他和石心雨 还约着秋天去秋色湖看风景呢 因此 也不能太耽误时间 不然等他去了 这湖又被冻上了 那可就没办法了 一想到这里 于清闲就把行李箱的速度提高了一档 不过于清闲也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这末世的物价 确实是有些让他搞不懂 一盒药就能让他拿到一个新手机 并且内存特别大 确实就算他天天拍照 一天拍一千张 也能拍个六七年的 只是他有相机 不用手机拍照 于清闲点开了相机 但是是前置摄像头 当他忽然看到镜头中的自己时 是有些意外的 于清闲的手机中存着几万张照片 那都是爸妈拍的照片 他很少拍照 更不要说自拍了 虽然他给石心宇拍了不少照片 但他们并没有合照 怎么说 也是给他拉了三个月行李箱的老牛 等秋天的时候 跟他合照一张好了 想到这里 于清闲对着镜头比V 拍下了他28年多里的第一张自拍 于清闲看着镜头中的自己 灰扑扑的皮肤 那只有瞳孔的眼睛 看上去并没有一丝水润 之前他也觉得戴美瞳 应该可以挡一挡自己这奇怪的眼睛吧 但他发现 这美瞳戴在眼睛里没一会儿就被风干了 所以 他就放弃用美瞳来装饰自己的眼睛 不然他隔个五分钟 就要往自己的眼睛里滴眼药水 再加上 他又不是真的要去人群中生活 所以 没有必要折腾自己 不过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 不要让苍蝇在他身上有任何的停留 这苍蝇可是很能见缝插针的 就算是活物 它都能在那些动物的身上缠卵 更不要说自己这具尸体了 特别是他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所以 就算自己的身体里有蛆虫在蠕动 他也感觉不到 想到这里 于清贤觉得自己是不是得 泡个药语看看了 万一呢 于清贤想到这里 就转个弯去了市里 然后找了一个洗浴中心 确定澡堂之后 就去医院拿药去了 当然是各种杀虫药 然后于清贤完全泡在药水中 只露出一个脑袋 岸边有不少内服的打虫药 虽然这些打虫药 肯定是会对身体有损伤的 但对于于清贤来说 完全不算什么 毕竟他现在其实只是一具尸体了 只是因为丧尸病毒 让他没有像一具尸体一样腐烂而已 但虫卵就不一样了 就算是丧尸虫 也经受不住自己这么大剂量的杀虫药吧 于清贤喝完两大瓶 就把自己沉入澡堂在水里 睡了半个小时 但这水面上并没有飘出虫卵 或者蛆虫什么的 这让于清贤安心下来 还好 他身上没有虫卵 也没有蛆虫 从这澡堂出来 于清贤还去洗了个头 当然 他用的桶装水 原本以为他的头皮一扯就掉 好在只是他的错觉 头发还很牢固地粘在他的头皮上呢 以后还是要小心一些 可别让苍蝇靠近自己 于是泡了药育的于清贤 带着一身的杀虫药的味道 就离开了洗浴中心 随着天气渐渐热起来 那些丧尸周围也开始围绕着苍蝇了 只是不知道 这些苍蝇是丧尸苍蝇 还是普通的苍蝇 当然 无论是哪一种 总之是苍蝇就很讨人厌 还有蚊子 可能是于清贤身上 还有浓重的杀虫药的味道 总之那些沾满别的丧尸一身的苍蝇 都是绕着他飞的 于清贤看到那些避开他的苍蝇 都有些震惊 于是就凑了上去 果然 并不是他的错觉 苍蝇就是避开他的 于清贤这里跑一下 那里跑一下 看着那些避开他的苍蝇 露出了嘚瑟的表情 这一下总不会有苍蝇来粘着他了 只是于清贤这嘚瑟的模样 映入了另外一只丧尸的眼中 那只丧尸站在路口 盯着于清贤 于清贤感觉到视线 立马回头 就看到了一只丧尸站在路口盯着他 那只丧尸 穿着一身绿色的运动服 不过这衣服上有黑色的痕迹 那应该是血迹 高马尾已经有些松散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只丧尸也是红眼睛 红眼睛 高级丧尸 第53章 不会是要收编自己吧 从石兴雨那边知道 自己的脑袋里没有金盒 他就没有那么担心 别的丧尸会盯上自己了 但此时于清贤还是有些紧张的 他脑袋里没有金盒 但背包里有一颗呀 还是一颗三级丧尸的金盒 这只高级丧尸 不会是看上了他背包里这颗金盒吧 但这颗金盒不是他的 他还要还给石兴雨的 总之先沟通一下 那个 请问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于清贤开口 主动打了招呼 于清贤觉得自己 真的在社交这方面 迈出了很大一步了 他真是太勇敢了 那只女丧尸 听到于清贤的话 往前走了一步 于清贤惊地退后了三步 很明显 这只丧尸听得懂 对于低级丧尸 竟然能和高级丧尸沟通 这只女丧尸 确实对于清贤产生了兴趣 虽然这只女丧尸 一开始 确实是冲着这只小丧尸 背着的那颗金盒来的 当然 至于为什么低级丧尸的背包里 会背着金盒 这些对于这只女丧尸来说 并不重要 他只想拿到这颗金盒而已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只小丧尸 竟然能和他沟通 怎么说 他也是这些野蛮丧尸中 朝着智慧方面进化的丧尸 确实舍弃了一些战斗能力 可在这种世界 光战战斗力不长 脑子也是活不下去的 至少他亲眼见证了一只 等级比他还高的丧尸 死在了人类的手中 而那个时候 他才开始进化 因此他意识到 就算再厉害 没有脑子 也是抖不过人类的 所以 他选择放弃一些战斗力 朝着智慧丧尸的道路进化 当然 想要进化为智慧类丧尸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就是 作为低级丧尸的时候 就已经能思考 这样才能渐渐地 往智慧类丧尸进化 当然 这只女丧尸 此时还没办法思考 太深入的问题 比如 为什么这只低级丧尸 竟然能和自己搭话 于是他 直接开口 我想要你背包里的金盒 于清贤对于这么直接的丧尸 也是没有想到的 就连那个消极 感觉很直接的丧尸 都会先试探一下 这只丧尸倒是好 直接就开口要了 不过这让于清贤觉得 这只丧尸这么直接 倒是很好说话 但 抱歉 这颗金盒不能给你 这是别的丧尸的 于清贤回答 他们主打的 就是一个真诚 是吗 那真不好意思 那只女丧尸开口 两只丧尸 就这么隔着大马路对望 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贤也没有感觉到 任何尴尬 要是对面是个活人 于清贤可能就会觉得很尴尬 我要抢了 女丧尸开口 她能感觉到 于清贤背着的那颗金盒很特殊 能量都比普通的金盒强很多 既然要了不给 那么她就只能抢了 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这只丧尸竟然这么直接 虽然有智慧 能沟通 但并不是像石心语 或者萧姬那样 更偏向人类的思考方式 怎么说呢 就算这只丧尸有智商 但也偏向强者未尊的想法 那就是想要 就凭借实力去抢夺 于清贤伸手摁住了背包 自己真的和这只丧尸打起来 自己能坚持几秒 她盯着这只女丧尸 一动不动 也没有开口 若是可以 她是不想和丧尸 还是人类起冲突的 无论是当人 还是当丧尸 她都想当一个善良的人 或者丧尸 像自己的爸妈一样 别人提起的时候 都会说 他们夫妻两人很温柔 当然 她做的事情 也不求回报 只是她想那么做而已 不过 这颗金盒 她不能给这只丧尸 女丧尸确实是想要抢的 在丧尸世界中 也没有爱护别的丧尸 这种想法 毕竟只有自己强大起来 才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怎么能让食物 比自己更强大呢 可被眼前 这只小丧尸盯着时 女丧尸有了惬意 就好像面前这只小丧尸 并不是一只普通的丧尸 而是一只强大的 让她无法生出 任何反抗的想法来 甚至想要转身就跑 可她却能看出 这只丧尸身上 散发着的警惕 这两种奇怪的气息 竟然能集中在一只丧尸身上 女丧尸此时有些思考不能 完全不理解 这是为什么 于清贤见那只女丧尸 忽然就退后两步 还以为对方要冲过来抱走她 想都不想 提着行李想转身就跑 而那只女丧尸 也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贤忽然就跑 还以为是于清贤 看到了什么危险 也立马跟着于清贤跑 但这动作 就让于清贤觉得这只丧尸 果然还是要抢这颗金盒 要不还是给她算了 等到时候见到石心雨 再给她赔礼道歉好了 毕竟不能因为一颗金盒 让自己被打吧 两只丧尸一前一后 跑了十分钟 于清贤终于忍不住 回头问她 你就这么想要这颗金盒啊 女丧尸也有些意外 忍不住反问 不是遇到了危险吗 一句话 让于清贤直接停了下来 她回头看向了那只女丧尸 就指了指她危险就是你啊 你要来抢 所以我只能跑了 女丧尸也没有想到 原来这只丧尸跑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要抢她的金盒 但现在她可以确定 要是自己真的要硬抢 肯定是抢步不过的 所以她放弃了 可从这只小丧尸的口中可以知道 她好像对自己的能力并不清楚 不抢了 只是这金盒你不吃吗 女丧尸问于清贤 丧尸想要变强 自然是吃人或者金盒 当然 要是能吃异能者 那就再好不过了 毕竟丧尸也可以变异 也可以激发异能 他们丧尸属于高等生物了 不吃 这是别的丧尸的东西 于清贤摇头 虽然知道 要是把这金盒啃了 应该不会崩崖 但这是食心语的东西 给她吃 完全就是浪费了 她不想变强 也不想永生 只是这话 明显面前的女丧尸并不了解 所以 为什么这金盒 在这只小丧尸的手中 为什么小丧尸不吃 而且 这附近并没有别的比较强的丧尸 所以 你为什么不吃 女丧尸又忍不住问了一遍 因为这是别的丧尸的 所以我不能吃 于清贤也不嫌烦 又回答了一遍 那只女丧尸微偏头 然后就朝着旁边的丧尸过去 直接把那只丧尸的头盖骨给掀了 从里面熟练地掏出了一颗金盒来 随后她捏着金盒走了过来 吃 我给你的 女丧尸的 于清贤看着她手上满是脑浆的金盒 又看向了这只女丧尸 她觉得自己 好像被对方当小妹了 不会是要收编自己吧 第五十四章 所以你完全不想变强 于清贤自然是不会吃的 不用了 谢谢 你自己吃吧 于清贤松手 行李箱就落在地上 说完这话 她转身骑上了自己的行李箱就走 但女丧尸也没有想到 于清贤会拒绝自己给的金盒 就要追上去 把金盒往于清贤的嘴里色 这让于清贤一惊 不是 丧尸界竟然还有给孩子礼物的 但这也太粗暴了 不过看上去 年纪应该比自己小一些吧 还穿着运动服 穿着也比较青春 虽然不像高中生那么年轻 但手指上还有残存的美甲片来看 那应该就是大学生了 当然 也可能已经是工作的人 换上了运动服在锻炼 高级丧尸的身上 并不会留下任何伤痕 除非直接杀死 不然高级丧尸的恢复能力很强 可以说 丧尸病毒对于人类来说 确实属于进化了 那女丧尸听到于清贤说不吃时 也有些意外 既然那颗高级丧尸的金盒她不吃 那么 自己弄的这颗金盒 为什么也不吃 这是自己给她的 低级丧尸向高级丧尸臣服 或者表示忠诚的方式 自然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 所以 女丧尸瞬间就明白了 那颗金盒 是别的丧尸进贡给面前 这只丧尸的 但她却觉得 金盒是别的丧尸的 或许面前 这只小丧尸 是因为并不算完全的智慧性丧尸 因此不知道这金盒能吃 当然 于清贤并不知道 这只女丧尸是怎么想的 要是知道 估计也懒得和她争辩什么吧 既然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走了 于清贤见 这只女丧尸不说话 就对着她挥挥手 启动行李箱 继续往前去 女丧尸见这只小丧尸 动不动就跑 又追了上去 她不理解 为什么于清贤 要做这么慢的东西 还有于清贤身下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而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这只丧尸的速度这么快 当然 从事星宇的角城 就知道高级丧尸的速度 肯定是比普通人还快的 但她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你既然有智慧 那就是智慧型丧尸了 你本身的速度 应该比这破箱子快吧 女丧尸追了上来 她甚至都只是快步走 就跟上了于清贤 于清贤文言 有些疑惑地看向 这只女丧尸 破箱子 你知道这个行李箱多贵吗 竟然说她是破箱子 算了 可一只丧尸讲人类的价值观 就是她的不对了 所以 你的速度很快吗 于清贤抬头看着旁边的那只女丧尸 忍不住问 无论怎么看 她都觉得石心宇和肖记的等级 都比眼前这只女丧尸要高 那么 那两只丧尸的速度 应该更快吧 想到这里 于清贤 就想到自己都跑出去十多分钟了 但还是被石心宇和肖记追上 看来他们的速度确实很快 当然 不然你觉得 人类的车子 为什么会加固加厚加重呢 女丧尸说着 伸手就先翻了旁边的一辆车子 震惊于清贤一整年 原来高级丧尸这么强 失敬失敬 不过也是 人类那边有顾挽轻量的强者 丧尸这边要是太弱 那战力就清斜了 末世里 不可能一只独秀 而是一场生存考验 胜者才能活下去 强者不一定能胜利 但胜利者一定强 于这场生存考验而言 于清贤就像是一个旁观者 游离在两者之外 其实于清贤之道 若是丧尸知道 他拥有人类的意识 必然会除了他这个异类 而人类之道 丧尸中还有他这样存在着人类意识的丧尸 必然也会毫不犹豫地斩杀掉 作为人类的时候 就无法融入人类的世界 果然作为丧尸 也无法融入丧尸的世界 于清贤看着那翻倒的汽车 又看向了这个女丧尸 当然 也仅限于这种车子 像是大一些的车子 我肯定是掀不了的 这个时候 就需要破坏这些车子的轮子了 让人类的车子失控 女丧尸接着给于清贤解释 于清贤听到女丧尸的话 忽然想到了那个异能者站队的车子 车轮都是特殊的 原来并不只是防止压倒钉子 这种坚硬的东西 也是因为丧尸知道破坏车子的轮子 也能让车子停下来 想到这里 于清贤终于意识到 这只丧尸是在教自己如何捕食人类 不是说丧尸之间 并没有互帮互助这一条的吗 为什么这只女丧尸 竟然会教她捕食 于清贤只是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女丧尸倒是体贴 直接把于清贤从行李箱上拉了下来 于清贤被迫把行李箱关停 她被那女丧尸 拉到了一辆车子的面前 试着推翻车子看看 女丧尸道 但这一句话 确实让于清贤觉得 完全就是天方夜谭 一辆小汽车最起码都有一吨多重 要自己把这种小轿车掀翻 简直太胡来了 但她看着女丧尸 那一脸认真的模样 也觉得自己若是不去掀一下 都有些不太好 于是她上前 用尽了全身力气 也只是微微把车子 抬起来了一个轮子而已 不过只是稍微离的 就又贴地了 于清贤并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来战胜这辆车子 女丧尸见于清贤 真的没有办法掀翻一辆车子 就有些意外 可她从这个小丧尸的身上 感受到了那种 不容她反抗的威压 丧尸无意但俱威 这也是为什么高等级的丧尸 能号令低级丧尸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这些丧尸一条心 而是因为本能让他们这么做 可她明明这么弱 那股强大的压迫力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女丧尸盯着于清贤 却见这只小丧尸 并没有因为她没掀翻汽车 而有任何的沮丧 所以 你完全不想变强 女丧尸不解地问于清贤 既然这只小丧尸属于天生的高级丧尸 为什么不利用这种天赋 若是她努力 岂不是能变成更强大的丧尸 当然 要是这只小丧尸变得强大 那么 自己也就只能俯首称臣了 可自己也没有办法杀了对方 若是对方感受到威胁 那种让她害怕的威压 就会瞬间袭来 再说 她原本的目的 也就只有 这只小丧尸身上的那颗金盒而已 既然这颗金盒拿不到 那么她只能去找别的办法提升自己了 于清贤有些意外 因为这并不是丧尸第一次和她说这种话 石星鱼也说过 她不明白 丧尸不是自己越强越好吗 为什么还指望她 这只小若鸡变强呢 不想 既然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于清贤摇头 对于变强 她并没有兴趣 让一个对活着都不感兴趣的人 变成丧尸后还变强 这就好像 让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去帮大学生考工一样 她不想成为统帅所有丧尸的丧尸王 也不想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现在的她 只想看看风景 然后慢慢腐烂 第55章以后 有机会再见吧 于清贤见那只女丧尸 并没有跟上来 确实松了一口气 前一会儿让她吃金盒 刚刚又让她闲车 要是再在这个地方带下去 估计这丧尸妹妹 就要带着她去突袭人类了 虽然她也不是没杀过人 这么一想 于清贤觉得自己对杀人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抗拒 至于为什么会用枪 甚至枪法不错 也是因为当初写小说的时候 实在是不知道要如何描写 所以就亲自去试试了 但于清贤也没有想过 真的会用到 不过她看着站在原地不动的 那只丧尸妹妹 就对着她挥挥手再见了 以后有机会再见吧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于清贤觉得 以后再见的可能性 肯定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于清贤和这只女丧尸道别后 继续北上 而那只女丧尸也没有跟来 毕竟自己不留在这个城市 对于那只高级丧尸来说 是好事 丧尸想要升级 那么就会有争斗 不只是人类 丧尸之间也有 于清贤其实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些高级丧尸 看上去性子都很不错的样子 也没有冲上来 就先她的头盖骨 而且还很好说话 她觉得丧尸的生存 其实也不比人类的生存压力小 双方的压力都是一样的 人类要防着别人的算计 而丧尸也要担心 自己会不会被别的丧尸盯上 于清贤拿着手机 回头对着那只女丧尸的方向 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收起手机揣在包里 于清贤此时真的很想联系到石心语 自己背着这个定时炸弹 实在是太让丧尸害怕了 要是下次遇到的 并不是这种通情达理的丧尸 于清贤肯定是 护不住这个金盒的 于清贤这么想着 但也没有真的想要 把这个金盒扔了 其实于清贤 从来没有这么有责任感 像是以前爸妈和她说的那些话 即便她已经答应下来 但不一定就能好好地做好 只是她怎么说 也是拿着别人的东西 得想办法 还到对方的手中才是 于清贤一直和石心语说 背包很重 这个金盒很重 并不是在开玩笑 身上带着别人的东西 就是很重的 这么想着 于清贤忽然从背包里 拿出了自己的伞来 撑开之后扛在肩上 挡住了头顶的阳光 丧尸感觉不到冷热 但怎么说呢 他们还是肉身 只要是肉身 那么就还是有弱点的 于清贤看着周围的丧尸 也都往阴影之下挪去 就知道温度上来了 只是北方的春天 温度也这么高吗 于清贤这么想着 就拿出手机看看 发现温度有27度 他手机的时间 也被那个老板 调到了正确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他以后也不用猜 今天是几号 又是周几 果然 才三月份 原本三月份的北方 应该是没有这个温度的吧 看来确实是变了很多 就好像南北两边的温度 对掉了一半 原本此时还冷得 让人打抖的北方 竟然在三月份 就有夏天的温度了 不过这对于清贤 并没有什么影响 于清贤往北 又走了20多公里 耳朵一动 就听到了车声 如今的车子 加固加重之后 于清贤能在更远的地方 就听到了车声 于清贤立马就按停了行李箱 拉着行李箱 就往一边的村子里躲 差不多三分钟后 一对车队行驶了过来 于清贤并不知道 车上的人到底强不强 但能从河基地里出来的人 肯定是很强的 于清贤看着这对车开过去 就拿出地图查看了一下 前方也有一个大城市 比他中午过来的 那个城市大得多 算得上是北方 也比较有名的大城市 像是G市一样 不过距离它 还有一百多公里 于清贤忽然就想到了G市 那边也是有很多 异能者站队出没 所以前面的S市 也会有很多异能者站队吧 也不知道这个城市 现在安不安全 他再三思考之后 就准备从边缘的地方绕过去 实在是这个S市 就横在他要去的那个方向 左右都没有办法避开 显然看到这些幸存者 倒是让于清贤有些担心 随着漠视的时间越来越长 人类的异能者 也会越来越强 他看风景这件事 好像就变得有些困难了 于清贤坐在行李箱上 看着手中的地图 其实他往左边去 还能顺便看看古都 但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于清贤看着古城上扶着的几个大字 其实要说意外 也有些意外 但要说不意外 也不算意外 毕竟这个地方 才曾经是很多朝代的都城 因此 就算是末世 这个地方也不可能 变成丧尸的天堂 才是 只是能在这种满是丧尸的地方 建造一个基地 果然是真的很厉害 虽然于清贤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古都了 但看到 人类能在这种满是丧尸的地方 建造起基地 心中还是忍不住肃然起敬 果然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国家都很坚强 于清贤心里想着 是不要过去了吧 但是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去了 就算是变成了丧尸 于清贤也改不了人类拥有的吃瓜体质 虽然他是社恐 但生前也是个网络冲浪高手 吃瓜凑热闹 是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包括于清贤 从于清贤这个地方过去首都 倒也用不了几天 但于清贤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五天后再次见到人类 会是在这种人类和丧尸交战的时候 于清贤能知道对面的是人类 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些制服 熟悉的颜色 光是看到就会肃然起敬 至于丧尸这边 无数的丧尸正在围攻首都基地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则是一只高级丧尸 这只高级丧尸比于清贤之前 见过的所有高级丧尸都要强 就连迟钝的他 都能从这只丧尸的身上感觉到威胁 于清贤原本只是准备路过 但是身后的丧尸往前冲 倒是推推挤挤挤的 差点把于清贤踩得上 这让于清贤不得不提着自己的行李 向上楼 整个首都很大 而只有那古代宫殿被圈了起来 以那个地方为中心 慢慢地往外围蔓延开 而外城的丧尸 自然是要想办法进入基地 享受美食 当然 于清贤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些丧尸身上 也不在那些和丧尸战斗的军人身上 而是那只站在高楼上的丧尸 第56章写上杀尸凶手 于清贤从没在任何人 或者任何丧尸身上感受到对方很强 对方很危险这种感觉 所以 石心宇和他说过晚情很强时 他确实感觉不到 但现在 于清贤清楚地感觉到了 这只丧尸很强 就像是那种天生的第六感 忽然给他的感觉一样 于清贤现在知道 这只丧尸很强 甚至让他有一种 只要这只丧尸想 就能屠杀掉任何人 看着屋顶上的那只丧尸 于清贤是想要避开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清贤想都没想 就下楼从另外一个方向走 而在于清贤收回视线的一瞬间 楼顶的那只丧尸 瞬间就感觉到了什么 他朝着于清贤的方向看过去 因为刚刚有一束目光 让他后背发亮 就好像被什么强大的上尉者看了一眼 撤退 这只丧尸一挥手 对着那些朝着人类基地 进攻的丧尸吼了一声 就连最前排的丧尸 都听到了自己王的命令 于是刚准备大肆进攻的丧尸 忽然像是潮水一般退去 这让前排的那些军人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他们还是紧背着 万一这些丧尸又卷土重来呢 丧尸退走了 顾婉晴刚接到通知 说是有一只高级丧尸 一手创造了尸巢 刚赶到首都基地 却听到丧尸撤退了 是 十分钟前刚退走 已经半个月了 这是第一次丧尸撤退 至于原因 现在还在调查 旁边的一个穿着军装的人 看到顾婉晴 立马就变得十分严肃起来 他对顾婉晴的态度很尊敬 很显然 顾婉晴的军衔比他高 顾婉晴听着他的话 伸手从他手中接过报告 最近几个月里 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过很多 像是那只不吃人的丧尸 以及跟在丧尸身边的 那只高级丧尸 他一个星期前 和那只丧尸打了一个照面 但那只不吃人的小丧尸 并没有跟他在一起 而且 那只高级丧尸 看到他的时候 似乎很意外 原本是准备袭击他们的车队的 但落在他车子的前车盖上 和他对视一眼之后 瞬间就跳走了 这让顾婉晴有些意外 毕竟高级丧尸顾婉晴 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每次都是大战一场 虽然他这边的人 确实会有损失 但已经是 在他尽力的范围之内了 更不要说 这只高级丧尸 算得上是他遇到的丧尸中最强的了 但对方放弃了攻击他们车队 这让顾婉晴很疑惑 不过具体的原因 顾婉晴不知道 也不可能把那只丧尸抓来询问一番 他现在的任务 是杀死这只统帅尸巢的丧尸 虽然说巢巢的发生原因还不明确 各基地也经历过一些巢巢 不过都不算严重 只是首都基地这边 半个月都被丧尸连续围攻 这就不正常了 顾婉晴翻看那些照片和报告 照片上的人影很模糊 但明显可以看到 对方并不是人类 而是丧尸 也就是说 就是这只丧尸 造成近半个月 源源不断失潮的原因了 嗯 我知道了 之后的事情 我会去找上层说的 顾婉晴拿走了资料 对着那人道 说完这话 他又停下 转身从口袋里 逃出一盒巧克力扔了过去 辛苦了 顾婉晴道 那人闻言 立马站直身子 对着顾婉晴敬礼 送走了顾婉晴 至于他身后的那些人 对顾婉晴并不知晓 为什么他们的队长 会对一个十分年轻的小姑娘 这么慎重 于清贤发现 丧尸撤退的时候 还有些意外 毕竟那么多丧尸 于清贤都觉得这只丧尸王 是不是要把整个基地都攻陷下来 但是在这种时候 忽然就撤退 确实让于清贤有些不懂 毕竟马上就要天黑了 白天撤退 于清贤还能理解 毕竟温度太高 丧尸的活性就会降低 但夜间就完全不一样了 夜间的丧尸 不只是视力运动能力 还是听力之类的 都会翻倍 这让于清贤想到了 蝙蝠猫头鹰之类的动物 总之 夜晚才是丧尸进攻 人类基地最好的时间 但这只丧尸王竟然放弃了 于清贤虽然好奇 但也没有去深究 他总不能去找 那只丧尸王询问他 为什么忽然就撤退了 于清贤上了一栋 特别高的大楼 即便于清贤知道没电 可还是忍不住去摁了一下电梯的按钮 但随着电梯运行的声音 让于清贤感到意外 这栋大楼的电梯竟然能运行 也就是说 这栋楼都是有电的了 电梯门在于清贤的面前打开 里面躺着几具丧尸的尸体 于清贤也没有介意 直接提着行李箱走了进去 然后摁了顶楼的按钮 电梯果然在运行 于清贤蹲下身子 仔细去检查那些丧尸是怎么死的 当他看到丧尸的额头上 有子弹留下的弹孔时 想到这里 于清贤忽然抬头 看向了电梯里的那个摄像头 于清贤立马站起身 爬上了自己的行李箱上 伸手就把这个摄像头给扯掉了 既然电梯能运行 那么这个摄像头是不是也能运行 虽然于清贤确定 这栋大楼里没有活人 可若是 这栋大楼里的摄像头 有人在观察呢 毕竟这并不是在安全区 但偏偏这栋大楼却有电 当然 也可能是于清贤多心了 但他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他把摄像头扔到了地上 而电梯也在这个时候停下 一开门 于清贤拖着行李箱走出轿箱 就看到了远处的基地 当然 他勉强能看到里面的建筑 而周围则是高高的城墙 并不是原来皇城自带的 而是这三个月里新建的 以他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城墙起码有20米往上那么高 能在三个月里 敢建出这么高的围墙 果然是很有东西的 于清贤往旁边的位置过去 巨大的玻璃栈道 能让他看清楚 下面和周围的一切动静 也包括那只让他感觉到强大的丧尸 于清贤完全没有想到 对方会追着他来 但奇怪的是 于清贤并没有太多的紧张 他看着电梯的数字在跳动 随着数字渐渐变大 然后电梯盯的一声停下 从轿箱里走出了一只丧尸 这只丧尸看上去也很年轻 身上穿着一身连体的工装 模样不错 但并不是于清贤熟悉的 高级丧尸的红色眼睛 这只丧尸的眼睛 是金色的 就像是那种猫眼睛一样 还是树童 于清贤拿出手机 对着他拍了一张照片 要是这只丧尸要杀他 他也要留下一串字 在这张照片上 写上杀尸凶手 第57章 谁输谁赢 还真不能确定 但很显然 这只丧尸似乎也很警惕他 在于清贤对他拍照时 他竟然下意识地捂住额头 很显然 这只丧尸 知道丧尸的弱点是什么的 但很可惜 他手里的只是一个手机 而不是手枪 虽然他也有手枪 可用手枪 很难杀死高级丧尸 毕竟他们的速度很快 这只高级丧尸 鉴于清贤把手机收起来 那双金色的眼睛 闪过一抹疑惑 很显然 这是一只丧尸 还是一只看上去 没什么战斗力的丧尸 可为什么 他的动作和行为 都和人类很像 甚至还能使用人类的工具 两只丧尸就这么面面相去 于清贤不确定 这只丧尸 对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所以 于清贤并没有主动示好 也没有开口说话 而那只丧尸 似乎也不想搭理于清贤 就这么盯着他 于清贤见这只丧尸 看了他三分钟 也没动手 就往后退了一步 那个 请问有什么事吗 于清贤还是准备 先打破这层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贤觉得自己 变成丧尸之后 都变成射牛了 每次遇到丧尸 都是自己主动答话 这都是什么事 而这只高级丧尸 听到于清贤主动和他沟通 也没有太惊讶 能让他产生威胁感的丧尸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至少整个城里的丧尸 都听命于他 二级三级 甚至四级丧尸 都自愿臣服于他 他变成丧尸的第一天 就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虽然他不记得 自己以前的记忆 但也知道 人类是他的食物 而他是凌驾于 所有生物之上的 并且 这基地中 有他想要的东西 可惜 他试了很多办法 在这三个月里 都没有办法攻陷这个基地 就连狮巢都拿这个基地 没办法 而于清贤的出现 对于他来说 就是来和他抢那东西的 既然对方主动沟通 显然也是觉得自己厉害 你来这里 也是来拿那东西的 男丧尸开口 于清贤听到他的话 脑袋上冒出一个问号 他不是很懂 这只丧尸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 于清贤好奇 他不知道什么东西 值得这只丧尸 统帅那么多丧尸 围攻这个基地 而面对于清贤 那一问三不知的模样 男丧尸很显然 是有些意外的 既然你不是来这里 拿那东西的 那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男丧尸又问 这只丧尸很奇怪 从外形看 他无疑是一只 最低级的丧尸 但从威压来看 他明显是一只高级丧尸 甚至能让他感觉到压力 足以说明 他真的很厉害 这也是 他选择主动 接近这只丧尸的原因 若是他们联手 说不定就真的 能拿到那个东西 他不介意分对方一半 但现在看来 他并没有感觉到 那东西在基地中 来旅游啊 于清贤老师回答 不过这个丧尸 完全就没有那么好沟通 自己问他 那东西是什么东西 他却不回答 这只丧尸听到 于清贤得到话时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来旅游 丧尸 旅游 对啊 不过你刚刚说的 那东西是什么呀 于清贤又问了一遍 男丧尸见于清贤 果然是不知道 就到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我能感受到 那东西 就在那个基地中 很吸引我 他说的话确实是实话 因为他能感觉到 这个基地中有一种东西 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 让他感觉很舒服 所以他想要得到这东西 于清贤听到男丧尸的话 就回头看向了基地那边 有东西吸引他 没感觉 完全没感觉 而此时的基地中 却紧张起来了 因为首都出现的 那只能号令丧尸的高级丧尸 自然是让所有人都戒备起来了 所以 首都几座能观察基地的大楼 都刻意通了电 为的就是 能启动大楼里的监控 之前拍到的那张丧尸的照片 就是从监控中发现的 时隔十多天 他们又再一次发现 有高级丧尸触发了电梯 只是这次不止一只 而是两只 第一只因为戴着帽子 甚至还拉着行李箱 因此感觉不太像丧尸 最重要的是 监控还被对方拆了 所以他们断定 第一个肯定是人类 并不是丧尸 丧尸不会做这种行为 只是什么人 竟然能不走安全通道 而是去了丧尸最多的地方 要知道 当初为了连通这几座大楼的电路 可是损失了不少人 可以说 去做这个任务的小队 就从来没有想过活着回来 事实也是 即便是穿了特制防暴服 这些小队也没有人回来 但他们完成了任务 自然是英雄 对于这个人类 他们虽然好奇 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人类拆了监控五分钟后 乃至他们一直想要找的丧尸 竟然也出现在镜头中 所以他们找到了 那个人类的行踪 只是因为 监控拍不到那个人类的模样 对方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此时 顾婉晴和温庆生 也走进了监控室 跟在两人身后的是裴宇安 他瞥了一眼监控 随后就靠在了门边 并没有说话 裴宇安也没有想到 一个多月 他还能看到那只小丧尸 不过看他的样子 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了 一般人估计也看不出来 这是一只丧尸 能让他这么做的原因 难道是因为 他想要装人类 裴宇安 过来看看 这只丧尸的强度 顾婉晴看到监控中的那只丧尸 就回头看向 靠在门边的裴宇安 这是裴宇安的异能 当然 具体的功能 裴宇安并没有完全坦白 不只能看出这个人 有没有感染丧尸病毒 甚至能看出 这只丧尸的强弱 吃过的人类多还是少 总之 这个异能确实很强 裴宇安文言 就走了过去 这只丧尸 五级网上 属于丧尸王等级的丧尸 裴宇安隐瞒下了 于清贤也在的消息 顾婉晴文言 又指了指旁边的那个 全身都是黑色的人 人还是丧尸 顾婉晴问 裴宇安却没有开口 顾婉晴见裴宇安不说话 也不勉强他 裴宇安这人就是这样的 得他高兴了 才会说真话 平时说出来的话 十句理性 两句就足够了 不过在这种事情上 裴宇安倒是不会说谎 要是自己和这只丧尸打起来 谁输谁赢 还真不能确定 第58章都是他佩服的人 顾婉晴也没有想到 丧尸进化得这么快 他之所以异能比一般人强 那是因为 他19岁时就觉醒了异能 三年多前的那个半夜 因为几颗陨石落下 导致那一夜发生了很多事故 而他也是那次事故中的幸存者 只是他运气比较好 活了下来 虽然活下来了 可他的脑袋却疼得厉害 身体中有一种奇怪的能量 摸什么什么坏 最后没有办法 他只能被关在实验室中 只能通过各种仪器 来疏散他身体中 这种足够让他爆炸的能量 当然 那个时候 他遇到了温庆生 也是和他一样 在事故中活下来的 温庆生和自己一样 也是在末世三年前 就觉醒了异能 而温庆生的异能很特殊 顾婉晴几乎不会让他使用 毕竟 用一次会伤害身体 并且如今的末世 还用不到他的异能 于清贤此时并不知道 他们的行踪已经被人发现 他有些疑惑的是 这只能统领群师的高级丧尸 竟然会被官方基地里的东西所吸引 但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他并感觉不到 不过于清贤也没有阻止 这只丧尸的意思 那你加油 祝你成功 于清贤下意识到 只是说完这话 他忽然反应过来 要是这只丧尸成功了 那岂不是基地要破 想到这里 于清贤又回头看了看 那固若金汤的基地城墙 又觉得 想要攻陷 应该不太可能 你控制狮巢攻击 这个基地多久了 于清贤还是想要问一问 他毕竟 只在小说和电影中 看过狮巢围攻基地 如今亲眼看到 倒是有些好奇了 毕竟那些电影和小说里面 很多基地很容易被攻陷 所以他想知道 这只丧尸 率领着那么多丧 围攻这个基地多久了 半个月 这只丧尸倒是老实 直接说了具体时间 于清贤一听 像是今天这样的狮巢 围攻了半个月 都没有打到人家基地大门口去 心中对人类战士 佩服的五体投地 要是自己还活着 然后瞬间到达基地 是不是也能好好活着 嗯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毕竟基地里的幸存者 也是需要劳动的 特别是现在这种末世初期 很多东西 都需要从头再来 自然是很有可能是 官方基地的统一分配食物 为了确保每一个人 都有东西吃 估计也是鼓励 所有人都去工作干活的吧 于清贤一想到自己 这懒惰的性子 那还是算了 毕竟他住着老小区 但屋里的设备 全都是十分现代化 不喜欢西碗 所以有洗碗机 不喜欢扫电 所以有扫地机器人 不喜欢麻烦 所以 洗衣机都是清洗烘干一体的 果然 他这二十多年 前二十五年 因为爸妈的原因 他几乎很少动手做事情 怎么说呢 失去了各种高科技产品 于清贤本人就是一个废物而已 想到这里 于清贤有些无奈地笑了 果然能在末世中 努力活下去的人 都是十分勇敢的人 都是他佩服的人 于清贤忽然就沉默下去 让对面的丧失有些意外 在他看来 于清贤这种丧失 想要混入人群中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吧 当然 对于他来说 还有些困难 刚刚出电梯的一瞬间 他确实差点把这只女丧失 认成人类了 因为他实在是太想人类了 我们合作 可以吗 男丧失开口 主动和于清贤提合作 不好意思 容我拒绝 于清贤淡定拒绝 和丧失合作 无非就是 一起统领丧失去攻击的 于清贤并不会阻止这只丧失王 但也不会跟着他去攻击人类 他又不是变态 于清贤说完这话 一手拉着行李箱 一手拿出地图查看 确定这栋大楼 确实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所以在这栋楼上 确实可以俯瞰全城 于清贤本着来都来了 怎么说也要看够 听说这栋大楼 原先是需要门票才能上来的 现在都不需要门票 而且 这个城市的风景 其实并没有被破坏太多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 于清贤还真没有试过 他上这座高楼 不只是为了看一看 现在人类现在的基地 也是准备来看一看风景的 顶着来都来了的想法 于清贤当然也打算 把这个城市的地标建筑 也好好地看一遍 反正有这只丧失王 吸引人类的活力 他就成了一只 超级普通到处乱逛的丧失了 那只丧失看着于清贤 竟然拒绝了 这有些疑惑 毕竟这个基地里的异能者也多 若是多吃几个 他们会变得更强的 可是这个基地里的人类很美味 以你的实力 应该能搞定这个基地里 最强的异能者吧 那只丧失不死心 继续道 若是这只丧失 能帮他把这个基地里 最难搞的异能者处理掉 那么就是帮大忙了 但要是他被异能者杀死 那么自己 就能少了一个竞争者 现在他看上去 像是对自己不感兴趣 但万一他饿了呢 即便他看上去性格很温顺 也可能只是吃饱了而已 于清贤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在这只丧失的眼中 竟然能搞定 这个基地中最强的异能者 大哥 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于清贤伸手拍了一下 这只丧失的肩膀 然后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想象力很不错 让他去搞定基地里 最强的异能者 怎么不说 让他立马搞定 人类和丧失之间的关系呢 于清贤甚至觉得 后者好像更容易实现一些 说完这话 于清贤收回手 坐在行李箱上就开始移动 这栋大楼上 应该有不少监控吧 要是真的有人类 能看到这个监控 那自己是不是也被监视了 算了 自己这全副武装的样子 倒也不担心被人认出来 应该没有熟人在看监控吧 不过他好像也没有熟人 算了 看就看了 我身边还有一只丧失王呢 谁敢来 而于清贤完全猜中了 正在看监控的那些人的想法 即便这个人看上去 和那只高级丧失似乎有关系 但他们谁都不敢轻易 派人前去这座大楼 坐在椅子上的那人 看到这一幕 就转头看向了顾婉晴 顾婉晴见他看向了自己 就一摊手不好意思 我还有别的任务在身上 我的任务是死也要保护好这人 你问问他同不同意我去 说完这话 顾婉晴还是折止裴宇安 他已经够忙了 正是全国都被他跑了一趟 但正因为有些事情 也只能他去做 他自然是没办法拒绝 虽然裴宇安并没有说 另外一个到底是人还是丧失 但顾婉晴百分之一千可以确定 另外一只是丧失 不吃人的丧失 遇见一只已经够当传奇的了 第59章 我的保镖 并不外界 而那人听到顾婉晴的话 视线就转向了裴宇安 裴宇安只是歪头对着他一笑抱歉 我的保镖 并不外界 那人一愣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看样子 石巢今晚不会来了 告诉民众 暂时解除危险 今晚好好睡一觉吧 顾婉晴知道没自己什么事了 就对着他们挥挥手 转身离开了监控室 裴宇安和温庆生也跟着出去 只剩下监控室的人面面相去 不过顾队说的对 今晚没有失朝了 一直让民众待在地下 确实不合适 虽然如今的天气已经不冷了 但一直待在地下 确实不适合 因此 半个月以来一直都生活在地下的民众 终于回到了地面上生活 于清贤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他拿出来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手机 进入了这个基地的信号范围内 收到了基地发的消息 一级警备解除 今夜暂时不会有丧尸进攻 大家可以安心地睡个好觉 于清贤看着这条短信 有些意外 原来这个基地的幸存者 这半个月都居住在地下 还真是辛苦呢 不过对于他这种宅 居住在地下 倒是一个新鲜的感觉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回头看向了 跟在他身后 慢悠悠走着的男丧尸 不过 你今天为什么忽然撤退了 之前于清贤就好奇这个问题 既然都坚持了半个月 为什么忽然撤退了 丧尸又不会累 被打死也没感觉 要是按照这种强度 一直攻下去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把这个基地攻下 当然 这是在运气非常好的情况下 不然以他生活的 这个国家的人来说 肯定是会有人愿意 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别人的人存在 说不定会有异能者想办法 来和这只丧尸同归于尽 所以 给人类喘息的机会 也是给这只丧尸机会 只是丧尸不会想到这一点 他们只会想办法咬到一口活物 不是你的警告吗 让我不要再进攻人类的基地 男丧尸开口 虽然于清贤确实没有说 但他确实感受到了威亚 总之 他知道这个时间点 不再适合进攻人类的基地 于清贤闻言 就觉得 这只丧尸胡说八道的能力可真强 果然不是所有的丧尸 都和石心语一样好沟通交流 你真的是个很容易幻想的丧尸 而且 当时我什么话都没说 反倒是你太酷了 所以我就看了一眼离开了 于清贤回答 他可没有说过 不要攻击人类基地这种话 那丧尸听到于清贤的话 也愣住了 明明他已经感觉到了 可他竟然不承认 算了 人类基地随时都能进攻 总之先搞清楚 这只丧尸来这里 到底是做什么 说来旅游 打死他他都不相信 所以与于清贤说的话 这只丧尸是不相信的 于清贤也不在意 这只丧尸信不信 总之从这里俯瞰整个城市 倒是于清贤从未体验过的 他看过这栋楼的介绍 头顶有露天的阳台 只是电梯不能直打 因为这个地方属于很多 有钱有权人的私人场所 所以几乎没有照片流传出去 于清贤看着大楼上的标识 通过楼梯往楼上走 踏上台阶的时候 于清贤就感觉到了风吹来 于清贤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了旁边 这才背着包包着 相机上了楼顶 等到上了顶楼 于清贤才感觉 这风大的有些过分了 不过楼上确实有几只丧尸摇摇晃晃 他们身上还穿着华贵的衣服 于清贤一想到 自己以前为了写小说时 疯狂查这些衣服的牌子 就是为了让自己小说里的有钱人 不至于透露出作者本人的穷酸 现在一看 好吧 还不如服务员身上的制服质量好呢 那服务员身上的衣服 还完好无损呢 那些有钱人身上的衣服 已经腐朽了 于清贤无视了那些丧尸 走到了边缘的位置 然后往下看了一眼 从这里摔下去 肯定是尸骨无存了 好高 于清贤看得都快有恐高症了 他收回自己探出去的脑袋 然后回头看向了那些摇晃的有钱人丧尸 果然他这样的平民 是无法理解这些有钱人的品位 请问在这种大风吹的楼顶吃饭 热乎乎的饭都不到一分钟就冷了 来这里吃饭的人 都喜欢吃冷饭吗 想到这里 于清贤又摇摇头 应该不会 只是因为现在是漠视了 所以天气有问题吧 怎么说也是有钱人所享受的地方 冬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应该接待客人才是 所以不可能真的露天 那就应该加热防风的手段的 只是因为现在是漠视 所以才任凭冷风吹 于清贤找了一个椅子 把服务员身上的马甲脱了下来 从柜台上拿了一瓶酒 直接就往椅子上一道 用马甲擦了擦 而于清贤擦凳子的时候 眼神瞥到了他倒空了的那瓶酒 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但他把沾了酒的马甲一扔 抓起酒瓶自己看了看 还翻出了手机仔细对比 果然 是他写进小说里的那瓶死贵死贵的酒 男女主初次见面时 女主一口气惯下去 价值三百万的酒 虽然有比这种酒还贵的酒 但那些大多都是只有一瓶的 并不合适 像是这种限量各位数 并不算真的绝版的酒 他才能在大结局的时候 用同样的酒做结尾 他一辈子都买不起一瓶的酒 就被他当擦凳水用了 但是这么贵的酒 为什么就随便放在那个距离 他很近的玻璃柜里啊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转头看向了那个玻璃柜 这好像是展示柜 并不是放酒的柜子 也就是说 这瓶酒是放在这里做展示用的 表示这个地方的高柜 算了 都漠视了 这一瓶酒 可能还不如一个面包珍贵呢 他可惜的鬼啊 想到这里 于清贤又捡起马甲擦椅子 所以这瓶酒发挥了擦凳子的最后的功效 不然他就烂在这楼顶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想了想 就把别的酒倒入了这个酒瓶里 然后又放回了那个柜子 三百万的酒 怎么说就这么到了 还真是让于清贤有些心虚 不过好在 现在没人看见 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摄像头的吧 怎么说 来这里的人都是一些权贵 若是有视频流传出去 那可是大问题 虽然没有摄像头 但有只丧尸 把于清贤的动作 全都看在了眼里 他不知道这只丧尸 为什么一惊一乍的 还要往桌子下面钻 左看右看的 这个地方可是失潮的中心点 自从上次人类闯进来之后 他就让大部分丧尸围住了这个地方 因此 人类想要闯进来 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在怕什么 第六十章 你肯定是没看过 于清贤回头就看到那只丧尸 站在楼梯口看着自己 虽然可以看出一些 这只丧尸 总是喜欢异想天开 但现在 那双金色的眼睛看着自己时 竟然带着一丝嫌弃 不是 你偷看别的丧尸 还露出嫌弃的表情 是几个意思 于清贤看了他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椅子上的酒 很快就挥发了 于清贤也不管他 直接摊在了椅子上 此时的头顶 并没有任何的遮挡 他竟然在大城市 看到了天上的银河 这让于清贤很惊讶 毕竟星星 只有他小时候在乡下见过 不过 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他都不记得了 于清贤盯着天上的星星 就拿出相机 拍了几张照片 这个地方 在末世前 也能看到这么漂亮的星空吗 毕竟普通人 只能看到那些路灯和霓红灯 虽然很多灯也很漂亮 但于清贤觉得 但凡是发光发亮的东西 都是在燃烧自己吧 当然 这种想法并不算对 可像是这样 坐在椅子上随意地看星星 放在自己身前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清贤难得不想 和那只丧尸计较 对着他招招手快过来 那丧尸听到于清贤的话 就朝着他走了过去 也不知道于清贤要做什么 而他自然是没有于清贤讲究 那种满是灰尘的椅子 这只丧尸就直接坐了下去 于清贤见他在自己的身边坐下 就指了指 天空星空很漂亮吧 你肯定是没看过 丧尸闻言抬头看向了天空 他并不知道于清贤在开心什么 但总之 就是觉得他很开心 很一般 丧尸道 于清贤听到这话 忽然觉得自己 好像在那里也听过差不多的话 哦 对了 待时星宇看日出的时候 时星宇也说 那漂亮的日出很一般 于清贤也不在意 毕竟他不能勉强一只丧尸 懂得欣赏风景 就像是丧尸 也不能勉强他去啃一头生牛 于清贤肯定是做不到的 所以 他不勉强勉强这只丧尸 你有名字吗 于清贤拍了几张星空的照片 就问这只丧尸 变成丧尸之后 就忘了身为人的一切记忆 自此之后 就以丧尸的想法活着 人类是食物 而丧尸 就是为了吃活物而存在的 没有 那只丧尸道 即便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但想法于清贤是完全搞不懂的 是吗 我有名字 于清贤道 那只丧尸文言看向于清贤 于清贤也不在意他的眼神 更像是自言自语 我的名字是我爸妈后来改的 主要是因为 我这个人不喜欢接触人类 就喜欢待在家里 所以就给我改了现在的名字 至于以前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于清贤的声音不大 甚至因为风声太大 旁边的丧尸 都没听到他后半截说了什么话 当风停下时 丧尸终于从他风吹落下的头发下 看到他那张脸 他笑着道 那我给你取个名字吧 叫你阿爷怎么样 随你 丧尸即便在这种时候 也不会有任何感动的情绪在 他接受 只是因为 眼前这只丧尸比他强大而已 因此 这支方圆几百公里内 所有丧尸都惧怕的丧尸王 因为于清贤的一句话 就有了一个名字 于清贤看完了星星 还顺带给一只丧尸王取了名字 还蛮有成就感的 只不过于清贤发现 这些高级丧尸 真的有些黏人 不对 是瞻尸 一直到天亮 阿爷也没有离开 明明之前统绿丧尸围攻基地的 结果现在 就跟他坐在这里看了一晚上的星星 然后又跟着他看日出 顶楼上还有一个花园 早晨的阳光从远处照射过来 橘色的 这让于清贤想到了橘子软糖 嗯 等会儿去找找看 哪里有橘子软糖好了 虽然他尝不出味道 但忽然就想吃橘子软糖 倒是成了于清贤的执念 他也没问阿叶 哪里有橘子软糖 不过商场里应该有吧 于清贤下了大楼 然后朝着商场而去 好在这个地方很繁华 什么东西都有 于清贤在找橘子软糖 阿叶就跟在他身后 这让于清贤想到了石心语 当初的石心语 也是这么跟着自己的 丧尸其实是属小狗的 怎么这么喜欢跟着自己走 在半个小时后 于清贤找到了橘子软糖 还是最贵的那种牌子 于清贤色了一颗在嘴里 果然没什么味道 还是不难吃不好吃 他看着阿叶 就站在一边看着自己 就递了一颗过去吃嘛 阿叶对人类的食物 并不感兴趣 不过还是接了过去 他塞到嘴里 嚼了嚼 吐了 难吃 阿叶道 于清贤并不意外 要是人类的食物 对于丧尸来说是好吃的 那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就好像是 自己做熟的饭菜一样 跟炸了粪坑一样臭 于清贤在这个城市待了两天 就准备离开了 这两天 阿叶一直跟着他 虽然对方可能是丧尸王 但在于清贤的眼中 是一只挨妄想的小狗一样 果然不能给任何活物取名字 叫上几天 就会对这活物产生感情了 当然 于清贤对阿叶 也只是 像对小狗小猫一样 只是 这个感觉 估计也只有于清贤才能体会到 毕竟阿叶是丧尸王 对于人类来说 是残暴的生物 我要接着北上 不留在这里了 你慢慢折腾吧 于清贤在城边上 给阿叶道别 而阿叶并没有和于清贤道别 也没有跟来 他就像是于清贤初见他时 蹲在高楼的楼顶 眼神淡默地看着眼前 于清贤也不在意 阿叶是否能看到他 不过还是对着阿叶的方向挥挥手 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他还能活着 如果能见面的话 阿叶看着于清贤真的离开之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本以为 这只丧尸 是来和他争那东西的 可并不是 他不理解于清贤的想法和做法 不过阿叶从于清贤那边学到了一点 就是 不再组织丧尸围攻基地 果然 只要他不让丧尸围攻基地 那么那些食物 就会主动出来 不过这次的食物 给他的感觉很强 这倒是让阿叶更加的慎重了 果然 越高级的丧尸 在面对危险时就越敏锐 若是他继续让丧尸围成 说不定这个强大的食物 会主动攻击他 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 第61章 还能给你遮遮太阳 于清贤并不知道 自己在这个城市待了几天 会让这个城市中的基地 得到喘息机会 不过无论如何 做决定不攻击基地的不是他 所以 以后结果如何 和他都没关系 于清贤坐在行李箱上 又继续北上 因为偏到这个地方来 花了他半个月的时间 在4月1号这天 于清贤眯着眼睛 看着平地起的大龙卷 这让于清贤有些震惊 不是 为什么自己的国家里 会有这么大的龙卷风啊 沿海城市应该会经历 但这可是北方 距离海边可是有几百公里 即便他此时距离这个龙卷风还算远 但他现在已经站不住了 这龙卷风 应该是从海上吹过来的 毕竟随着风下来的 还有无数的雨水 他坐在行李箱上 被风吹着滑行了几百米后 终于反应过来 找个地方躲避一下了 他并没有经历过台风 所以 在看到台风的时候 还蛮震惊的 于清贤躲到了屋子里 拿出相机拍照 要说丧失对于人类来说是漠视 但对于于清贤来说 如今这冲天而起的龙卷风 才更像是漠视 风声和雨声拍打着窗户 劈啪作响 于清贤放下相机 坐在屋里的沙发上 窗户玻璃 因为雨水 已经看不出外面的风景 甚至外面的风声也大的 好像整个世界就他自己一样 但于清贤却久违地感觉到安心 每次下雨 于清贤都会有这种安心的感觉 以前也没有深究过 为什么下雨天会感觉到安心 不过现在他知道 自己并不是因为下雨而安心 而是因为下雨时 他在屋里而安心 不用风吹雨淋 当然会觉得安心 于清贤就这么窝在沙发上 听着外面的风吹雨打 直到一个小时后 于清贤感觉自己脚下的地面都在晃动 就好像是地震一般 不过于清贤知道 这并不是地震 而是龙卷风靠近了 于清贤刚凑过去 想要看看外面的情况 一只丧尸鸟从窗前飞过 随后是一只丧尸狗 看来龙卷风已经接近这个小镇子了 北方很多地方都是大平原 导致这龙卷风卷着就过来了 并没有太多的阻碍 当然 于清贤也不知道 这屋子挡不挡得住这龙卷风 水泥建筑 应该能撑住吧 毕竟又不是木头房子 于清贤也就没有离开 只是不知道 这窗户能不能撑住 他想法才落下 这窗户瞬间就碎了 巨大的风吹了进来 把屋里的那些轻飘飘的东西 全都卷了起来 于清贤压着自己的帽子 长发被风吹得啪啪打脸 这风可真大啊 于清贤个子不算特别高 但也不矮 只是他本人是属于偏瘦类型的 每年春天大风期 六级以上的风就能把它掀翻 于清贤想了想 就把自己的帽子摘了下来 放在背包里 先把自己的行李箱绑在沙发上 然后用窗帘把自己也绑在了沙发上 愿凭大风吹 于清贤就挂在那沙发上 屋内还有大部分墙面挡风 但外面的丧尸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 甚至有丧尸被风卷了起来 从于清贤避难的屋子的窗户边上飞了过去 哦 于清贤从来没有想到 那种电影里出现的场景 竟然真的出现在他眼前了 那只丧尸飞过去的速度很快 若是他是人眼 可能是感觉就一个黑影飞过去了 还好 他是丧尸的眼睛 看得十分清楚 大风持续了半个小时 于清贤甚至从行李箱里 把手机拿了出来 趴在沙发上露窗户外面的情况 万一又来一只丧尸飞过去呢 而于清贤的运气很好 龙卷风是从他隔壁的几间屋子刮了过去 所以卷起了好几只丧尸 从他的窗户飞了过去 之后 风声逐渐变小 应该是龙卷风吹了过去吧 屋里的动静也慢慢安静了下来 于清贤这才解开了身上的窗帘 他转身走到窗前 然后看向了后方 此时那巨大的龙卷风 已经变弱了不少 果然越靠内陆 风的威力就越小 要是按照他刚产生时的强大 估计这些水泥房屋 都会连地基一起拔起来 于清贤抱着相机 对着那龙卷风酷酷 就是一顿拍 能这么近距离 看到龙卷风的机会可不多 于清贤拍完照 外面的雨依旧没停下 那龙卷风 估计再吹个一两百公里 就会停下了 只是不知道 这雨什么时候会停下 等到快天黑的时候 风就小了不少 雨也小了一些 于清贤并没有着急赶路 而是在屋里准备等雨停下 只是这雨 一下就是好几天 也没有停下的意思 于清贤也不打算等了 骑着行李 想打着伞 就离开了这个小镇 小镇上游荡的丧尸少了大半 估计是被龙卷风卷上天 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 也不知道这些丧尸摔下来 还能不能活着 当然 要是没有伤到脑袋 应该还能活着 只是于清贤才出小镇子没多久 他的行李箱就没电了 他只能拉着行李箱走 于清贤拉着行李箱 打着雨伞 继续往北走 周围这一片的土地 还是房屋 都被前几天的飓风 给毁坏了不少 还有不少丧尸的残肢 路边地里不是腿就是胳膊 甚至还有人头 于清贤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就把那个眼珠不知道去了哪里的人头捡起来 放到了一边 然后挖个坑给他埋了起来 变成吃人的丧尸 也不是这个人愿意的 其实于清贤是想要人类胜利的 这样丧尸的尸体 才能被集中处理 毕竟他们这个国家的人 很讲究落叶归根的 别说是普通人了 就算是盗墓贼 都很鄙视盗窃尸体的那类贼 人死未大 于清贤看着面前这个小土包 忽然想到了顾婉晴 放在自己坟前的那树花 这让于清贤忽然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果然里面是有玫瑰花的花种的 于清贤摸出了一颗 埋在了小土堆的边上 送你一颗好了 我放的也不多 能不能发芽 就看你的了 你好好照顾这颗种子 以后它长大了 还能给你遮遮太阳 于清贤自顾自地说着 也不指望埋在地里的那颗人头 能回答它 生活在这种末世中 确实很困难 要是人类真的能投胎转世的话 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到和平的年代 于清贤看着那个小土堆 随后转身离开 第62章抱歉 你们还是泡着吧 于清贤一路走一路埋 路上的残枝放到了路下面 遇到人头就埋起来 毕竟只有断枝 也不能确定 这只丧尸已经死了 可只有一个脑袋 或者半个脑袋的 那可能是死绝了 又走了两天 于清贤终于没有再看到断枝残骸 这也让于清贤松了一口气 自己都快变成岩鼠精了 好在他埋了几个人之后 就在行李箱里放了几把弓兵铲 不然真的用手刨的 就真成岩鼠精了 于清贤越往北 天气越热 就算是雨天 温度也能到达30度以上 难怪就算没有 太阳下着雨 于清贤也觉得自己黏黏的 没什么力气 恨不得指着自己的行李箱 问他为什么不动 都快半个月了 愣是一天都没放勤过 所以 他这个行李箱 已经半个月没有开机了 只能让他拉着走 但此时的于清贤 真的不想动了 他走到了一个县城 路过一家床上用品店 这家店是用很大的落地窗玻璃组成的 玻璃面前一张大床 看上去很舒服的样子 于清贤站在屋檐下 趴在玻璃上看了一会儿 就推开玻璃门走进去了 这个店铺并没有丧尸来过 屋里也没有丧尸 于清贤把行李箱放在了床边 掀开了被子 脱了鞋子衣服躺了上去 软软的 感觉很不错 而于清贤这一睡 就到了后半夜 他醒过来时 外面的鱼已经停了 拿出手机一看 已经半夜三点了 手机店也快没了 要是再不出太阳 于清贤真的走不动了 当然不是身体上的走不动了 而是心理上的走不动了 于清贤趴在床上 往玻璃外面看了一眼 发现天空上能看到月亮了 也就是说 今天是一个大晴天 太好了 他终于可以晒一晒自己了 他感觉自己身上是不是都发霉了 总之 他很需要太阳 丧尸需要太阳 说出去 估计能把别的丧尸吓死吧 哪有丧尸喜欢太阳的 当然 也包括于清贤 于清贤几个小时前 确实还在期待 太阳在几个小时后 还是忍不住撑开了伞 他刚刚实验了一下 晒了不到一个小时 于清贤就感觉到了疼痛 这让于清贤有些震惊 他以为丧尸不会疼痛的 但是被太阳晒得太厉害的话 就会有感觉全身疼痛 难怪那些丧尸 都不愿意给太阳晒 原来是阳光杀菌毒 对哦 丧尸就是感染病毒 才变成丧尸的 所以 以前于清贤以为那些丧尸小说 只是写着玩的 原来丧尸真的怕太阳 并不是尸体怕阳光 而是控制尸体的病毒怕阳光 当然 病毒也惧怕高温 所以温度太高的话 丧尸的活性也就降低了 要是这地球上的温度 升到个五六十度的 那丧尸岂不是全都死光光了 不对不对 丧尸是可以杀死 但那么高的高温 人类不也死光光了吗 这种想法不好 这岂不是要把这个世界的生物 全都送上天 于清贤打着伞 看着行李箱上的灯闪烁 他并没有在行李箱 可以启动的时候就骑上去 而是准备 让太阳把行李箱的电充满 至少充满的时候 还能多撑一段时间 要是忽然又下个十几天的雨 他又要重新经历前几天的事情了 虽然狠狠讨厌太阳 但他还能用伞挡一挡 这没太阳 行李箱就真的没电了 于清贤一直到中午才出发 当他路过一条河时 发现河水上涨了很多 甚至河里飘着很多尸体 有丧尸的尸体 也有丧尸动物的尸体 也有变异动物的尸体 有一些顺着河水继续往下 有些则是被冲上了岸边 于清贤走过去时 惊起了一堆苍蝇 这些苍蝇倒是没有朝着于清贤扑过来 反倒是避开了他 于清贤觉得自己泡了药 玉针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只是这么说 尸体泡在河边 是会发展出传染病的吧 于清贤站在河边 河水已经蔓延到了河岸之上的位置 所以这些尸体才会被冲上岸搁浅 或者被树木和房屋挡住 于清贤提起行李箱 举过了头顶 朝着桥上走了过去 岸边的水不深 直到于清贤的小腿处 看来半个月前的飓风和雨水 还是有影响的 光是这种小河都涨那么多水 不敢想大河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于清贤走过了河流 为什么这次于清贤 并没有把河里的尸体捞起来 原因很简单 那些尸体都被泡烂了 只要一碰 肉就会从骨头上脱落 这让于清贤想到了 自己泡了三个小时 忘记吃的泡面了 还有掉在水里的馒头 所以这样的尸体于清贤 并不知道要如何处理 像是这样泡在水里 还能完整一些 要是他动手去捞 那就全尸都没有了 再毒的传染病 能比得过丧失病毒吗 所以于清贤只思考了一秒钟 就放弃捞尸这个想法了 走过河之后 于清贤就转身 对着那些尸体鞠躬抱歉 你们还是泡着吧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 鞋袜裤子都湿了 于清贤也不着急 脱下来换了新的 之前的裤子和鞋子 是把自己包岩石了 如今也不需要再接触人类 于清贤又换上了 自己喜欢的小裙子和小皮鞋 现在天热 就适合穿漂亮的小裙子 不过于清贤看着自己的双腿 发现自己的皮肤 似乎没之前颜色那么重了 当然 依旧还是青灰色就是了 只是以前的于清贤 很像是染灰的茄子 怎么看都不像是 人类该有的皮肤 但现在颜色退下去了一些 一开始的于清贤 就像是被撞清了全身皮肤的人 那么现在青灰色退了一些 竟然有些发虑 这让于清贤 想到了太阳下晒过的土豆 自己怎么就不能有点正常的颜色呢 算了 还有黑漆漆的丧尸呢 自己没变成黑漆漆的 已经很不错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坐上了行李箱 打着伞往前去 于清贤感觉 打着伞是不是太招摇了 要不找个遮阳帽带着 想到这里 于清贤觉得可以试试 毕竟身上还穿着衣服 只要遮住脑袋就好了 丧尸病毒是寄存在大脑里 所以只要不让脑子的温度过高 那么丧尸病毒消失 就会成为一具尸体 要说一开始的于清贤 确实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但是现在 他好像逐渐找到了一点点 当然 也只是一点点 若是真的有个人冲出来要杀他 那他确实不会反抗的 第六十三章 证明自己到此一游了 于清贤原本还担心下雨 但经过之前的那场雨 之后的一天更比一天热 在经过河流时 发现这条河里的水 已经少了很多 一些丧尸水生生物 干涸在了河床上 于清贤把行李箱放在了岸边 他拿着一根棍子走下了河床 他想试试 这水生丧尸生物 离开了水 还能不能活下去 棍子戳了戳那些水生丧尸生物 发现已经腐烂的洞都不会动了 看来淡水里的丧尸水生动物 并不没有海里的坚强一些 毕竟海边的水生丧尸生物都上岸了 于清贤蹲在河边看了一会儿 忽然听到了车声 他吓得连忙上岸 把自己的行李箱提起来往桥下躲 几辆车子从他的头顶行驶而过 不过在桥边停下了 于清贤听到车子停下 整个身体都快贴在桥底了 不是 自己应该没被发现吧 这些人类做什么 于清贤躲人是属于下意识的 并不是真的怕被人类杀死 而是他本人就会下意识地避开人类 洪水过后就是干旱 现在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 月初的时候 那几场飓风 还真是吹得吓人 车上的人只是落下玻璃窗 看了看河流的情况 毕竟现在正式恢复发展的初期 本来就困难重重 不只要面对丧尸的威胁 还要面临大自然的考验 丧尸能杀死 但天灾却没有办法控制 像是之前的飓风 又不是人为控制的 还能按暂停 就算是改造后的车辆 也没办法太靠近飓风 毕竟也不是所有人 都有那么胆量靠近飓风的 你说的是 秦安和他身边的那个叫温强的 那两个人完全不正常 哪有人敢追着飓风跑的 其中一人道 而于清贤听着那人的话 倒是有些疑惑 这两个名字他没听过 不认识 顾婉晴的名字 还是那个能看到他的人叫了之后 他才知道的 那个少年叫阿生 全名不知道 狗狗叫笑天 对对对 那个温强也没什么武器 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 听说前些日子 他一个人干掉了一只三级丧尸 刚开始说话的人补充道 而这话听着就是在普通的交流 但对于于清贤来说 那可就不得了了 手握一根棒球棍的少女 他认识啊 原来那个小姑娘叫温强 还杀死了三级丧尸 果然小变态真的很强 那秦安就是小变态身边的那个人了 于清贤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个地方 听到那两人的名字 果然在幸存者中 这些人都是十分厉害的 都已经在幸存者中 人尽皆知了 当然 他这只丧尸也听到了 车上的人 应该是从基地里出来探查情况的 最近一个月 不是飓风就是下雨 现在又是暴晒 像是这种天气 人类自然是很担心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好像 人类已经开始被地球淘汰了 不过就算这样 人类还是要好好地活下去 车辆拍了几张照片之后 就继续往前去 这些车子上的人 应该就是 来查河水情况的 于清贤听着车辆走远之后 从桥下上来 虽然这河床确实干涸了 但于清贤躲的地方并没有 他的小皮鞋 全是泥 于清贤把顶在头上的行李箱 放到了路边 这才看着自己一腿的泥 得到前面找个地方洗一洗才行 于清贤就这么蹬着一双泥鞋往前走 留下了一串脚印 到了一个小镇子 于清贤找了几个水龙头 都没有水出来 他转去了超市 看看有没有矿泉水 找了好几个超市 才让他找到 果然这个小镇子里的东西 已经被人类搬空了 他把脚洗干净之后 换上了新鞋子 还找了全身镜照了照 于清贤揭开口罩 看了看自己的脸 很好 并没有任何愈合的迹象 当然也没有腐烂 这对于于清贤来说 不腐烂 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了 果然此时的他 全身都偏绿色了 于清贤想了想 很有可能是泡药水泡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 虽然他 确实蛮喜欢绿色这个颜色的 但皮肤变成绿色的 就不是特别好看了 于清贤还特地找了遮阳帽 带着到太阳下晒了一会儿 发现还是不太行 确实能遮住一部分阳光 让他并不是那么难受 可最后 于清贤还是选择了打伞 这才是最合适他的方式 于清贤拿着手机 对着镜子 拍了几张自己的照片 其实他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拍自己 以前的他不理解 但现在的他 似乎有些理解了 人的生命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转瞬即逝 谁也不知道 意外会在什么时候降临 能留下照片 这是给在乎自己的人 留下一些念想 于清贤看着照片 倒是有些无奈 自己拍照片 也没有人能看到 算了 拍都拍了 这么一想 于清贤还特地和小镇 入口处的石头合影 石头上 写着这个小镇的名字 算是游客照吧 证明自己到此一游了 于清贤到达最东边时 已经是四月底了 他觉得 按照自己这个速度 不知道能不能赶上 今年秋色的秋天 此时的广场上 晃悠着一些丧尸 他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最后选择了一个 合适的地方 等着太阳升起 而后面的相机 此时正在录像 还不到凌晨三点钟 于清贤就看到了 天边飞扬起来的金光 从漆黑的地面冲了出来 爸妈半夜说看日出 就是看这个日出嘛 于清贤转头看向了相机 他凑近了相机 在太阳冒出来的时候 他小声地道爸爸妈妈 我看到了 你们想要看的日出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让开 阳光洒进了镜头里 于清贤看着慢慢升起的太阳 又看了看时间 所以这个城市的人 是几点起床的呢 不会是半夜三点就起床吧 于清贤自言自语道 毕竟以前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等太阳完全升起之后 于清贤就关闭了录像 而周围的丧尸 随着阳光的照射 也开始想办法朝着无光的地方躲去 于清贤闻到了人类的气味 他刚把相机收到行李箱里 一抬头 就和远处台阶边上的人类对视了一眼 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人类 而且还是穿着制服的人类 这是官方的人 第六十四章 谁有事没事盯着别人眼睛看啊 于清贤并没有像是平时那样 看到人转身就跑 而是站直了身体 而那个带头的人 目光并没有在于清贤的身上停留 他平等地看向了所有的丧尸 之后后面的十几个人手持盾牌 挡在了那几个人的身边 于清贤终于看到了 那人身后的人手里那抹红色 他忽然明白了些什么 随后看向了那根旗杆 是啊 这里是边境 即便是漠视 也不会让别人趁虚而入 于清贤是第一次在早上看国旗升起 整个广场上的丧尸 都朝着那些人凑了过去 但他们虽然冲了上去 却没有被杀死 而是被盾牌挡在了外面 直到国旗升起 那些人才脱帽对着那些丧尸敬礼 之后才开枪扫射那些丧尸 于清贤提着行李箱 走到了广场的边缘 也把这一幕尽收眼底 等他反应过来时 那些丧尸已经被处理完毕 于清贤蹲在围栏后面 被花坛挡住了的他的身体 所以那些人是看不到于清贤 可于清贤却能看到他们 看着他们帮这些丧尸整理仪容 然后再把这些丧尸的尸体带走 整个广场上 又只剩下那随风飘荡的国旗 难怪这个广场上的丧尸不多 原来是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人来清理 于清贤等那些人离开之后 才提着行李箱 从花坛后面走出来 他站在国旗下面好一会儿 这才拿出相机 拍上一张照片 果然看着这抹红色 身为丧尸的于清贤 都感到十分的安心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以后杀自己的 也是官方的人 那么是不是自己 也会得到托帽敬礼 哦 一想到自己死的时候 这么受到尊重 于清贤觉得 是不是可以提前 给自己选一口棺材 躺进去找个舒服的姿势 再给他一枪 这么一想 于清贤拿出手机 把带完成目录中 加了一条 找个漂亮的棺材 不过他是丧尸 应该不会留全尸的吧 那就找个漂亮的骨灰盒 最好是我退留马款的 于清贤这么想着 就坐上了行李箱 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个市区里的丧尸 也不是很多 估计这大半年来 有驻军在这里守卫 所以这个市区里的幸存者 也没有去别的基地 他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还有点害怕 但现在看来 就算自己走在街道上 也碰不到幸存者 于清贤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和这个城市合照 他想了想 觉得自己 应该找个能打印照片的东西了 以前他在购物软件上见过 可以各种方式链接 也不知道有没有能连接相机的 再找几本漂亮的笔记本和笔 把照片打印出来 贴在本子上 应该很漂亮吧 于清贤以前 也没有做过这种手账 现在倒是可以试试 那就得先准备笔记本和笔了 这种东西 一般学校附近的书店应该就有 于清贤拉开地图看了一眼 附近确实有个中学 于清贤就往那边去了 但走到一半 于清贤就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他闻到了很多人类的味道 好像就在前面的这个学校里 于清贤忽然摁停了行李箱 想到了一个问题 其实学校要是把丧失清理之后 确实是最适合当聚集地的地方 有很多宿舍房屋 食堂和锻炼的操场 所以无论怎么样 一个城市里 最合适当幸存者基地的 就是学校了 也难怪学生还是学生的时候 觉得学校是最难出去的地方 于清贤并没有再往前去 而是退开了 这次并不是因为怕人而离开 是因为他不想吓到人类而已 自己这样子 一看就是丧失 如今的人类应该已经知道 一些高级丧失拥有智慧了 并不是所有的高级丧失 都朝着野蛮的方向生长 正因为这样 人类在对付丧失的时候 就需要异常的小心 虽然智慧类丧失是人类的外表 可他们的眼睛 依旧不像是人类的眼睛 虽然高级丧失的眼睛是红色的 但也并不全都是红色的 像是阿叶 他的眼睛就是金色的 时星宇和销记的眼睛 则是红色的 虽然是红眼睛 但眼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但哪里不一样 于清贤不记得 谁有事没事盯着别人眼睛看 虽然是智慧型的丧失 但每个丧失都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眼睛也会有变化 比如同等级的丧失 野蛮化的丧失战斗力 肯定是在智慧型丧失之上的 不然时星宇那小子 不会被摁着砸穿了十几面墙 但这么一想 人类同等级的异能者 又能完全掉打同等级的丧失 一半初级异能者 就能对抗二级丧失 要是有天赋的 估计能和三级的丧失一战 当然 能不能活下来 可能还需要一些运气 但二级异能者 是完全能和三级丧失一战的 虽然他知道这些 但并不知道要如何判断 对方的等级 像是石星宇或者萧继 还有阿燕 都能轻松地断定 对方有多强 果然越强的丧失 越能感觉到 人类有多强 于清贤这么想着 转了方向 朝着城外而去 去别的城市 找笔记本之类的好了 这个城市 估计再过不久 就会回到人类的掌控中 于清贤觉得 还好自己来得快 要是再过几个月 估计就没办法 穿过这个城市 去看最早的太阳了 他又往西边而去 而在经过一条公路时 他忽然停下了 那个地方 有一道一道的铁丝网拦住 上面的危险标志 于清贤知道 并且 还有官方的标志在 这个地方 于清贤到处看 并没有看到地标 但是 于清贤立马就拿出地图 查看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 当他看到地名时 绿色的脸都有些发白 是爸妈出车祸的地方 距离看日出的地方 还有不到二十公里 于清贤趴在那网上 然后发现 这网应该是电网 只是因为现在断了电 所以没有通电 这条公路 也是后来新修的 也就是说 原来的公路 被封锁起来了 哦 于清贤想起来了 他没有见到 爸妈的遗体 官方的人说 因为车上起火 所以没有救下来 烧成了一把灰 就连销户的事情 都是官方的人帮他办的 嗯 他就是去出席了一下葬礼 然后就回家了 甚至后来怎么处理的 于清贤也没怎么管 现在想来 那些亲戚说得很对 养他不如养条狗 来得亲热 所有的家长 都不希望养一个 他这样冷血的孩子吧 第六十五章 果然是高级丧尸 来取自己狗命了 于清贤伸手 撕开了那些铁网 然后往那个地方去 只是越靠近 于清贤的头 就开始有些疼起来 他想到了之前 在水上乐园的时候 那种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 并没有之前强 之前让他感觉 眼睛珠都要震出来了 如今这头疼 他是他早就习惯的 睡眠不足的疼痛 穿过十几道铁丝网 于清贤终于看清楚了 前面的场景 那是一个巨大的 像是烧焦的深坑 而坑里 还有不少奇怪的碎片 碎片在慢慢地发光 只是这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 于清贤 从深坑的边缘 跳了下去 原本应该感觉不到 疼痛的他 此时觉得 脑袋就像是 被针扎了一般疼 而且 眼前忽然闪过不少画面 不过那并不是他的记忆 而是曾经在这里 发生过的事情 似乎被这些 晶体记录了下来 于清贤 站在深坑的中间 眼前不断地 闪回当天夜里的情景 天空忽然 一片亮光 然后像是闪电一样 在人的眼前炸开了 之后瞬间陷入了黑暗 这个画面 一直在于清贤的眼前播放 所以自己的爸妈 根本不是因为车祸 而是因为 这忽然出现的亮光 随着画面不断地闪回 那道光 在于清贤的眼前 越来越慢 逐渐地他 似乎看到了亮光里的东西 那是一颗人脑大小的晶体 并且不止一颗 只是因为这一颗太亮 所以才忽视了 天空中还有别的亮光 也就是说 一瞬间 有无数的这种晶体 掉落在地球的各处 造成了无数的事故 而自己的爸妈 也在这场事故中丧生 画面还在于清贤的眼前播放着 于清贤 却觉得自己有些体力不支了 果然这个地方 不止对人类是危险 对丧尸也有危险吧 但其实 能死在爸妈死去的地方 于清贤也是愿意的 于清贤就这么扑倒在地上 随着太阳落下 周围的天空越来越黑 那漆黑的坑里的晶体碎片 也在不断地闪光 就连于清贤的身体 也在一闪一闪的 直到半夜 于清贤才又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还没死 倒是有些失望 于清贤略微有些艰难地爬了起来 就这么跪坐在地上 天空中一片昏暗 不过能看到星星 很显然 这时已经到了晚上了 于清贤转动脑袋 看向了月亮 然后确定时间 他大概昏睡过去七个小时左右 此时的他 已经适应了晶体带来的疼痛 白天的时候看不太清楚 现在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毕竟就算是丧尸晚上不受限制 但发光的东西 也会在丧尸的眼中 显得格外显眼 只要太阳不出现 那么稍微一点光亮 在丧尸的眼中 都会被放大无数倍 这也是为什么丧尸趋光的原因 丧尸怎么说 也是人类变成的 所以 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是知道 只要有光得地方 就有人类 而人类 就是食物 于清贤站起身来 把这些晶体的碎片 全都捡起来 嗯 爸妈死在这里了 连尸体都没有 那拿这个留个纪念吧 只是 虽然这晶体炸开了 但应该还有一块大的吧 算了 既然官方已经把这个地方封起来了 那么说明 那东西已经被拿走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忽然灵光一闪 吸引阿叶的东西 不会就是这个晶体吧 但这晶体 对丧尸和人类都有危害的吧 还是说 这三年来 官方对这个晶体做了改造 去除了晶体中的有害物质 所以这个有害物质是什么 是丧尸病毒吗 既然国家 已经去除了这种有害物质 那漠世又是如何发生的 甚至发生在一息之间 于清贤忽然就伸手 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他是傻子吗 整个地球上那么多国家呢 又不是说他们的国家控制住 别的国家也能控制住 于清贤像是在河边 捡漂亮的小石头一样 弯着腰 这里蹲着捡一下 那里蹲着捡一下 而此时这个地方的天也快亮了 说明已经凌晨三点了 他把捡起来的那些晶体 碎揣在了兜里 这才又爬了回去 然后把他扯开的拦网 又被他凝了回去 虽然一眼就看出来 这铁丝网被破坏过 但他真的有努力了 没办法 让他恢复如初 为了不被人抓到他做坏事 于清贤骑上自己的行李箱 快速跑路 其实漠视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 他的行李箱 在这里放好几个小时 竟然没人拿走 真是太好了 当然 他并没有说 别人喜欢乱拿东西的意思 好吧 于清贤是有这个想法的 毕竟他上学的时候 在回家的路上 手机被人从口袋里拿走了 这让他吓得三个月不敢出门 悄无声息的 就拿走了自己的手机 那男人想要做什么 都可以悄无声息 真的太吓人了 于清贤一想到这里 就更加的小心翼翼 身守护着自己的背包 明明周围 一个人都没有 甚至丧尸都没有 要是有人或者丧尸 看到于清贤的动作 估计于清贤这辈子 真的要和鬼鬼祟祟 这四个字绑在一起了 于清贤进入下一个城市时 就发现 这个城市里的丧尸 可比之前的那个城市里的丧尸多多了 他高兴地朝着这个市区的书店去 毕竟里面有自己要找的东西 于清贤刚走进书店 就感觉身后有破风声 他猛地回头 就看到一个影子朝着他袭来 于清贤一惊 直接把玻璃门关上 但很显然 这玻璃门是挡不住对方的 那个身影直接穿过了玻璃门 落在了于清贤的面前 于清贤一惊 完了完了 果然是高级丧尸 来取自己狗命了 只是当他看清楚对方是谁之后 眼神瞬间就冷了下去 便回了只有一个黑点的眼睛 老牛回家了 石星宇看着 刚刚还一脸惊恐的于清贤 再看清楚是自己时 又恢复了他的痘痘眼 不过刚刚他是不是瞪大了眼睛 他都看到于清贤的眼睛的颜色了 那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 是什么呢 石星宇不明白 但石星宇也没有想到 他会忽然看到于清贤 原来他自己也能跑这么快 他还以为于清贤还在什么地方躲着呢 所以于清贤其实也不需要自己的 石星宇这就么想着 就看到于清贤上来拉他的头发 看他的衣服 于清贤盯着面前的石星宇 发现他头发长了一些 皮肤已经接近阿叶的肤色了 没那么白了 而且于清贤盯着石星宇那一瞳 一只金色一只红色 他果然又进化了 也就是说 石星宇在朝着狮王的方向发展了 不过他速度太慢了 下次介绍石星宇给阿叶认识认识 让阿叶教教他如何晋升 第66章 有老牛在边上给他撑腰 不止于于清贤观察石星宇 石星宇也在观察于清贤 若不是他看到了于清贤的行李箱 并且听到了声音 都完全感觉不到于清贤在这里 他的气息越发的弱了 明明自己已经变强了 却愈发的难以感觉到于清贤的气息了 看来这几个月 他也不是没有长进 至少越发的难以发现他的存在 请问这只丧尸不提升攻击力 也不提升等级 反而是努力隐藏自己是做什么 于清贤看着石星宇 想了想才到 不过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既然知道是石星宇 那么他就没那么担心了 被人追到这里的 石星宇老实回答 毕竟在于清贤的面前 他都被摁着打了 也没有必要在他的面前装模作样了 嗯 于清贤有些惊讶地看向了石星宇 他 被人追 不应该啊 难道人类这几个月 进化得也非常厉害 就是 你说的那个小变态 我不知道为什么 被他锁定了 追了我一个多月了 飓风都没甩掉他 石星宇道 于清贤听到飓风小变态时 立马就想起了之前听到的 说 温强追着飓风跑 感情追的 就是石星宇啊 好家伙 既然被温强锁定了 那石星宇就很危险 不能跟他待在一起 要不然就要被温强 那个小变态找到了 既然你被追 那你就往别处去啊 你来找我做什么 于清贤盯着石星宇 心中有些无语 我是往别处走的啊 但是没有想到 你跑这么快 我更没想到 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你啊 石星宇也有些无语 他之前已经和于清贤说再见了 确实没有想到 会在这个地方见到他 那你现在走 往别的地方去 于清贤指着门外 让石星宇走 石星宇也没有想到 于清贤竟然真的赶他走 虽然这种时候 身为丧尸 不会有任何感情 但石星宇还是有些不解 自己会被锁定是谁的错 一想到这里 石星宇就有些生气 我被那个小变态盯上的原因 你不知道吗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交出去 给那个小变态 石星宇也指着门外面 真是的 他好不容易快要进急了 结果他让自己走 明明带有人类的意识 却没有一点人类的良心 于清贤听到石星宇 要把自己交给那个小变态 就瞬间闭嘴了 要是自己真的被石星宇送出去 他肯定是反抗不了的 说不定那小变态 还会把自己大窃八块 抱歉 我错了 别把我送人 于清贤直接跪坐在石星宇的面前 语气诚恳 石星宇 他真的觉得 于清贤真的从来不正视自己的能力 但石星宇又觉得 这样很好 以他的性子 要是知道自己有多厉害 岂不是要携全球所有丧尸手拉手 一起跳海里自尽 虽然他一直都说他很公平 可只要他还有人性 就不可能对人类的死亡视而不见 算了 我也只是看到你的行李箱 才过来看看的 想着万一 是人类把你杀了 抢了你的行李箱 那就帮你报个仇 没想到 是你 石星宇开口 他忽然闯进来 也确实没有意识到 真的是于清贤 于清贤听到石星宇要给自己报仇 就连忙摆手不用不用 要是我死了 记得把我尸体抢过来埋了 看 我给自己设计了棺材 他说着 还拿出了手机 给石星宇看他设计的棺材 石星宇看着那些奇怪的线条 即便他是丧尸 也看不太懂这种 他画的是什么 你画的是什么 石星宇终于忍不住问他 于清贤听到石星宇的话 就开口棺材啊 有骨灰和 和装尸体的棺材 他很满意自己的画作 但是看石星宇一脸疑惑的样子 就觉得变成丧尸了 肯定是不认识的 当然 他不会笑话石星宇的 于清贤也不管石星宇 而是去找适合当手杖的本子 然后各种颜色的笔 石星宇依旧和以前一样 站在一边不吭声 虽然这段时间离开了老牛 行动方面 确实让他有些困难 特别是没电的时候 于清贤只能拖着行李箱走 等他拿完这些东西后 就放在了背包里 而他刚拉上拉链 鼻尖就传来了香气 这是人类的气味 而且这个味道他很熟悉 是小变态的味道 果然 石星宇真的被小变态锁定了 于清贤看向了探尼跑 朝反方向跑 总之离我越远越好 说完这话 于清贤提起行李箱 就冲出了店铺 朝着西边跑 石星宇却没有动 其实他觉得 可以和那个人类聊聊 他和对方打过几个照面 但那个小姑娘都没有动手 所以石星宇觉得 那个小姑娘追着于清贤跑 并不是想要杀他 或许是有别的原因 你就准备逃一辈子吗 不打算和他聊聊吗 石星宇没动 就这么看着于清贤的背影 他们高级丧尸 也并不是真的完全不讲理 像是那种难搞的人类 他们自然是 会用人类的方式 和对方交涉 毕竟人类觉得 他们丧尸曾经也是人类 并且还开发出 属于丧尸的智慧 甚至能和人类交流 那么就能有所交涉 毕竟人类也不想消耗太多 和丧尸死斗 也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人类是会信的 他们会信丧尸的 于清贤听到石星宇的话 脚步一顿 他从没想过 要和人类交涉 作为人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 好好和人类交谈 更不要说是 变成丧尸的自己了 他觉得 没有必要交涉的 可为什么石星宇 却一脸肯定 那个小变态能交涉 温强时隔几个月 终于又检测到了 那只小丧尸了 果然只要锁定了 那只高级丧尸 就能找到这只小丧尸 只是他们竟然没有逃走 为什么 说来也奇怪 这一个多月 他和那只高级丧尸 直接交涉过好几次 但对方都直接离开了 要是对方真的动真格的话 虽然自己能拿下 对方的人头 但自己肯定也好受不了 所以 温强在看到一家书店门口 一座一站的两只丧尸时 有些意外 因为石星宇的原因 周围那些丧尸 直接退出去了几公里远 秦安一眼就看到了于清贤 虽然他从温强的口中 知道了对方是一只小丧尸之后 确实很意外 而且看他一身绿油油的 穿着一条白裙子 坐在一个行李箱上 那只和他们打过 好几次照面的男丧尸也在 只是这次 那只小丧尸并没有跑 他转头看向了车里的两人 车里的两人也看向了他 于清闲本以为自己会很害怕 但奇怪的是并没有 或许是因为对方只来了两个人 不过怎么说呢 还是有老牛在边上给他撑腰 第67章 我也会把他烂在肚子里 温强用系统再次探测于清闲的能力 发现他的战斗力甚至下降了 要说之前还有八 那么现在才五了 不但没有长进 甚至还退步了 也是 要不是有系统确定 他都不一定能发现 这只小丧尸的存在 他的存在感也在减弱 身为一只丧尸 这么弱 在末世能好好活下去吗 答案大概是未知的吧 毕竟这只小丧尸活得好好的 温强确定周围的丧尸 都在几公里之外 眼神就落到了那只男丧尸的身上 看了他一眼 就把视线放在于清闲的身上 时兴雨知道 自己被无视了 现在的人和丧尸 真的是一点都不把他这只高级丧尸放在眼里啊 真是适风日下 秦安并没有下车 原本他以为 那个送他要的人是个高手 所以准备拉对方入队 但从温强的口中得知 对方是丧尸之后 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自己的三个小队的队员之后 也留在了官方基地里 如今的丧尸也越来越强 秦安自然是不会让那三个队友跟着 因此 把他们留在了官方基地里 他也不喜欢一直待在一个地方 更重要的是 秦安有些喜欢温强 而温强更是不愿意留在基地里 即便他自己一个人 也要离开 秦安知道 温强并不像他的名字一样 温柔需要呵护 但他还是忍不住跟了出来 只是秦安也不知道 为什么温强对那只小丧尸那么执着 他没问 也不是一定要知道 所以 秦安此时就死盯着于清闲 想要看看这只小丧尸的独特点 不过确实挺独特的 他还是第一次 见过绿油油的丧尸 但这只小丧尸 为什么会帮人类 他也很好奇 于清闲见这两人都盯着自己 就扯着石心语 往他身后躲 但完全没办法 他被石心语从背后提了出来 我说话他们听不懂 于清闲道 这一点 在面对那对母女的时候 就尝试过了 人类听不懂他说的话 石心语文言 却倒是因为你不想 和人类交流吧 你用你人类说话的方式试试 于清闲被石心语这么一说 脸上浮现一些疑惑 自己一直这样说话 不过既然石心语都这么说了 还是你替我说吧 于清闲又缩到了石心语的身后 石心语 大姐 你自己出来说啊 不过这次 他没有把于清闲提出来 而是看向了温强 你一直追着我们 好事要做什么 事先说清楚 他不吃人 不代表我不吃人 这段时间 我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才不对你们出手 这次也是 准备说清楚 要是以后再追着不放 我不会客气的 石心语如今说 人类的语言已经很熟练了 并没有之前那种沙哑的感觉 听着就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的声音 不算特别好听 当然也不难听 毕竟于清闲这双耳朵 可是被那些广播剧 和各种番剧养得很刁钻 所以在于清闲耳朵里一般的声音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也算是好听的声音吧 想到这里 于清闲想着 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声忧 还有没有活着 要不要找对方要张合照啊 以前那些声忧出现的时候 粉丝太多了 他不敢去 此时的于清闲又开始神游了 温强看着于清闲盯着石心语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什么 眼神收回落在了石心语的身上 对于两只丧尸会群居这件事 温强确实很意外 毕竟系统也说过 丧尸不会出现群居状况 特别是两只强大的丧尸 更不可能凑在一起 当然 若是低级的丧尸或许可以 所以温强是觉得 于清闲是被石心语控制了 但以现在的情况看来 这两只丧尸的关系更像是反过来的 抱歉 我只是比较好奇这只丧尸 他变成丧尸之后 战斗力不但没有上涨 反而降低了 一直想要探究一下 当然 我没有恶意 温强开口 而他从这个男丧尸的口中可以知道 那只小丧尸并不吃人 也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还保留着人类的良知 不然也不会帮秦安拿药 但保留着多少 温强并不清楚 应该不多 要是他还保留着人类的意识 应该会想要融入人类世界 而不是一直混迹在丧尸堆里 石心语听着温强的话 眼睛微微一眯 很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只是好奇 就能跟着于清闲大半年 这种话 石心语是不信的 他小声问于清闲你信吗 于清闲闻言 眼神就移到了温强的脸上 随后又收回目光 告诉他 不要再跟着我了 至于石心语的那个问题 于清闲直接无视了 石心语也早就习惯他这样子 就把于清闲的话 转告给了温强 温强从事心语的口中 知道于清闲的话之后 似乎还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选择什么都没说 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出现 你们的事情 我也会把它烂在肚子里 温强本以为这只丧尸会 和自己有共同语言 但现在看来 即便他们都不合群 也不代表他们合得来 说完这话 温强就转身回了车上 并且把这两只丧尸 从系统上抹去 以后不用再追踪这只丧尸了 秦安启动车子的时候 还是看向了于清闲之前的药 谢谢你了 说完这话 秦安就升起车窗 车子从于清闲和石心语的面前 驶过 石心语看着车子 消失在街道上 这才回身看向于清闲 对于人类的道谢 于清闲并没有任何的触动 我以为你做好事 就是为了这一句谢谢呢 石心语有些意外的道 这种事情 放在人类的身上 应该是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吧 但看着于清闲 似乎并没有任何感触 他的表情依旧和以前一样 我又不是为了 听他说谢谢 才做这种事情的 因为这么做会让我高兴 仅此而已 于清闲道 他做事只会满足自己 大概他这样的人生活在团体中 属于自私的那一类吧 得让自己先高兴了 才轮得到别人 做好事 也是因为自己想做才会去做 他果然没办法 像自己的爸妈那样 做一个善良的人 于清闲这么想着 就看到石心语盯着自己 他有些疑惑 这小子看什么 他又不是什么绝世大美女 你的脸 你给缝上了 石心语道 你现在才发现 我手艺还不错吧 于清闲一撩长发 一脸骄傲 很烂 石心语实话实说 甚至因为他自己缝歪了 还戳了好几个真眼出来 还好那是他自己的脸 没去糟蹋别的丧尸 第68章 真是个过分的要求啊 于清闲知道 丧尸不懂欣赏 也不和他一般计较 不过他忽然想起一个东西 立马从背包里 把那个三级金盒 还给了石心语 金盒还你 你都不知道 我背着这个金盒 被那些丧尸盯上了 过得很辛苦的 于清闲把那个金盒 递给石心语 终于可以把这个烫手山芋甩掉了 而石心语看着这个金盒 完好无损地 被于清闲递回自己的手中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金盒他愣是 背了两个月 他真的一口都没啃 骗谁呢 石心语并不信于清闲过得辛苦 只要于清闲戒备 这个世界上 估计也不会有丧尸 真的要和他抢东西 于清闲也不在意 被石心语戳穿了谎话 而是骑在行李箱上 他启动了行李箱 石心语自觉地跟在了一边 而那个金盒 石心语也没有吃 而是放进了腰间的一个包里 于清闲偏头看过去 才发现石心语的腰上 多了一个小包 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 但把这个金盒放进去之后 就鼓鼓的 不过这也无所谓 反正金盒已经还给石心语了 你快要晋级了吧 于清闲反问他 嗯 快了 石心语道 要不是因为被那个小变态追着跑 那就真的可能已经晋级了 但现在他好像卡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于清闲听到石心语的话 忽然想到了 他那一惊一红的眼睛 就忍不住到4.5级的丧尸 还是第一次见 彼此彼此 石心语并没有被打击到 毕竟他也没见过不吃人的丧尸 原本我准备等九月份的时候 去秋色湖把金盒还你的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你 所以九月份还要去看吗 于清闲闻道 他想去的地方太多 怕九月份没办法去秋色湖 去啊 你之前说的 石心语道 于清闲看向了石心语风景 怎么样都无所谓吧 你这只丧尸又欣赏不了 石心语却没有再回答 虽然事实是这样没错 是这样没错 但他总觉得不太行 总之 总之去看就是了 石心语道 也是 去看吧 于清闲说完这话 忽然又看向了石心语 我倒是认识一只丧尸 他已经五级以上了 要是你有什么不懂的 我倒是可以带你去看看他 让他教教你 这话让石心语有些意外 他竟然还认识别的丧尸 甚至等级比自己还高 这两个月里 于清闲经历的事情 还蛮精彩的 我觉得 那只丧尸不会叫我 而是会把我的脑子敲碎 石心语老实道 他并不觉得 那只丧尸能容纳自己的存在 特别是他半只脚踏入五级 对方肯定是会千方百计地弄死自己 怎么可能会和自己好好相处 为什么 于清闲有些不解地问道 毕竟他觉得 阿叶除了爱幻想之外 作为一只丧尸 还是很温和的 当然 和石心语一样 不懂欣赏 因为我也想把对方的头敲碎 石心语老实回答 若是对方比自己强 那么自己只能屈居之下 要么就是被杀 丧尸也是有骄傲的 当然是不能屈居于别的丧尸之下的 这样只会让那只丧尸越来越强 下面的丧尸 根本就分不到新鲜的血肉 当然是要自己喂王才行 于清闲听到这话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丧尸之间并没有合作这种想法 只有吃更多血肉 才能变得更强 不然长了金河 也是被别的丧尸先投盖骨的份 于清闲想到这里 就沉默下来了 石心语见于清闲不说话 就伸手把于清闲的行李向暗庭 随后熟练地从后边拉出了拉杆 于清闲完全被转了一个方向 他也没有想到 这头老牛竟然这么自觉 我只能送你出城 不会跟你走 石心语似乎已经开始了解于清闲 他还没开口询问之前 就把话说了 石心语没得到于清闲得到回应 也并不在意 他之前就说过 他和于清闲不一样 自己是真正的丧尸 不可能为了于清闲不吃人的 并且 他救人的事情在他眼中 显得莫名其妙 在他身边 他永远都会受他的控制 即便他什么都没说 甚至让自己随意 可他全身上下 都充斥着不允许不可以的气息 到了城边 石心语松开了于清闲的行李箱 于清闲也启动了自己的行李箱 那就九月份再见了 别死了 毕竟我没办法联系你 于清闲背着石心语挥挥手 算是为这次短暂的相聚划上句号 谁也不知道 明天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人类不知道 丧尸也不知道 于清闲收回首 点开地图 继续西行 石心语看着于清闲头也不回 也并没有在意 他伸手拍了拍腰间的腰包 真是个过分的要求啊 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类不少 丧尸也不少 但愿吧 九月份的时候 他的脑袋还在 于清闲似乎想到了什么 回头时 城边上已经没有了石心语的身影 他在想 这个时候 应该说一句 祝你一路顺风的吧 不过和丧尸说 好像也没什么用 于清闲输入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地图显示了 并且为他制定了路线 甚至还告诉他 哪个基地更适合当作中途休息的地方 于清闲看着这条路线 就觉得完全不行啊 这条路线 就是让他往人群里闯啊 于清闲想到这里 又从背包里拿出了相片来 上面是自己和爸妈的合照 爸妈笑得很开心 只有自己面无表情 他这个人果然很失败呢 就连和爸妈一起拍照 也不愿意露出一个笑容吗 于清闲盯着照片 却没有一滴眼泪 他明明知道 这种事时候 换作别人 肯定是会泪如雨下的 但他却一点都不想哭 可他明白 爸妈对自己很重要的 从小他就没办法融入到人类的社交圈里 特别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最严重 严重到面对陌生人 甚至熟人 都会感觉到身体不适 也是那段时间 他的病情从小时候 没办法和别人正常交流 发展成为 只要出门一趟 勉强自己和人类交涉之后 身体就会出现发烧症状 就算去看医生 医生说的话 他都没听进去几句 可为什么呢 为什么变成丧失之后 这个症状减少了很多 于清闲不清楚 也想不明白 第六十九章 再一次感觉到 自己身上的凉薄 于清闲的下一站 是他期待了很久的地方 那也是他以前说 想去看雪的地方 只是现在看来 这个地方已经没雪了 所以是看花 不过那个地方 常年都被大雪覆盖 能看到花吗 去花种店看他好了 要是没花 那他就洒一路过去 总之 明年的春天 肯定是能开花的吧 就算是曾经的严冬 也能在来年的 春天开花的吧 于清闲说是选花种 但当他看到 那么多花的种子时 却有些纠结 什么种子 能在北方生长呢 但他看了看外面的阳光 又觉得自己多虑了 于清闲放弃了那些种子 而是去寻找那些 在末世中变异的花种 像是路边就很多 这些花很漂亮 虽然有些还没接种 但有一些已经有种子了 于清闲看着那些田地里的植物 就把行李箱放在了边上 当然连背包一起 他要去那些荆棘丛中 上次去玫瑰丛里 就把衣服划烂了 不过 他还是把东西稍微往路边放 担心被路过的幸存者发现 当然 现在这种地方 可能几天都见不到活人 他也不用担心 于清闲迈着步伐越过水渠 走进了荆棘丛中 只是他才迈出去几步 脚上似乎是缠上了什么 并不是因为于清闲有感觉 而是等他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盗吊起来了 长裙全都反过来 把他的视线全都挡住了 于清闲伸手把裙子压下去 这才看到这荆棘丛中 有一颗超级漂亮的牵牛花 而他此时 就是被牵牛花的藤蔓 卷住了一条腿 于清闲勉强能看到 自己腿上的藤蔓 上面长着绿叶和漂亮的牵牛花 于清闲盯着那些花朵 就开口道开花了 但 他不能被一直吊在这个地方 虽然如今已经接近傍晚了 可明天一早 太阳又会升起 要是一直挂在这个地方 他肯定是会被太阳晒成干湿的 于清闲伸手在空中抓了抓 但这切牛花 似乎意识到 于清闲想做什么 竟然把他又抬高了几米 此时的他 距离地面 估计有十多米的距离 而且还是头朝下 他此时顾得上前面顾不上后面 不过从这个视角 倒是能看清楚周围这一片 这里应该是谁家的菜的 但现在却长满了各种藤蔓植物 明明这切牛花 以前是需要攀附别的植物 或者树枝栅栏之类的 才能生长 如今既然能举起九十斤的他 可真是厉害 果然莫是让很多东西都变得很厉害 就连自己这个不愿意踏出房间的射口 都踏上了徒步旅行了 所以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 于清闲都不会觉得奇怪了 可是先把他放下去 这根切牛花 却听不懂他的话 不但没有放他下去 还把他当风车甩了起来 于清闲双手还胸 被这根切牛花甩来甩去 他并没有那种冲鞋的感觉 果然变成丧尸 还是有好处的 而对于于清闲的忽然安静 这切牛花似乎有些不满 直接就把他扔了出去 于清闲摔在地上 咕噜咕噜翻滚了几圈 就成大字形躺在了地上 而当他坐起来时 就和一双漂亮的眼睛对上眼 当然 这不是丧尸 也不是人类 而是一条大白狗 看他的模样 体型比他见过的所有的狗都要大 一试一狗对视三分钟后 于清闲终于意识到 这是一只变异狗 像是顾婉晴身边的那条大狼犬就是 不过他并没有养过狗 也没有养过猫 哦 也不是没有养过 只是他们已经去世了 不会为人类的去世而难过的他 那个时候哭得好像很厉害 那是一只梨花猫 陪着他长大的 不过到十岁的时候 猫去世了 现在想来 那是他感情外放最严重的一次 并不是因为爸妈去世 而是因为一只猫 于清闲又再一次感觉到 自己身上的梁脖 这条狗很大 脖子上的项圈 似乎没有办法弄断 此时紧紧地掐着他的脖子 曾经的安全感 此时却成了要他命的东西 于清闲知道 他或许是把自己当作人类了 准备向人类求救 若是一只丧尸 说不定此时就扑过去了 于清闲站起身上前 这只大白狗也没有退后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弄断 我手里没到 于清闲伸手抓住了那根项圈 随之而来的 是浓重的香气 果然 这根项圈 已经深深地勒在了他的脖子上 于清闲抓住了项圈 这只变异狗似乎很疼 全身都在颤抖 却没有本能地来咬于清闲 他用两只手 抓住了项圈的两边 然后用力一扯 这根项圈就崩断了 项圈其实很宽松 并不是用来束缚他的东西 所以这边异狗能变这么大 也没有立刻 被这根项圈勒死 而是就这样套在他的脖子上大半年 于清闲看了看狗牌上的名字霸王龙 这是你的名字 你叫霸王龙啊 于清闲瞪大了他的痘痘眼 看向了面前的这条大狗 只是此时这条大狗躺在地上 忽然地轻松 让他紧绷的神经也松了下来 原本流血的地方已经止血了 于清闲偏头看了看 发现好厉害的自愈能力 估计也是这自愈能力救了他吧 于清闲看着手中的项圈 项圈其实已经快被挠断了 上面有很多痕迹 只是因为这根项圈勒在了肉里 即便是这条大狗的力气大 也不可能隔着肉直接把项圈挠断 他站起身来 提着那根项圈走到了水渠的边上 水渠里有水流淌 他蹲下身子 把手上和项圈上的血迹洗干净 随后才放在了水渠边上 霸王龙也脚步摇晃地跟了过来 但他估计很久没进食了 看上去很大 也只是因为他的毛发而已 身上并没有太多的肉 只是于清闲能帮他的 只有这个了 于清闲怎么也没有想到 想要捉一只鸟会这么困难 本来这些鸟就已经变异了 动作更加的敏捷了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半夜 让他找到了一窝鸟蛋 他连鸟窝都给端了 那两只鸟就追着他啄 在甩掉了鸟回到屋里时 于清闲发现霸王龙已经睡着了 这让于清闲很无语 所以 他到底为什么要喂一条 根本不知道是谁家的狗这么拼命的 算了 仅此一次而已 反正这只变异狗 只要恢复体力了 战斗力肯定是在自己之上 他不用担心的 对了 狗主人也不用担心 你们的霸王龙还活着 第七十章 自己不会死在这条路上吧 于清闲为了霸王龙五个变异鸟蛋 当然 五个鸟蛋 正常的小孩都吃不饱 更不要说是一条变异的大型犬 只是他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之前他还想抓几只变异鸟 最后没办法 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把人家孩子给一窝端了 于清闲心中为这五只鸟蛋默哀 抱歉了 吃完五个鸟蛋的霸王龙 看上去状态确实好了一些 虽然感觉不够塞牙缝 但也聊胜于无 总比一尸一狗干瞪眼的好 于清闲并不知道 霸王龙的主人还有没有活着 要是活着 为什么丢下这条狗呢 所以大概率是已经去世了吧 于清闲当然是没有办法带着这条大狗的 他已经是变异狗了 每天都在流血 还没让丧尸吃了 足以证明他的厉害 于清闲出了房间 提着行李箱就往外走 只是他一动 刚闭上眼睛的霸王龙瞬间就站了起来 要跟着于清闲走 于清闲才走了两步 裙子就被霸王龙咬住 这让于清闲脚步一蹲 只是于清闲本身也有些倔 用力往前走 霸王龙不让他走 于是一前一后 这条本就单薄的裙子 就被撕成了两半 于清闲听到布料撕裂的声音 就回头一看 只见霸王龙的嘴里 叼着自己一块裙板 而霸王龙似乎也意识到了 他自己做错了事情 立马低眉顺耳地趴在地上 但于清闲并没有在意 他打开行李箱 从里面拿出了另外一条裙子 当当 我有备用的裙子 于清闲一脸骄傲地看着霸王龙 原来那条白裙子 本来就因为牵牛花弄得全是泥土 本来就该换了 霸王龙看着于清闲换上了新裙子 还在自己面前摆动作 眼睛亮晶晶的 因为刚刚他做错事了 可面前的于清闲 却没有责怪他 于清闲把坏了的裙子扔到了一边 这才认真的看着面前的霸王龙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话 但我还是要说 于清闲自己没能力养这条大狗 或许顾婉晴或者温强应该能养 首先 我是一只丧尸 还是不吃东西的丧尸 人也笨笨地 没什么本事 没有办法养你 虽然说可以去帮你拿狗粮 但我肯定是拖不动那么多狗粮的 于清闲很耐心地给霸王龙解释 主要是他经过的地方 要么是杳无人烟 要么就全是丧尸的地方 霸王龙肯定是不能跟着去的 万一遇到高级丧尸 这样的编一狗 肯定是一顿美味 所以他觉得 霸王龙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为好 于清闲见霸王龙 似乎听进去了他的话 这才提着行李箱 走出了这户人家的院子 这个地方的院子 看上去都不高 房屋也不高 可能是为了保暖吧 但现在这个地方的温度很高 像是这种低矮的小房子 肯定是很闷热的 于清闲走出了院子 继续往前走 原本是想要找花种的 可那千牛花的脾气太暴躁 白天只是把他甩来甩去 万一他自己再去 这千牛花 就把自己给吞了呢 末世的植物 可能吃活物 也可能吃丧尸 只是于清闲走了 大概一两公里的时候 就感觉到霸王龙在跟着自己 虽然他确实很努力地 想要藏起自己来 但怎么说他 就算变异了 体型自然是比以前大多了 所以 霸王龙藏好了脑袋 但整个身体都露在了外面 于清闲很无奈 他只养过猫 而且还是近二十年前 现在养这么大一条大狗 这完全就是在为难他 明明这霸王龙 是有主人的 自己也只是 帮他把项圈解开而已 又不是做了什么大事 他又何必跟着自己呢 于清闲也不管他 跟着自己走今天 既然自己不搭理他 他就会离开了 于清闲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五天之后 霸王龙还是跟在他后面 虽然有时候 霸王龙会离开几个小时 但之后又会跟上来 霸王龙光是四脚站在地上 背部就已经一米多高了 要是站起来 估计得有两米多高 于清闲很是无奈 当然也没有管他 倒是这几天 看到了路边一些小眼花 他就会很有兴致地 拿着相机去拍这些小花 直接趴在了地上 给小花找角度 原本他小小地长在公路边上 但于清闲给他拍的 好像撑起了蓝天 看完自己拍的照片之后 于清闲很得意 这几个月以来 他的拍照技术 可以说是质的提升 虽然他没什么天赋 但只要拍得多了 那么就会量变产生质变 于清闲此时看到公路周围 此时全都是一些耐寒的树 只是如今 看着快被晒死了 毕竟这些树耐寒不耐热 不过于清闲 在路过一个小山包的时候 发现那些枯黄的树木中 有一株红色的松树 那并不是普通的红色 而是像血一样的红色 于清闲站在山下 并没有上前 他退后两步 拍下了这株血红色的松树 虽然看上去有些诡异的漂亮 但于清闲知道 这种在末世中很诡异的存在 都是很危险的 虽然这株松树要是砍下来 说不定这木头还能有什么用 不过于清闲并没有往山上走 而是继续往前走去 于清闲并没有找到太多的花种 所以打算在前面的小镇里找找看 要是没有适合这种温度的种子 那么等他去南方的时候带上一包 等明年春天再来种上 当然 要是那个时候 他作为一只丧尸还活着的话 于清闲拿出地图来看看 发现自己 已经到了自己国家最北边的位置了 若是以前 六月份的这个地方 只有十几度吧 于清闲就算打着伞 也有些黏黏的 他拿出手机一看温度 42度 于清闲 难怪他无精打采的 原来温度这么高 只是这么高的温度 自己不会死在这条路上吧 若是要死 那也得选个漂亮的姿势 这么一想 于清闲也不走了 他拿出了工兵铲 准备给自己挖个坑 但他才蹲下 就听到了声音 于清闲立马就提着行李箱 连滚带爬地下了路边的壕沟 直接趴在了地上 虽然有些掩耳盗铃 但于清闲确实只能这么办了 因为温度太高 他感觉自己的味觉和听觉 都有些下降 想要跑远一些 肯定是不可能了 好在这水沟还算深 大概有一米高 原本应该是排雪水的 如今没有雪 所以是干燥的 再加上路边有50公分的泥土 上面长满了野草 倒也能把它挡得结结实实的 第71章别犹豫 直接去吧 于清闲此时趴在沟里一动不动 他忽然想起霸王龙了 也不知道那傻狗有没有躲起来 不过不躲起来 应该也没问题 毕竟很多异能者小队 会养遍异动物 来帮助他们战斗 所以于清闲担心霸王龙 不如担心自己 但于清闲发现 车子在远处停下了 车上下来了一群人 他们仔细地四处看了看 然后就上了小山坡 于清闲看着那些人 又看向了山顶的位置 瞬间就明白了这些人的目标 就是那颗血松 果然这变异植物 也逃脱不了人类的魔爪 还好不是来抓他的 于清闲此时不敢动 他就蹲在水沟里 还顺手抓过一把草 挂在自己的头顶 下面还有四五个人 抱着枪站在车前戒备 而剩下的人 则是小心翼翼地往山上而去 于清闲看着那些人 甚至戴着特制头盔 背上背着几个 像是灭火器一般的东西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既然这些人全副武装 那必然是提前踩过点了 说不定已经有人 在这棵树手里吃过亏了 只是于清闲不知道 一棵血红色的松树 有什么用 他不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 但能听到一些轰鸣声 之后就是轰的爆炸声 车前的那几个人 也惊得看向了山顶 此时的山顶 忽然冒起了大火 火蛇被风卷起 直冲云霄 于清闲不敢拿相机出来拍 只能拿手机拍了几张 并且露屏 随后就是几个人 从山顶狂奔下来 快上车 火也烧不掉这棵树 带头的人有些慌张 一边跑一边往后看 似乎后面有什么追了上来 那几个人立马上车 并且打开了车门 等到那些人窜上车之后 车子就快速地驶了出去 而于清闲看着山顶的大火 就看着那些跑煤影的车子 不是 放火烧山 于清闲也不知道 这火会不会连烧几座山 上去了十几个人 只回来不到十个人 很显然 那些人都留在了山上 于清闲等了半个小时 山上的火却没有蔓延开 他听到树叶洒洒的声音 山顶就冒起一缕青烟 之后就没什么动静了 于清闲从水沟里爬上路边 抖掉了头上的草 随后鼻尖飘来了一股 让他觉得恶心的味道 那些人已经熟了吧 于清闲把自己的行李箱 从沟里提上来 盯着山顶看了一会儿 就感觉那股味道慢慢地消散了 他小跑过去 就看到那一片的树木 都被烧得屈黑 但那颗血松依旧处立在那里 甚至于清闲觉得它在发光 甚至颜色比之前的颜色感觉 更艳丽了一些 于清闲此时就明白了 这棵树吃人 但很显然 这棵树存在于这种地方 自然是安全隐患 人类想要除掉 也很正常 亦或者 这种血松应该有什么药用价值 或者别的价值 于清闲也没上去和他打招呼 只是拿出手机 又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这么多人打他的主意 估计以后肯定是会被连根挖走 趁着现在还能看看 于清闲就多看几眼 等到天黑时 于清闲终于走到了一个小镇上 这个镇子看上去很漂亮 路面并不是那种水泥路 而是很漂亮的鹅卵石一样的地面 周围的房子的外围 都是用木头搭建出来的 并且 还有很大的落地玻璃 似乎是方便用来看雪的 但于清闲此时只能看到那些松树 这个地方 以前常年积雪 但此时雪化了 露出下面的岩石 倒也别有一番景色 而且 岩石之间的土壤里 长出了一些绿色的草 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闲觉得 这里用来放牛 肯定是很合适 放羊也行 因为高处都是岩石 于清闲找了一个视野 比较不错的小楼 住了进去 稍微收拾了一下 他就趁着夜色出去了 此时的温度 确实降了不少 于清闲的精力 也旺盛了不少 他穿过整个小镇 爬上了一层的高山 站在山顶上 本府看整个小镇 而他转向了北边 就能看到远处的 另外一个国家 但那个国家的大人西 倒也不用太担心 丧尸冲过来 于清闲看了一会儿 收回视线 他来的这个小镇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镇 就是看看冬日的雪松 而在十多公里之外的 那个城市 才是人类多去的地方 像是冰湖上做雪橇啊 滑雪之类的 如今于清闲 也玩不了这些设施了 虽然有些可惜 但于清闲 也没有非要玩的意思 话是这么说 但于清闲后半夜就出发了 朝着隔壁的那个娱乐设施 很多的城市去了 十多公里 于清闲走了两个小时 确实绕了一些路 这周围都是山 因为这一片往西南方向过去 有一大片的山脉 这边的白化林 还不像是秋冬那样染上金黄 但于清闲听着风吹树叶的声音 就好像两边的树木 都在给他鼓掌 于清闲忽然停下了步伐 举手对着两边的树木挥挥手 客气了客气了 于清闲脸上带着笑容 他只见过别人 白天走过各种树林的视频 倒是第一次在夜间 走过这种森林小道 于清闲坐在行李箱上 倒是忍不住 唱了一首白化林 只是此时的这个地方 并没有雪 氛围感虽然不是很足 但于清闲却很快乐 穿过了森林小道 于清闲又走回了公路上 终于在天快亮时 来到了那座城市M市 不过这个地方再往北一些 就是看北极光的好地方 于清闲想了想 时间对不上 毕竟看北极光的时间 最好是九月份以后 他在最热的时间 来到了这个地方 还是在地球气候 发生了极大转变的时候 于清闲觉得 像是去什么地方旅游 在有时间和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 别犹豫 直接去吧 因为在你想要旅游的时候 就是最适合旅游的时候 于清闲看着地图 还是按照特别普通的游玩攻略 先去北方第一哨 这是整个国家里最北的城镇 但于清闲不敢大摇大摆地过去 因为这个地方 于清闲闻到了一些香气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有人类的 这就让于清闲 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毕竟之前日出最早的那个城市里 也是有驻军在的 所以于清闲自然是要小心一些 他不想惊动那些驻军 好在这个地方还算大 即便于清闲过去 也没有引起注意 他坐在远处的一个长条椅子上 回头又看向了飘着红色的旗子 他盯着旗子看了一会儿 拿出手机和国旗合照 第72章 这些人是天才吗 于清闲并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极光 在晚上的时候 他就往下一个景点去了 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霸王龙还跟着他呢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恢复 霸王龙看着也比之前圆润了一些 之前的霸王龙还会躲着他 不让他看到 似乎知道自己不会刻意去驱赶他 他倒是愈发的不加遮掩了 于清闲也不去管他 而是拉着行李箱 跟着路标走 到了这种旅游圣地 都不用看地图 到处都是路标 此时 他手中不再是黑市里那人给他的地图 而是他从售票处顺来的一本景区介绍 于清闲每到一个地方 就和那些景点的石碑合照 看着手机中的照片 于清闲一正 他看着手机中 自己和那些标志建筑的合照 就想到了爸妈 于清闲立马翻开了相册 找到了之前爸妈发来的照片 果然 他站的这个位置 自己的爸妈 曾经也在这里站过 但是 他懂得太慢了 三年半后的如今 他才略微有些明白 爸妈给他发照片的意义 人会死去 景色会变 但这个世界上 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 于清闲并不是一个人 还有爸妈在陪着他 他盯着照片 又往右滑了一张 果然还是这里的景色 爸妈真的很有耐心 不只有照片和视频 还有各种文字讲解 于清闲把他拿的那份景区介绍 单放在了路边 而是根据爸妈说的话 去观看这些景色 虽然不一样 他打开视频 里面是妈妈的声音 视频所录制的景色 正是他眼前的景色 他看着远处的风景 听着妈妈的声音 就好像是一家三口在旅行 随着视频里的画面 于清闲登上了 河边峭壁的观景台 看了这个地方 犹如长龙就九区十八万 这个地方视野很开阔 他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他把手机放在口袋里 手捧着相机拍照 于清闲并不知道 这种南北气候 忽然调换是短时间的 还是以后就是这样的了 但他既然来了 当然是要拍照片的 只是于清闲通过相机镜头 看到了从河里 爬上来了一条黑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动物 于清闲立马把相机收起来 拿出自己的望远镜 看向那个地方 只见那 好像是一条大鱼 但这条鱼身上 竟然长了爪子 那裂开的大嘴里 全是尖尖的牙 哦 那是什么 鱼上岸了 不对 他之前见过鱼上岸 但那些鱼并没有这个大 自己这样的 他一口就吞了吧 而且还是从河里 爬向了自己这边的国家 于清闲眨了眨眼睛 这才忍不住 想叫这条奇怪的大鱼 爬到另外一边去 而于清闲在想着 大鱼应该不吃丧尸的时候 一头丧尸鹿摇晃着 快掉了的脑袋 从边上路过 于是从那大鱼的嘴里 吐出一条长长的舌头 把丧尸鹿给卷了过去 虽然听不到声音 但于清闲觉得自己 好像骨头有点疼 原来这条大鱼也是丧尸啊 大鱼碾压树木 爬上了河岸 朝着城里去了 就在于清闲担忧的时候 几辆越野 已经从公路上行驶了过来 那大鱼听到动静也停了下来 于清闲左右看看 拉着行李箱 蹲到了一个垃圾桶的后面 这才鬼鬼祟祟地 看下面的情况 从车上下来几个人 不过他们并没有穿着制服 也就是说 这是异能者站队的人 于清闲一一从他们 脸上划过 嗯 很好 一个都不认识 于清闲看着那些人 熟练地用鱼网去网鱼的时候 忍不住惊讶地 捂住了自己的脸 这些人是天才吗 他就想着 鱼都长脚了 也不需要呼吸 自然是可以上岸了 但因为丧尸化 确实让鱼清闲的思想 被困在了这条鱼上岸之后 就不再是普通的鱼了 可他没有想到 这些人竟然用鱼网 而且这鱼网一看就是特制的 任凭那条丧尸鱼怎么挣扎 都没有挣脱不了 不过挣脱不了 这丧尸鱼就开始吐口水 这口水带有腐蚀性 要是吐在人身上 不死也要掉一层皮吧 但很明显 这些人和这边异丧尸鱼 已经战斗过好几次了 所以 很容易就避开了丧尸鱼的口水 在丧尸鱼吐出那强劲有力的舌头时 其中一人一刀 就切断了丧尸鱼的舌头 之后几人手握冲锋枪 对着这丧尸鱼一顿扫射 而冲锋枪上安装了消声器 于清闲并听不到多少声音 经过一番战斗 这条丧尸鱼就不再动它了 带头的男人提着刀上前 撬开了丧尸鱼的脑袋 从里面拿出了一颗金盒 于清闲看着对方那熟练的动作 忍不住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这得杀了多少丧尸 才会有如此熟练的手法呀 不过他们过来 自然是引来了丧尸 但这些人明显已经习惯了 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直接就转身上车 那些丧尸才靠近 几辆车子 直接就从这些丧尸的身上压了过去 随后扬长而去 而有些被撞飞的丧尸落地之后 又快速爬了起来 疯狂地朝着车子追了过去 那速度跟短跑运动员一样 不过这些丧尸跟着车子离开 也远离了于清闲的视野范围内 他收起望远镜 把相机放回了行李箱中 手机放在背包里 就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果然距离人类太近了 而且这里的人类 很显然战斗经验丰富 并不是普通人 于清闲提着行李箱 偷偷摸摸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并没有走公路 而是从山上的小路走 这种山路并没有办法骑行李箱 只能提着行李箱走 藏满了野草 很显然很长时间 并没有人类踏足这种地方了 于清闲走了一段路 回头就看到霸王龙还跟在他身后 也不知道这霸王龙之前躲在什么地方 很明显 霸王龙躲得比自己好很多 他盯着霸王龙 而霸王龙忽然就开始呲牙咧嘴起来 在于清闲有些疑惑的时候 霸王龙直接一跃而起 从他的头顶跳了过去 于清闲这才看向了前方 就看到几头丧尸路挡住了他的去路 于清闲倒是不着急 拿出手机对着不远处的几只丧尸路 咔嚓拍照 别担心 那丧尸路应该不吃丧尸的吧 于清闲拍完照收回手机 才开口道 于清闲确实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丧尸路并不是冲着他来的 而是冲着霸王龙这活物来的 霸王龙对着几只丧尸路汪汪汪地叫了几声 那丧尸路倒是后退了几步 不过也只是后退蓄力而已 于清闲知道自己劝不住了 只能往高处去 把这个地方让给了霸王龙和那几只丧尸路 他把行李箱放稳了 拿出相机开始录制 霸王龙和丧尸路生死存亡大战即将开启 冠军到底花落谁家 即将揭晓 于清闲甚至很贴心地给视频配上了音 第73章之前 跟着我的丧尸 都饿跑了 霸王龙有超强的自语能力 这一点于清闲是知道的 但当他看到霸王龙身上冒着电光的时候 还是有些惊讶的 看来霸王龙并不是单纯的变异动物 而是拥有异能的狗 他身上带着电光 直接冲了上去 一爪子就直接把最开始的那只丧尸驯鹿 给抓烂了一半脑袋 那丧尸驯鹿的脑子瞬间掉了一地 身体也开始摇摇晃晃 然后轰的一声倒在地上 很显然霸王龙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 他知道如何才能杀死丧尸 不过也是 之前的大半年 他的脖子每天都在流血 而丧尸动物对血腥味异常的敏感 能在带着致命伤的情况下活大半年 霸王龙可真印了他的名字 那几只丧尸鹿 被霸王龙三下五除二就给解决了 但霸王龙并没有立马离开 而是用爪子 在那几只丧尸鹿的脑子里 扒拉什么东西 于清贤听着霸王龙扒拉完之后 对着自己哼紧 他以为是不是丧尸鹿的头骨卡他脚了 自然是凑凑过去看 结果看到霸王龙把两颗金盒 推到了自己的面前 于清贤 他又不是动物园的猴 怎么谁都想投喂他 高级丧尸也就算了 怎么连条狗也要投喂他 他看上去像是马上就要饿死的模样吗 给我的呀 不用不用 你自己吃吧 于清贤摆手 表示他不吃 霸王龙见于清贤不吃 这才低头把两颗金盒给吞了 于清贤走回了自己刚刚坐的地方 拉上自己的行李箱 继续翻山越岭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于清贤才发现自己 好像来到了一个滑雪场 不过他只是在门口看了看 如今这个地方也没有雪 自然是没办法滑雪了 滑雪场里有丧尸 这些丧尸身上还穿着滑雪服 看样子都是旅客 他四处看了看 发现有个地方关着不少狗 但这些狗犬都变成了丧尸狗 已经大半年没吃过什么东西 不少已经变成尸体了 只剩下几条还活着 不过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是饿得不行 吃了铜来 看上去凶暴 于清贤也没有上前去把门打开 而且他也有些不敢 他怕狗咬 于清贤转悠了一圈 然后就看到了雪橇 他灵机一动 就把这雪橇给拉出来了 这雪橇原本应该是套驯鹿的 但于清贤觉得 此时刚好用来套霸王龙 于是他高兴地 把霸王龙叫过来 随后胡乱地把那雪橇绳索 全都绑在了霸王龙的身上 把行李箱放在了安全的地方 自己才坐了上去 出发 于清贤到 霸王龙也很配合地冲了出去 虽然没有雪 但平整的地面 对于霸王龙来说 完全不是问题 带着于清贤到处跑 坐在雪橇上的于清贤 也很高兴 就是帽子被吹飞了 他还得下雪橇去捡 他之后一手压着帽子 一手抓着雪橇 下次换个有带子的帽子 这样风也不会吹掉了 似乎是因为于清贤的心情很好 霸王龙也撒欢地跑 甚至都闭上了眼睛 于是 于清贤就看着霸王龙 拉着雪橇 带着他 一头扎进了树丛里 于清贤好不容易 从翻了的雪橇下爬出来 就看到霸王龙蹲坐在一边 眯着眼睛露着舌头 那大尾巴敲的地面 砰砰作响 于清贤看他一副妖功的模样 就伸手给他一锤 都翻车了 你还高兴个鬼啊 我要是个活人 都要摔死了 于清贤说着 就把插入他大腿里的树枝拔了出来 要是他还是一个活人 这一根树枝插入大腿里 就能疼死吧 当然 要是疼得麻木了 似乎也感觉不到 于清贤看着那个血窟窿 并没有血流出来 但能看到一点点血浆 虽然他的身体 已经死了大半年了 但血液也没有完全凝固 霸王龙看着于清贤大腿上的血窟窿 就立马走了过来 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 于清贤有些不解霸王龙的做法 是在安慰自己吗 我不疼的 你不用担心 于清贤伸手揉了揉他的大脑袋 表示自己没事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把霸王龙的脑袋推开 然后准备拉下裙子 结果就看到自己被树枝扎穿的那个血窟窿 竟然在慢慢地愈合 这肯定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要是他有这个能力 也不至于顶着半张裂开的脸 到处跑了 所以这是霸王龙的异能 但他不是雷技或者电技异能吗 也就是说霸王龙是双技异能 而且这种异能 都是那些末世小说中男竹女主身上 才会出现的异能 你这小子 可以啊 妥妥的主角狗 于清贤忽然觉得 或许以一条狗的视角写末世 好像也不错 他盯着霸王龙 就觉得职业病又犯了 甚至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忍不住夸赞霸王龙 到现在 他遇到了三个疑似女主的人 一个疑似男主的地下皇帝 以及现在一只疑似主角的狗 那自己是谁 他是负责发现主角的NPC 想到这里 于清贤开始捏着下巴思考 首先 主角确实很厉害 但有一点很致命 那就是 主角的身边事情很多 总是会遇到什么十年一见 或者百年一见 千年一见的事情都有可能 虽然从主角的角度来看 确实很爽 在丧尸群里 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要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 于清贤只想求对方救救自己 可一般末世文的主角都不圣武 很多时候 都是见死不救的 因为有任何一点 威胁到他们生命安全的可能性 他们都能视而不见 于清贤当然不会去责怪 这些当主角的 只是他有时候会想 如果这种能力 是在那些军人的身上 结果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于清贤这么想着 就收回了思绪 但爽文嘛 就是要爽起来 末世里 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一些人命 可能还不如一块面包来得珍贵 而且 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身为主角的人 都会被诱惑的东西 普通人又如何能拒绝呢 于清贤站起身 拍了拍霸王龙的脑袋 若是他随便跟着厉害的人 那未来都不愁吃喝的 跟着自己 吃的东西都有些困难 霸王龙 要不你还是走吧 跟着我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之前跟着我的丧尸 都饿跑了 于清贤认真道 不管是人类还是丧尸 跟着他 都能够达成 三天恶酒盾的成就 以及每天朋友圈 部署第一的成就 第74章 总不能是来滑雪的吧 霸王龙听完于清贤的话 只是甩了甩尾巴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于清贤见他不动 就弯腰把他身上的绳子 全都拆了 至于那辆雪橇 于清贤也没有打算 拉回去的意思 反正这种东西 也没人要 万一今年冬天的时候 秋色湖又冻上了 那岂不是真的可以滑雪了 去年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早知道让老牛 拉着他去滑冰好了 要是九月的时候 河面还没动上 那么他就去滑船好了 于清贤这么想着 就把这个计划 加入手机备忘录中 他看着被自己 罗列出来的 好几条带坐的事情 草原 沙漠 还有静的 再去看看峡谷 和雨林什么的 也就差不多了 于清贤一边想 一边往回走 手中的手机相机 被他不断地滑动 他得确定 自己的爸妈去过的地方 很多地方 于清贤并不想去 而是觉得太麻烦了 他如今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错了 于清贤安慰自己 他穿过那些群丧尸 提上自己的行李箱 继续往西而去 越往西边走 要穿过几千年的古都 那个地方 并不是如今的首都 但在很多朝代 那个地方都是首都 不过距离他现在的位置 还远得很呢 估计得走上 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于清贤 要横穿这条山脉 山脉中 原本有很多野生动物 当然 现在可能是丧尸动物 也可能是变异动物 总之 对于人类来说 都是很危险的 但对于于清贤来说 倒是显得很安全 并且沿着这段山脉 有公路过去 两边的树木也很漂亮 之前他在很多 旅游博主的视频里见过 于清贤自然是 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此时的行李箱 从一开始只有一个相机 到现在已经满满当当了 当于清贤打开行李箱 查看自己的东西时 看着那一行李箱的东西时 有些意外 他原本以为 自己能够轻装启程的 而这一路 反倒是 收了不少东西 他把书籍和相机 先放在了一边 这才看向了 自己准备的几条裙子 这些裙子 都是吊带长裙 所以不占地方 然后就是他 塞在行李箱里的 那束玫瑰花 他弄了几朵当书签 剩下的 就随手塞在行李箱里 原本以为 这玫瑰花已经枯萎了 但现在 看着鲜活的玫瑰花时 于清贤还以为 自己是不是眼睛花了 他把那束玫瑰花拿起来 然后又看到了 下面的那一束小花 那是顾婉晴送他的 姑且算吧 就连那束小花 看着都有几分复苏的模样 这让于清贤满头地问好 他不懂为什么 原本应该已经枯萎的花 如今竟然活过来了 直到他看到了 角落里的那个小袋子 里面放着的 是他捡来的晶体碎片 难道是因为这个东西 于清贤把花放在一边 这才把小袋子拿起来 打开后 把那些碎片倒了出来 这些碎片 此时散发着漂亮的光芒 就连上面的那种 像是和大气摩擦 产生的灰尘也不见了 此时就好像一颗 漂亮的暗黑色的珠子 但这珠子里 流淌过一些东西的模样 它很眼熟 对了 是晶盒 只是晶盒里的东西很少 几乎不会动 不像这个晶体碎片里的 那种东西 都快流淌出来了 于清贤大概就明白了 丧尸身体 和异能者身体中 出现的晶盒 和这晶体碎片 都是一样的 正因为这些东西里的能量 才能让丧尸变得更强 让人类进化出异能 就连它这两树花 都因为这些晶体碎片 所以 为什么人类死了 却会变成晶尸活过来 也是因为这晶体里 奇怪的能量 但丧尸不是病毒吗 于清贤又 有些不懂了 毕竟他不是学这方面的 根本就搞不懂 于清贤想不清楚 就不打算想了 他又好好整理了一下 然后把那两树花 放进了行李箱 并且把那些晶体碎片 放回袋子里 又放在了两树花的下面 于清贤翻了翻自己的书 书也是用植物做成的 不会这书也发芽了吧 于清贤翻开了自己的书看了看 发现夹在书里的玫瑰花花签 真的已经生根了 并且和书本长在了一起 于清贤捧着书 只能找个地方挖个坑 把书摊开埋了 毕竟这花签 已经活过来生根了 还是种在土里好一些 于清贤忽然想到了 自己背包里的种子 这些种子 不会也发芽了吧 想到这里 于清贤立马把那花给埋好之后 就打开了背包 里面的东西不多 就他和爸妈的照片 手机 以及一把小梳子 还有十多带喜发露和沐浴露 以及那些玫瑰花的种子 这些种子在于清贤的眼中 就像是一个个的小石料 不过现在 这些种子看上去也很鲜活 就跟刚摘下来的一样 但没有发芽的迹象 这倒是让于清闲松了一口气 可他松了一口气时 又忽然想起来 自己摘了种子 就是为了以后种下去的 他想了想 就又回到了刚刚埋下的那本书那边 只有一半的玫瑰花 却开得很好 于清贤倒是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在等着半朵玫瑰花 真正的扎根在土里 等了几天 于清贤发现 这半朵玫瑰花的半根树枝 开始发芽 那么说明 这朵玫瑰花确实活了 确定玫瑰花活了 于清贤这才提着行李箱 准备离开 这几天白天 他都蹲在树下乘凉 只有上午下午和夜间 他才到处去看 还试了试那种滑雪板 让于清贤觉得自己穿上之后 好像鸭子走路 瞬间就脱下来扔了 在于清贤坐在长凳上坐拉伸时 刚弯下腰时 就听到了动静 这让他直接从长凳上弹了起来 有车子过来了 于清贤提着行李箱 就直接冲上了旁边的森林中 然后蹲在一片树丛后面 这个地方 是他之前站在滑雪场前面的小广场上 设想过的隐藏的 要是有人来了 他就往这个地方跑 并且 这个地方距离滑雪场有几百米的距离 幸存者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往森林里走的 这让于清贤稍微安心一些 他蹲在树丛后面 从树叶的缝隙中往下看 能看到车子 有些眼熟 好像前几天见过 等车上的人下来之后 于清贤可以确定 就是杀死丧尸鱼的那群人 只是不知道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总不能是来滑雪的吧 又没雪 第75章 对人类的忠诚 不是小小病毒就能抹去的 当然 要是于清贤那时候见过这群人 那么他就不会觉得他不认识了 毕竟这群人之前在那个小镇的时候 他还召集过丧尸开party呢 只是于清贤不知道 自己救的人 就是这群人中的几个人 而这个小队带头的人也没有想到 去年救了他们一命的 他们找了许久的救命恩人 就在几百米外的那个小山坡上 他们之所以从南方一路冲到北边 当然是因为到北边 感觉更容易生存一些 毕竟冷 食物保存的时间长 并且 南方人稀罕冬天 但谁能想到 他们一路往北方走 结果越走天气越热 丧尸又净化 他们也在首都基地也定居下来了 自然是没有必要再冒着危险回南方 当然 这段时间 他们也没有放弃 寻找那个救了他们一命的人 只是大半年了 依旧一无所获 如今地上种菜 有大半会变异 虽然十几个官方基地有存量 可他们是异能者站队的人 一直吃基地给的东西 当然是不愿意的 并且他们 又不是没有能力 自然是把那些东西 留给需要的人就是了 再加上异能者 本来就需要狩猎丧尸 获得金河 而这种滑雪场 地势宽阔 视野也不错 丧尸也不算多 确实很适合狩猎丧尸 并且 这种滑雪场 肯定是有备用的食物 就算是新鲜的食物 不能保鲜 但很多东西的保存时间 也还算长 最重要的是 在这种末世 只要食物没臭地吃不下去 那么都能吃 所以他们 自然是开始清理 这个滑雪场的丧尸了 于清贤从一开始地蹲着 到后来直接趴在地上 他看着那些人 跟砍白菜一样 直接把整个滑雪场的丧尸 都清理了一遍 果然 普通人看到丧尸扑过来 腿都软了 像是这些强者 就跟打游戏过关一样 丧尸变强 他们也变强 这个世间 从来不缺强者 也不缺英雄 于清贤盯着这些人看了一会儿 拿出手机拍了一张 就起身提着行李箱离开了 等他走了半个小时 霸王龙才叼着一只 超级大白兔过来 兔子奄奄一息 还没有死 而霸王龙把兔子 放到了于清贤的面前 还用他的掌鼻子 朝着于清贤的方向 拱了拱 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 不吃金盒 那么就吃活物 于清贤觉得这霸王龙 真的很操心 他吃不吃东西这件事 但他真的不需要吃啊 这个还是 你自己吃吧 我不需要 我真的不用吃东西 于清贤苦口婆心道 在末世抓活物 确实很困难 所以于清贤觉得 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在他身上 霸王龙盯着于清贤的脸 看了几分钟后 确定于清贤并没有说谎 这才把兔子给吃了 这只兔子看上去 应该也是变异了 都快有半个他那么大了 但对于霸王龙来说 不过是两口的事 他甚至连皮带骨头一块吞了 此时的于清贤觉得 这霸王龙 不会进化到吃人的程度了吧 但仔细想想 应该也不可能 就算是恢复一些野性 但血脉中对人类的忠诚 应该不是小小病毒能抹去的 于清贤听着霸王龙嚼兔子 咔嚓咔嚓的 听得有些腮牙 好在他很快就走上了那条公路 周围都是树林 风景也很不错 于清贤坐在行李箱上 打着伞 但他看着远处 慢慢变黑的天空 心中又有些担心起来 不会又要下大雨吧 而于清贤的担心 很快就被落下的雨点给落实了 逗大的雨说下就下 于清贤都找不到一个避雨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条自驾游公路 所以路上的车辆并不算很多 这条公路 一般比较热门的时候是秋天 那是这条公路 和这片山脉最漂亮的时候 不过于清贤坐在行李箱上 手中撑开了伞 勉强挡住了雨 但霸王龙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蹲坐在于清贤的身边 全身很快就被雨打湿了 于清贤看了看天 然后拿出手机 稍微看了看天气 但这个地方 距离基地的距离已经太远 并没有信号 各种信息更新已经是三天前的了 但三天前的消息 却给于清贤一些信息 在三天前 华西基地就已经预测到 强大的雨云正朝着他们国家飘了过来 听说这雨云 让很多个国家陷入了水灾当中 并且随着雨降落的 还有冷空气 下雨之后 这些雨水就会被冻上 所以请各个基地周围的幸存者 尽快回基地避难 于清贤看完信息 把手机收到背包里 这才前后看看 并没有任何躲雨的地方 他也不可能一直坐在这里 所以只能提起行李箱 打着伞往前走 直到天黑 于清贤终于在路边看到了一辆房车 房车的门是开着的 里面没有人 也没有丧尸 但于清贤知道 这个房车确实可以当临时的避难所 他上了车 见霸王龙要进来 就制止了他 先把身上的水甩干再上来 霸王龙倒是听话 迅速像是一只大陀螺一样 甩掉了身上大部分水渍 随后越上车 车子都因为霸王龙的动作摇晃了一下 于清贤这才把房车的车门关上 他在房车上坐了一会儿 伸手摸了摸桌子 上面全都是灰尘 而车壁上也有一些血迹 这辆房车 是一对情侣或者夫妻的 他伸手摘下了冰箱上贴着的照片 两人面带笑容地对着镜头 估计这两人到了这个地方 停下休息 但没有想到 其中一人变成了丧尸 他看着地上的 已经变得漆黑的血迹 从床边一直延续到车门 至于外面路上的血迹 应该是被雨水冲刷干净了 于清贤扯了一个锅去 接了一锅雨水 把房车的灰尘擦干净 等到快天亮 他才坐到房车客厅的位置 而霸王龙早就爬上床去睡着了 那不算小的一米五的双人床 勉强够霸王龙睡在上面 果然像是霸王龙这样的便衣动物 还是需要睡觉的 他坐了一会儿 就往驾驶室的方向走了过去 拉开了帘子 坐上了驾驶室 车要是还在 所以于清贤试着启动车子 车子启动的声音 吵醒了霸王龙 他像是小狗一样 哼哼唧唧 直到听到于清贤的声音 才又缩回头继续睡 于清贤启动车子之后 看了看油表 发现这辆房车的油 才用了一点点 他并没有开动车子 而是又熄火 从驾驶室走回客厅 外面的大雨一直没有停下 路边的水沟一直在流水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 会不会被水淹没 不过应该不太会吧 这个地方处于半山腰 就算是有洪水 也暂时淹不到这个地方来 第76章都是好狗狗 于清贤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从早上5点来到了中午12点左右 外面的大雨 依旧没有停下的迹象 公路边上的水沟水 已经开始湍急 很显然 之前的信息并没有作假 消息是华西基地 传送给华北基地的 而他是三天前 从华北基地的范围圈内 收到的消息 现在他出了华北基地范围 但还没进入华西基地的范围 估计还要过去几百公里 才能到华西基地的通讯范围 可现在这大雨下的5米之外 啥都看不清楚 并且温度也越来越低 前两天的温度还在40多度 而从昨天下雨到现在 已经降到了20多度 并且还在持续下降 于清贤并感觉不到温度的下降 直到下午3点的时候 于清贤在拿手机时 发现温度只有10度了 这种大幅度的降温 对人类来说 又是考验 于清贤打着伞下的车子 去检查了一下这车的轮胎 几个轮子的气已经没有了 看上去扁扁的 于清贤也不知道要如何充气 现在并不是网络范围内 所以没办法收到任何消息 好在地图本还能使用 当然也仅限于查看地方而已 并没有那大哥 帮他改的手机好用 可一旦走出信号区域 手机就变成了一个砖头了 于清贤打着伞 蹲在地上 看着那扁扁的车轮 就起身去到处拉门 他看过不少房车旅行视频 自然也看过那些博主 介绍自己的房车 也会说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于清贤想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 能让汽车的轮子充气 不过于清贤打开了 车辆的一个后备箱的箱门 结果猛地掉出一只手臂来 于清贤下意识地去接 这只手臂已经腐烂得很严重了 他另外一只手 把后备箱盖完全打开 就发现 躺在这个后备箱里的女性车主 这女车主蜷缩在后备箱里 她的身体已经腐烂严重 不知道是因为受伤而死的 还是变成丧失之后饿死的 于清贤把女尸体的手臂放了回去 这才把伞放回车上 用毛巾擦了擦手 这才从行李箱里拿出弓钉铲 霸王龙从床上下来 于清贤让她在车上带着 关上车门才朝着后面走过来 无论如何 这个女车主应该都是受伤之后 没办法跑 才躲在这个后备箱里的吧 可惜 她并没有得救 即便这大半年来 于清贤一直不想面对这种情况 但忽然面对一个女性死者时 她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受 于清贤把对方的尸体 从后备箱里抱了出来 然后把另外一个后备箱里 装衣服的塑料箱清空 并且把她的尸体放了进去 天上的大雨依旧很大 这让于清贤想要帮这具尸体 穿上干净的衣服都有些困难 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贤忽然想到了一句歌词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 于清贤给女车主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但大雨下来 那箱子很快就积水了 于清贤把盖子盖上 又把箱子竖起来控水 不知道为什么 搞得她好像在做饭控水一样 盖上盖子之后 于水就没办法进入箱子 于清贤拖着箱子去了森林中 选择了一个事业很好的地方 挖坑把她埋了 能出来自驾游的 肯定是喜欢自由的 这个地方风景很不错 虽然现在下着大雨 什么都看不见 于清贤把女车主埋了以后 还从她那树玫瑰花里抽出了一朵 放在了墓上 看着这个简陋的墓 连块墓碑都没有 于清贤也只能坐到这里了 她双手合十 早灯极乐早灯极乐 于清贤语气很真诚 虽然人类是听不懂 但她的心是真诚的 处理完女车主的尸体 于清贤就跟落汤记一样 全身上下一直在流水 她抬头看了看天空 那雨水就跟别人 拿盆泼他一样 哗啦啦 哗啦啦 于清贤走上车 水也淋了一地 变身水鬼 于清贤对着霸王龙土舌头 霸王龙躺在床上 她身上的毛发 因为被水字冲洗过 显得更加蓬松 此时就好像铺了一床的棉花一样 于清贤从背包里 拿出了沐浴露和洗发露 就直接站在门边洗澡了 反正也没人看得见她 她当然是不害骚 洗完澡又洗了头 走回车里 套上裙子 就去把车子启动 车里有了电 于清贤翻出了车主的吹风机 然后把头发吹干 外面的天色越来越暗 她又悠悠然地混过了一天 这辆房车的轮胎已经别了 自然是没有办法再开了 外面的大雨 又不能继续往前走 虽然她可以冒雨前行 但她十几万的行李箱不行 所以于清贤就在房车里住下了 但这一住 就是七八天 虽然她这个位置是在半山腰 雨水并没有淹没这个地方 但这么大的 雨一直都没有停过 就跟天漏了一样 这样的降水量 稍微低洼一些的地方 绝对被淹没了 而且听说还会有冷空气 于清贤并感觉不到冷空气 她看了一眼手机 此时的温度在三度左右 虽然说这个温度 对于人类来说 还在接受范围内 但现在还有这么强的降雨 那就是一场大灾难了 第九天 雨小了一些 但依旧没有放晴 并且还吹起了风 于清贤又看了一眼手机 此时已经是零下五度了 飘来的已经不是雨水 而是像一块一块的小冰块 小冰雹砸在车顶上 砰砰响 于清贤觉得自己 不能再在别人的房车窝着了 反正这小冰雹 也砸不死自己 她想了想 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霸王龙见于清贤收东西 就立马起身 这房车里倒是有一袋狗粮 车主的小狗于清贤并没有见过 所以就直接拿来喂霸王龙了 不过 她每天就为了霸王龙一小碗狗粮 就勉强能维持霸王龙的生命 当然 霸王龙每天都在睡觉 也不乱动 所以于清贤觉得 她现在知道 跟着自己肯定是会饿肚子的 估计也会离开吧 毕竟她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于清贤先撑伞下车 这才把行李箱也提了下去 而霸王龙也立马挤着她下去了 生怕被于清贤关在房车里 于清贤看着她着急忙慌的样子 就觉得有些好笑 她怎么会把活物 关在一个不能离开的地方呢 之前关门 是因为下大雨 霸王龙的毛发又很长 毕竟她属于长毛犬 虽然因为变异显得很大 但于清贤勉强能看出 她应该是品种狗 之前于清贤一直都没有去纠结她 到底是什么犬位 不过现在她也不纠结 无论是什么品种的狗狗 都是好狗狗 第77章 也不知道这店会不会店到自己 于清贤穿了一件女车主的衣服 她倒是不嫌弃 还拿了两件雨衣 雨衣一件包住了行李箱 另外一件 于清贤把它罩在了霸王龙的脑袋上 实在是她体型太大了 这雨衣勉强包住她的脑袋 因为雨衣是个小黄鸭的 很可爱 此时霸王龙被包住脑袋 确实很可爱 于清贤拿出手机 对着霸王龙 就是一顿拍 白白的大狗狗 顶着一个小黄鸭 真的超可爱 霸王龙也不动 任由于清贤对着她拍 依旧是咧嘴对着于清贤笑咪咪的 于清贤离开房车时 还把房车的车门关上 等她走几步 就发现了有些不对劲 那就是地面结冰了 一开始还好 但往前走就有个坡 所以她开始有些打滑 但这对于霸王龙来说 并没有影响 毕竟她的爪子 估计都能爬接近垂直的墙面了 于是 原本走在霸王龙前面 于清贤走得手忙脚乱的 就好像这双腿 是从别的丧尸那借来的一样 在三分钟后 于清贤放弃挣扎了 再加上她手中的伞还被风吹 她甚至没有前进 反而倒退了半米 于清贤只能把伞收起来 放在背包里 伸手抓住霸王龙的毛 前进 于清贤开口 她一手抓着把霸王龙的毛 一手提着行李箱 没办法做出指着前面的动作 好在大狗很聪明 拉着她就往前走 于清贤甚至都不用走路 就被霸王龙拉着 在地面上划着走 毕竟她的小皮鞋 根本不防滑 这让于清贤有些 想要回去拿雪橇的想法 自己这样 抓着霸王龙的毛 不会把她的毛抓掉吧 万一吐了怎么办 好在霸王龙的毛发很结实 并没有被她揪掉 一直走到山坡上还好一些 至少前面一段都是平路的 并没有上坡路了 而霸王龙的身上 落下的冰雹化成了水 让霸王龙的身上 又湿漉漉的 但于清贤身上的冰雹 却没有一点融化的痕迹 这让于清贤有那么一瞬间的疑惑 随后她立马就反应过来 自己是没有体温的 这空气中的温度是多少 那么她的温度就是多少 想到这里 于清贤想着 等到下个城镇 就拿个侧问衣揣兜里 随时可以看看自己多少度 于清贤把行李箱上的雨衣给摘了 骑了上去 不过并没有启动行李箱 而是脚一蹬 行李箱就飞快地滑了出去 通过惯性 于清贤的速度倒是快了很多 此时周围的环境 已经能看清楚了 虽然依旧有冰雹 但这冰雹并不像是 之前大雨一样泼下来 穿过一片树林 于清贤知道自己 到了一个非常适合 观赏树叶的地方 从公路下面 穿过一条小溪 听说很漂亮 若是运气好 还能看到野生的驼鹿啊 香章子之类的动物 不知道为什么 一听到那种这种鹿类的动物 于清贤就会觉得 他们自带仙气的感觉 所以 于清贤还是满怀期待地冲过去 虽然可能 看不到活的了 丧失的也行啊 只是还没靠近 于清贤就听到那轰隆的水声 随着他的接近 树木从他的眼前退开 于清贤看到的 并不是漂亮的小溪和小水潭 而是浑浊的洪水 甚至两边的树木 都被冲断了不少 就连公路上都有些水渍 并且还结冰了 只是因为 现在温度还没有那么低 所以那洪水并没有结冰 可是连这种地方的小溪 都变成了十米宽的大河 那十米宽的大河 岂不是要变成一条江啊 于清贤走了过去 往山脉的方向看了看 虽然这条公路 确实是在山脉中 但也是沿着山脚建造的 毕竟建造公路 也会损害很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当然是选择损失较小的地方 于清贤把行李箱放在路边 就跨过水沟跳了过去 看向了山下 发现山下的位置 全是浑浊的洪水 就像是一大块棕黄色的镜子 原来的那些漂亮的水蛙和草地 如今已经消失不见 于清贤又折了回去 拿了相机 把这种好像地处 都变成汪洋的样子 记录了下来 好在他离开的时候 用车里的电源 把行李箱 还有相机的电圈都充满了 倒也不担心 短时间内会没电 于清贤并没有太靠近洪水的位置 即便那个地方 看上去很结实 但于清贤不知道自己走过去 会不会成为那个地方 垮他的最后一份重量 他在隔了好几米的位置 拍摄那些视频 按对面有几只丧尸动物聚了过来 应该是 闻到了霸王龙身上的血肉味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那洪水的危险性 要过来 直接就被洪水给冲走了 当然 不止对面有丧尸动物过来 就连自己这边的山下和后面 也有丧尸动物跟了过来 霸王龙原本是护着于清贤的行李箱 但那些丧尸动物扑过来 他不得不动手 于清贤导也不担心霸王龙 而是拿着相机 从录像功能切换成了拍照功能 他回头看着霸王龙 一改刚刚的可爱模样 那件小黄鸭的羽衣 瞬间四分五裂 他身上柔顺的毛发 充斥着电光 于清贤立马捡了一片羽衣踩在地上 毕竟谁导电 也不知道这电会不会电到自己 但显然于清贤的担心是多余的 霸王龙控制异能很熟练 每一道电光 都精准地批中了那些丧尸动物 随着电光打击到丧尸动物 那些丧尸动物的脑袋 瞬间就炸开 于清贤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霸王龙 偷偷去这些丧尸动物的脑袋里 塞了炸药 这霸王龙可真厉害 只是现在 这洪水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变小 于清贤收起相机 就发现冰雹已经停了 这让他又忍不住看向天空 但厚厚的云并没有散开 甚至吹起了风 于清贤盯着那飞起的水花 发现这些水花 竟然在风中变成了冰 这得多冷 才能让水瞬间结冰啊 于清贤又拿出了相机 直接打开录像后 放在了行李箱上 其实他已经做好了长时间的准备 既然那些水花能在空中迅速结冰 那说不定这些洪水也会结冰 但应该不是短时间的 只是这冷空气 并没有让于清贤等太久 半个小时不到 水流就变小了 于清贤忍不住往山上看 发现山上的树木 已经开始变得白花花的 就像是 被人撒了一大把糖霜在树上 第78章 现在是邦邦印的冰冷尸体 下午4点左右 天色渐稳 而前面10米宽的洪水 完全被冷空气冻结了 虽然流速小了不少 但依旧哗啦啦的 所以现在被冻结时 就像是一条棕黄色的路面上 出现了许多的小古包 于清贤看着看着 就好像这是从山上躺下来的果冻 不过于清贤知道 这是他从这边过去的好时机 他立马拿起相机 拉着行李箱 就往河对面走 不过在经过那小桥的时候 于清贤还是先搬了一个石头扔了过去 石头在冰面上砸出了糖线 随后滑出去很远 看来这冰面是很结实的 于清贤先把行李箱送到了对面 这才抱着相机从上拍到了下 洪水冲刷的地方 树木都已经到了 这洪水破坏力极强 再往下看 倒是一览无遗 这洪水就跟个蟒夫一样 原来的小溪道都不走 直接横冲直撞 直接冲垮了一大片森林 因此从这个地方往下看 就能看到那一片汪洋 这既是现场并不是汪洋了 应该算是一个巨大的冰面 于清贤拍摄完后 就关闭了相机 越过了这片冰 霸王龙也走了过来 但于清贤发现 霸王龙身上的毛发也都结冰了 就算是变异的异能狗 此时湿漉漉的毛发 也没办法产生温度 于清贤伸手拍拍他的脑袋 方应 要是再不取暖 估计霸王龙就得被冻死 于清贤拿出地图 看到前面十几个公里的山脚有个镇子 他也不玩了 立马拉上行李箱 带着霸王龙朝着那个地方去 霸王龙需要温度和食物 这是他除了逃命之外 跑得最快的一次 到了小镇时 于清贤并没有闻到属于活物的气味 心中安心了一些 但小镇里的丧失不少 毕竟这个地方属于旅游区的小镇 游客自然是不少 于清贤寻了一间保暖性 看上去很不错的屋子 就让霸王龙进屋 他自然是去找打火机和板斧 过了十多分钟 于清贤回来时 发现霸王龙瑟瑟发抖地凑在沙发边上 但这种不能产生温度的沙发 根本起不了作用 于清贤的斧头 直接就朝着沙发劈了过去 总之能点火的 他都堆在了一起 他拿着打火机 点燃了那堆被他劈开的沙发 毕竟不知道这个冷空气多久会走 他得省着点烧 于清贤避开了火 但霸王龙却凑了过去 不到几分钟 霸王龙身上就冒热气 看着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针锅 于清贤看着他蹲坐在火堆边上 这才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 你好好的在这里烤火 我去看看这个镇子里 有没有狗粮 或者是能吃的东西 于清贤一站起来 霸王龙就跟着站起来 他立马安慰 个子这么大 胆子这么小 霸王龙闻言 这才又做了回去 于清贤开门 走出了房间 此时这个屋外聚拢过来不少丧尸 不过于清贤倒是不担心霸王龙的安全 则是朝着超市去了 一般这种东西 超市应该有卖 于清贤快走到超市门口时 就觉得自己的脚 好像有些难以跨出去 一开始于清贤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但当他走到超市门口时 就感觉到自己的双腿 竟然像是生锈了一样 就连弯曲都有些困难 于清贤立马就知道 现在的温度绝对很低 已经超出了丧尸的承受范围内了 他回头一看 果然那些丧尸都跟冰棍一样 处在原地不动了 于清贤瞬间意识到了危机 他得快一点回去 因为他也需要那堆火了 超市里确实有不少东西 像是香肠什么的 于清贤转了一圈 提了几袋狗粮 还把货架上的香肠 也全都给搂到箱子里 随后他提着两个购物篮子回去 但他的步伐越来越慢 于清贤都感觉自己 真的好像快变成木头了 这温度的多低呀 毕竟这大半年来 他第一次感觉到寒了 而他走到半路 就真的动不了了 好在霸王龙见他半天不回去 就出来找他了 看到他一手提着一个 购物篮站在路中央时 霸王龙就迅速冲了过来 然后用嘴叼着他回去了 他被放在地板上的时候 甚至都听到了那种 砖头砸在地上的声音 现在他不只是冰冷的尸体了 还是邦邦硬的冰冷尸体 霸王龙很聪明 甚至知道开门关门 随后把于清贤 往火堆边上推了推 这才坐在于清贤的身边 自顾自地把狗粮袋子撕开 开始吃起来 看样子 是真的饿了 于清贤就像是一个雕塑一样 站在火边 直到十分钟后 于清贤终于可以活动了 他才一屁股坐下 而他带回来的狗粮 已经被霸王龙吃完了两袋了 于清贤把行李箱 也移到了火堆边上 这么冷的天气 可别把他的宝贝们冻坏了 此时即便他不拿手机 出来看温度 也知道现在的温度 肯定是零下几十度了吧 他走到窗户边往外看了看 发现门口的丧尸 也被定住不动了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过去 又会净化出什么厉害的丧尸 至于九月份去秋色湖这件事 于清贤肯定是没办法顺利到达了 毕竟从这里到秋色湖 差不多有近五千公里 而现在已经快七月中旬了 于清闲闲着没事 就把楼上所有能烧的东西 全都砍坏了拖下来 防止火熄灭 他觉得自己还好 但是霸王龙并不能离开火堆太远 所以这种事情只能他来做 之后又去人家的衣柜里翻 抱下来了好几床被子 给霸王龙 随后也给自己穿上了棉服 脚上也套上了棉鞋 好在末世前这个地方的冬天也很冷 所以各种保暖的东西都有 他甚至发现了那种保温锡纸 虽然不知道对他这尸体有没有用 但于清闲还是把自己裹了一个遍 这才穿上厚厚的衣服鞋子出去 这次他准备用拖车 把狗粮和霸王龙能吃的东西 多拿一些过来 他可不想天天跑出去 被冻成一根冰棍 许是这次 他做了很充足的保暖措施 总之 他没有之前那种冻成冰棍的感觉了 这让于清闲很高兴 很好很好 他又来回几趟 把那个超市的东西都搬空了 谁也拿了不少 霸王龙也还要喝水 顺便踩踩踩点 看看小镇还有没有别的超市 而就在他准备去看看别的超市时 于清闲的面前 猛地砸下来了一个东西 直接把前面的房屋都给撞塌了 灰尘四散 于清闲看到了灰尘中 一个近两米高的人影 没有香气 是丧尸 第79章 你个偷狗贼 给我站住 于清闲盯着这只丧尸 就主打一个敌不动我不动 随着灰尘落在地上 于清闲终于看清楚了 这只丧尸的真面目 身上没一丝不挂 全身的皮肤 就跟穿了黑色的塑胶衣一样 甚至还会反光 两只眼睛看着有些怪异的白 嘴裂开到两边 于清闲只觉得这只丧尸略微 有些眼熟 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直到这只丧尸微微张开嘴巴的时候 于清闲忽然恍惚响起 好像毒咽 不过也没那么像 就是看着好像一个被晒的躯黑的黑人 这只丧尸开口说了几句话 于清闲听得一头雾水 他听不懂这只丧尸在说什么 这是外国丧尸 果然 这个地方太靠近边境了 即便是有官方的人 在这些地方住手 但也没有办法全线封锁 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丧尸偷渡过来 偷渡过来也就算了 这位老兄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变强了 也变秃了 于清闲见他的动作很敏捷 似乎不受温度的影响 也就是说 这只外国丧尸 是在寒冷中 已经朝着另外一个极端进化了 要是进化后不怕冷 要变成这种鬼样子 于清闲肯定是不愿意的 于清闲听不懂对方说话 对方也听不懂于清闲说话 很显然 两只丧尸沟通失败 但于清闲知道 这只丧尸 应该是冲着霸王龙的来的 这周围唯一的活物 应该就是霸王龙了 果不其然 这只丧尸剑和于清闲沟通不了 就朝着 把霸王龙所在的方向而去 于清闲看着忽然消失的丧尸 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这只外国丧尸奔着霸王龙去了 他直接把手中的手套摔在了地上 不过一秒钟后 又捡起来朝着屋子冲过去 不是 你要吃动物 你回家去吃啊 这是别人家的狗狗 你个偷狗贼 给我站住 于清闲心想 这辈子 他为了哪个人拼过命吗 当然没有 但是现在 他竟然再为一条狗拼命 现在已经天黑了 外面的温度 都不知道多少度了 果然在漠视 想要安安静静地旅游 感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毕竟就算不是漠视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于清闲追了上去 等他到的时候 发现那只丧尸正在撞门 这让于清闲着急地上去拉 这只接近两米高的丧尸 他抓住这只丧尸的时候 那手感就有些不对劲 不过 他还是用力扯着这只丧尸 我知道你很饿 想要吃活物 但是那只狗是我的 你不允许碰它 我可跟你说了 我不只 认识几只高级丧尸 还认识好几个厉害的人类 要是你敢动我的狗一根汗毛 我就让那些丧尸 何人来追杀你 于清闲拖着它要往后走 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地 警告这只丧尸 所以这国外的丧尸 是吃了什么东西了 进化得这么恐怖 看吧 都说不要什么东西都吃 问题了吧 于清闲也不知道 让霸王龙逃跑 霸王龙在这种低温下 能活多久 现在霸王龙 是没办法离开那堆火的 于清闲直接把这只丧尸 推了出去 然后开门进屋 没有了于清闲的阻拦 那只丧尸又开始撞击大门 此时的霸王龙 也警惕地看着外面 身上的毛也完全竖了起来 喉咙里散发着警惕的嘀吼声 于清闲的眼神到处看 都没有发现 什么合适的武器 枪 不行 这对这种高级丧尸根本就没用 思来想去 于清闲的视线 看向了那个燃烧的火堆 他抄起一根着火的凳子腿 就直接朝着门口去了 在丧尸要破门而入的前一瞬 于清闲直接拉开了大门 冷风瞬间灌了进来 把于清闲手中的火把吹得有些熄灭了 但于清闲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举着这根凳子腿 直接塞到了这只丧尸的嘴里 丧尸惧怕高温 这一点无论是高级丧尸 还是普通丧尸 都无法避免的 但于清闲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塞的这根着火的凳子腿 会有这么厉害的威力 那火星子一遇到这只丧尸 就像是点燃了一个沼气池一样 这只高级丧尸 瞬间就被火蔓延 于清闲只来得及听见他的惨叫声之后 这只丧尸 瞬间就被火焰吞没 甚至在他倒退几步后 直接发生了爆炸 红的一声 火焰窜上天之后 又瞬间熄灭 而刚刚丧尸站着的地方 只留下一团黑色的碎屑 他刚刚拉着这只丧尸的手感 就有些不对劲 无论是人还是丧尸 都能摸到骨头 但刚刚他抓着这只丧尸的时候 就觉得 他的手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 他原本觉得 要是里面的肉都腐烂了 那是不是就变得易燃了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还爆炸 这只丧尸 就好像肚子里揣着不少氢气一样 于清闲感觉不到疼 所以并不知道 自己其实已经被波及了 等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棉服 竟然开始燃烧时 吓得用力拍 随后直接趴在地上 滚两圈火裁面 不止他的棉服被烧 就连他那一头长发 都被烧了不少 这让于清闲直接趴在地上 他可喜欢自己 那一头长发了 现在被火蛇舔了一些 看着就不好看 若他是活人的话 那么头发还能长回来 可他的身体 早就失去了代谢这种功能了 所以 头发根本就不会长了 于清闲没有别的可骄傲的 但他这个夜猫子 却有一头又长又柔顺的黑发 现在 被火烧了 于清闲趴在地上不想动弹 霸王龙却探出了房间 去那堆灰里找什么 没一会儿 他就叼着 一个金河进屋来了 于清闲也没有再趴在地上 门此时摇摇晃晃 估计轻轻碰一下就要坏了 冷风不断地往屋里灌进来 他好不容易点燃的火堆可要灭了 于清闲只能找来钉子和木板 把门给钉死 反正能从侧门出去 总是这个屋里温度不能散去 他往火堆里 又添了一些柴火 就起身去找镜子和茧子 虽然他确实很喜欢自己的头发 但让头发烧得硬硬地挂在自己头上 也不好看 于清闲找到镜子 看着自己整个脸周围的头发 都因为高温全都缩了起来 他只能拿茧子小心翼翼地修剪 十多分钟后 于清闲才把那些烧焦的头发给剪掉 好在并没有脱了 额头的头发 因为有帽子挡着 并没有被烧到 烧到的就是耳朵两侧的头发 这些都得全部剪掉 第八十章 他属于正当防卫而已 于清闲和霸王龙 在这个小镇里 又待了一段时间 因为吃下那颗金盒 于清闲发现霸王龙的体型 好像又变大了一些 应该晋级了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马上就八月份了 于清闲没办法再等了 经过这几天的瞎转悠 于清闲已经适应了外面的温度 所以他收拾收拾 准备离开 他如今全副武装 就连保温锡纸 都放了好几卷在行李箱里 这两天 霸王龙也适应了这个低气温 他本身就是雪橇犬 也很耐寒 之前被动的帮应 那也是因为毛发全都湿了 所以很容易失温 但如今看着他毛茸茸的模样 就觉得很暖和 于清闲想了想 就出去看看这个小镇 有没有雪橇 或者小板车之类的 他好套在霸王龙的身上 这样 他的行程就可以加快了 于清闲带着霸王龙 逛了一下这个镇子 发现这个镇子 竟然真的有座雪橇的项目 只是想了想 要是到了别的地方 那还是带轮子的比较合适 思来想去 于清闲觉得 雪橇也不是不能在地面上滑行 因此就选了一辆漂亮的雪橇给出来 只是拉雪橇的狗 并没有霸王龙大 因此 于清闲还得自己组装一个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于清闲才弄好 这雪橇不止可以做人 后面还有一个货架 于清闲当然是毫不客气地 把这个小镇里的狗粮 全都翻了出来装箱 随后绑在了货架上 然后就是水 只是这些水已经冻上了 到时候只能让霸王龙当冰块吃了 准备好这些东西 于清闲才坐了上去 经过十多分钟 于清闲又回到了那条公路上 有了霸王龙 于清闲的速度可就快多了 只两天 于清闲的手机 就进入了华西基地的信号范围内 他的手机一直叮咚响 想要无视都不行 于是他让霸王龙慢一些 这才拿出手机来看 然后发现基地的消息 推送了好几条 于清闲一条一条地查看 最早的一条 是让各个基地的幸存者 做好保暖措施 非必要外出 不可离开房间 至于一日三餐 官方会统一发放 至于冷空气会持续多久 预测时间将会是三个月以上 于清闲看完第一条 然后就看向了第二条 这二条消息 说的是异能者小队的事情 异能者小队 暂时不能随意离开基地 若是想要离开基地 那么就需要战队里 有一名火系异能者 才允许出去 毕竟火系异能者 能及时给队员产生热能量 而异能者战队 如今也算是对抗丧尸得到主力军 官方给予一定的宽松管理 但也需要对这些人的性命负责任 至于第三条 于清闲就有些震惊了 意思是二十多天前 保国使用一些化学药剂 毒杀丧尸 并且还动用了世界禁用武器 因此 纳国的丧尸发生了一变 战斗力很强 我国并没有人与其正面碰面过 而附了一张模糊的照片 只能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 于清闲盯着那张照片 瞬间就知道 这不就是前几天他用火烧死的那只丧尸吗 距离发布这条消息的时间是半个月前 也就是他刚遇到房车的那天 半个月 这丧尸就穿越了上万公里到这里 于清闲觉得这丧尸跑得真快 他有这个速度 这大半年已经早就把全国给游了一遍了 于清闲迅速地把三条消息划走 最后一条消息是四天前发的 就是他到这个小镇的第二天发的 内容让于清闲身体一击零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官方竟然监测到了这只丧尸 并且被杀死之后 官方也很清楚 只是不知道是丧尸是被人杀死的 还是被高级丧尸杀死的 所以 这条消息是发布出来 告诉全国的人 若是有人杀死这只丧尸 可以找官方确认 当然 在什么地方杀死的 官方并没有说 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冒充 若是没有人认领 那么很有可能是丧尸杀死的 于清闲盯着手机 这是四天前的消息 但杀死这只丧尸的人 根本就不会去认领了 因为这只丧尸根本就不是人杀死的 而且 也不算是他杀死的 他属于正当防卫而已 塞了根带火的凳子腿而已 他要是说 那只丧尸是自己烧死的 别人会信吗 于清闲看完消息之后 他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 瞬间就把手机关机了 这手机的信号 并不是以前的信号 若是半个月前 各基地就让异能者战队 不允许出基地 那么 离开基地的异能者战队 就有可能杀死这只丧尸 但官方也就没有必要发这条消息出来 毕竟哪些异能者战队离开基地 官方应该是知道的 可万一还有别的异能者 直接占地未亡呢 毕竟在末世文理 能当主角的 肯定是不愿意屈居人下的 如今在末世 都遇到这么多疑似主角的人了 于清闲觉得 自己再遇到一些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劲的 但这种事情 官方并不一定清楚啊 所以 这段时间 官方基地会不会锁定自己的手机啊 毕竟如今的手机 是黑市里那人帮他重新弄的 信号原用的是什么 他也不是很清楚 以前十几亿人 官方也不会刻意去锁定这些信号原 但现在这个国家的幸存者 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徘徊在基地之外的信号 肯定是会被官方锁定的 敢在末世到处乱跑的人 肯定是官方想要招揽的人 于清闲关了机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管会不会 总之小心驶的万年船 他刚把手机塞回背包里 于清闲就听到了 像是火车行走在铁轨上的声音 这让于清闲感觉到有些疑惑 难不成是自己的错觉 但他确实听到了 距离自己还有一段距离 当霸王龙拉着他 走上一条大桥时 他发现了 桥下竟然是铁路 他抬头看向了声音来源的地方 就看到了一辆 看上去有些老旧的绿头火车 这火车是烧煤的 于清闲还是在爸妈的谈话中 知道这种老古董 但见还是第一次见 老古董的火车头 已经被撞变形了 但后面做了加固 那挡风玻璃 看着附着一层白霜 看不太清楚里面的状况 可既然这火车再行驶 那么说明火车里肯定是有人的 这么一想 其实火车在末世也很不错啊 毕竟火车完全可以改造成移动的屋子 比房车要强多了 于清闲盯着这辆火车 从桥下驶过 他数了一下 一共八节车厢 就是不知道火车里有多少人 他闻不到香气 看来这火车的密封信做得挺好的 估计这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改装 第81章 肯定是不需要和别人合作的 于清闲看着火车 缓慢地从桥下驶过 他不知道火车上的人是谁 但他可以肯定 是他惹不起的人 于清闲也不在意那火车了 而是让霸王龙继续走 霸王龙自然是很听话 看着霸王龙这么听话 于清闲有些好奇 霸王龙还能听懂自己的话 真的很厉害 原本他是想要放了霸王龙的 现在这种世界中 霸王龙这么厉害 肯定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可他之前和那只丧尸说了 霸王龙是他的狗 话都说出去了 要是现在反悔 但在霸王龙的心里 要是自己让他走 可能他会觉得 自己抛弃了他 于清闲能轻而易举地 抛下一个人 放弃和对方的友情 或者爱情 反而对这种小狗小猫 倒是难以割舍 而此时的火车里 队长 我看到刚刚经过的桥上 似乎有人 不确定是人类还是丧尸 一个青年 朝着坐在吧台喝酒的男人道 他的旁边坐着一个 很漂亮的女人 那是大哥的女朋友 青年的视线 并没有看向两人 而是只是地上的地毯 是人还是丧尸都看不清楚吗 这种年头 哪里还有人敢自己一个人跑 要是真有 老子还真想 会会这个人 男子听到自己小弟的话 就把酒杯往桌上 啪的一声放了下去 酒杯里的酒 因为他的动作 跳了几滴出来 溅在桌上 男人旁边的女人见男人 竟然想要会会那人 就伸手搭着他的胳膊 你又想要别人来 和你当兄弟啊 饶了别人吧 也不是每个人 都想上咱们的火车的 女人开口 声音很好听 说完这话 女人就让那个青年 先把火车停下看看 于是青年立马就去把火车 停下了 男人见自己的女朋友这么说 就忍不住到阿柔 你不懂 如今这个世界 就是需要召集人手 咱们这辆火车 虽然也改造了 但火车上人多 吃穿用毒都多 能一个人在末世行走的 肯定是个狠人 那要是狠人 怎么可能 来你手底下做事 信哥 咱们需要谨慎一些才行 阿柔摇头 虽然对于信哥说的话 确实是事实 但末世中 不止他们火车上有异能者 虽然信哥的异能 已经算是比较高的等级了 但万一有别的异能者更强呢 特别是之前 从东北基地过来的时候 他们收到的消息 那就是出现了异变的丧尸 要知道 官方给出的评估 那只丧尸 估计要四级异能者 才能与之一战 但在四天前 这只丧尸死了 那可是四级异能者 才能杀死的丧尸 死了 而信哥的异能才三级 虽然随时都有可能晋级 但也还没有晋级 若是那只丧尸盯上了他们的火车 那么这一车五十多个人 都要死在那只丧尸的手上 但这大半年里 信哥确实是撑起了这辆火车 也撑起了车上五十多人的性命 我知道 只是停下火车看看而已 信哥一笑 安抚阿柔 无论如何 他最重要的人还是阿柔 只是信哥带着人下了火车 绕上了桥上 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但其中一人发现了地上的痕迹 因为冷空气的原因 再加上之前的大雨 所以地面的水渍都会被冻结 地面上就会有一层 差不多三厘米的厚的冰 要是有人走过 上面肯定是会留下痕迹的 可如今这地面上 则是动物的爪子印子 和两道手背宽的痕痕迹 但完全没有人类的脚印 也就是说 这人应该是坐在 类似于雪橇的东西上面 看着脚印 应该是狗狼或者老虎之类的动物 并且脚印大很多 应该是变异动物 那人蹲在地上 仔细辨别了地上的痕迹 像是这种脚印 那么就是中型犬或者大型犬变异了 这类犬变异后都会充满野性 甚至有可能会攻击人类 因此 现在的人想要养宠物 都需要去基地登记 并且在基地中 还需要注射镇定药物 有兽性的动物 都是潜在的危险 一般能为人类所驱使的变异动物 都是从小养在身边的 和主人有特别深的感情 可就算这样 变异后兽性大发伤了 主人的宠物也比比皆是 算了 走吧 既然那人赶一个人走 那肯定是不需要和别人合作的 信哥看着地上的痕迹 就转身离开 而他们穿着的鞋子 都是防滑的鞋子 即便地面已经冻结 也不会打滑 不像于清贤一样 往前走三步 要退后两步 跟纽扬个一样 而此时的于清贤 并不知道火车停下了 他从桥上走过去 就开始下坡了 走了差不多一公里的距离后 于清贤几乎和那条铁路平行而近 他原本还有些疑惑 那辆火车怎么没声音了 倒也没有让霸王龙停下 公路和铁路之间 隔了十多米的距离 并且还有高高的铁网拦着 主要是很多年前 这一段路上 有人卧鬼自杀 因此就拉起了铁网拦着 并且这一段路程 一直都有监控 于清贤不敢打开行李箱 拿出相机来拍照 因为他是用火把行李箱 烤得暖暖的 然后用保温锡纸裹了起来 再用羽绒服包上 当然 相机会不会换 于清贤也不清楚 至于手机 于清贤发现 他确实很耐寒 就算是零下几十度 也没有关机 还能流畅运行 这让于清贤觉得 那个修手机的老板有点东西 给了两盒药 真的是委屈他了 至少给一箱 于清贤这么想着 他又听到了火车的声音 是从他后面过来的 不到两公里的距离 几秒钟就追上了他 火车上的人看不清楚于清贤 但于清贤却很强清楚地 隔着玻璃和车上的一对男女 对视了一眼 当然 可能是他单方面地 和对方对视了一眼而已 于清贤怕对方又停下火车 就让霸王龙加快速度 因为他所走的公路 再往前几公里 就会和铁路分开了 霸王龙听到 于清贤让他加速 就直接撒欢地跑了起来 那速度 于清贤感觉不亚于 坐着一辆小轿车 行驶在高速上 原来霸王龙的速度也很快 而火车上的性格和阿柔 对于那个一闪而过的 大白狗和雪橇有些在意 我刚刚好像 和雪橇上的人对视了一眼 阿柔道 虽然隔得很远 但轻柔觉得 对方对上了自己的视线 我也有这种感觉 看来真是个强者 信哥一挑眉 就意识到 对方应该完全不担心丧尸 并且那条大白狗 还是一能狗 老大 需要再停下火车吗 那青年又过来了 不用 走吧 若是那人真的想要搭乘 那么就会拦下咱们的火车 但很显然 并没有 信哥还是把阿柔的话听进去了 特别是那只一变的丧尸死后 他确实有些在意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杀死那么强的丧尸 第82章 确实不惊动 当公路和铁路完全封开时 公路是又进入了山林中 而铁路 则是往城里的方向去了 于清贤觉得 这列火车 应该是需要补充物资 所以才会在各个城市停下 但现在这种低温情况下 估计连超市大门都打不开 也不知道 人类是要如何保暖的 毕竟他第一天的时候 就差点成了 那个小镇的一个雕塑了 要是挺过来了 那他是不是就成二级丧尸了 怎么说也算是进化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小心地揭开 自己羽绒服的一脚 又立马按了下来 不行不行 这种事情不能随意尝试 于清贤拿出地图来看 这地图的耐寒程度 就没有他的手机那么厉害 稍微有些卡顿 点一下要反应半天 不过好在还能使用 于清贤的目的地 是处于国家西北部的市 虽然位于中部的L市 也很不错 但那是中部基地所在的位置 中部基地和首都基地一样 都是把基地建造在原城市中的 于清贤虽然想去 但也不能自投罗网 此时国家的基地 除了东南西北 还有西南东南东北西北 这八个基地之外 其实还有七个基地 其中就有首都基地和中部基地 而这些基地 大多在人类聚集地比较多的地方 像是之前他所去看过的 跨海大桥那边 就有三个基地 15个基地都属于官方基地 当然 这是几个月前 他从黑市拿到的地图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新过 按照于清贤估计的 如今的国内 应该还有一两亿幸存者吧 当然 丧尸有十几亿 并且还要小心 从国外跑过来的丧尸 毕竟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就挨在一起 光是丧尸 估计就逼近了30亿 一想到那个国家的情况 于清贤就有些冒冷汗 算了 无所谓了 他收起了地图 让霸王龙朝着另外 一边去 去草原 要是能抓个羊啊 牛啊的 可以给霸王龙开婚 如今天气很冷 所以也不会变质 有公路 想要穿过山脉 还是很简单的 于清贤本以为是自己 在视频中见过的那种绝美的草原 但当他看着眼前 长得都到他腰身的草 让他有些吃惊 果然末世里 除了人不能长高之外 所有的植物和动物 都能变得巨大 于清贤看着地图 寻找到了附近 最近的一个才大城市 虽然距离华北基地 只有不到300公里的距离 但于清贤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东西 那就是无人机 很多旅游博主都带着的装备 于清贤这是第一次 踏入这个超长的省份 虽然在很多旅游视频中 出镜次数也很高 当然 于清贤觉得 出现在旅游视频中最多的省份 还得是自己的老家 不过现在 于清贤是一个旅游人 那些草已经被冰霜覆盖 风吹过的时候 香壮叮叮当当地响 这声音从他身边吹到了远处 又从远处吹到了自己的耳边 就这样周而复始 而他则是在第二天早上才到的城里 远远地看到城市时 于清贤这才拍了拍霸王龙的脑袋 而这个城市中的丧尸 并没有被冻住 依旧在到处闲逛 或许这些丧尸 已经适应了这个温度 也可能是温度上升了 于清贤掏出手机一看 好吧 温度根本就没有上升 可能是因为草原的天气多变 这里的人都很耐寒 所以比起南方的人 北方的人更耐寒吧 于清贤忽然想到了 之前那个小镇上的那些被冻住的人 他们是北方 不对 那些都是南方来的游客吧 毕竟冬天的东北确实很漂亮 很多人都愿意在冬天来北方旅游 比如自己这种生活在冬天 都比较温暖的地方 确实不惊动 毕竟这种温度 可是能物理上的冻死人 于清贤虽然不是活人 但霸王龙是活的呀 所以他才踏入城市 那些丧尸就朝着霸王龙扑了过来 于清贤立马解开霸王龙身上的绳索 然后开口先进屋 去高处霸王龙闻言 直接踩着车子 飞越上了三层楼的窗户 从窗户里挤了进去 于清贤看着不走寻长路的霸王龙 倒是忍不住给他鼓掌 要不是最后两下 他的后爪在窗台下 蹬了两下没蹬到之外 于清贤觉得 霸王龙的动作完全满分 屋里不知道有没有丧尸 总之于清贤 把自己的行李箱拿了下来 提上了楼 并且还把霸王龙的狗粮 也一并拿了下来 到了大城市 倒是可以好好逛逛 当然 要注意避让人类 于清贤一趟一趟地搬着东西 然后把自己的雪橇藏到了一楼的铺子里 上楼把门窗都给关好 然后给霸王龙准备了被子保暖 还给他点上了火堆 这才准备下楼 我的东西全都放在这里了 都是我很重要的东西 你帮我好好守着 知道吗 我先出去一趟 于清贤把行李箱和背包 都放到了霸王龙的身边 以前他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不会让背包离开他的视线范围内 因为要是丢了 那他和爸妈的合照也就丢了 但现在 有霸王龙在 于清贤也很安心地 把自己的宝贝给霸王龙守着 主要是自己出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怕霸王龙出去找他 他也不确定 这个城市中有没有高级的丧尸 所以 他不能带着霸王龙出去 霸王龙躺坐在被子上 乖巧地听着于清贤的话 眼睛盯着于清贤的行李箱和背包 于清贤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听懂了 但他还是起身出去 饿了就是那些狗粮 不用节约 如今在大城市中 狗粮应该是管够的 谁等它变成液体的时候再喝 于清贤走到门口 还是忍不住回头 交代霸王龙 见霸王龙看向他 这才关上房门下了楼 于清贤下楼之后 把楼道的门也给关上 防止有丧尸冲上楼去 因为霸王龙是活物 他自然是不敢把门窗全部关死 没有霸王龙跟着 于清贤就不用担心 自己往丧尸多的地方 扎会影响霸王龙的安危 于清贤不得不承认 带着霸王龙 比带着一只丧尸要麻烦的很多 想到这里 于清贤忽然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以前的自己对自己的爸妈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自己不愿意接触人类 也不想出门 但爸妈的社交都很正常 只是霸王龙和自己不一样 他是真的不愿意离开屋子 融入人类的世界 但霸王龙呢 他可是狗狗 很喜欢宽广的地方 第83章也算是好的结局了 于清贤并没有回去 把霸王龙带出来 首先 他现在也算是霸王龙的半个主人了 至于为什么是半个主人 因为他其实是具尸体 只是因为意外保持了人类的思想而已 所以算是半个主人 周围的那些丧尸 也不多看他一眼 于清贤并没有带着相机 但带着手机 他身上的衣服 是别人的旧衣服 虽然可能是名牌 当然 也可能是普通的衣服 对于这些衣服牌子 于清贤并不理解 而对他们的了解 也是全靠写小说时临时百度 当于清贤走到一家 看上去装修超级漂亮的店时 就走了进去 总之他把自己拿略微有些臃肿的棉服 换成了漂亮的大衣 就连身上也是漂亮的冬天穿的裙子 当然 他也没有忘记 给霸王龙带一条红色的围巾回去 白狗狗要系红色的围巾才好看 在服装店转悠了一圈 他又顺着大道 找到了最繁华的地方 当然 他并不是要去那些电子商场拿无人机 而是要去一些拍摄景色的工作室 那些人手中的东西 才是好东西 话说起来 如今的这种温度 那些电子产品还能用吗 虽然于清贤这么想着 但他还是进了大楼 一楼大厅有指引图 于清贤看了一眼 发现看了那个摄影工作室 这是一个网红工作室 拍摄的无论是风景还是人物 都很漂亮 于清贤也关注过这个工作室 并且 这个工作室 还拍摄过他们吃饭的家伙 还标上了价格 于清贤看了一眼那价格 就两眼一黑 他上了楼 顺利地进入了这个工作室 里面的东西摆放得不算整齐 他走了进去 似乎有什么动静 于清贤就站在门口 忽然从房间里爬出来了一只丧尸 丧尸身上的衣服已经脏了 他的全身都已经腐烂 下半身估计也腐烂脱落在了屋里 因此 这只丧尸爬过来的时候 只有上半身 于清贤从他溃烂的脸上 认出了 他是这个工作室的创始人 30岁 但长得很帅 无论是从医品 还是性格或者身高 都无可挑剔 毕竟也是上过综艺 他拍的纪录片 也是上过很多电视台的 但现在 却腐烂成了这样 于清贤走上前去 蹲在了这丧尸的身边 然后伸手 掏出手机 和这个男丧尸合照 随后就站了起来 任由这只丧尸乱爬 反正看他这样 估计再过几天 就完全死了 没有食物能活大半年 这只丧尸 也算是有天赋的 要是放他自由 多吃些人 说不定能进化成一方强者 但是现在嘛 于清贤也就不了他 于清贤跨过这只丧尸 去翻箱倒柜 拿了两个无人机 还有一个相机 这个相机不止拍摄清楚 并且还是最耐寒的相机 毕竟这个相机 是放入到最冷的环境中 也能清楚流畅记录画面的 所以 像是这种极寒天气 这个相机最适合 于清贤拿纸箱 把它们装了起来 抱着离开了这个工作室 不过在出门时 于清贤又回头看向了那只 已经摊在地上 没什么力气蠕动的半纸丧尸 不好意思 我的钱已经给了之前那家商场 所以没钱给你了 但我会好好发挥 这些东西的价值的 于清贤说完这话 还对着那半纸丧尸 鞠躬道谢 这才走出了工作室的大门 果然 身为大帅哥 有时候也不会得到 老天爷的眷顾 变成丧尸后 也会慢慢腐烂 变得丑陋 不过他能死在 他生前热爱的工作室里 也算是好的结局了 于清贤抱着纸箱 离开了这栋大楼 他左右看了看 虽然说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 但于清贤还是想在天黑前回去 等他回到楼下时 发现楼下已经聚集了很多丧尸 这些丧尸显然有些暴躁 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吃到食物 现在有个活物就在三楼上 但他们却没办法吃到 于清贤看着挤在这个地方的丧尸 只能从一楼的商铺进去 关上了商铺的门 从商铺的侧门 进入了这栋楼的楼道 然后看了一眼 他关上的楼道大门 就往楼上去了 他进入房间时 霸王龙就直接冲了过来 火堆的火还没有熄灭 发现是霸王龙自己添了能燃烧的东西 倒是一条聪明的狗狗 我回来了 还好还好 天没有黑 于清贤开口 霸王龙听到于清贤的话 开心地摇尾巴 只是他的尾巴很粗 拍在地上砰砰作响 于清贤把箱子放下 从箱子里拿出那条围巾 看 我送你的 好看吧 于清贤拿着围巾 一脸得意地盯着霸王龙 就好像霸王龙忽然会开口夸他一样 当然 霸王龙肯定是不会说话的 但他那开心的样子 一于言表 不用说话 于清贤也能感觉到霸王龙的开心 他把围巾给霸王龙围上后 霸王龙开心地围着他转圈圈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那高兴的模样 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 某年某日 他好像也这样围着自己的妈妈转来着 因为妈妈给他买了他一直很想要的手办 只是那个慢展并不在他居住的城市 可他很想去 又不想去 一想到那么多人 他又害怕 所以 他在网上找了人帮他购买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妈妈像是拥有毒心术一样 竟然知道他想要的手办 虽然那个时候 他已经有一个了 可妈妈还给他买了一个 这让于清贤很惊喜 所以一直为着妈妈转悠 他其实已经不记得 妈妈当时说了什么 也不记得妈妈当时的眼神 脸上是不是有笑容 但他记得 于清贤的手 轻轻地抚摸上霸王龙的头顶 轻轻揉了他几下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虽然他知道 养狗狗和养孩子 有相似的地方 但也有不相似的地方 可他大概能了解一些 当时妈妈的心情了 于清贤让霸王龙坐下 他也挨着霸王龙坐下 他拿出手机 翻出了照片 给霸王龙说 照片上的人 就好像 是在给小孩讲故事一样 很有耐心 于清贤说着往事 虽然是说给霸王龙听 但也是在说给那个 感情冷淡的自己听的 于清贤翻了一些照片 返回主屏幕时 又看到了那个黑色的APP 虽然那个修手机的人 递给他的时候就有了 但于清贤从来没点进去过 毕竟于清贤也不在意那些APP 他只在意聊天记录和相片而已 第84章不是 他有病吧 于清贤盯着这个APP 最后还是点开了 虽然他有些担心自己被定位 但定位就定位了 于清贤还是把手机打开了 如今他进入到了 华西基地的范围内 所以 手机可以运行了 虽然这个APP打开有些卡 但打开之后的页面 让于清贤为之一阵 这是15个基地 而最上面则是写着 华夏人口160052051人 在他意外的瞬间 这个数字瞬间少了三个 也就是说 在刚刚那一秒 死了三个人 不过又长起来了一个 也就是说 有一个新师二出生了 15个基地的排序 是从人口最多的开始 人口最多的排在了最前面 是华东基地 一共是2300多万人口 最少得是西北基地 拥有人口320万左右 除了前五个基地的人口 是最多的 剩下的六个基地 人口都差不多 然后最下面的四个基地 人口也在递减 于清贤见各个基地 都能点进去 就忍不住点了进去 那一排文字和数字 让于清贤见识到了 什么叫大国抵御 不过大半年 他所生活的国家 不仅统计出了幸存者 甚至连丧失的数量 都统计出来了 并且 那个城市有多少丧失 危险程度在多少 而基地的驻军人数是多少 医疗人员是多少 科研人员多少 医能者数量 以及医能者站队数量 能统计出这种数据 确实让于清贤很震惊 因为他从未想过 自己生活的国家 已经能做到这一步了 他从基地信息退出来之后 发现最上面的数字 又跳动了 总之是在往少了跳 于清贤往下翻 翻到最下面 发现竟然还记录了 别的国家的幸存者 当然 只是大概的数字而已 并不像是自己国家的人数 那么准确 不过于清贤觉得自己国家的人数 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准确 只能说是入了基地的人 才能重新录入新的系统 但是有很多人的心思 都是不服管教的 在他们的眼中 漠视了 哪里还有上层 可于清贤却觉得很幸运 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永远不会成为主角 也不可能大杀四方 若是他是个正常的普通人 于清贤真的也是在这15个基地中的一个人 当然 也有可能是那个在街上游荡的丧尸 虽然于清贤知道 很多时候要自救 但有时候 还是需要求救的 于清贤看着那些数据 莫名的有些安心 他的国家很强大 而他 不需要成为英雄 毕竟国家有储备粮 要是幸存者 还是近20亿人口 那么说不定真的不能撑太久 但如今人口锐减的 只有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这粮食 应该能撑一段时间吧 于清贤知道 自己不用操心 他上的普通小学 普通的初中 高中不错 大学也还行 但于清贤也很清楚地知道 他只是一个混吃等死的人而已 撑着他活下去的 大概就是不想看到爸妈伤心的模样 于清贤并没有删掉那个app 而是留着随时暗中观察 他在这个城市留了好几天 但于清贤跑遍了整个市区 倒是把身上所有设备的电量给充满了 毕竟有柴油发电机之类的 虽然麻烦 但于清贤鼓到之后 还是充上电了 这发电机确实好用 但实在是有些重量 于清贤还是觉得没有必要 他又不是要当野人 还是会偶尔进城的 到时候再想办法充电好了 不过于清贤倒是给霸王龙 又添置了不少狗粮 然后各种冻干啊罐头啊 这些都往雪橇上放 当他看着雪橇上满满当当 于清贤就有些不好意思 装这么多 你觉得重吗 于清贤指着雪橇问霸王龙 但霸王龙却很配合地站到了雪橇前面 甚至自己咬着雪橇绑带 就往自己身上扔 这让于清贤后脑袋掉下一滴汗来 请问这只大狗 你是已经真的把自己当车夫了吗 算了 反正这雪橇上全是霸王龙的吃食 自己就一个行李箱 如今装了些东西 有十多公斤 再加上自己 于清贤把雪橇给霸王龙绑上 也没有坐上去 反正他慢慢走也是可以的 而霸王龙见于清贤不坐上去 就一直示意他坐上去 于是一尸一狗就这么僵持着 最后还是于清贤先退步 上了雪橇 而霸王龙见于清贤坐上之后 就撒欢地跑 就好像他身后什么都没拉着这么多东西 于清贤觉得 这雪橇上都已经两百斤了 他肯定是举不起来 可这对于霸王龙来说 好像就是小菜一碟一样 而且于清贤看他 确实不像费劲的样子 也就放心下来了 没勉强就好 于清贤把充好电的无人机放了出去 毕竟这里距离华西基地很近 不足两百公里 再加上于清贤也想要试试 如何控制无人机 所以他是拿了两台无人机 要是一台坏了 那么还有一台可以使用 好在于清贤也没那么笨 盯着说明书看了一会儿 勉强让无人机起飞了 只是着地的时候没控制好 让无人机摔了一个狗啃泥 不过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于清贤又实验了几次 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了 他能通过遥控器的屏幕 可以看到无人机行拍到的画面 以前就看别人拍 他还没有尝试过 这让于清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甚至控制着无人机去了城里 让那些丧尸追着无人机跑 而在他准备回收无人机的时候 他的无人机忽然就遭到了攻击 无人机瞬间坠地 虽然画面还能看到 但无人机已经控制不了了 于清贤本以为是丧尸拍下来的 但并没有 因为他让无人机航行的高度 是在丧尸抓不到的地方 毕竟他也知道 现在的丧尸速度和跳跃高度 都有了一定的进化 但无人机还是坠地了 也就是说飞行功能失效了 于清贤看着手中的遥控器 这个无人机很贵 因为信号接收在十公里左右 所以于清贤并没有停下 让霸王龙往前走 现在他距离城市 差不多两公里的距离 但他还是想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 弄掉了自己的无人机 在他出去五公里左右 遥控器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脸 这张脸于清贤很熟悉 就是那个能看到 他和石心雨的人 叫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对方打拘肯定很厉害 所以自己的无人机 肯定是被他拘下来的 不是 他有病吧 这是无人机 又不是鸟 但于清贤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他和顾婉晴 还有那个叫阿生的人 一直在一起 顾婉晴又是官方的人 那他拘了这无人机 自然是为了国家好 这里接近边境 若是别的国家入侵 趁机探索我国情报 于清贤又给那芝麻小饼 干点了一个赞 干得好 但他还是有点生气 第85章 你真要去碰一碰啊 于清贤 其实并没有闻到任何人类的香气 他才低头看了看遥控屏幕上的距离 此时已经是六公里之外了 于清贤让霸王龙往回走 好不容易能测一测自己的嗅觉 这样的机会 他可不能错过 霸王龙虽然不解 但还是拉着雪橇掉头 然后是五公里 于清贤依旧没有闻到 当距离缩短到三公里时 于清贤立马就闻到了那股独鼠于顾婉晴的香气 果然是闻一闻就提神醒了 他闻过这么多味道 还是顾婉晴的味道最好闻 至于温强的味道 怎么说呢 有点闻茉莉花茶的味道 是他喜欢喝的茶 于清贤一闻到气味 就让霸王龙不用回去了 而至于手中的画面 也在这个时候变黑 很显然 这无人机应该是被拆了 于清贤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遥控器 然后就把这个遥控器 扔到了旁边的草地里 要是他带着 说不定会被返向定位 顾婉晴见裴宇安 提着一个无人机回来 就拿出了一套设备 上面有着官方的标志 看样子是什么机密设备 裴宇安把无人机给他 他很快就把这个无人机拆了 随后开始查这个无人机里的东西 而当他看到无人机里的那些画面时 就知道 这应该不是别国的无人机 但也不能完全确定 因此 需要找到控制这架无人机的人 所以 顾婉晴自然是开始了反信号追踪 找到了操控这个无人机的遥控 但这遥控器 被扔在了路边的草地里 至于控制这个无人机的人 已经消失不见了 温清生用帕子 把遥控器拿了起来 只是不知道 这上面能不能拿到 是很没有效的信息 不过他 还是把这个遥控器 用密封带装了起来 已经查到了周姓的行踪了 秦姐 你真要去碰一碰啊 温清生还是有些不确定 这也快一年了 他们全国到处跑 也没有在什么地方 留下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虽然他知道 这是上头给秦姐的任务 但他觉得也太辛苦了 碰 我为何要和他碰 周姓是浪了些 但让他去闯 他经过的地方 铁路都能通 我们坐收余力 自然是好 顾婉晴听着 温清生的话 不在意的 温清生见顾婉晴这么说 就回头看了一眼裴雨安 让裴雨安说两句 裴雨安虽然看上去不靠谱 但他说的话 秦姐偶尔还是听一听的 但裴雨安就处着下巴看天空 那模样 就好像把天空盯出一条缝隙来一样 说起来 裴雨安在末世前 都是需要靠着很多仪器 才能活下来 不过因为末世之后 裴雨安的身体 就逐渐好转 甚至能外出 而他发烧之后 并没有变成丧尸 反而觉醒了异能 虽然还是需要吃药 但已经完全不需要那些仪器续命了 只是他说话天马行空的 十句话里 只有一两句是真的 至于别的 完全就像是在吓唬人 或者逗别人才说的 温清生也知道 指望不上裴雨安 也就不再找他帮忙了 而顾婉晴此时已经清楚 这个无人机是谁的了 这是一个工作室的人购买的 很显然 是有人 从这个工作室 拿走了这个无人机 于清贤此时并不知道 自己距离顾婉晴他们有多远 现在已经闻不到了香气 说明他和顾婉晴 他们距离已经拉开了 虽然于清贤觉得 无人机确实很好用 但也有暴露自己的危险 所以得确定自己周围真的没人 再用无人机 霸王龙拉着他往草原走 虽然这一片确实不错 但于清贤盯着地图 他并没有去最有名的草原 明明那个草原距离M市也不远 但是因为 他看白话树公路 错过了 算了算了 这里看也是一样的 不为难自己 于清贤现在也不是 没日没夜的赶路 还是会让霸王龙 停下来休息睡觉的 因为他虽然变异了 体能强悍了很多 但怎么说 机器也需要休息的 于清贤盯着霸王龙的脑袋 心里想的是 要是霸王龙变成了丧尸 是不是就不用休息了 就像适时星雨 经常嫌弃 他睡大觉 耽误行程 而此时正在埋头吃狗粮的霸王龙 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寒 抬头起来到处看 一回头就对上于清贤笑眯眯的脸 吃得不够啊 再给你两条鱼竿 于清贤说着 就起身去雪橇后面翻鱼竿了 没一会儿 他就举着两条超级大鱼竿 走到了霸王龙的面前 霸王龙看着鱼竿 先过来蹭蹭于清贤 这才低头吃 于清贤蹲在一边 看着霸王龙吃那大鱼竿 这鱼竿让于清贤来吃的话 能吃一天 但给霸王龙 几口就没了 果然体型变大了 胃口也变大了 在末世中 能养得起宠物的人 都是不好惹的人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 脸上还有些嘚瑟 他可是养了一条超级大狗 那自己在那些人的眼中 肯定是超强的 所以那些人类 要是在什么地方见到他 最好转头就跑 但于清贤一想 万一那些人类看到自己 觉得自己很厉害 求着自己救他们怎么办 于清贤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自己被人追着 他疯狂地往前跑 后面的人疯狂地追 在他暴露自己是丧尸时 对方给了自己一梭子 丧尸于清贤 足 一想到那个画面 于清贤就立马摇头 以前也就算了 现在他有霸王龙了 怎么着 也得给他养老送终吧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吃完 才让他继续往前走 至少在天黑之前 找个地方休息 他倒是无所谓 不能让狗狗露宿野外 只是在这种地方 其实很少能遇到镇子 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被草丛淹没了大半的蒙古包 即便现在天还没黑 但于清贤不走了 直接让霸王龙穿过草林 去那个蒙古包 霸王龙自然是没有 任何犹豫地就去了 只是这些草长的 太有迷惑性了 于清贤完全忘了 这公路两边 应该会有排水沟 或者是和地面有落差的 于是一狗一狗和雪橇 掉沟里了 准确地说 是霸王龙把雪橇拉沟里了 于清贤还没开口 霸王龙就直接站了起来 一个跳跃 直接把雪橇 从沟里给拽了出来 那力气大的 雪橇连着于清贤 就直接飞了起来 狠狠落地后 于清贤都感觉到 自己那被丧失病毒啃过的脑子 在他的头骨里晃悠 可别把自己这脆弱的脑子晃碎了 那霸王龙又要开始独自流浪了 第86章 不找个地方冬眠吗 于清贤的脑子 没有被晃碎 但身边的那些草叶 被他们撞得叮当响 甚至还有些好听 于清贤有些手痒 就伸手去碰了碰 这些草叶完全被冰包了起来 不过根部的位置 并没有被冻上 所以这草风一吹 就跟麦浪一样摇晃 晃了一会儿 他收回了手 先去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助人 蒙古包看样子有些破损 应该是使用很多年的了 这里距离公路 差不多有一两公里的距离 后面是用石墙和木头搭建起来的羊圈 虽然简陋 但也能挡风 只是现在里面空荡荡的 并没有羊 丧尸羊和变异羊都没有 这让于清贤有些失望 原本是想要搞头活羊 给霸王龙开开婚的 现在啃草去吧 一回头 霸王龙真的在啃草 没有羊 于清贤也不在意 他转身走到了蒙古包边上 打扰了 于清贤说着 就撩开了帘子进屋 屋里倒是没什么灰尘 也收拾得很干净 也没有一丝血迹 很显然 这户人家应该是安全逃走的 不过也没有带什么东西 中间的位置是一个火炉 火炉上面连着烟囱 他转头一看 发现那帘子后面 还带着像是棉被一样的东西 不过他推帘子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感觉 他伸手去拉那炉子的门 发现炉子门都已经动上了 不过他并没有太用力 就把炉子门拉开了 随着他的动作 炉子上掉下来了一层冰 此时他去看那些铁器 果然全都冻上了 甚至还有一桶牛奶 也是冻得邦邦硬 于清贤把那桶牛奶提起来 想要倒出去 但他晃了好几下 纹丝不动 他也放弃了 然后把帘子挂在一边 才让霸王龙进来 然后把行李箱和狗粮水什么的 全都搬了进来 然后把屋里的炉子点上火 霸王龙立马就往炉子边贴 估计是温度上来了 而没一会儿 他扔在地上的那桶冻牛奶 开始化了 霸王龙闻到了味道 就走了过去 于清贤一想到 狗连屎都吃 这桶牛奶 不会也要喝了吧 但这应该是放了快一年的牛奶了 这要是喝下去 那还得了 就在于清贤要去阻拦时 霸王龙竟然跑得要去 把那桶牛奶买起来 这让于清贤震惊 这桶奶竟然这么臭吗 于清贤立马拿出手机拍照 这才提着奶牛桶出去 而这牛奶 刚离开了屋里温暖的环境 就又马上冻上来 说明外面的天气还是很冷的 于清贤转身进屋后 就开始翻箱倒柜 跟自己家一样完全不客气 他找来了干净的被褥 铺在了地上 然后自己就躺了进去 也给霸王龙盖上了厚厚的衣服 又把炉子里放了不少炭 撩开了一点点帘子的缝隙 做完这些之后 于清贤才闭上眼睛安心睡觉 这一个月来 于清贤都没有睡过觉 如今这个地方没人也没丧失的 他睡一觉应该没事吧 我先睡一觉 要是炭火没了 或者不舒服 就来扯我 我会醒的 于清贤给霸王龙交代 霸王龙文言就趴在了地上 看上去很乖 于清贤这才安心地闭上眼睛 等把霸王龙养老送中之后 自己也能这么安心地闭上眼睛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于清贤的徒步旅行 竟然变成给霸王龙养老送中了 果然无论什么生物 都很容易受到身边的事物影响 算了 只要自己一直不死 那就好好养着霸王龙吧 而等他睡醒时 应该是天黑了 但并没有霸王龙的身影 这让他一惊 立马就从被子里翻身起来 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就冲出去了 他四周看了看 就在几百米外 看到了霸王龙 和几只丧尸狼纠缠 这让于清贤一拍额头 这草原上可是有狼的 毕竟牧民是养了牧羊群 不只是为了帮忙照看羊群 也是为了防着狼群 但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自己真的会遇到狼 还是丧尸狼 果然带着活的动物 就是有这一点不方便 不过那些丧尸狼 完全不是霸王龙的对手 被霸王龙三下五除二的就解决了 但于清贤再往前走一走 发现已经有 好几只丧尸狼的尸体了 很显然 霸王龙已经战斗有好一会儿了 霸王龙感觉到于清贤过来 就立马乐呵呵地 朝着他跑了过来 于清贤立马就检查 霸王龙身上有没有伤口 在检查完之后 确定没有受伤之后 于清贤才算心安 不过普通的丧尸动物 也不是霸王龙的对手 好在从半夜到天亮 这丧尸狼都没有再出现 也不知道是惧怕霸王龙 还是这附近的丧尸狼 已经没有了 于清贤也不在意 他只在意 这只小狗狗有没有受伤 等天大亮之后 于清贤拿着无人机出去 他尝试着把无人机和手机 连在一起 尝试了几次 终于成功了 之后他控制着无人机 把周围的风景都给拍摄下来 然后传到手机上保存 等他录制了一会儿 就收回了无人机 然后拿出手机 认真看上面的画面 果然是真的很漂亮 即便是末世 风景还是很漂亮的 但于清贤从视频中 远远看到了几个 像是大风车一样的东西 这让于清贤立马就反应过来 他之前看到很多视频 特别是那种治愈类的视频中 蓝天白云草地和风车 真的很漂亮 于清贤看了看 天空中厚重的乌云 虽然没有白云和蓝天 但他有超级草地和霸王龙 虽然自己不是蓝色的 但绿色的也能顶一顶 勉强凑够了蓝天白云吧 于清贤收拾了东西 就和霸王龙奔赴发电风车 越往发电风车靠近 于清贤就觉得 这发电风车真的好大 他就跟个香巴佬一样 看到那超级大风车 嘴巴都合不上 拿着相机疯狂地拍拍拍 然后还和霸王龙一起自拍 然后还拍了很多霸王龙的照片 霸王龙真的很爱笑 也特别上镜 站在高高的草丛里 周围的草也和他坐着差不多高 就在于清贤拍得很高兴的时候 就忽然发现 自己的靴子上扎着一个舌头 这蛇脑袋有他的拳头大 但此时并没有身体 只有一个脑袋 于清贤弯腰把这个舌头给拔了下来 他一时间想通 这丧尸蛇为什么咬他 而且这么冷的天 不找个地方冬眠吗 不过丧尸蛇需要冬眠吗 于清贤把舌头往远处一扔 忽然又想到自己 为什么会被咬了 刚刚他凑到了霸王龙的身边 估计那蛇就咬过来了 但他忽然凑了过去 就咬在他靴子上了 第87章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男人没救了 于清贤走过去 让霸王龙站起来看看 霸王龙起来后 于清贤果然看到了丧尸蛇的身体 于清贤也把他的身体捡起来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扔了过去 敢偷袭我家可爱小狗 我让你伸手易触 于清贤把蛇身体扔出去之后 这才拍了拍手 拍完照片 于清贤和霸王龙绕了一大圈 就往南方走 此时他要去世了 但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他会遇到顾婉晴 更没想到 他那辆火车的主人也在 于清贤和霸王龙从公路上转过来 路过一个小镇子的时候 发现镇子前面是公路 后面是铁路 而此时公路上是一辆越野 车牌是特殊的车牌 铁路上是 那辆于清贤见过一次的绿头火车 于清贤虽然知道 顾婉晴在这个地方 但没有想到 会这么突然遇到 他一看到那辆车 于清贤就立马跳下雪橇 拉着霸王龙的耳朵 就躲到了房子的后面 不过安静的小镇 他雪橇过来的声音 似乎是引起了顾婉晴他们的注意 都朝着这个地方看过来 不过于清贤的运气很好 忽然一栋房子坍塌 一只黑影 就朝着他们那边冲了过去 于清贤认识 这种丧尸 就是他用凳子腿烧死的丧尸同类 不过这只丧尸头上 还长了一个脚 那只丧尸的速度很快 砰的一声就撞在了火车上 那一节火车 直接被那只丧尸撞脱轨了 于清贤看到那丧尸的武力值 就想到自己 和霸王龙的运气真好 要是那丧尸转头给他一圈 他直接就被拍扁了 霸王龙再厉害 也没这么快的速度和力气吧 倒不是他小看霸王龙 而是这只丧尸的战斗力 真的让他震惊 并且只是一瞬间 那只丧尸就从火车里抓了一个人 就连顾婉晴的藤曼 都没有追上那只丧尸的速度 这是于清贤第一次看到 顾婉晴的藤曼抓空 当然 也可能是因为他见得少 只是于清贤并不知道 不止他惊讶 就是温庆生和裴玉安都有些惊讶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顾婉晴的藤曼抓空 不过顾婉晴并不吃惊 而是想办法救人 他放弃了使用异能 而是直接拔下温庆生背上的长刀 就冲了上去 自己刚和周姓接触 虽然不能惹恼了周姓 但顾婉晴此时不在意周姓 而是要救人 因为这里人多 这只丧尸并没有立马对那个人下手 但那个人被丧尸抓着 整个人都很害怕 他刚想叫救命 就被顾婉晴说闭嘴 那男人闻言就不敢开口 此时他双手都被禁锢着 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反抗 至于刚刚那句救命 也确实是生理反应 就下意识地叫出来了 并且看这只丧尸 就是那种特殊的丧尸 需要四级异能者 才能与之对抗 他并不是异能者 也不知道顾婉晴的等级是多少 但现在 顾婉晴却冲上来救他 而周姓也没有愣着 也立马冲了上去 可还是需要担心 他的攻击会伤到那个人 那边打得热火朝天 于清贤也看得津津有味 他甚至拿出了相机 录下这一幕 虽然于清贤大概是知道 如何杀死这种丧尸的方法 可他也没办法 给顾婉晴传递消息 他写的字 人类也看不懂 虽然有平板 但他那个平板 早就开不了机了 完全没用 手机肯定是不可能给他们 于清贤也只能蹲在一边看着 不过他的视线 又被芝麻小饼干吸引了 他上了楼 掏出了他的狙击枪 对准了那只丧尸 而于清贤看着小饼干自信开枪 甚至他的嘴角都微微勾起了 这让于清贤 瞬间脑补了男儿 保护女主后的开心 觉得女主会觉得他很帅 从而喜欢上他这个男儿 但他不是男主 自然是没有主角光环的 嘿 毕竟女强文可是女强男更强 最起码也是双强 所以男主的光环 可是丝毫不比女主少 因此 看到那颗子弹 打中了那只丧尸的额头 但并没有贯穿丧尸的皮肤 子弹从丧尸的额头掉了下去 只留下了一个小印子 当然 这个小印子瞬间就恢复了 就连鞠都没有打穿 那只丧尸的皮肤 于清贤就想到自己 竟然想要用斧头去砍这只丧尸 他此时也挺佩服自己的 竟然能想出那么不靠谱的想法 但既然没有办法破防 那是不是得从内部瓦解啊 他当时确实是想要烧了这只丧尸 但一开始也没想要塞对方嘴里 只是想要点燃他 可谁让他长那么大嘴 就让于清贤下意识地塞他嘴里了 但谁能想到 身体里才是他的弱点 很明显顾婉清也知道 普通的外部伤害 没有办法这只丧尸 所以就在360度的攻击这只丧尸 似乎就是想要找到这只丧尸的弱点 只是这只丧尸太快 根本就没有办法抓到他 而这只丧尸 似乎也不愿意和顾婉清他们缠斗 毕竟食物已经到手 和这些高手战斗也没有必要 因此只瞬间 那只丧尸带着那个男人离开了 于清贤虽然隔了一段时间 可他还是清楚地看到了 那个男人脸上绝望的表情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男人没救了 于清贤觉得 那只丧尸肯撤退 其实对顾婉清和周兴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好事 不过此时他也不想看热闹了 让霸王龙拉着雪橇去远处等他 他去看看那个人的情况 若是他没看到 也就算了 但于清贤看到了他绝望的表情 霸王龙看着于清贤 并不跟着他走 就搭拉着耳朵 看向于清贤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就去看看 马上就过来找你 于清贤安慰霸王龙 但霸王龙还是不愿意走 于清贤见霸王龙不想走 就到横 你跟我去吧 但你不能接近丧尸的范围内 知道吗 霸王龙立马就点头 于清贤带着霸王龙绕了过去 这只丧尸跑得还挺快 霸王龙狂奔了十分钟 都没有追上这只丧尸 直到跑出去几十公里后 于清贤才闻到那个人的香气 人还没死 于清贤立马让霸王龙藏好 这次霸王龙也很听话 估计他自己也知道 那只丧尸很危险 于清贤穿过一片树林 走到了一条河 然后在桥下看到了 那只丧尸和那个人 此时那个人 已经被丧尸开膛破肚了 他的嘴里冒出了血墨 那只丧尸听到动静 朝着自己看了过来 不过因为自己也是丧尸 那只丧尸不感兴趣 又回了头 而他身下的那个男人 也朝着他的方向看过来 他嘴里的血涂的更多了 眼神盯着他 嘴唇如动 似乎是想说什么 但又什么都说不了了 随着香气 在于清贤的鼻尖消失 也就证明 这个人死了 第88章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于清贤 其实对于这个人的去世 并没有太多的感受 他已经尽力跑过来了 毕竟他也不认识这个人 即便不过来 也没有人会责怪他 只是于清贤 看到那绝望的表情时 他忽然想到 自己的爸妈 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 有没有露出过这种表情 有没有很痛苦 在他还没从这一点点 难过忠回神 于清贤瞬间就闻到了 顾婉晴的气息了 他追过来了 于清贤不知道 顾婉晴是怎么知道 这只丧尸在这个地方的 但他得跑 于清贤立马要从小河过去 小河上面全是兵 他亮亮呛呛 勉强跑过了小河 然后翻下了河梗 看上去有些狼狈 但于清贤也不在意 他看了看周围 就挪到了树后面 不到十分钟 顾婉晴就出现在了河对岸 至于周围并没有人跟着 那只丧尸一看到顾婉晴过来 下意识地就想逃 但此时的顾婉晴 却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 他直接冲了上去 手中握着一把很细很薄的刀 看上去就好像随时都会折断一般 那只丧尸还没反应过来 忽然几根藤蔓就抓住了他的双腿 很显然 那是顾婉晴 事先就在这只丧尸身上种下了种子 所以才能追踪过来 因为他知道 以他的速度 想要抓住这只丧尸并不容易 那么就只能另外想办法了 此时的于清贤猛地反应过来 之前顾婉晴那杂乱又疯狂的攻击 只是障眼法而已 当时他的目的是在这只丧尸身上种种子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忍不住 把自己从头到尾摸了一遍 自己身上不会也被种了种子 好在并没有 而且 他也定时清理自己的身体换衣服 所以 他身上应该没有这种东西 那只丧尸想要逃 却逃不掉 于清贤在脑子里 给这只丧尸配上了BGM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失去了速度的丧尸 顾婉晴就不怕他跑了 他提着刀 上去就是一顿乱砍 那薄如馋毅的 刀划过了丧尸的身体 可即便这样 这只丧尸身上 也只是有一条浅浅的小口子 对这只丧尸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甚至这个小口子 不过十几秒 就完全恢复了 要是按照这种程度砍下去 那么在顾婉晴杀掉这只丧尸之前 这只丧尸就会逃脱的 于清贤一想到自己当时 竟然还能把那只丧尸拖住 还真是运气好 这只丧尸的腿上 缠绕的八根藤蔓 已经断了两根 于清贤看着那崩断的藤蔓 着急地在树丛后面跳大神 但他又不敢冲上去帮忙 而就在于清贤 这个看客着急的时候 那只丧尸 却忽然跪在了地上 四肢开始在抽搐 嘴里流出了那种 红黑白相间的豆腐脑 这让于清贤 吓得后退了几步 顾婉晴看着躺在地上 已经不再动弹的丧尸 脸上的表情很冷 虽然没办法砍下你的头 但我这刀上 可是有着剧毒 还是针对丧尸的剧毒 只要伤到一个小口子 你的脑子也会随着病毒 变成一滩水流出来 顾婉晴对着 那具丧尸的尸体道 说完这话 他一抖那把长刀 上面闪过诡异的紫色 确实很漂亮 就像是缠的翅膀一般 可于清贤却看得一阵恶寒 顾婉晴竟然有杀丧尸的毒药 那要是等官方拿飞机往天上一放 那所有丧尸 岂不是全都要死 那自己也要死 一想到自己的脑子 从嘴里鼻子里流出来 那画面 于清贤有些受不住 并且看样子 那丧尸并不是没有痛觉地死去的 他甚至还在痛苦地挣扎 也就是说明 那只丧尸死前很痛苦 顾婉晴收起那把刀 然后才掏出一把匕首 把那只丧尸的脑袋撬开 拿出了一颗金盒 凭空拿出一瓶水来 把那个金盒冲洗干净 金盒就又消失在了他的手中 于清贤瞬间就知道了 顾婉晴是有空间的 只是不知道 他这个空间里的东西是什么 是像别人那样能囤货的 还是灵权空间 亦或者是那种科技空间 就是空间里能拿出来各种武器 于清贤虽然好奇 但他也没凑上去问顾婉晴 顾婉晴收拾好之后 就走向了那个人的尸体 在于清贤不知道顾婉晴 要怎么处理这个人的尸体时 顾婉晴忽然拿出一把手枪 对着尸体的太阳穴补了一枪 是为了防止他变成丧尸 可于清贤看着顾婉晴的行为 就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顾婉晴拿出了信号枪 朝着天上开了一枪 没一会儿 温清生和周姓他们也过来了 顾婉晴也从边上一开 让周姓看那人的尸体 当然也说了刚刚的情况 大概就是他没能救下人 他追上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死了 周姓也只是说 这是他的命 众人草草 把这个人埋了之后 顾婉晴他们就回去了 大概是在聊什么交易 于清贤也听不下去了 反正现在他满脑子 都是顾婉晴手中 有能杀死丧尸的毒药 于清贤等到顾婉晴他们离开后 确定他们不会再返回 就朝着那具丧尸的尸体去了 这只丧尸 并没有像他无意间杀掉的那只一样 化成了一堆碳 就这么躺在地上 不过估计 以后会慢慢地腐烂 于清贤看着这只丧尸 被切开的脑袋 发现里面大脑已经流成了水 只是他才走过去 这丧尸的尸体忽然一动 要抓住他的脚踝 这下得于清贤当场给了他一脚 他见那丧尸的尸体 摇摇晃晃的 似乎要起来 吓得到处摸身上 终于从大衣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塑料口袋和打火机 塑料袋里是霸王龙的零食 但他也不管了 直接点了塑料袋 就往那丧尸裂开的头里塞进去 果然 那些像是水一样的血肉 瞬间就被火苗点燃 原来试图要站起来的丧尸 化作了一堆灰尘堆在了冰面上 因为温度 让冰面出现了一个小冰坑 原来这种丧尸脑子流出来 也不会死 估计是因为他的身体里 都没有骨头和肉 全都是这种流体状的 即便金河没有了 可他还是有意识的吧 于清贤一想到这丧尸这么难搞 有丧尸毒都杀不死 看来那丧尸毒 好像也不是很成功吗 研发丧尸毒的人 还得再接再厉了 而此时 坐在温庆生这个驾驶员后座的裴宇安 就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 怎么 知道冷了吧 让你多穿两件衣服 裴宇安却接了一句 应该是风在念着我 温庆生神经病 第八十九章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于清贤站在河面上一会儿 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贤看着那个被埋下去的小土包 总是觉得有问题 于是 他先去找了霸王龙 让霸王龙沿着河过来 他从雪橇上拿出了弓冰铲 原本这铲子是放在行李箱里的 但行李箱里有他的那个相机 那个相机经不住洞 还有他的两束花 于清贤总是用火稍微弄到 差不多温度在一两度的时候 就把行李箱包起来 为了防止什么意外发生 于清贤就把工兵铲放在雪橇上了 那个被顾婉青和周姓他们埋下去的尸体 又被于清贤给挖出来了 要说之前这人的五脏六腑 确实被那只丧尸吃了一些 可现在看上去 就好像是豆腐脑一样 碎碎软软的 霸王龙站在一边警惕着 周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过来 虽然他不知道 于清贤为什么要把一个死人刨出来 不过主人这么做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于清贤看着这具尸体 虽然软化的程度并不快 但于清贤知道 这具尸体正在慢慢地丧尸化 当然 于清贤就在一边等着 看看这具尸体会不会变成丧尸 他从白天等到下午 这具尸体也只是软化而已 并没有变成丧尸 也就是说 顾婉晴补刀还是起到了效果 但于清贤也没有完全放着这具尸体 也没有把它重新埋回去 而是直接拿着打火机 把这具尸体给点了 果然 那软化的内脏 就像是易燃物一样 一点就着 虽然不像是那两只 丧尸烧的 只剩下一点点东西 但看着这四分五裂的尸体 于清贤也觉得这尸体 就算活过来也没用了 不过想来也活不过来了 要是只剩下四只和半个脖子 都能活过来 于清贤真的要报警了 做丧尸可不能这么变态 这么卷 别的丧尸怎么活 于清贤不止把这些残尸埋了回去 甚至还带着霸王龙 把那个小坟堆给踩得结结实实的 还搬来了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 这才拍拍手 坐上雪橇离开 他这个说尾可真是不错 真是辛苦他了 做好事不留名 霸王龙拉着他 在天黑之前找了一个小村子 不过这个村子看上去还不错 看来末世前发展得很好 家家户户都是三层的小洋楼 于清闲选了一家大门 看上去比较牢固的院子 就翻为墙进去了 再把大门打开 让霸王龙进来 总之那理所当然的模样 就好像是主人家回家 忘记带钥匙了 于清闲看了一眼院子 院子里有个三个车库 但只留下了一辆小轿车 不过看痕迹 这户人家应该是有三辆车子的 应该是开出去了两辆 但大门却很好地锁上了 也就是说 离开的时候 这户人家走得并不匆忙 这一点从物理的干净整洁 可以推测出来一点 不过于清闲觉得自己好像串台了 串到隔壁名侦探了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不是 于清闲把自己的脑洞拉了回来 给霸王龙添狗粮 之后再去院子里 拖来了一个大铁锅 看这大铁锅很厚实 用来生火 也不会引起火灾 再加上这屋子的地面 贴了地板砖 确实不适合直接在上面直接生火 所以 他搬来了几个石头垫在地面上 这才把大锅架了上去 开始给霸王龙生火 其实白天的时候 温度确实会比晚上高一些 霸王龙要是冻起来 晚上也不用生火 只是霸王龙晚上 需要好好地睡一觉 自然是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 于清闲看着霸王龙趴在锅边 他就往沙发上去 上面虽然有灰尘 于清闲也不在意 而是打开手机 看了看那个app 上面的数字都有变化 各个基地的人数也有变化 有的变多 有的变少 于清闲不知道是用什么办法 来统计人数的减少的 增加的倒是还好 只要登记就好了 这有人出基地 若是按照该回来的时间没回来 然后就进入死亡嘛 但这种统计也太不靠谱了 应该还没有别的原因 于清闲的充电宝有好几个 再加上行李箱的电池 也可以充电 因为行李箱并不用拖着他走 所以能充很多次手机 当然 还有无人机和那个相机的电 倒是还没消耗多少 可能对于于清闲来说 还是手机拍照录像很方便 于清闲就翻翻相册 看看他这一路拍的照片 也会看看视频 偶尔回头看一眼霸王龙 睡着的霸王龙 确实很像一大团棉花 那毛茸茸的大脑袋上 两只耳朵 还时不时地动一下 直到霸王龙忽然竖起耳朵 于清闲也警惕地看向了窗外 那直通二楼的落地玻璃上 趴着两只跟蝙蝠一样的丧尸 于清闲见过这样的丧尸 会等人类熟睡不防备的时候攻击 但屋里就他和霸王龙 他是丧尸 脑袋里还没有筋盒 霸王龙实力很强 他并不是很担心 所以对着这两只丧尸 于清闲还把锅里的火给弄忘了一些 那火苗窜的老高 让霸王龙都后退了好几米 此时屋里亮堂 趴在玻璃上的那两只丧尸 却依旧趴在玻璃上面 于清闲拿出相机 调成了夜间模式 对着两只丧尸拍 似乎是因为相机的闪光灯 刺激到那两只丧尸 那两只像是大蝙蝠一样的丧尸 就用力拍打玻璃 于清闲就像是有人拿他的脑袋 当鼓桥一样 霸王龙实在受不了了 就咬着于清闲的衣服 把他往门口拖 于清闲知道了他的意思 就给他开了门 这个门并不是那种 按压把手就开的门 所以还是需要转一圈才能开 因此霸王龙才要让于清闲开 加油啊 我看好你 于清闲知道霸王龙要去干架了 就给他加油 只是于清闲觉得 这两只丧尸会飞吧 霸王龙能虽然跳得高 但外面也没有让他落脚的地方 不像是那两只丧尸能贴在墙上 或者玻璃上 而当几道电光闪过 两只丧尸被霸王龙 拍碎了脑袋的时候 于清闲就知道自己的担心 好像有些多余了 霸王龙只需要两只丧尸的金盒 但于清闲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 像是蝙蝠一样的丧尸 于是在霸王龙进屋后 他反而出去看那两只丧尸了 于清闲抓着其中一只丧尸的手拉开后 发现他的手臂后面连着身体 完全是肉皮撑开的 让他的手和腿之间 就被这薄薄的一片肉皮连着 于清闲拉完左边又拉右边 终于想起来 这玩意儿像什么了 像无数 第九十章快来快来 就等你了 于清闲就像是一个好奇的小朋友 拉着这两只丧尸三百六十度观察了一番 甚至还去看这两只丧尸的两腿之间 于清闲虽然觉得自己有些变态 但这些都是素材啊 想到这里 于清闲乐呵呵地进屋拿相机 笑得跟个猥琐大叔一样 特别是摘下口罩后 锁脸的裂痕 就让于清闲好像真的笑到了耳根子后面一样 怎么看怎么诡异 而霸王龙把两个金盒吃下去后 就隔着玻璃 看于清闲对那两具尸体很感兴趣的样子 很是不懂 丧尸对他而言 是能量的来源 能让他变得越来越强 他只对金盒感兴趣 对丧尸本身这种生物并不感兴趣 于清闲拍完照片 这才进屋 说起来 他已经拍了很多种类型的丧尸了 比如低级丧尸 石星雨啊 阿叶 还有那只吞噬丧尸 这种蝙蝠丧尸 和那种异化的丧尸 但于清闲知道 这个世界上 肯定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丧尸 到达市的时候 于清闲并没有直接入城 而是去了那位他一直想去的黄陵 那可是天下第一人的灵墓 于清闲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去了 但于清闲其实是有些担心的 他怕官方会派人来 镇守这个黄陵 要是他贸然而去 肯定是会被抓个正着的 主要是于清闲觉得 那些人可能不会开枪 把自己打死 而是把自己抓起来研究 虽然他也不介意为国捐躯 毕竟他25岁 就签下了捐献遗体的登记手续 他可是手握志愿 捐献遗体纪念证的人 所以自己被送进实验室 他肯定是不怕的 但现在还不行 他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完 于清闲偷偷摸摸地 和霸王龙朝着黄陵靠近 看着周围的丧尸 于清闲倒是有些安心下来 有丧尸他倒是不怕 要是没有丧尸 那他就需要小心了 于清闲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种地方不清理丧尸呢 转念一想 丧尸多 其实对这种地方 也算是一种保护 丧尸多 就没有人敢靠近 于清闲让霸王龙不用跟上来了 毕竟在往前 那些丧尸就多了 他跨上相机 背上背包 手机也充好电拿着 乖 我转一圈就回来了 你好好在客栈等我 于清闲把霸王龙 安排在一家酒店的 超级豪华套房里 霸王龙很听话 于清闲这才满意的点头 关门的时候 还给霸王龙挥手 关上门之后 于清闲就下了楼 朝着黄陵过去 从这里距离参观黄陵的地方 才有五六百米 倒也不远 此时的于清闲 依旧是按照原来的程序 排队检票入园 于清闲是真的很开心 拿着相机从头拍到尾 那种只在视频里见过的画面 真真实实地展现在自己的眼前时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适合隔着屏幕看到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即便于清闲一开始 就知道这种事情 从第一次去完温泉乐泉的时候 就知道这种事情 但于清闲此时倒是很庆幸 他变成丧尸后 还留有人类的记忆和意识 或许这是老天爷给他的一次机会 于清闲完了一圈 大概拍了上千张照片 回到酒店时 霸王龙在床上睡觉 一听到他开门的声音 就冲了过来 于清闲看着冲过来的霸王龙 就伸手揉了揉他的大脑袋 霸王龙也知道 以他的体型 于清闲肯定是撑不住他的 所以霸王龙很有分寸 即便要和自己亲热 也不会站起来扑塔 回了酒店 于清闲给霸王龙喂了狗粮 这种酒店里 到处都是木制家具 于清闲也不可能给霸王龙点火 所以 就去隔壁几个房间 把所有的被子和毯子 全都抱了过来 好在没有火 也让霸王龙安稳地度过了这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于清闲看着窗外 见窗外竟然在飘小雪 他拿出手机看一下时间 已经八月份了 还有不到四个月 末时就一整年了 于清闲趴在床上 也不知道要怎么联系石心雨 告诉他 自己九月份肯定是回不到秋色湖的 让他别去那里等 但他又觉得 若是自己和霸王龙走得快些 九月份也能去秋色湖吧 想了想 于清闲还是决定去秋色湖 毕竟他已经答应石心雨了 至于后面的风景 他可以反方向绕一圈 倒也无所谓 于清闲这么一想 一拍霸王龙的脑袋就决定了 走 霸王龙 我带你去看你歌曲 于清闲开口 按资历按年纪 石心雨都算是霸王龙的前辈了 毕竟遇到霸王龙之前 都是石心雨这头老牛 帮他拉行李箱 霸王龙也不知道哥哥是什么 但于清闲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此这一段时间 于清闲也不停下拍照了 而是直奔秋色湖 经过十二天的奔波 于清闲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不过他刻意避开了边境的位置 从中间直接穿了过去 他家这边也有好几个基地 除了西南基地之外 还有两个基地 毕竟是旅游大省 冬天的时候 游客也很多 导致他们这一片区的几个省 建了三个基地 好在他这个地方 大多都是山区 公路也是弯弯绕绕的 所以于清闲倒是觉得 走山路很安全 等到了八月二十的时候 于清闲终于到了秋色湖 距离上一次 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但此时的湖面 依旧在结冰 但并没有雪 周围的树确实开始变黄 和上次看到的一片白色 完全不一样 公路上的几辆车 已经秀极斑斑 并没有人来清理这些车子 这附近很安静 山上其实也没什么野生动物 也就是一些野鸡野兔什么的 也没什么大型动物 周围也没有房屋 更没有丧尸 湖面被冻结 水生丧尸动物也出不来 于清闲确定 湖面的冰很结实之后 就让霸王龙拉着他去湖面上跑 上次没玩到的 这次终于玩到了 只是于清闲这一等 就等了近十天 可他还是没有看到石心雨 他在想 那臭小子是不是忘了这个约定了 亏他绕路回来呢 一边想着他 是不是去挑战哪个异能者 被异能者杀了 现在早就变成了一具尸体了 又或者和别的丧尸王打架打输了 被别的丧尸敲碎了脑袋 总之于清闲把石心雨 可能遇到的所有可能性 都想了一遍 虽然他有些担心 但每天玩起来 依旧看上去没心没肺 直到他拉着霸王龙 准备再来一圈时 他听到了有人叫他 于清闲 于清闲闻言回头 看到对方时 先是一愣 随后就立马挥手快来快来 就等你了 虽然石心雨少了半截右手 但还活着 石心雨有些无奈 他们丧尸和人类打得你死我活 丧尸之间也血肉横飞 可他还能玩得这么开心 其实 石心雨以为 他不会来的 第九十一章 可能一杀一个准 毕竟你于清闲那个速度 这会儿估计还在北方呢 不过看着他坐在雪橇上 让那只大白狗拉着他过来 大白狗并不是丧尸狗 而是一只异能狗 并且这只异能狗很强 虽然表面看着可爱 但那双眼睛却带着警惕 霸王龙戒备石心雨 石心雨也在戒备霸王龙 毕竟在他们双方的眼中 对方都是自己最好的补品 大碍于于清闲的存在 而不得不掩气息骨 甚至握手交好 于清闲看着石心雨 那空了一半的手 伤口已经痊愈了 但并没有再长出手来 我以为丧尸断手断脚都能尝回来呢 毕竟你都属于丧尸王了吧 于清闲从雪橇上下来 伸手戳了戳石心雨那半截手臂 就忍不住道 血肉可以尝好 但骨头却没办法凭空尝出来 于清闲解释 于清闲文言点点头 随后又道 那要是我拿别的动物的右手给你 你能连上吗 石心雨一听于清闲这话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此时的他要是回答可以 石心雨觉得 于清闲肯定会拿很多右手 甚至又找来给他尝试 于清闲一脸期待地看着石心雨 想要得到他 想要听到的答案 石心雨实在受不了他那炽热的眼神 就把视线挪到了一边 不行 石心雨作为丧尸 难得地选择了学习人类撒谎 于清闲见石心雨那心虚的样子 也不戳破他 虽然小孩子撒谎确实不好 可他也要顾及一下青春期孩子的自尊心 这段时间的孩子 自尊心很强的 他作为成年人 自然是要体谅一下 这样 那你不疼吧 于清闲看着他的断臂 身上的衣服似乎又换了一身 有些单薄 这手应该不是被斩断的 而是被拽断的 伤口虽然看不出来 不过那衣服应该就是撕裂的 不疼 丧尸本来就感觉不到疼痛 自然是不会疼 于清闲闻言也不再问了 带着石心雨准备去溜冰 但霸王龙只拉他不拉石心雨 导致石心雨和霸王龙相处不到三分钟 就打了起来 而一狮一狗也不用异能 就直接肉搏 打得血肉狗毛到处飞 而作为唯一能劝驾的于清闲 此时却拿着相机在各个角度拍照 虽然石心雨的皮肉被咬掉了 但瞬间就恢复 果然只要不动刀骨头 那么血肉就能快速恢复 至于霸王龙的毛则是到处飞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换毛七 总之被石心雨扯掉了几斤也不见少 反而越来越毛茸茸的 等一狮一狗打得差不多了 才回过神来去找于清闲 而于清闲已经在拉着雪橇在冰面上走 一开始是慢慢地拖着走 到后面竟然能在冰上拖着雪橇跑 等他适应得差不多了 这才拉着跑到石心雨和霸王龙的面前 你们坐上去 我拉拉看 石心雨看着于清闲那跃跃欲试的模样 愣是没动 霸王龙也没动 这一狮一狗 难得达成了共识 总之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于清闲拉他们的 于清闲见石心雨和霸王龙都不愿意坐 就让他们往湖面上站 自己拿着相机给他们拍照 等到晚上 于清闲去弄了一些柴火 去了水下隧道点火 等霸王龙吃饱喝足 躺在于清闲的身边睡着后 于清闲就看向了石心雨 你这是和谁打架了 于清闲好奇地问 总是应该不是人类 和一只丧尸王打了一架 这才丢了一条手臂 石心雨回答 此时他两只眼睛都是金色的 看来已经完全晋级到五级了 也属于一个王了 那那只丧尸王于清闲忍不住问 死了 石心雨道 这个答案并没有辜负于清闲的期待 牛 于清闲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两只丧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于清闲还把自己这段时间 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给石心雨看 这个丧尸 很恐怖的 刀枪不入 要是你遇到了 正面刚很危险 不知道你怕不怕火 总之这种丧尸很怕火 但从外面是没办法燃烧的 要从内部燃烧才能烧死 于清闲像是一个可靠的老师 在给孩子讲课 总之就是让石心雨一定要注意 还把顾婉清 有杀丧尸的毒药这件事 也告诉了石心雨 虽然这些要对那种异化的丧尸 可能作用没有那么绝对 但一定会有伤害 要知道 那些丧尸 都是经过生化武器 和那种禁用武器之后 还活下来的丧尸 所以 杀不死是有原因的 但他们这种本地污染 纯天然丧尸 可能一杀一个准 石心雨也认真地看着 因为这些情报 一般的丧尸是收集不来的 这个世界上 估计也只有于清闲 才能两边沾 得到最完善的信息 于清闲说完这些 就把自己的行李箱给打开 然后把那个小袋子拿出来 他放了三块晶体碎片 到石心雨的手中 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对丧尸也是有用的 我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 你来看看 于清闲解释道 其实于清闲知道 石心雨肯定知道 这晶体到底是做什么的 因为从石心雨脸上的表情 就可以看到 当初石心雨饿了一个月 忽然闻到活物时 都没这么馋过 就连他这么强大的抑制 都不能把那份狂热完全压下去 于清闲看着他的反应 就知道 阿爷要找的 绝对是晶体了 你从哪里找到的 石心雨问他 简的 就在北方遇到你的时候 那附近找的 于清闲也没瞒着石心雨 因为他只是觉得 这晶体漂亮 而且和自己爸妈的死有关系 但并没有完全 被这种能量影响 于清闲本以为 石心雨会拿走这三块晶体碎片 或者直接吃了 但他还是把晶体碎片 还给了于清闲 无论是什么丧尸 你都不要把这种东西给他 记住了吗 虽然于清闲 确实应该能压住那些高级丧尸 但架不住很多丧尸 会铤而走险 因为于清闲并不会对他们动手 所以 他们也不会刻意伤害于清闲 而是会夺走他手中的 这些晶体碎片 于清闲闻言有些意外 只收了两块碎片回来 剩下的一块碎片 就留给石心雨了 毕竟他有很多块 也不知道剩下的几个晶体坑 是在什么地方 到时候还有的话 再去剪几片 于清闲看着手中的那块碎片 也只能收下 并且告诉了这种晶体 对丧尸的影响 第九十二章 真是可喜可贺 要说活物的血肉 是支撑丧尸活下去的养分 那么 金盒就是让丧尸晋级的需求 而这个晶体 则是能完全改变他们的东西 总之 只要是丧尸 就会很想要得到这种东西 至于具体原因 石心雨也说不上来 总之就是很需要 于清闲听完石心雨的话 就想到了阿叶说过的那个基地中 有东西吸引他 现在通过石心雨的话 于清闲完全可以确定了 阿叶要的东西 绝对是这种金盒 至于到底是为什么 石心雨和阿叶都不知道 看来应该是本能驱使他们 去找这晶体的 但于清闲怎么看 这晶体 就是引起末世的罪魁祸首 若是这晶体里有能量 那么 只要感染病毒的生物都会变异 像是这些花草树木 或者是各种动物 第二天 于清闲 还是去给石心雨找手臂去了 这附近没有丧尸 所以找不到合适的手臂 并且一般的丧尸手臂 对于石心雨来说 都太脆弱了 也难怪石心雨 自己不去抢一根手臂来 你把那只丧尸杀了 那怎么不把他的手臂 拿过来接上 于清闲有些好奇 既然那只丧尸 能扯掉他的手臂 对方也不弱 所以拿过来装上也无所谓 但石心雨 那够吃了屎一样的表情 让于清闲知道 石心雨和那只丧尸之间 应该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吧 至于是什么事情 于清闲也没多问 给孩子留点面子 原来丧尸之间的相处 竟然也会起龌龊 于清闲拿出了手机 把霸王龙也叫了过来 于是他们三个 一起合拍了一张 这个冷空气 最少要持续三个月 虽然现在过去了两个月 但我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人类也不会再出基地 你就算率领丧尸攻打基地 也没办法破城吧 所以 接下来要去哪里 于清闲拍完照 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随后还忍不住问石心雨 他去年答应石心雨的事情 如今已经做到了 所以他有些好奇 接下来石心雨 要去什么地方 如今人类不出基地 那么丧尸之间 就会相互残杀 石心雨这条断壁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石心雨 听着于清闲的话 也没开口 他也不知道 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能找到活物 那就去什么地方 毕竟他的目的 只有变强而已 于清闲见石心雨 不说话 也不勉强他 那我和霸王龙先走了 若是有机会 以后再见了 于清闲坐上了雪橇 对着石心雨挥挥手 一直让石心雨 跟着自己也不合适 石心雨也没动 就站在原地 直到于清闲和霸王龙 离开之后 他才一个闪身消失不见 于清闲也没有 舍不得石心雨的想法 毕竟他是丧尸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自己 还灌输了他 很多人类的思想 只要他不笨 就算以后丧尸真的灭绝 他估计也能隐藏 在人类的世界生活 自己完全不用担心他 这么一想 于清闲就不再担心了 之后就让霸王龙 朝着峡谷而去 原本他是想绕一圈 最后回到秋色湖 那么 他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了 算了 先去看风景 于清闲和霸王龙 是顺着那种 盘山公路去的 这种公路 一到冬天就很危险 毕竟面上会被冻住 虽然后来修建了很多高速 但这种危险的盘山公路 还是有人行驶的 毕竟很多车主 都不会舍得花那些过路费的 于清闲之所以选择 走这种盘山公路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要看风景 当然是要走这种 看上去很危险的公路 从这个地方过去 会经过峡谷 雪山 然后就是高原 也是他想去的境地 于清闲拿出地图 设定了目前的路线 现在走一片盘山公路 然后就是挂壁公路 再一路往西区 看峡谷 看雪山 于清闲没有床 不然他还想去看看冰川呢 也不知道 现在冰川还在不在 于清闲和霸王龙上了盘山公路 而周围则是高山 此时的那些山上 得到树木 经过大半年的时间 已经疯涨 原本可能几米十几米的树 现在看上去有几十米高 估计很多树木 都能破纪录了 于清闲从雪桥上下来 拿着相机去拍那些树木 而他走到公路边上时 发现这个地方 竟然有一条路 他让霸王龙在公路上等他 他则顺着缠绕着 树藤的路朝着里面走 他的动作很轻 碰到树枝藤慢 也都是爬过去 或者跨过去 距离这条公路 差不多几百米的距离 竟然被树木 遮盖住了一个小村庄 村子里并没有任何丧失 绿色的青苔藤蔓 树根蔓延 让这个小村子 透着一股诡异的感觉 但很漂亮 而村子里有几栋 看上去比较不错的房屋 那房屋的阳台上 有一个巨大的鸟窝 于清闲小心翼翼拍了几张照片 把声音闪光什么的都关了 不过于清闲并没有太靠近 爬过一根差不多半米粗的树根 于清闲看到了脚下的一根羽毛 那是一根看上去 差不多有他身高两倍那么长的孔雀羽毛 看样子应该是维羽 于清闲捡起来之后 就听到了那种 翅膀煽动空气的声音 他立马把羽毛顶在头上 尽量掩盖自己的气息 过了几分钟 一只巨大的大鸟 从空中落了下来 于清闲一看那大鸟 竟然是一只超级大的孔雀 看上去估计有三四米那么大 这还不加上维羽 因为它落在房屋上时 竟然显得旁边的屋子 竟然有些小了 而树林中也有动静 于清闲更不敢动它了 一只灰色的孔雀也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它的体型比刚刚那只公孔雀小一些 并且没有很长的围羽 说明这是母孔雀 那窝里的就是孔雀蛋 或者孔雀宝宝了 于清闲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遇到变异的孔雀夫妻 而且还这么大 此时他距离那对孔雀夫妻 差不多一百多米的距离 他拿出相机又拍了几张照片 录下了一段视频之后 就扛着那根羽毛 捏手捏脚地退出去了 果然人类一退出大自然 这种兵卫国宝都已经开始自己繁衍了 真是可喜可贺 而且已经变异 自然是比以前有能力保护自己了 他们会把那个屋子 当做自己的巢穴 估计也是觉得 屋子并没有被那些树根摧毁 那么就算得上很安全的地方了 确实 房屋本来就是人类的庇护所 第九十三章就是太丑了 于清闲从森林里出来 他看着自己手中的孔雀为雨 想了想 不能带走 要是自己带走 落在什么地方 被人类发现了 那么对这些动物就是一种危害 就算是末世 想要享受的人比比皆是 若是有人看上去了这种变异孔雀的羽毛 那怎么办 想了想 于清闲把相机放下 让霸王龙再等他一下 他把羽毛给还回去 出来的时候 还把那些树枝拉得严严实实的 还拿着工兵铲 把那点看上去 很像是路面的地方全都挖了 这样就算有人经过 也不会觉得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好在这个地方的路 都被树根抬了起来 所以很好弄成和旁边一样 不过这种地方 也没有人类来吧 于清闲做完这些 时间也不早了 他看了看天色 今晚肯定是没办法找个房子住了 如今这个地方的树木很多 乡下的人很喜欢在屋前屋后种果树 所以这些树已经把整个村子围起来 于清闲找了个地方 用工兵铲和斧头 开辟出一小块地方 找树枝点火 这些树枝都被冻上了 一点火那烟雾缭绕的 于清闲看着丛树从顶上冒出去的烟 就觉得有些好笑 不过他还是拿起相机拍了一张 这才给霸王龙倒狗粮 他看了一下霸王龙的储粮 估计撑不了三五天了 得去城里一趟 而且行李箱的电池的电也没多少了 确实也该找个发电机充一下电了 于清闲看着霸王龙吃狗粮 就拿出地图来翻看周围的城市 一个是在他后面五十多公里的地方 但折回去肯定是不行的 一个则是要往前走一百多公里 是一个在峡谷里的城市 而且这个地方出去的公路只有一条 不知道为什么 于清闲看着地图上的这个城市 感觉到了一丝丝的绝望 因为这个城市是沿着峡谷而建造的 一边是江河和悬崖断壁 只有一条公路贯穿整个城市 城市并不大 只有不到六十万的人口 但实在是这种地方的路本就危险 要是丧失发生 一旦出车祸 那么就完全没法逃脱了 于清闲确实很担心这个城市的情况 如今末世已经过去快一年了 这个城市里 不会还有幸存者吧 于清闲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去这个峡谷中的城市 一百多公里 以霸王龙的速度 其实一天就能赶到了 但现在 他的狗粮最少都能撑三天 所以不用这么着急 于清闲是这么想的 但他确实从未想过 这个地方真的还有幸存者 似乎是因为他点的火的原因 总是一辆车子 沉沉地压着路边 过来了 于清闲的眼神看向了路边 他这里隔着路边 也就十来米的位置 雪橇也不好拖进来 所以就让他放在路边的位置了 即便这种路上 不会有车子过来 于清闲还是把雪橇 尽量往边上拉 所以当那辆车子停下时 于清闲都没有想到 竟然有两个人 朝着他这个地方走过来了 不过好在 对方看到了霸王龙的存在 并没有靠近 是幸存者吗 你怎么一个人 要不要去我们的庇护所休息 开口询问于清闲的是一个女人 声音听着应该不大 他全身穿得很厚实 脸上也包得只露出一双眼睛来 于清闲当然是不能开口的 于是把他手缩到羽绒服里 对着那个女人 还有旁边的人摆摆手 随后又把头低下去 似乎是在烤火一样 他在听到车声的时候 就把口罩戴上了 羽绒服上的帽子 也拉起来戴上 再加上夜色也暗了 所以对方看不清楚他的脸 那人见于清闲摆手 又见霸王龙那厉害的模样 也就不再说什么 只是开口道 既然你要留在这里 那就小心一些 这里有两个烟雾袋 你留着用 这附近有变异的山猴子 吃人哪 你小心一些 说完这话 那人还把两个烟雾袋 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地上 而于清闲除了挥手拒绝之外 完全不搭理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的普通话 带着浓重的口音 一听就是本地人 很显然 那车辆也是改装过的 车上还有三个人没下来 其中一人手中还握着枪 似乎也在戒备霸王龙 总之于清闲这次和人类的相遇 也在对方的客气礼貌中 安全结尾 车子开出去一段距离 车后坐的其中一人 才用方言问道 叫这人做什么呀 竟然一个人在野外还敢点火 真是不怕死 这山里都是那种山猴子 还有便衣动物丧尸动物的 也不怕被吃了 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 而坐在副驾驶的女人 却轻笑一声安抚她 别这么说 敢一个人出来没死的 都是有些本事的 如今这种漠视 可不是靠运气 就能一直活下来的 你是没看见那人身边的大狗 厉害得得很 随后姐人说了几句 就开始说这次的收获 于清贤自然是听到了他们说话 但是一句都听不懂 他虽然是这个身份的人 但整个南方的方言可多了 甚至隔一个村 可能就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了 但于清贤也无所谓 看来这个地方确实是有避难所 而且整个国家的幸存者 远远比他手机上那一串数字要多 不过于清贤更在意那些人说的山猴子 山猴子是什么 于清贤莫名想到某山的某猴 但很明显 于清贤知道 那个女人口中的山猴子 绝对不是变异猴子那么简单 于清贤确定那些人走了 这才去看那两个烟雾弹 他用弓兵铲碰了碰 确定不会忽然爆炸 这才伸手捡起来 确实是两个烟雾弹 并没有什么陷阱 这种烟雾弹是 让他用来防山猴子的 也就是说 山猴子的 是靠势力来分辨猎物的 想到这里 于清贤看着面前的这堆火 不会一扭头 就看到山猴子吧 想到这里 于清贤猛地一扭头 后面的树林子里 倒是没什么异常 他又往树上看 山猴子肯定有猴子的特征 才会取名叫山猴子 而且还是林长类的动物吧 比如人类欣欣费费 或者猿猴等之类的 而于清贤一抬头的目光 果然对上一双红彤彤的眼睛 他身上长满了黑毛 但勉强能看出来 这曾经是一个人类 原来这就是山猴子 于清贤见那山猴子 挂在树上 警惕地盯着自己和霸王龙 并没有贸然攻击 那么说明 这就是高级丧尸了 他伸手抓起相机 对着他 就是摁下了快门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看着山猴子 应该是丧尸抗寒 所以才在身体表面 长出一层黑毛来抗寒 但整体瘦长 比一般的猴子大多了 光从体型就能分辨出 这确实是人类 就是太丑了 果然没有头发 也不算好看 但全身都是毛看着 也怪让人觉得掉三指 当然 最丑的 还是那只吞噬丧尸 第九十四章 也只是找了个绣花枕头 于清贤盯着那只山猴子 就把旁边的烟雾弹给拿起来了 他左右看看 并没有看到引线什么的 虽然他花钱去打过靶子 但没试过这种东西 他觉得 要是自己真的用了这个烟雾弹 不止那山猴子看不见 自己和霸王龙也会看不见 毕竟别人用烟雾弹 是为了逃跑 但他和霸王龙不用逃跑 因此 于清贤抓起其中一枚烟雾弹 朝着那只山猴子的脑袋扔了过去 当然 于清贤原本不觉得自己能扔中 这只山猴子 但山猴子确实被他一烟雾弹 从树上砸了下来 随着砰的一声 这山猴子就摔在了地上 于清贤看了看摔在地上的山猴子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虽然当初教练说他的准头很高 很有射击天赋 甚至还问他 要不要去参加比赛什么的 但于清贤当时只是为了写文做的准备 怎么可能去参加比赛呢 所以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扔烟雾弹 也能砸到山猴子 而山猴子趴在地上 很快就站了起来 此时山猴子的戒备 从霸王龙的身上 磨到了于清贤的身上 他几乎没感觉到 这只大狗的身边 还有一只丧尸 山猴子盯着于清贤看了一会儿 就见于清贤捡起另外一枚烟雾弹 又要朝着他扔过来 这让山猴子一惊 立马转身跑了 先不说那只狗 自己不一定能杀死 他旁边的那只丧尸 也不是他能惹的 于清贤看着山猴子头 也不回地就跑了 有些疑惑 不至于自己这烟雾弹就打怕了吧 自己都还没和他说几句话呢 算了 看样子和野人一样 也不见得就真的能交流 毕竟能和自己交流的 只有一类智慧型丧尸 而智慧型丧尸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长得和人类很像 除了眼睛才能区别 他们甚至能说人类的语言 所以这种山猴子 必然不是智慧型丧尸 不是智慧型丧尸 于清贤只能听懂他们说什么 但无法交流 就和那些到处晃荡的丧尸一样 嘴里只会说好 给我吃的之类的 当然 也有可能有些丧尸生前 对什么有执念的 嘴里也会念叨 而这些都是无意识的 是作为人类的时候 留下来的遗憾 于清贤并没有去追山猴子 只是把烟雾弹给 捡了回来 既然这山猴子离开了 那么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 于清贤让霸王龙休息 他来守夜 霸王龙很乖地 在火堆边上睡着了 至于于清贤 则是拿出相机 把山猴子的照片放大 贵的相机就是好用啊 就算是夜间 也能把这山猴子 拍得很清晰 山猴子的牙很长 有点像是山肖 不过那张长满黑毛的脸后面 还是能看得清楚 是张人脸 看上去张得还不错 但这种模样 确实是让于清贤 感觉自己汗毛都竖起来了 不过他拉开袖子看 并没有 只是他的错觉 想到这里 于清贤关了相机 把手揣兜里 结果就在衣服兜子里 摸到了一张卡片 他掏出来一看 发现是石心雨的学生卡 上面还带着血解 这让于清贤有些意外 他以为这张卡早就掉了 虽然当初他帮石心雨 换衣服的时候 都会帮他把这张卡 刷到他衣服的口袋里 但于清贤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张卡会落到自己的口袋里 估计是他们一起拍照的时候 石心雨刷到他口袋里的 可是这是他身上留着的 唯一的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竟然给自己了 于清贤看着这张学生卡 就收起来放在了自己的背包里 算了就当作是石心雨送自己的礼物吧 毕竟这是他身上 唯一靠近人类的东西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 霸王龙就醒过来去撒尿了 霸王龙也没有跑远 于清贤就在旁边 把他的毯子和垫子 全都收了起来 他之前就料到 可能会露宿荒野 所以于清贤就给他 找了一块垫子和一块毯子 反正是霸王龙自己拉 又不让他背 于清贤当然是想要把 霸王龙的生活环境搞好一点 他收了东西 霸王龙也过来了 于清贤用弓兵产挖了一些泥土 来把火堆给埋起来 随后他们才出发 昨晚那辆车压过的痕迹 此时又冻上了一层冰 看着那奇怪的车轮印子 于清贤拿出手机拍了几张 这也是人类坚强生活的痕迹 再往前 于清贤就感觉这山中起了云雾 于清贤让霸王龙慢一些 别带着他翻下悬崖去了 虽然是雾气 但于清贤伸手去碰的时候 还是能摸到那种小兵精 这让于清贤有些担心霸王龙的情况 因为这些小兵精 竟然是飘在空中的 不对 像是堆在空中的 只是因为这个地方 有从峡谷下面涌上来的风 所以就让这些小兵精浮在空中 于清贤看着这些飘动的小兵精 也拿出相机来拍摄画面 那些小兵精 他只是轻轻手一扇 这些小兵精 就争先恐后地飞走了 当于清贤觉得有些好玩 后来也不拍照了 而是开始 挽起这个小兵精了 不过于清贤还是伸手摸了摸霸王龙的尾巴毛 此时上面一层已经有些发印了 但是下面的毛还是软软的 倒不像之前在北方完全动起来的模样 毕竟那个时候 霸王龙是全身都湿透了 那样动起来 肯定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而且 他也在观察霸王龙的情况 发现他并没有任何不适应的 当天是在一个小村子里住下的 这个小村子处于半山坡上 这条盘山公路 把村子分成了上下两半 于清贤想了想 就往上去了 要是真的有人 那么他也好跑 最好是找个大门岩石的 当然 最后于清贤也只是找了个绣花枕头 因为那个木门看上去很破旧 是他没见过的老房子 自然是让于清贤看得两眼发光 即便他小时候去过爷爷奶奶家 可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 老旧的瓦片房子 院子里还放着一个大石墨 东西两边也有厢房 而且堂屋的东侧是厨房 有一张老旧桌子 还有火堂 没有沙发 只有几个竹子编制的椅子 看上去很有年代感 椅子黄黄的 但看上去被很好地爱护着 很多拐角处没得亮亮的 于清贤下意识地往门口面去看 果然看到了扫帚 小时候爷爷家的扫帚 也是放在门背后的 他拿过扫帚 把地面扫干净 这才把霸王龙的垫子和毯子拿出来 然后把去把别人砍出来 留着过冬的柴 抱了一大堆过来 把火升上 至于这老房子里的主人 也不在屋里 不知道是不是逃走了 还是早就已经去世了 第九十五章我已经尽力了 于清贤拿着相机出去转了一圈 发现这老房子西侧面是猪圈 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 堆放着一些浓作物的杆子 东侧面则是柴房 里面放着很多玉米和木柴 都码得整整齐齐的 看样子在末世前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人居住的 于清贤转头 看向了这个老房子的二楼 就进屋准备往二楼去 此时的霸王龙并没有坐下 也没有躺下 而是站在火堆边上 准备把自己烤干再躺到垫子上 这样就不会弄脏垫子和毯子 于清贤见他这样 倒也没说什么 虽然他觉得 这些东西随时都可以换 反正又不花钱 但霸王龙却很珍惜 于清贤看着眼前的楼梯 这楼梯是木制楼梯 看上去也有些年份了 踩上去咯吱咯吱地想 上了二楼 地板也是木头的 楼梯从左边上来 往后是一个房间 往前则是一片客厅一般的地方 他走了过去 发现这个地方放着一张供桌 供桌上还放着香炉 里面插满了烧尽的香灰棍 看上去有几年的份量了 上面贴了张天帝国卿侍卫的供奉红纸 两边还有对联 至于旁边还放了那位领导人的海报 以及开国大典的画像 就是很传统的老式建筑里都会有的 于清贤拿起相机拍了一张 这种东西 于清贤也是小的时候 在爷爷家见过 后来慢慢长大 就没再见过了 爷爷奶奶去世后 老房子被开发拆迁后 这些记忆 也从他的脑海中淡出去了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因为对木门和老房子的喜欢 让他埋藏在深处的记忆忽然复苏 原本就从年轻人记忆中淡化出去的东西 在经过漠视的冲击 估计以后都没多少人还会记得这些东西 于清贤拍了几张照片后 就切换到录制模式 从二楼开始录制 然后走到了二楼的窗户前 这窗户正对着对面的山 此时的双雾已经散了一些 因此对面的山若隐若现 并且这村子的屋设也是从高到低 错落有致 于清贤知道村子下面还有一条公路 沿着和修建的 录制完后 相机就开始电量告急了 他立马把视频保存下来 把相机关机 这下子相机彻底没电了 手机的电也没多少了 他在窗口站着一会儿 山风吹了过来 他倒是感觉不到了 但这风应该会很冷 他没关房门 可别把烤火的霸王龙给冻僵了 于清贤就转身下了楼 至于那两个房间 于清贤也只是稍微瞥了一眼 并没有进去 他下楼立马去把房门给关上 这才去伸手摸了摸霸王龙的毛 手上并没有水渍 应该是干了 他拿来了霸王龙的狗盆和水 给他为了些狗粮 把洞上的水解冻 于清贤让霸王龙吃好了 就躺着睡 要是想上厕所 就去远一点 屋里也行 其实很多时候 于清贤都有些担心 霸王龙尿尿的时候 把自己冻上 于清贤的脑海中 出现那种画面 让他觉得好笑 不过这么想着 于清贤又双手插兜 一点一点地上了楼 二楼的房间他没进去过 原本他以为是两个房间 但是发现供台后面 还有一间房 于清贤推开了楼梯旁边的那间房 房间上面贴着很多海报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电视剧的海报了 于清贤也看过这种电视剧 很多时候 他都觉得爸妈吃得好 以前的帅哥美人 那是真的帅哥美人 既然这个房间贴着这种画报 还有一个书桌和老式的台灯 说明这个房间 应该是年轻一些的房间 像是和自己爸妈年纪差不多的人 虽然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但房间还保持着远主居住时的样子 于清贤走到了书桌前 打开抽屉 看到里面有一本笔记本 还有一本相册 于清贤看着笔记本和相册 就环视了一圈不好意思 我要打开看了 说完这话 于清贤就打开了这本笔记本 字体很娟秀 应该是一个女孩子 按照年纪 自己应该也该叫阿姨了吧 虽然看别人的日记 确实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但于清贤还是翻开了对方的日记 毕竟像是自己爸妈那个年代 能让孩子上学的家庭 还真的不多 所以 这位阿姨能写日记 字也写得很好看 那文凭必然低不了 这样的人家能送女儿上学 确实很难得 只是这本日记 停在了近三十年前 那是日记主人高考的时候 成绩很好 是名牌大学 但后面一天的日记 就没有再写了 于清贤放下日记本 就翻开了相册 发现都是这位阿姨的一些照片 每年都会有 而照片也是到他十八岁的时候 后面就没有了 于清贤看着这照片和日记本 心中有种不好的猜测 但他没往下想 而是出了房间 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楼梯对面的房间 应该是客房 里面没什么东西 直到于清贤推开第三个房间时 一具尸体就躺在门口的位置 甚至他推门的时候被挡了一下 他只能隔着一个门缝往里面看 从尸体的身高和衣服 还有花白头发 于清贤看得出这是一个老妇人 地板上全是黑色的痕迹 而他身上的血肉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副骨架 于清贤站在门口 也不知道要进还是要出 不过他还是挤进了房间 房间不大 墙上挂着三张黑白照片 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 一个看上去中年的男人 以及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此时于清贤知道了 这个老妇人 就是这个家里的最后一人 他看完了照片 转身去衣柜里翻衣服 果然 遗照都已经拍好了 不可能不准备受衣 虽然时间点有些不对 但于清贤还是帮着老妇人换了衣服 然后搬着他的遗骨下楼去了 只是他不知道 老妇人家的祖坟在什么地方 坑挖好了才后知后觉 于清贤只能回楼上 把他一家三口的照片 全都拿了过来 和老妇人埋在一起 虽然没把你们一家三口埋在一起 但我已经尽力了 于清贤看着他埋起来的小坟堆 这才到 埋完人 于清贤就去刷树叶上的冰片 捧着回屋 被火一烤 那些冰片就化成了水 他的手就这样洗干净 而他身上并没有沾到任何东西 他很小心 霸王龙还凑到他身边闻了闻 似乎是有什么味道 但他也不觉得特别反感 但于清贤还是起身出去吹了一会儿风 天完全黑了好一会儿 他才进屋 第九十六章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爱着他 在这个小村子待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于清贤就继续往前了 按照霸王龙的速度 今天晚上应该能到那个城市 手机电他勉强冲了一点 不过应该撑不了多久 好在接下来的路都是下坡 都不用霸王龙不拉雪橇 这雪橇也能往下滑 而到了城边的时候 于清贤就看到了很多路障 甚至在路障后面 还有很多丧失的尸体 后面的路上 那汽车都堆了起来 果然想要从这条路去城里 那么他就要放弃雪橇 可于清贤现在用久了这个雪橇 有些舍不得 毕竟很好用 可以放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是 这附近有不少人类 而且感觉离他还挺近的 虽然于清贤知道这附近有人 距离他很近 但忽然听到对方的声音时 于清贤还是吓了一跳 对方也感觉到于清贤一哆嗦 就连忙道歉抱歉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的 我们两天前见过 还记得吗 于清贤一听这声音 就知道是给他烟雾淡的女人了 听声音略微有些沙哑 不过应该和自己差不多年纪 或者大自己几岁 他认识这个人的味道 有点像是松树的味道 前面的路过不去了 差不多十多公里都是车子 这一片的路障 我们弄的 这附近并没什么丧尸 除了有山猴子骚扰之外 一切还好 需要去我们避难所住一晚吗 女人 见眼前的人竟然慢慢地 挪到了大白狗的身后 声音也小了一些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就又开口道放心 我们那边房间很多 可以给你单独留一户出来 而且 你若是要去城里的话 网上面有小路 于清贤实在是没办法处理对方的好意 站在霸王龙的身后 抓耳挠腮的 但他就是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女人似乎很擅长和不爱说话 甚至不爱搭理人的人相处 他转身朝着前面就走 甚至自顾自地说着我们的庇护所就在上面 你要是不擅长和人相处 就跟在我身后一段距离就好了 于清贤趴在霸王龙的背上 盯着女人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这才拍拍霸王龙 跟着女人往上走 确实他需要一条路 女子见于清贤跟上 也没有太意外 于清贤没说话 就听着女子自顾自地说着 我以前也有个弟弟 和你一样 不爱说话 去哪都一个人带着 他上学我也陪着 女人说到这里 忽然就停顿了一下 他的语气很温柔 也很轻松 并不会让于清贤感觉到压力 这倒是让于清贤的步子 稍微走快了一些 对了 我是这个庇护所的负责人 我叫石新天 你可以叫我石姐 或者天姐也行 不过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比你大贤 石新天 也就是女人开口道 于清贤原本是不在意 这个人是不是庇护所的负责人的 但当他听到这个女人 叫石新天时 手就忍不住摸了摸背包 她难道是石新宇的姐姐 但是她说不了人类的话 也没办法问 石新天果然带着于清贤 到了一间屋子 在围墙外面 这里应该以前也是一个小村子 不过此时被高高的围墙 给围了起来 里面的乡气不少 但也不算多 差不多就几百人吧 就在这里吧 放心 我会告诉他们 让他们别来打扰你的 若是你要走 等天亮 顺着这条路就可以下去了 石新天指着前方的一条路 看上去是新开出来的 果然 他们也会到下面的城市里找物资 于清贤此时很着急 他只能拉开背包 把石新宇的学生卡拿出来 几步冲上去 把学生卡塞到石新天的手中 随后就扒拉自己的帽子 挡住眼睛 石新天被于清贤的动作惊到 但当他看到被对方塞到自己手中 还带着干涸血字的学生卡时 脸色瞬间煞白 虽然他围着围巾 看不出太多 但于清贤还是看到了 他微微颤抖的手 果然 这人是石新宇的姐姐 原来石新宇 还有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爱着他 请问 这个学生卡 是从什么地方拿到的 石新天即便情绪激动 但还是克制住了 因为他知道对方拿着自己弟弟的学生卡 那说明 肯定是见过自己弟弟的 只是学生卡上还有血解 他觉得 弟弟已经凶多吉少了 快一年了 他终于有弟弟的消息了 原本丧尸暴乱发生时 他去找过弟弟 可并没有找到 他又担心爸妈的情况 所以就回到了这里 只是 爸妈没有逃出来 他以为 弟弟只要有机会 就会回来 所以 他一直在这里等 自己的弟弟 又不喜欢和旁人接触 自小就很自闭 这么多年 自己努力成为弟弟高中的班主任 终于让他稍微能融入学校 结果又遇到这种漠视 石新天觉得这个世界 对弟弟真的很不公平 于清贤见时 新天这么着急 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想了想才拿出了手机 准备给石新天打字 只是他才掏出手机 点开备忘录的时候 手机就因为没电 自动关机了 这让于清贤瞬间实话 完了 唯一能和人类交流的工具也没有了 石新天见于清贤那慌张的模样 就以为于清贤应该是不会说话 就开始安抚他 没事 你可以写下来 写下来也行 于清贤一听这话就更着急了 他就是不能写 所以才要用手机打字的 没事 不用紧张 你先休息 很谢谢你把我弟弟的学生卡给我 这已经让我很感激了 石新天握了一下于清贤的手腕 想要让他冷静 而于清贤被石新天隔着衣服拉住手腕 竟然奇迹般地冷静下来 他微微张了张嘴他 随后于清贤一惊 他开口了 自己是丧尸的身份 肯定要暴露了 他什么 石新天有些意外 原来这个人会说话 而石新天的话 让于清贤一愣 他竟然能听懂 他 石新语 是我在一个小镇上遇到的 他变成了丧尸 于清贤说得有些费劲 因为说出这句话时 他感觉自己的嗓子 有些刺疼刺疼的 可平时跟霸王龙和那些 丧尸说话完全不一样 他的视线偷偷地从冒檐下 看向石新天 观察他的表情 要是他发现自己是丧尸 那就只能打晕他跑路了 即便他是石新语的姐姐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石新天深吸一口气 这才转向于清贤 很显然 他并不会把自己的个人情绪 带到和别人的谈话中 这让于清贤有些惊讶 他以为石新天会拉着他追问自己 是不是把石新语给杀了 但他石新天并没有 他强压下自己的情绪 只是跟自己说谢谢 于清贤动了动嘴皮子 却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了 他又没办法告诉石新天 石新语变成了一只丧尸王了 虽然他和石新语 确实感觉关系不错 但也仅限于自己也是丧尸 若是他真的把石新天 带到石新语的面前 估计自己走出去几百米 石新语就能吃了他姐姐 所以 这种事情 于清贤是不会让他发生的 石新天听着于清贤的嗓音 有些沙哑 就问他要不要喝水 于清贤又不说话了 只是摆摆手 然后让霸王龙进屋 他对着石新天一点头 就转身进了那个小屋里 石新天见于清贤也不再说话 也就没说什么 他看着房门关上之后 就朝着上面的避难所去了 刚进入大门 就有人凑了上来 石姐 怎么了 那个少年看上去很幸福石新天的样子 因此见石新天回来 就立马过来了 他的命是石姐救的 因此 他自然是把石新天当做了亲姐姐一样看待 但他知道 石姐一直都在等他弟弟 不然以他的实力 已经去官方基地了 特别是石姐的异能也很特殊 正因为有石姐在 他们才能从市里拿出物资 在这里活了近一年 石新天并微微一笑 设财到我没事 我先进屋些会儿 让人戒备着 不过今晚应该不会遇袭了 让大家放松好好休息 那个少年听到石新天的话 虽然有些意外 但还是告诉了下去 这近一年来 他们就没有一天可以放松的时候 今天既然能放松些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既然是石姐说的话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石新天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居住的地方 是这一片房屋的最高处 也是事先最好的地方 毕竟他的责任 是负责这个庇护所的安全 这么长时间 他从未出现过纰漏 但石新天看着弟弟的学生卡 眼眶红红的 他伸手揉了揉眼睛 并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即便他护住了这么多人 但还是没护住自己的弟弟 有那么一瞬间 石新天觉得自己的努力 好像都白费了 他的脑海中 闪过了很多画面 虽然弟弟和他之间 差了十几岁的年纪 可在石新天的心中 弟弟也是他的旧熟 高考没考好的时候 三岁的弟弟 说了他人生的第一句话 姐姐别哭 明明是安慰他的话 那个时候 他却哭得更厉害了 自那以后 石新天就提出要自己带弟弟 爸妈那个时候很忙 也没时间关心他们姐弟 虽然经常和他道歉 但他不需要爸妈的道歉 因为他本来也很喜欢弟弟 弟弟不喜欢和别人说话 经常都是自己玩自己的 可他每天都会在出租屋的门口 等着自己下课回家 问他姐姐累不累 然后总是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自己 他看着从豆丁大一点长大的孩子 不愿意搭理全世界的孩子 眼里只有自己的弟弟 已经死了 石新天不愿意让自己再回忆过去 其实这种事情 他曾经早就想过千万次 只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已 现在已经得到了答案 那他也没有必要 再揪着过去不放了 石新天就这么坐在屋里发了会儿呆 这才站起身来 把弟弟的学生卡用毛巾擦干净 和他的照片放在一起 照片上是一对长得很像的姐弟 已经长得高高的弟弟 却很依赖地把头靠在姐姐的肩膀上 对着镜头露出腼腆的笑容 石新天看着照片 终于还是没压抑住眼泪 于清贤第二天一早准备出发的时候 石新天又过来了 他并没有问于清贤关于石新宇的话 而是告诉于清贤 一个人去市区是很危险的 里面的丧尸很多 并且还有高阶丧尸 而于清贤听着石新天的话 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 没关系 谢谢你 于清贤对着石新天道谢 随后就带着霸王龙去了市里 而他到了市里 就先让霸王龙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他则是去找那种能发电的发电机 找到发电机 又去找了邮 给手机和相机充电 之后 他又满城市地寻找那种 能列印照片的东西 终于在快天黑的时候找到了 他看着那个能连上手机 和相机的相片印表机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忙了半夜 终于把另外一个不耐动的相机开机 并且连上了相片印表机 他想要把石新宇的照片列印出来 送给石新天 虽然他已经不记得人类时候的记忆了 但他变成丧尸之后 过得也很好 并且也能自己照顾自己 他一边列印照片 一边想着石新宇一开始跟着自己 是不是因为他有个姐姐的原因 毕竟变成丧尸之后 有些执念还是存在于脑袋里的 特别是之前遇到人上来询问 他是什么人的时候 石新宇嘴里能脱口而出 我解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就应该意识到的 只是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多想 于清贤开起手机 看着石新宇和霸王龙打架的照片 也列印了几张出来 虽然这些照片很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但于清贤也不会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就算对方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劲 也没办法追究 因此 当时新天再次看到于清贤时 是在于清贤离开的第二天早上 天还没亮 他起来巡逻 就看到于清贤从房屋后面窜出来 他的衣服上面有一层白白的霜 应该是在这里等了要一会儿了吧 这个概念 于清贤就像是色学生卡一样 把手中的信封递给了石新天 等石新天还想再说什么时 于清贤已经转身跑了 他看着手中厚厚的信封 里面应该是照片之类的东西 石新天把信封装在口袋里 等检视了一圈 确定周围并没有丧尸和丧尸动物 这才回去 等他回到屋里 把帽子和围巾摘下来 坐在火炉边 这才拿出信封 信封后面还附带了一张纸 上面应该有文字 并不是手写的 而是列印出来的文字 看到上面的文字时 石新天先是一愣 随后就露出了笑容 真好 即便是自己的弟弟 变成了丧尸 也遇到了温柔的人 你的弟弟现在生活得很好 并且一般的人类和丧尸 都伤不了他 受你弟弟照顾过一段时间 这些照片 算是我的谢脸 石新天知道 自己的弟弟 哪里会照顾人啊 应该是对方照顾了自己的弟弟吧 随后就开启了信封 里面有近百张照片 全是他弟弟和周围风景的照片 明明变成丧尸 已经不会想到换衣服了 但他身上却是干净的羽绒服 石新天就知道 那个女孩子 真的把自己的弟弟照顾得很好 他翻着照片 到后面几张时 发现自己的弟弟 竟然跟一条大白狗在打架 这让石新天一正 而且看后面的风景 是在秋色湖 也就是说 前段时间 自己的弟弟回到了这里 而最后一张 是一张合影 站在中间的个子矮一些的脸上被涂黑了 只剩下石新宇和大白狗 石新天有些无奈 他用热毛巾 把上面的黑色笔记擦干净 露出了一张笑得眉眼弯弯的脸来 其实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石新天就知道他是丧尸了 毕竟他的异能 能催眠丧尸 他属于精神系异能 所以对对方是丧尸 还是人类很容易分辨的 石新天想了想 就做了一个决定 光靠他自己 想要实现 那种想法是很困难的 他需要帮助 而庇护所的幸存者 听到石新天说 要去官方基地的时候 虽然有些意外 但心中也有些开心 因为去了官方基地 他们能更好的生活 只是他们 不知道为是魔石新天 忽然决定去官方基地了 虽然官方基地的人 之前就来找过石新天了 但石新天之前拒绝了 怎么忽然就改变主意了 而在石新天做下这个决定之后 在外巡逻的人 忽然就慌张地跑进来 石姐 那几个人又来了 这次也要见吗 剑 我正好有话要和他说 石新天到 而当顾婉晴 被人领着 走进这个庇护所时 再看到石新天 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 石小姐 请问你考虑清楚了吗 你的地点 我们官方会帮忙寻找的 只要你能和我们合作 顾婉晴开口 毕竟精神系异能很独特 特别是石新天 这种能催眠丧尸 让丧尸不产生暴动的异能 更是少之又少 石新天并没有开口 顾婉晴也不在意 而是接着道你知道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不只是消灭丧尸病毒 而是想要想办法 让变成丧尸的人 重新找回理智 而这个目标 需要你的帮助 石新天本来 就想要投靠官方基地 若说以前他对这个不感兴趣 那么现在他确实很感兴趣 因为他刚刚见过了希望 自然不觉得 顾婉晴的话 是在痴人说梦 顾婉晴见石新天答应了 心中很高兴 但也很意外 毕竟之前自己和石新天谈判时 石新天是完全不感兴趣 甚至说他们官方的人 是在痴人说梦 说那些痴人的怪物 怎么可能还会恢复人类的理智呢 看来这三个月 石小姐经历了什么 让你觉得很深刻的事情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 顾婉晴一笑 对着石新天伸出了手 而石新天也伸手 回握住顾婉晴的手 合作愉快 但条件 石新天到 他现在已经知道 弟弟是丧尸了 那么他和官方谈判的困难 就大了一些 可他知道 光靠自己的能力 是没办法让自己的弟弟 恢复成人类的 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保证 顾婉晴似乎知道他的意思 就开口道 之后 顾婉晴就开始 安排这个庇护所的幸存者 进入基地的流程 先往最近的基地而去 至于石新天 当然不能待在这个基地 而是需要去首都基地 那边的两人达成了合作 而此时的于清贤 却在哄霸王龙 这也是没办法的 他一天忙到晚 半夜也没回去 今天早上才回来 霸王龙此时都不想搭理他了 这让于清贤很无奈 我真的是去做正事了 不是要把你丢在这里 我发誓 于清贤开口 他之前还说霸王龙的脾气好 没想到还是会生气的 而且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能忙一天一夜 确实是他的错 于清贤现在也道歉 他见霸王龙坐在垫子上 就是不看他 他就无奈地站起身来 我知道 之前确实是我的错 所以请你原谅我一次 再也没有下次了 以后我去办事 一定会和你提前说的 这次我也没想到 我会忙这么久 于清贤的语气 带着一丝恳求 其实要是霸王龙 真的不愿意原谅他的话 那么他只能自己离开了 他真的不擅长哄别人 也不擅长哄动武 这种事情真的很繁琐 毕竟他光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就已经花了很多努力了 而霸王龙 得到于清贤的保证后 也不再闹脾气了 于清贤见他终于肯看着自己 才有些安定下来 好在霸王龙忘得也快 只是给他喂了好吃的 霸王龙又把之前的事情给忘了 当小狗小猫也挺好的 只要主人对他们好 他们瞬间 就能把所有的烦恼给忘掉 或许他们可能记得 只是还是愿意选择相信人类 可是像这样 真的很容易被一次又一次地伤害的 于清贤伸手揉着霸王龙的脑袋 就忍不住到你这小傻瓜 别谁的话都信 要是以后我出什么意外不在了 自己就去大山里 躲着别出来 虽然我知道你很强 但饿起来的人类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小心他们把你抓去做狗肉火锅 霸王龙却完全没把他这话听进去 于清贤看着他傻乐的样子 有些无奈 也只能拍拍他的大脑袋 真是条傻狗 他给霸王龙重新把狗粮冻干什么的 全都蓄上了 各种电量也满了 他怕接下来的地方城镇少了 于清贤还放了一个蓄电池在雪橇上 这个蓄电池可是用在车子上的 够他用很久了 要不是于清贤 怕霸王龙拉不动 他都想放到好几个蓄电池上去 只是从市区过去 发现对面的路也是被封住的 堆积了不少车子 他们想要过去 确实困难 于清贤一想到小绿妹妹 一手掀翻一辆车的模样 真想回去把他请来 帮自己把这些车子掀翻 或者自己那个时候 怎么就不想着既多不压身呢 要是学到了掀翻车子 那么现在 他就可以一路掀翻过去了 虽然霸王龙应该可以掀翻车子 但他是会累的 这短短几公里之内 堵了几百辆车子吧 后面也有丧尸过来 要是再不想办法 他们真的没办法过去了 于清贤看向了河边 他忽然就反应过来了 既然大路走不了 他走河面啊 于是于清贤 就让把网路走河边 因为这个地方 沿河修建了台阶 甚至还在河边树了雕塑 这不只是雕塑 还可以看水位 于清贤先试了 是河面的冰结不结实 虽然他都知道 零下几十度的天气 什么河啊湖啊的 都给你冻上 当然 温泉什么的 应该冻不上的吧 但这条河确实是冻上了 霸王龙到了冰面上 就跑得更欢快了 他看着高处的路上 全是车子 甚至还有车子 从路上滚下来 只是河里并没有看到车子 也不知道是沉底了 还是冲走了 顺着河面 走了差不多七八公里 路面上的车辆就少了很多 于清贤拿出地图看了看 发现他这个地方 距离那座最高峰也很近了 当然 这个很近 也是相对于距离别的地方近 但算一算距离 还有五六百公里 他和霸王龙 是从一个小村子爬上公路的 往前去 都是一些小镇子和村子 当然 虽然说是镇子和村子 但其实也是一些旅游的镇子和村子 房屋看着很古老 但这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些手段 当然 现在看着 这些房屋确实是已经荒凉了很多 地上有一些完整的丧尸尸体 估计是之前忽然冷空气降温 这些丧尸就被冻住了 不过也有丧尸还活着 于清贤也不在意那些凑过来的丧尸 刚凑过来 就被霸王龙一爪子拍飞了 于清贤则是抱着相机 去拍那些冻在地上的丧尸 临近傍晚 于清贤找了一个小楼居住 此时他也不清楚石心雨的姐姐 到底怎么样了 既然知道了弟弟的情况 那么就不会在老家这个地方等着了吧 毕竟怎么等都等不来的 要是真的等来了 于清贤都不敢想那个画面 所以 于清贤当然是不希望他们姐弟 在这种情况下碰面 有自己在 或者有顾婉秦在的情况下 估计才能避免惨剧的发生 于清贤也没办法折回去 他只能拜天拜地了 毕竟顾婉秦不是喜欢全国到处跑吗 当然 于清贤也只是希望而已 至于顾婉秦会不会来 他还真不知道 于清贤一直顺着峡谷往西走 走了差不多十多日 他终于看到了远处高耸的雪山 但周围的山上 其实看上去还是郁郁葱葱的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已经十月份了 但周围山上的数目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于清贤进了一户人家 把对方家里挂着的腊肉都给拿出来了 虽然盐分重 但不知道霸王龙吃了会不会有影响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从这个地方过去 马上就要往禁地去了 那些地方可能几天几夜遇不到城市 所以 他只能把别人家的腊肉拿出来了 不过霸王龙也不挑嘴 想着以前他都能活 现在跟着自己还能饿死不成 于清贤有点不自信了 万一跟着自己真的饿死了 那可怎么办 而在第三天中午 霸王龙不知道从山中抓了只什么动物 吃得很饱 于清贤再一次感叹 霸王龙的生存能力 比自己强 因此以后于清贤也不再担心了 一直到十月底 于清贤终于离开了自己所生活的省份 进入了他以前很想去的地方 这也是属于高原地区 他以前看过一本关于这个地方 传奇人物的《诗传全集》 所以 有时候很想去看看 那座矗立在禁地的白色宫殿 进入高原之后 于清贤远远地就能看到 矗立在天地间的雪山 所以 这段时间靠近一段距离 就拍一张照片 因此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带着霸王龙到山脚了 于清贤并没有感觉到任何高原反应 倒是霸王龙有些吃不消 怎么说他也是 生活在平原地带 到自己生活的地方 感觉还好 反应不是那么大 但现在看着他的样子 于清贤也没办法带着他爬山了 于是他就把雪橇 从霸王龙的身上解开 然后告诉霸王龙 可以在这附近等他 这附近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树林和房屋 所以 这种地方也能抓到动物 并且 他把霸王龙的所有食物 都放在了屋子里 要是饿了就自己吃 霸王龙很乖 也知道自己没办法 勉强跟着于清贤上山 于清贤也没有一开始 就直接往山顶而去 而是每天反复尝试往上一些 他怕自己的身体 顶不住山顶的温度 万一就冻在上面怎么办 于清贤就这么往来了快半个月 确定自己并不会被冻在山顶 才准备好自己的手机和相机 并且把行李箱的电池 也背着上山了 并且还砍了两根 不粗不细的棍子拿着 当登山障 于清贤从缓坡慢慢地往上走 或许是因为 如今世界进入冰封状态 所以山上并没有乱流 只是到处都很安静 于清贤每上的几百米 就会拿出相机和手机拍照 要是以他是活人的肉身来爬 估计在山脚就些菜了 此时周围很安静 整个天地间 似乎就只有他自己了一般 他并不着急 慢悠悠地往上 其实于清贤想着 自己吼一嗓子 会不会雪崩 然后他就被雪给埋了 或者自己失足踩他 摔下山崖 尸骨无存 于清贤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脸 让他不要胡思乱想 以前的于清贤没事的时候 就会幻想 自己被茧子戳眼睛 被菜刀剁了手 或者自己大拇指那一块的肌肉 完全被撕开 或者自己蹲在什么地方 被耙子挖了脑袋 当然 于清贤觉得 最让他害怕的是电锯和镰刀 甩开了这些想法 于清贤就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一会儿 至于那种沟壑的地方 于清贤不敢去 要是真的雪崩了 那就真被埋了 于清贤刚坐下 就感觉到自己的屁股在震 这让他有些疑惑 回头一看 就见上面的雪崩塌下来了 当然 并不是他这个位置 看样子也压不到他这里 他拿出相机 看着那滚滚如沉的雪花奔腾而下 而他竟然看到了 似乎有两只丧尸 被掩埋在雪崩之中 甚至随着雪往下的时候 还在打架 于清贤一眼就认出了 那两只丧尸 是异化丧尸 完蛋 这两只丧尸不会 是要一路滚下山吧 不过从这个地方滚下去 好像滚不到自己的国家 霸王龙距离这个地方也挺远的 而且那小子很聪明 能随机应变 最重要的是 这两只丧尸被雪埋了 不一定能爬起来 一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想着 再滑一片雪下去 把他们压死就好了 只是为时摸这异化丧尸 总是朝着他们国家来啊 不会是整个世界 就他们国家幸存者最多吧 于清贤也不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上 异化的丧尸有多少 但这么高的雪山都能爬上来 想要翻过这一片山脉 足以证明 这种异化丧尸应该不少 于清贤这么一想 又觉得这座山脉 确实是神山了 帮他们的国家 阻挡了很多问题 要是这山不高 那异化丧尸 估计就跟蝗虫入境一样 横冲直撞了 这玩意儿可难杀了 虽然说过婉清的毒药 确实能杀一杀 但也不能完全杀死 最重要的是 这丧尸没经合 还能爬起来动 万一他在吃点人 或者吞点丧尸 岂不是又要复活过来 这让于清贤觉得 真的很变态 毕竟和这些怪物战斗的 都是以血肉之躯 当然 也可能是枪炮多一些 于清贤爬上了山脊 因为这里并不是最高峰 甚至还距离山顶有点远 一般人也不会 在这个地方休息 但于清贤 又不担心体力问题 也不担心食物问题 因此 他选择蹲在这山脊上 往下看那两只 滚下去的丧尸 此时那两只丧尸 已经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中了 但于清贤知道 这些雪花对于普通人来来说 那是必死无疑 估计连尸骨 都不一定能找回来 但这两只丧尸嘛 估计能爬出来 所以 于清贤很想再滑一大片雪下去 最好直接滑下去 之后就冻上 然后长长久久等几千年后 再被人类发现吧 那个时候 估计这两只丧尸 都成标本了吧 就像是那些被封存在冰里的标本 于清贤看着那些开裂的雪 不会还要崩吧 他话是这么说 但要是这雪层这么脆弱的话 那他还能继续攀登吗 不会他一走 也就像是那两只丧尸一样 咕噜咕噜滚下去吧 于清贤一想自己那个画面 就立马挥散了 而他刚坐下 那一片裂开的雪 瞬间就就滑了下去 甚至比刚刚那一片还多 就连之前于清贤站的那片地方 都被波及了 也就是说 他刚刚爬到这个山极上来 还真是幸运极了 这让于清贤捂住了脸 他不会是幸运之子吧 于清贤立马站了起来 手指天空 然后到我就是神 说完这话 于清贤又立马缩回来 嘴里念着得罪得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之类的话 等雪崩停下 于清贤也没有动 而他也没有看到 那两只丧尸爬出来 不知道是冲到山脚去了 还是真的直接被压在雪下面了 于清贤也没有下去看 他蹲在山极上好几天 确定不会再雪崩 这才从山极上下去 朝着更高的地方攀登 差不多第三天的早上 于清贤终于爬了上去 此时的他 就像是已经站在了云端一般 因为不是晴朗的好天气 所以他看不清楚山下的情况 已经被云雾给挡住 于清贤想了想 把相机放在了一边 然后把国旗从背包里摸出来 和相机拉开一段距离 延迟拍摄 随着相机咔嚓咔嚓几声响声 于清贤这才举着国旗走过来 这种事情 以前他确实不敢想 但他如今确实是站在了第一高峰上 他把国旗放回了背包里 这才举起相机 切换成录影模式 把周围拍了一圈 拍摄完成之后 于清贤拿出手机和山巅合拍了一张 他看着手机中的照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竟然也学会了和风景合照的习惯 就像是爸妈一样 到一个景点就和景点合照 但于清贤现在有些小骄傲 因为爸妈都没上来过的高峰 他上来了 估计爸妈要是知道的话 估计会惊掉下巴吧 当然 估计也会更安心一些吧 如今的他 已经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了 于清贤到山脚的时候 发现这一侧其实也有被影响 不过并没有被影响太多 这一片看上去都是荒凉的岩石 但这些地面上还是有枯草的 他之前也看过影片 这种地方也是有居民的 这里也生活着很多牦牛 不过现在一头牦牛都没有见过 于清贤这么想着 又从山脚往霸王龙居住的那个小村子去 距离雪山脚下 差不多有二十多公里 也不知道现在霸王龙的情况 他走到大陆上时 忽然闻到了活物的气息 但不是霸王龙 倒是像青草的味道 这让于清贤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手中的相机已经开机 随时准备拍摄 他捏手捏脚地爬上山坡 然后往山后面看 就看到了一头牛带着一头小牛 小牛看上去还算正常 但是那大牛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牛角上缠绕着绿色的植物 背上也像是背着一片小草地一样 上面甚至还开出了粉紫色的小花 于清贤立马把相机的声音关闭 直接就趴在了的地上 敲咪咪地爬了过去 对着这头猫牛就直接拍 当然 还有小牛 小牛没有脚 看样子是刚出生没多久 但背上已经有绿色的小青苔了 这让于清贤立马就意识到 可能是他妈妈在变异的情况下 影响到了小牛 因此 小牛也有变异的倾向 大猫牛是吃那些被冰冻的草根 于清贤就 有些好奇 小牛吃什么 当小猫牛去吃奶的时候 于清贤才跟被雷劈了一样 对啊 他一直纠结牛吃草了 都忘了小牛是吃奶的 果然他最近思考的少了 所以 很多东西都会下意识地进入一种死角 不过当他看着小牛喝了奶之后 大猫牛会蹲下身子 然后让小牛够到了他背上的草 于清贤虽然很震惊 但他还是立马把这个画面拍摄下来 这母猫牛背上的草 原来是真的能吃的 只是于清贤有些好奇 这些草长出来 是消耗宿主的生命力 还是不用消耗 就好像是人类觉醒的木稀异能一样 然后有些是能催生植物 有些则是能凭空变出植物 当然 也有一些甚至能让枯木逢春的 总之 虽然是木稀异能 木稀异能只是一个大归类 下面的功能又各有不同 当然 这也只是于清贤的猜测而已 因为顾婉晴随时都是几根藤蔓抽出来 而且 那些藤蔓也只有一种 并没有小说里 看的那种什么植物都能催生的异能 才会这么猜测 再加上霸王龙身上的气味 和顾婉晴身上的气息 是有些相似的 所以于清贤猜测 霸王龙的治愈异能 估计也是属于木稀异能的分支 而是星天身上的味道 和裴宇安的味道 又有些相近 那么 这两个人应该是属于同一类异能 只是功能不同 不然味道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他确实闻到过 两个人的香气一模一样 如今想来 普通人的香气是偏肉香 异能者的香气是偏植物香 而这头毛牛的香气 也是偏植物香 那看来 自己的猜测确实没错 于清贤并没有打扰他们 爬着过来的 于清贤又爬着回去 而是从另外一座山绕回去的 等到下午 于清贤终于回到了霸王龙居住的村子 但他并没有闻到霸王龙的气味 喊了几声也没回应 这让于清贤立马就冲进了屋 毕竟活物死了 他也是闻不到的 丧尸的身份 让他只能闻到活物的气息 但现在 霸王龙的气味不见了 药膜 就是霸王龙死了 距离他三公里之外 他开启房门 发现雪橇还在里面 狗粮和腊肉也被吃得差不多了 应该是没吃的了 所以霸王龙出去找食物了 于清贤就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他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晚上七点了 天色也晚了 可霸王龙还没回来 于清贤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后 还是等不住了 他起身去找 这个地方应该有很多野生动物的 无论是活着的 还是变成丧尸了的 总之都很危险 于清贤仔细看地面 想要寻找霸王龙的踪迹 这房屋门口 确实有霸王龙的脚印 但他走上了公路 就没有了痕迹 可霸王龙的肉垫是热的 应该会在路面的冰层留下痕迹 因此 于清贤就趴在地上面 眼睛都快贴在冰面上了 想要看看这地面上 有没有梅花一样的脚印 他就趴在地上 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终于在地面上看到了脚印 霸王龙应该在这个地方站不好一会儿吧 因此这个地方的 梅花印子最深 能把冰融化 那时间必然是不少 看脚印的位置 应该是朝着对面的山过去了 并不是靠近雪山的位置 于清贤就站起来 朝着霸王龙可能消失的方向走去 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天色也越来越晚 即便这个地方的日落 比别的地方要晚上几个小时 但这会儿已经八点多了 天也快黑了 要是找不回来 也不确定霸王龙的体温能不能保持住 于清 闲绕穿过几座小山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湖 湖面看样子 应该也是冻上了 不过他闻到了霸王龙的味道 踏了立马 从山这边绕了过去 就看到霸王龙 拖着一头鹿往回走 看到霸王龙平安无事 于清贤也松了一口气 只是于清贤 看着霸王龙拖着的鹿的尸体 这鹿 好大 于清贤羊声喊了他的名字 霸王龙立马抬头 忽然就飞快地朝着他跑了过来 连肉都不要了 于清贤一拍大腿 这傻狗 怎么连肉都不要了 不过好在跑到一半 于清贤也跑了过去 带着他去脱路 于清贤原本以为是鹿 但是靠近的时候 才发现是一只山羊 果然 以霸王龙的能力 在这种地方也不缺吃的 回到那个小村子里 于清贤把人家屋里的家具全拆了 虽然这些地方的人 加烧的都是动物粪 便做成的像是饼一样的东西 即便于清贤知道这些东西没什么味道 但他还是把人家的家具给拆了 生了火 于清贤给霸王龙烤了肉 当然 烤肉的时候 他不止把鼻子给塞住 还戴了好几个口罩 勉勉强强把味道隔绝在他能接受的程度 熟识对丧尸来说 真的是一种折磨啊 也难怪断气的活物 丧尸就失去兴趣了 但熟了的肉 霸王龙吃得更香了 于清贤想了想 就从屋里找了刀 把那些肉分解下来 虽然他确实会做饭 但生抛动物 还是第一次 再加上他穿着厚重的羽绒服 看上去有些笨重 为了不让血迹抹在自己的羽绒服上 杀猪大姨的模样 于清贤把肉分解下来 一些则是用装狗粮的口袋装好 因为上面有血解 很快就会冻上了 还有一部分 于清贤就直接把它们烤熟了 再用另外的口袋装起来 这样霸王龙可以吃生肉 也可以吃熟肉 于清贤看了看霸王龙的水 剩下的也不多了 还是得想办法弄水 但这个地方确实小湖多 但都不是淡水湖 那些水动物是没办法喝的 于清贤来的时候 是顺着其中一条路过来的 所以导致他错过了一处 很适合去看风景的地方 当然 这个地方于清贤 也是因为一本小说中的一个角色 才会想去的 那个被称为花朵的地方 听说那个地方 被称为高原小江南的地方 他看过很多介绍那里的影片 看弹幕和评论的时候 才发现 很多人也是透过一本小说 认识那个地方的 而且 还有很多人去这个地方 也是因为一个人 于清贤那个时候 虽然也想去看看 但在踏出房间的门时候 就转身回来了 连家里大门都没踏出去过 那个时候的他还自嘲过 其实他也没那么热爱 之后 他渐渐地就淡忘了那些书 也淡忘了那些人物 而现在 于清贤也不是为了那个人物 才来这里的 是因为 他自己想来看看 所以才来的 于清贤越往这个地方 那种高山上 不再是一些光秃秃的山 而是开始有绿色的树木了 果然 只有真正地走过 才会感觉到神奇 于清贤从窄窄的公路 穿过丛林 他在这种高原地区 看到了原始雨林 确实让他觉得很神奇 果然地球的神奇 看了无数纪录片后 真正地走到面前时 于清贤还是会很震撼 甚至这山中竟然还有泉水 虽然已经被冻上了 不过于清贤也不在意 拿着斧头去敲了一大块下来 放在雪橇上 山泉水很好喝的 他像是之前一样 在路边又挖开了一片地方 点上火 因为温度升起一些 那些树叶上的冰开始融化 滴滴答答的 于清贤只能把自己的伞 拿出来撑开 这里的树并没有长得很夸张 似乎是因为海拔 或者是别的原因 虽然长得不是很高 但树叶都变得很大 要说自己老家的树母 树往高了长 那么这个地方的树母 树往横了长 那胖胖的大树叶 都把霸王龙嫌小了 于清贤拿出相机 对着那些树叶拍照 甚至拿自己和树叶做对比 不知道为时模 于清贤一进入这个地方 就好像自己变成了小人国的人 霸王龙在吃他的羊肉 时不时抬头看一眼于清贤 而于清贤则是双眼亮晶晶的 这里看看 那里爬一爬 甚至因为衣服太厚 从树上下来的时候 还被卡在了树缝里 着急忙慌地找霸王龙帮忙 而霸王龙走过去时 一朵大花冲了过来 直接把霸王龙给吞了 这可把于清贤看得目瞪口呆 一朵花当着他这个主人的面 把他的狗给吞了 这妥妥的抢劫啊 于清贤着急地 把羽绒服给脱了下来 这才从树缝中挣扎出来 抄起砍树的斧子就冲了过去 对着那朵大花的花金砍了过去 只是他这小斧头 也只能砍砍小树枝 这花金有比他腰还粗 所以这一斧头砍过去 完全没用 就在他着急地抱着花金摇晃的时候 这花忽然呕了一声 直接把霸王龙给吐出来了 虽然全身的毛发 带着浓稠的绿色粘液 但好在没有缺胳膊少腿 让于清贤稍微放松一些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里的植物还是肉食植物啊 以前也没听说过啊 算了 就算有通知 他也听不到啊 这石人花不值把霸王龙给吐出来 甚至缩到了一边呕吐 等到于清贤绕到霸王龙的身后时 才看到霸王龙那糊了一屁股的狗屎 还是拉锡版本的 于清贤闻不到味道 但一想到那个味道 他也去蹲在石人花的旁边呕吐 但一想到这石人花的嘴里 有霸王龙的狗屎 于清贤又离他远了一些 这段时间霸王龙一直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但没想到霸王龙的胆子也不是很大 竟然还吓窜息了 不过也是 要是他被生吞了 估计也会下意识地挣扎 所以霸王龙想要活下去的 忽然被吞 肯定是会害怕 于清贤看着旁边还在前偶的石人花 就拿过一根着火的木棍在他面前挥了挥 那石人花果然不断地闪避 虽然于清贤觉得自己这根着火的木棍根本就伤不了他 但植物的本能还是会惧怕火焰 看到石人花果然害怕 他就直接拿了两根 对着石人花刷了一套剑法 倒是把石人花给赶走了 于清贤这才回头看霸王龙 他自己也在前偶 估计他身上的粘液也不好闻 于清贤这才撸起袖子 羽绒服也不拿 去帮霸王龙把身上的粘液给弄下来 不过几分钟这些粘液就开始结冰 已经硬硬的了 于清贤立马把那些冰渣子搓掉 至于那些味道 对于于清贤来说倒也没什么感觉 主要是他还带着人类的意识 所以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恶心 好在这些粘液都是冻上了 只要搓掉就好了 并且他身上莫有温度 粘液也不会融化 就是霸王龙屁股上的狗屎 于清贤实在没办法去处理 只能让霸王龙去草叶上蹭干净 至于能不能蹭干净 于清贤也不清楚 等他回来 于清贤就看到 他整个屁股都是湿漉漉的 上面的狗屎已经都没有了 于清贤让他快点点火烤烤 不然等会儿就结冰了 万一把屁股冻坏了 那可就完了 以后拉屎都有困难 他上前帮霸王龙拉着尾巴 然后又往火堆里放了一些木头 虽然这些木头都是线砍下来的 烟很大 不过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这些了 于清贤被烟雾包围 就下意识地闭眼 怕被这种浓烟熏到眼睛 但意外的 他完全没有感觉 眼睛也没有任何问题 果然 变成丧尸之后 除了高温和被伤到脑袋之外 真的没有任何短板 于清贤看着火瞄猛地起来 就往后退 然后从旁边掰了一根树枝 去帮霸王龙撑着尾巴 天已经完全黑了 虽然于清贤视线并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但于清贤知道 周围估计是黑得不见五指 有那朵识人花的出现 于清贤就显得更加小心翼翼了 这种森林中 确实有很多从未见过的植物 而这些植物都是很危险的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的屁股上的毛 已经烤钱之后 就收了树枝 他把树枝扔到了一边 才拿出霸王龙的垫子和毯子 让他睡觉 然后他捡起掉在地上的斧头 准备去把树上的羽绒服拿回来 但他伸手拽了一下 发现羽绒服竟然完全卡在树枝之间了 他有些意外 因为自己从树上下来 那这羽绒服 只是挂在树干上而已 现在竟然被两根树干挤压得紧紧的 于清贤瞬间就意识到了 自己被树枝卡住 应该不是因为他笨手笨脚 而是因为 这两根树干他就是会合起来 这让于清贤盯着那两根树干 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斧子 就朝着其中一根树干砍了过去 只砍了两斧头 这树干就松开了一些 于清贤这才把自己的羽绒服给拉出来 虽然他还穿着一件大衣 但这羽绒服 也不能给树了 看来就算没有丧尸 这森林中也很危险 于清贤回到火堆边上 一手拿着树枝 一手拿着斧头 就跟个门神一样 站在霸王龙的身后 前面有火堆 所以不怕这些植物从前面过来 所以只要防着后面就行 期间确实有些藤曼 在打霸王龙的主意 但于清贤眼疾手快 直接一斧子下去 把藤曼切断了 还捡起藤曼 学着顾婉青的动作 把藤曼甩出去 只是他的动作软绵绵的 一点都不帅气 在不小心把熟睡的霸王龙 打蒙醒过来之后 于清贤就直接把藤曼扔了 果然这种东西 就像是鞭子一样 是要有功底的 不然抽到的 都是自己 当然 也有可能是别人 或者别的狗 天蒙蒙亮 霸王龙就醒了 为了今夜不在野外流速 于清贤是准备加快速度 去县城中 好在前两天走得挺快的 下午两点的时候 就到了县城 虽然说是县城 但在于清贤的眼中 感觉还没有一个镇子大 但进入镇子的时候 于清贤还是有些小心的 主要是没有在镇子里 看到丧尸 当然 也没有闻到活人的气息 说明这个地方 并没有幸存者 或者官方驻地的人 但越安静的地方 就越要小心 这个县城的屋子松散 并不算挨得很近 于清贤探路 确定没危险 才让霸王龙先进屋 他则关上门 手中拿着树枝 朝着县城里走去 想要知道这个县城里 有没有丧尸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直接喊 请问有人吗 不对 请问有丧尸吗 于清贤吼了几声 也不见有丧尸回答他 就在于清贤以为这个镇子里 真的没有丧尸时 忽然一个身影 从屋子后面冲了出来 然后越过了他 于清贤看到对方身上 穿着本地人才会穿的服装 那就不是异化丧尸了 而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霸王龙 他就知道这个县城这么安静 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站住 于清贤一扔手中的树枝 就大吼一声 而那只丧尸 就真的被钉在了原地 于清贤立马就知道了 这是智慧型丧尸 能交流 于清贤立马小跑了过去 看着对方个子不高 还留着两根大辫子 就知道是个女丧尸了 他绕到了对方的面前 发现这只丧尸 生前的年纪应该不大 差不多也就二十来岁的模样 不过这只丧尸的眼睛是红色的 并不是金色的 说明比起石心宇和阿叶来说 差一些 但怎么说 也是三级或者四级的丧尸了 于清贤盯着他 他也盯着于清贤 当然 于清贤并没有错过 他嘴角流出来的分泌物 既然不如是心宇和阿叶 那么肯定是打不过霸王龙的 于清贤忽然就不担心了 擦擦口水 我家的狗 你打不过的 于清贤伸手拍了拍 这只女丧尸的肩膀 示意他 还是不要乱来的好 女丧尸听着于清贤的话 那双红眼睛 才看向了于清贤 原本他是对于清贤不感兴趣的 实在是他真的都没注意到 这只小丧尸 刚刚被叫住的时候 他确实全身激灵了一下 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停下了 现在这么看 眼前这只丧尸虽然很弱 但能和自己交流 那必然是不简单的 而女丧尸分泌出来的口水 很快结冰 他一呲牙 那冰壳子就从嘴角掉了 当然 这只女丧尸的牙 看上去比诗心语他们的 要锋利得多 看着一嘴 就能撕碎别人的模样 于清贤看着他的样子 想来这只女丧尸 应该是听进去了 当女丧尸看到霸王龙的时候 虽然很馋 但还是忍住了 他再看到霸王龙的瞬间就知道 面前的这只小丧尸 并没有骗他 这只狗 他确实打不过 之后于清贤询问了 这个县城的丧尸 去了什么地方 是不是都被他杀了之类的 后来从这只丧尸的口中知道 因为森林中有不少动物 所以这些丧尸都进山里了 但山里的植物都会吃人 也会吃丧尸 所以这些丧尸 都被山里的植物给吞了 整个县城里 就只剩下了他这只丧尸 而他原本 也是被植物吞噬的 其中一只丧尸 只是他运气好 把那株植物的金盒吞噬了 因此他有了异能 可以避开那些 变异植物的攻击 过个十几天去山里捕食 之后又回县城里带着 于清贤一听到女丧尸说 那些植物防无可防很危险 就很感同身受 他也这么觉得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霸王龙 难得地拿爪子 去安慰一只丧尸 只是好狗没好报 霸王龙安慰这只女丧尸 女丧尸抓起她的脚就要咬 好在霸王龙本就是一能狗 等级也高 不是这只女丧尸能咬伤的 反倒是女丧尸 直接被霸王龙一脚灯飞出去 于清贤也没管霸王龙 和那只丧尸玩耍 拿着相机就上了楼顶 对着周围的山拍照 他倒是有些好奇 那些吞噬了丧尸的植物 既然这个地方的植物这么恐怖 那么自己老家的森林 估计也会有这种能吃人的植物 这个世界 终于把植物也逼得开始吃肉了 毕竟那只女丧尸看上去年纪也不大 也就十几岁的样子 而这些智慧型丧尸 让于清贤觉得 越年轻的人变成丧尸 就越容易进化成智慧型丧尸 或许成年人已经对这个世界失望 早就形同形狮走肉了 变成丧尸 又不用干活 也不会累不会困 整天只要吃吃吃就完了 也只有十几岁 或者对生活还有希望的人 才会想办法找回理智吧 那自己属于什么性别的 于清贤想不清楚 他没有活着的想法 就是那种死了挺好 活着也不能创造什么东西的人 不过现在有意识也挺好的 虽然出来走走 不一定能治愈疾病 但他觉得 能死在漂亮的地方 总比死在那四四方方的屋子里 要好很多 于清贤拍完照片 就看向了楼下 此时的霸王龙 还在和女丧尸打架 那个 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些吃丧尸的植物吗 于清贤开口问他 女丧尸被霸王龙压在地上 忽然听到于清贤的话 视线就看向了于清贤 很危险的 女丧尸开口 并不是很想去 说不定自己这样和这条狗打着打着 说不定真的能啃一口呢 不怕 咱们就去看看 于清贤继续道 直接把女丧尸的拒绝给堵住 女丧尸盯着于清贤看了一会儿 最后推开霸王龙 算是勉强答应了于清贤的建议 于清贤只背了背包 并且把爸妈和自己的合照 放在了行李箱里 劈了不少 柴点了火 让霸王龙看着 首先那些植物 就算会攻击丧尸 可若是要攻击 也会先攻击霸王龙 再加上这个镇子里的东西 很多都没有坏 所以于清贤就 全都堆到了房子了 并且霸王龙的自保能力很强 于清贤也不担心 只是他不太希望 发生上次那种 直接被吞了的情况 霸王龙一听 于清贤要留他在县城里 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但于清贤一说 让他帮忙 看着自己的宝贝 霸王龙哼哼唧唧地答应了 他围着行李箱 转悠了好几圈 又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 于清贤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 放心 我们很快就回来 于清贤说着 还拍了拍女丧尸的肩膀 少女丧尸没动他 其实他现在 更希望这只大狗 把他主人留下来 因为他真的一点都不希望 去那吃人的森林 但很显然 这狗不会帮他 少女丧尸 就被于清贤 带着往山里去了 他甚至一步三回头 但那只大狗 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意思 不就是咬了他一嘴吗 至于这么记仇吗 要是真的有植物要吞你 那我会拖住让你逃的 而且 你过几天就要去捕食 应该知道安全路线吧 于清贤扯了一下他 见他回过头来 才开口道 少女丧尸 一听于清贤的话 顿时哑口无言 话是这么说 但这只丧尸太弱了吧 怎么也得让那条狗 跟着才行 在少女丧尸的眼中 于清贤真的很猜 但有时候 他身上又会出现一些 让他无法反抗的气息 等他还想再确认时 于清贤 又是那种只有一点点能量的丧尸而已 甚至他觉得 于清贤会不会走着走着 就直接死了 可看着他 也丝毫没有要死的模样 有了少女丧尸的带路 于清贤顺利进入了森林 这边的山还挺高的 他带了手机相机和手枪 以及弓兵铲 和自己的斧子 斧子虽然不大 但胜在锋利 用来砍藤曼 是很合适的 于清贤问了少女丧尸的名字 得到的答案和阿叶一样 他没有名字 因此于清贤秉着既然没名字 那总不能一直叫你你你 或者那个丧尸之类的 于清贤想了想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迷马 就算迷马不要 于清贤也给他取上了 至于迷马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今天星期二 所以就叫他迷马 迷马一开始听于清贤叫这个名字时 都不会意识到再叫他 但等于清贤一路迷马 过来看 这是什么 迷马 你看那大叶子 我第一次见 迷马 你试试这个虫子能不能吃 然后 迷马渐渐地意识到 迷马就是他自己 于清贤会认识这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所 代表的意思 也完全是因为以前看的小说 特别是上学的时候 对今天周己这件事 异常的执着 所以才会记住这些代称 但是迷马给他的回应很少 显然 在于清贤的眼中 迷马是一只高冷的丧尸 生前应该也是一个高冷的人 不过像是石心雨那样不爱说话的人 到后面都话多得很 所以于清贤想着 只要和迷马多相处一段时间 他也会有话说 迷马怎么说 也是本地人 即便变成了丧尸 对于这种地方 还是很熟悉的 他有时候会停下来 于清贤也会跟着停下来 那株植物 吃的丧尸和货物最多 是这座山的王 此时他们在半山腰 但他指着对面山上一株植物道 于清贤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了一棵很大的树 这树长得有些奇怪 高高的树干看上去是白色的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他的树冠下面 像是有一颗巨大的心脏 甚至还在跳动 而那树皮上 就像是有血管一样 而树冠像是一把伞 而下面掉着十几个球状的东西 于清贤看到那棵树的时候 都差点怀疑自己 是不是穿越到别的星球去了 或者是穿到了异世界去了 要是等会儿 从树丛中冒出来一只精灵 或者哥布林 他都不正经了 于清贤立马拿出手机 先和这棵树合照 证明自己并没有做梦 之后才拿出相机拍 甚至还想各个角度去拍一遍 弥马看着于清 闲要靠近 就一把拉住了 他你看到那些挂在那里的东西了吧 里面都是他捕食的动物和丧尸 我都差点被他杀了 你去就是送死 于清贤闻言 倒也没在意 不过也没有往前去 其实弄死他倒是无所谓 他的命不值钱 可身上这个手机和相机 那就相当值钱了 但于清贤没靠近 而是围着这座山传 因此 两只丧尸绕了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期间 尼玛也给于清贤说了一些危险的植物 总之这个地方的植物 已经变成了肉食植物 于清贤看着那些植物 完全不认识 此时的于清贤 真的很需要一个植物学家 在旁边给他讲解 或者手机能联网 让他能拍照实图 但是很显然 于清贤的手机 已经出了讯号区 什么都收不到 不过 他还是先把这些树木给拍下来 直到他 穿过一片小溪的时候 看到了一大片漂亮的粉色小花 能在这么冷的天里开花 就已经很诡异了 但他还是抱着相机 各个角度 对着这一片花拍照 不过弥马并没有拦着他 说明这些小花就算有危险 不足以伤害到丧尸或者动物 最多是捕食一些昆虫之类的 想到这里 于清贤站起来 去树上弄来了一条 自己食指那么粗的虫子 往那片小花上一放 就立马开启了录影功能 这只虫子 先是扭动几下 然后那种粉色小花的中心 忽然探出来的一根触须来 细细的像是蝴蝶的口气 这根触须 直接扎进了这只虫子里 有一根就有第二根 一瞬间 这只虫子身上 就扎满了这些小花的口气 不到十秒钟 这只虫子 就只剩下了一张肉皮 果然这些变异植物也不见得 就真的完全无害 于清贤突发奇想 就把自己的手指伸了过去 那小花却完全没有反应 很显然 他们对丧尸不感兴趣 于清贤收回手 就把相机拿起来 也知道了 很多植物虽然变成了肉食 但对死物不感兴趣 于清贤拿出手机 和这片小花合影 甚至还把米玛拉过来 一起合照 米玛倒是没多少反抗 似乎这些高阶的智慧类丧尸 对拍照什么的 都没那么抗拒 因此一路上 于清贤也给米玛拍了不少照片 米玛完全不知道 于清贤为食魔能这么 没有危险感 因为这种森林里的很多植物 都是很危险的 再往前 他都没去过 不过于清贤却忽然看到了路牌 既然有路牌 那么说明 这山上是有路的 他带着米玛往上走 米玛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 也就跟着于清贤往上走 当他跟着于清贤走到一条路上时 还有些意外 米玛并不清楚 这种山中竟然还有路 一到了路上 于清贤显然就数落了很多 反倒是米玛被他拉着到处跑 顺着路走 于清贤确实绕到了那棵树的后面 他刚停下时 就遇到了这棵树捕食的画面 从树棺上探下来 一片不知道是什么像红色叶子一样的东西 于清贤立马开启相机 画面掉进 他终于看到 那片像是叶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了 那一片叶子 就像是一块巨大的血肉 看上去肥瘦相间 甚至还散发着肉香 他在距离几公里都闻到了 而米玛此时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即便他知道那是陷阱 可血肉的味道一直在吸引着他 在他要动的时候 手腕却被抓住了 于清贤从背包里拿出了口罩 叠了好几个 还弄了些植物的枝叶撒在上面 然后给米玛戴上 戴上口罩之后 米玛果然冷静了些 他那双红眼睛也暗了下来 没有刚刚那么汹涌的欲望感了 米玛看向于清贤时 发现于清贤并没有任何遮挡 眼睛也没有任何的欲望 他表现得很异常 异常的不像是自己的同类 于清贤看着米玛冷静下来 就松开了他的手 他也不觉得 米玛这种像是个小吃货的模样 有什么不对 石老牛也有馋的口水流塌一脸的时候 只是石老牛比米玛更会保护自己 更有分寸一些 不过这些东西 都是丧尸生前被灌输在脑袋里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丧尸就更不一样了 因为丧尸 其实是没有人性的 于清贤只是盯着米玛看了一会儿 就收回了视线 这个病毒 是真的很残忍的东西 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 变成只知道向往血肉的怪物 明明他们生前也没做错什么事情 只是因为感染病毒 就变成了怪物 只要被人类看到 就要赶尽杀绝的东西 于清贤拿着相机继续拍照 就算他现在骂天骂的 也没有办法解决眼前的困难 既然丧尸已经失去了人性 不再算是人类 那就让丧尸灭绝好了 让这些曾经的人类 真正的安眠吧 于清贤选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地方 一直在观察那棵大树 差不多半个小时 那根诱尔忽然动了 原本是一大片叶子一样的东西 现在竟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球状 里面的动物还在挣扎 于清贤又拉近了焦距 发现那只动物 应该是什么肉食动物 黑色的 看不太清楚是什么动物 挣扎了十几秒之后 那动物就不再动弹了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球挂树冠下面 那颗心脏一样的东西 微微泛着红光 又跳动了几下 于清贤想着 要是现在对着那心脏开一跑 这树是不是就死了 他全身上下 就一把枪和一把斧头 算是比较有攻击力的 但于清贤只是稍微想象了一下 就放弃了 于清贤和弥马在山里 转悠了差不多七八日 看着弥马进食了两次 而且都是于清贤先发现目标的 没办法 活物一旦进入 他三公里的半径范围内 他都能发觉 这是弥马连续进食最容易的几次 因为这个小丧尸 竟然还会做陷阱 抓了好几只山鸡 于清贤提着山鸡塞给弥马时 就笑眯眯地道 这陷阱 还是跟你们这里的人学的呢 弥马不解 他没见过于清贤 在影片上 于清贤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个影片给弥马看 解释这就是影片 弥马的红眼睛看过来 有些好奇 不过影片里 是人类和丧尸战斗的画面 那种丧尸他没见过 人类也没见过 他就没有走出过这个地方 不知道为时魔 弥马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人很厉害吧 是官方的人 就是 要是咱们是人类的话 他就是保护咱们的人 但咱们现在是丧尸 要是被他看到了 那就会被杀了 于清贤给弥马看古 晚晴和异化丧尸打斗的场景 弥马盯着顾晚晴看了一会儿 然后道 这个人类很厉害 于清贤见弥马竟然能看出来 就立马点头 对对对 超厉害 要是以后你看到了这个人 想都不要想 立马跑 记住了吗 于清贤语重心长道 就比如石心语 就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所以至今活得好好的 要是真的冲上去和顾晚晴打 那估计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记住了 弥马点头 他们在离开的第九天 回到县城的 县城依旧空荡荡的 于清贤给霸王龙存的粮 并没有吃完 他弄了一些放在雪橇上 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 而弥马只是在屋子门口站了一会儿 就转身离开了 于清贤也没有说什么 他也不需要丧尸来 和他搞人类的人际关系 都是丧尸了 当然是怎么高兴怎么来呗 这么一想 于清贤觉得自己的人性 也确实没多少了 这次霸王龙倒是没有生气 见到他就很清热 屋里的火并没有熄灭 也不知道霸王龙 从哪里弄来的木头 或者是别的东西 霸王龙和自己待得越久 就越聪明了 这让于清贤 把背包里的另外一张霸王龙的照片 放到了自己和爸妈的合照相框里 而霸王龙看着于清贤的动作 眼睛立马就亮了 他看出照片上的是他自己 而那张照片是主人说的宝物 现在他的照片也和宝物放在一起 所以他也是主人的宝物了 这让霸王龙哼哼唧唧地 围着于清贤转悠 想要看照片 于清贤这才把合照放到了霸王龙的面前 看一家四口 于清贤笑眯眯的道 不过你都比我和爸妈还大了 好搞笑的合照 于清贤给霸王龙看了看 又自己看看 就觉得有些好笑 因为霸王龙的照片确实很大 放在相框里 好大一只 但霸王龙就是大狗 大点也好 大点就不容易被人类忘记了 第二天一早 于清贤和霸王龙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已经11月了 去年的11月 已经开始有人出现不明的高烧 天气也慢慢变热 只是那个时候的谁也不会想到 灾难正在慢慢的降临 他生日那天 小区里救护车来了好几趟 不过 他也只是隔着房门看了看 但后面因为高烧晕倒的人太多 后面在发烧的人 就只能居家了 并且随着天气 有些反常的热起来 那个时候 他也只是在努力更新而已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看影片 然后打会儿游戏 生日的当晚 也就是11月2号 于清贤是有些发烧的 不过那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末世的来临 只是睡一觉后 世界就不一样了 到处都有丧尸咬人的新闻 不过那个时候 还在可控制范围内 官方通知有任何发烧的症状 就必须把人捆起来 关到房间里 然后给官方打电话 其实于清贤想 那个时候的人类听话 而不是逊思 对自己的亲人有任何偏爱的话 或许他们国家的情况 真的能控制下来 可并没有 谁会把自己的亲人捆起来 关在房间里呢 于清贤一想到他醒来时 并没有任何症状后 在看到那些丧尸之后 就知道 他并没有变成第一批丧尸 而整个楼道里 时不时传来一些声音 但并没有什么尖叫声 于清贤开启房门 隔着安全门 看到了那些逃走的人类 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 也都完全顾不得回头 于清贤就这么端着一杯热水 隔着安全门看那些人逃亡 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隔着安全门这么站着 等他回过神来 被子里的水在反常的热天 已经完全凉了 于清贤关上了房门 继续自己的生活 就好像外面并不是末世一样 直到官方的广播 出现在他的耳朵里 他才猛然惊醒 伸手让丧尸挠了他一下 那个时候 于清贤清楚地看到 楼道门口的官方的人 一脸震惊地看着他的模样 而他也只是 对着对方微微点头 然后关上了房门 甚至反锁 虽然身上很疼很难受 可他还是躺在了床上 于清贤回过神来 看着手机上的 11月2号的日期 原来今天 距离末世发生 已经过去一整年了 也是他29岁的生日 他收起手机 看着围在他身边 转悠的霸王龙 就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没事 走吧 于清贤一笑 表示让霸王龙不用担心 他只是忽然想到了 一些以前的事情而已 再说他们离开县城时 弥马倒是站在县城的路口 也不知道是不是来送他们 于清贤对着他挥挥手 再见这两个字说不出口 因为他知道 大概是不会再见了吧 来的时候 觉得怎么走也走不到 但等离开的时候 倒是挺快 只不过三五天 于清贤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越走 那些光秃秃的山就越多 当然 也有随处可见的 覆盖着雪的雪山 以及那些盐湖 于清贤的鼻尖 又开始飘雪了 也是 按照正常的时间 现在也是冬天了 只是这乱来的天气 让他对这么轻柔的雪花 产生了一些意外 原本这才是正常的雪花 如今这雪花变得正常 他反而觉得很异常 最近的电眼墨怎么用 地图上显示他如今的位置 距离最近的基地 也有近700公里左右 倒也不担心 忽然遇到幸存者 只是开始下雪 于清贤觉得 温度应该低了一些 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温度 比半个月前 还下降了十几度 终于突破了零下50度的温度 虽然霸王龙看上去并没有不适应 他活动活动手臂 也没有被冻住的感觉 但于清贤 还是准备找一个小县城 待一段时间 反正又不赶路 至于霸王龙的食物 虽然狗粮已经吃得一颗不剩了 但有两只山羊当储备粮 再加上前面有一个县城 所以于清贤准备等等看 要是雪下的大了 就在这个小县城待一段时间 这种小县城周围 并没有什么遮挡 所以一些丧尸 估计是追着活物离开了 还有一些没有吃的 倒在地上已经腐烂了 至于那些还在街上摇晃的丧尸 于清贤也不清楚 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时兴雨不是说 丧尸三个月不吃东西 就会慢慢地腐烂死亡吗 看这些活蹦乱跳的丧尸 于清贤看着 也不像是要死的样子 感觉他和霸王龙 都活不过这些丧尸 找到了一个看上去 还不错的房子 于清贤和霸王龙就住进去了 因为这种地方距离中部很远 所以很多东西 就都是需要运输的 于清贤把霸王龙安置好之后 就去超市看了看 而很多食物的保质期 都是三个月 六个月或者九个月 不过这种地方 倒是有很多罐头 这些罐头的保质期就长一些 有些是十几个月 有的是两年 于清贤毫不犹豫地 把这些罐头给拿走 至于那些蔬菜什么的 于清贤也不考虑了 都已经腐烂完了 而且就算没有腐烂 他也吃不了蔬菜 霸王龙也吃不了 于清贤看着那堆腐烂的菜叶中 竟然还长出了新的蔬菜 甚至蔬菜下面 还有几朵蘑菇 这让于清贤把蘑菇摘了下来 就要往嘴里挣 就算是毒蘑菇 也没丧失病毒毒吧 于清贤把蘑菇 放在嘴里嚼了嚼 依旧什么味道都没有 他又只能对着镜子 把这碎蘑菇给抠出来 果然也不是什么都能吃的 他拿过纸巾擦了擦手 左右看看 确定没人看到他刚刚的窘迫 这才抱着一个纸箱离开 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 于清贤就把这个超市中能吃的 全都搬走了 回到了屋子里 霸王龙已经熟练地 把所有木制家具全都拍碎了 还全都拢作一堆 于清贤捡了一些过来生火 屋里马上就染上了菊光 火光映在霸王龙那黑黑的大眼睛里 忽善忽善地 于清贤坐在他身边 试着像是人类一样 举起手去烤火 但其实他感觉不到温度 只要自己的身体 受不住这种温度时 身体会下意识地要缩回来 而且脑袋也会刺疼 于清贤就往后挪了挪 外面的雪渐渐地下大了 于清贤靠在霸王龙的身上 看了一会儿 这才起来给他弄吃的 不过于清贤 站在视窗看雪的时候 就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上 似乎是有两辆车子开了过去 他拿出望远镜去看 除了那两辆车子 看上去很牛之外 啥也看不到 这些车子他不熟悉 很显然 就是他没见过的 看这两辆车子 朝着东北方向去 直到车子消失在地平线中 于清贤才收回视线 他拿出地图来看看 发现往那个方向去 是Q省 这让于清贤想到 其实很多末世小说的女主 都是会自己建立基地的 而自己建立的基地 都会选择西北这种人际罕至的地方 特别是Q式的高原湖泊 是这些女主角 至于想要定居的地方 当然 这也只是于清贤的猜测而已 只不定那两辆车子 是其中一个基地的异能者 小队的车子 并且 这和于清贤也没关系 又不来这里 估计也是因为下雪了 人家赶着回基地呢 于清贤在这个小县城里 待了好几天 发现这雪一直下 并没有任何要停的迹象 霸王龙也没办法 一直窝在这种小屋子里 他每天早上和傍晚 都要出去走一趟 于清贤想了想 就去拿了一大卷 不知道谁家的塑胶大棚的薄膜 给霸王龙缝了一件超大的雨衣 当霸王龙套上之后 自然很合适 这样就算雪落在他身上 也不会弄湿他的毛 而于清贤 也把雪橇上贵重的东西包裹起来 特别是自己的行李箱 和那个蓄电池 准备好一切后 于清贤和霸王龙 又往宫殿的方向去了 果然再次踏上旅途时 霸王龙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公路上虽然是厚厚的雪 但雪橇却派上了大用处 并且变得很大的霸王龙 行走在雪地上 也完全没有任何困难 甚至撒鸭子地跑 比起南边的路上全是车 果然这种宽阔的地方 走上几十公里 都不见得能遇到一辆车 就连那些看上去荒凉的山包上 都覆盖着厚厚的白色的雪 这让于清贤看过去 就像是一个又一个奶油蛋糕 此时的乌云压得很低 那些乌云 就像是一层厚重的帽子 压在山顶上 就好像是山撑起的乌云 让这云没有压到地上来 于清贤拿着相机拍了几张 然后就把无人机给放了出去 想要看看周围的情况 主要是这段地方 属于这个省的主干道 若是遇到基地的异能者战队 那可不太好 他看着遥控器中的画面 见自己和霸王龙 在这种雪地中 其实也不显眼 霸王龙本就是白色的 他的羽绒服也是白色的 雪橇的颜色也是白色的 所以离得远一些 自然是看不太清楚 不过无人机飞过山包 往远处飞去 而在于清贤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遥控器上的画面 忽然开始失控 于清贤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无人机 似乎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直到一只突鹫 抓着他的无人机 从自己的头上飞过时 于清贤瞬间石化 他都望了 天上还要飞禽呢 但是他的无人机 根本不能吃啊 抓走也没用啊 于清贤的想法才落下 那只突鹫 就抓着自己的无人机 撞到了山上的岩石 于清贤瞬间就靠在雪橇的座椅上 那可是 他从别人那里拿来的 都跟主人说了 会好好使用的 先被芝麻小饼钱打下来一台 现在又被突鹫 摔在岩石上一台 于清贤此时只能无能狂怒 但很显然 攻击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突鹫喜欢吃腐肉 于清贤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立马抱住了自己 不会这突鹫要来吃自己吧 虽然他的身体确实死了 但还没开始腐烂呢 他可没办法当高僧 做不到割肉胃硬 好在那突鹫发现 无人机不能吃之后 在山顶盘旋一会儿 就转身飞走了 于清贤看着突鹫走了 先是松了一口气 之后于清贤又反应过来 这突鹫不是丧尸突鹫 而是活的 那可以当霸王龙的口粮啊 霸王龙 追 今晚能不能吃新鲜的 就看你了 于清贤指着那突鹫的背影 就用力拍霸王龙的屁股 而霸王龙自然是扭头就冲了出去 飞快地拉着雪橫跟上了突鹫 一直在飞 一直在跑 总之速度竟然不愤不重 不过于清贤还是觉得 是霸王龙赢了 要知道 霸王龙还拖着两百斤的东西 还能跑得飞快 所以 肯定是霸王龙要厉害得多 而于清贤坐在雪橇上 虽然不至于多颠簸 但还是很怕自己被甩出去 但霸王龙跑得太快了 暂时又摔不死 这倒是让他开始觉得热血起来了 总之 他给霸王龙指方向 霸王龙拉着他就冲了过去 而此时远处的一座小山上 正趴着两个人 他们最近出来找物资 只要跟着突鹫走 那就能找到活物 不过刚刚他们到达这个山头的时候 那只突鹫 忽然就转了个方向 在他们准备跟着走的时候 那只突鹫又过来了 当然 现在这只突鹫 不是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关键 而是那条大狗 拉着一个雪橇 雪橇上面 还坐着一个人 至于那一狗一人 正在追他们的目标 真是见鬼了 我看到一个人 跟一条狗冰天雪地的在追突鹫 现在的人还真是勇啊 其中一个人穿着厚实的冬衣 头上戴着一顶棉帽 因为要用望远镜 所以脸上并没有遮挡 所以冻得通红 另外一个人文言 就接过他的望远镜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了那一人一狗 如今已经漠视一年后了 丧尸也进化得很厉害 普通人已经不会出基地了 再加上 如今已经进化出了丧尸王 偶尔会心血来潮 带着狮群进攻基地 当然 他们人类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打垮的 这一年来 除了吃穿用度 比以前差了一些之外 倒也还好 不过他们异能者战队 虽然经常出任务 也会损失队员 但生活质量并没有下降太多 甚至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只是他们 还是头一次 看到有人一个人在野外生活呢 要追上去吗 一开始说话的人问旁边的那个 而从坡下又走上来了一个人 可看到那突就的踪影了 找到了 不过有个人半路截胡了 队长 要追吗 那个小伙子眼睛亮晶晶的 看着后面走上来的男人 就跃跃欲试的模样 他确实很想追上去 因为那个人 敢一个人带着一条狗追便一突就 那就真有些本事了 是吗 那追上去 看看也行 那个队长算是同意了 于心嫌此时就是有点顾头不顾尾的 只知道追突就 因此 车声已经接近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于心嫌回头一看 发现一公里外 竟然有两辆车跟了过来 不过也是因为自己的雪橇 压在雪上有歌之声 因此 他之前就听到声音 也没有太在意 他看着越来越接近的车子 立马就意识到 这两辆车 似乎是追突就的 于心嫌立马就让霸王龙放弃突就 转个方向 霸王龙很不解 车都追了半个小时了 马上就要追上了 结果主人 让他换条路 而当霸王龙回头看到那两辆车时 立马就知道了 丧尸和人类是死敌 而自己的主人是丧尸 所以能开车的就是人类 霸王龙转换了一下 立马就朝着于心 闲指着的方向而去 但是他们转了弯 后面的车也跟着转了弯 很明显 这两辆车是跟着他们来的 于心嫌瞥了一眼飞走的突就 心中暗恨 今天算你走运 他虽然这么想着 但还是开始翻自己的背包 也没什么杀伤性的武器 直到他翻出了石心鱼姐姐给他的两颗烟雾弹 后来他研究过 这是按压式的烟雾弹 只要问下顶端的那个圆环的东西 那就能启动这个烟雾弹了 于心嫌想了想 他也没什么合适的武器 用来对付这两辆车了 看他们的车子 应该是改装的过得 为了适合在这种满是山坡和雪地的地方行驶 所以车子底盘很高 一看就像是那种山地车 车窗玻璃就更不用说了 绝对是防弹防爆的 所以自己那把小手枪肯定是打不穿的 于心嫌摁下按钮 就往身后一扔 而且这烟雾弹长得跟手榴弹一样 让他一扔的时候 后面的两辆车就立马转弯开向了旁边 于心嫌一看到这一幕 抓起手机就先拍一张 掏相机太麻烦了 而那烟雾弹落地之后 猛地就出现了烟雾 把于心嫌的雪橇车给挡得严严实实的 而两辆车也没有想到 对方扔过来的不是手榴弹 而是一个烟雾弹 很明显 对方不想让他们跟着 这个小队的队长从车上下来 等着烟雾弹停下 这个队长才走了过去 把剩下的烟雾弹壳子捡起来 他瞥了一眼标志 并不是官方基地的东西 那应该就是自制的烟雾弹了 队长 还追吗 少年看着前面已经没了踪影的一人一狗 就趴在副驾驶上问 被叫队长的男人 差不多三十岁出头 额头上有一个疤痕 脸上有胡茶 他的眼神盯着于心嫌消失的方向 白白手不用 追突救 虽然那个人确实让他很感兴趣 甚至能从他冒岩下露出来的长发 知道对方应该是个女孩子 但现在 还是食物比较重要 等到这两辆车 朝着突救飞走的方向而去 于心嫌和霸王龙 都从山坡后面探头出来 其实于心嫌并没有走远 就绕到了山后面而已 放那个烟雾弹 也是为了告诉这些人 不要跟着他 很显然 这些人是食食物的 并没有真的要一直跟着自己 看来这些人也是追那只突救的 于心嫌看着车子走远了 就让霸王龙拉着雪橇 从旁边跟上去 那只臭突救 于心嫌可忘不了 他摔了自己的无人机 就是芝麻小饼前 那为国为民的理由 他都在记仇 更不要说 这突救明明不杀生 还把他的无人机给摔了 那就更不可忍了 而霸王龙一听 还要去追鸟 自然是很高兴的 他拉着雪橇 倒是没有之前那么着急了 他们跟着车子 走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那两辆车子就停下了 于心嫌也看向那片山崖 那个地方 是一大片高高的山崖 就像是被斧子劈开了的地方 那山崖上并没有雪 而是生活着一群突救 不过这些人的目标 并不是突救 之前是那群人 拿望远镜观察于心嫌 现在轮到于心嫌 用望远镜观察那些人了 那些人的目标是 山崖下的一群山羊 因为这一片的风雪 被高崖挡住了 让这一片长出了一片草地 甚至还有一个不小的湖 而周围的动物还不少 显然这是一个淡水湖 于心嫌倒是有些惊讶 不过一想 这秃鹫不就是吃动物尸体的吗 而有动物尸体的地方 大几率是有活物的 一般动物死亡 要么是争斗 要模式病死 但无论如何 这种高原的很多动物 很多都是群居的 于心嫌看着那些人 果然是去捕猎的 也就不看他们了 而是往前去 走到了山崖下面 当然 也没有接近那些动物 而是在山脚就停下了 他拿住相机 就开始趴在雪地上拍照 只是于心嫌拍了几只动物的照片 忽然一想 这个地方的动物 全都是保护动物吧 是不能吃的 于是 他立马站起来 去看那些人去捕捉的动物 一看 室内群应该是牧民养的牛羊 这种倒是很好认 吃什么犯法 吃什么不犯法 大概这是国人磕在骨子里的 不过这附近看到的 都是变异的动物 并没有看到丧尸动物 他就有些疑惑 这附近既然这么多活物 那么应该会吸引来很多丧尸动物吧 不过他目前并没有看到 想到了这里 于清贤就用望远镜 看那些突鹫站着的地方 然后就发现了半只丧尸动物 他的脑袋 还在一动一动的 但半个身子 被突鹫的爪子踩住 身上的腐肉 被一只突鹫拽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于清贤立马就明白了 这突鹫 算得上是丧尸的天敌了吧 那丧尸的腐肉 并不会像是真的尸体一样腐烂 反而是保持着基本的肉类弹性 而血液也没有完全凝固 这么一想来 丧尸的肉 应该是突鹫最喜欢吃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反倒是成了 这些动物的天堂 毕竟丧尸或者丧尸动物过来 绝对会被突鹫盯上 于清贤想到这里 立马就缩到了雪橇后面 可别让这突鹫群的头子 看到了 能保护这么一片净土 必然不是一只两只一能动物能搞定的 说不定还有别的 于清贤偷偷拍了些影片和照片 就准备离开了 但他刚站起来准备走 就听到了远处的打斗声 他转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就看到一头羚羊追着那个小队来 小队还扛着几只羊 很显然 即便这些羊是家养的 如今也属于那头羚羊管辖范围内 总之 这个小队虽然带上了食物 但逃跑的姿势太难了 好在那里头羊追到山头就不再追了 就在于清贤觉得这羚羊老大 是个懂分寸的 结果这羚羊的两只脚之间 就出现了一个光球 这光球被羚羊一甩 就飞到了那些人的后面 直接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坑 于清贤看到这一幕 就吓得立马抱紧了霸王龙 大宝 你得保护好我 于清贤吓得乱叫霸王龙的名字 因为那一瞬 别说是霸王龙这三个字了 就连他自己叫什么名字他都忘了 不止植物吃肉了 现在这动物的异能比人类还牛 害怕害怕 而那群人打到猎物后 就直接上车开着溜走 果然这种群居动物的地方 都是不好惹的 霸王龙被于清贤抱着 他直接把于清贤甩上了呗 于清贤被颠了一下 这才回过神来 他看向了隔山的那只羚羊 那只羚羊很漂亮 四条腿都很修长 皮毛也很漂亮 站在白色的雪的里有些显眼 不过于清贤并不觉得 他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就刚刚那一个光球 就能砸死多少人了 群羊的体型也是变异后的 大了很多 这让于清贤想到了 那种修仙小说中的灵兽 那群羊朝着于清贤这边看了一眼 就转头回去了 并没有追车 于清贤也只来得及 拍一张群羊的背影而已 那两辆车已经走远 于清贤也收拾了一下自己的相机 然后让霸王龙离开 于清贤发现 霸王龙的异能是电系的 那只群羊的异能 估计和霸王龙的是同系的 但霸王龙的 更像是从身上发射电光 而那只群羊 则是从两只脚中间汇聚起来 然后这个能量是可以脱离肉体的 不过这前腰有点整 要是遇到速度快一些的 还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于清贤觉得 还是霸王龙这种顺发异能 更有安全感 霸王龙 我还是觉得你最厉害 于清贤衡量之后 还是说出了夸赞霸王龙的话 虽然霸王龙不明白 为时魔主人忽然就夸赞他 但他确实很开心 跑得更欢快了 那尾巴敲在雪橇上 喷喷响 于清贤拍了一下他的尾巴 也不嫌疼 走到快傍晚时 于清贤终于找到了一家牧民的房子 这房子低矮 看上去也很破旧 但于清贤也只能将就了 好在霸王龙也不嫌弃 此事里面也没什么东西 只有两张床 而这床 也只那种看上去很劣质的木板 于清贤想都没想 就直接劈了 甚至连屋顶也抽了两根位置 不是很重要的衡量 然后就用斧头劈开当柴烧了 于清贤想着 以后是不是要准备一些炭了 不然像是这种地方 确实很难搞到木头来烧 但霸王龙拉得动嘛 改天要试试霸王龙的力气了 虽然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但几乎都是这小狗的 不然天寒地冻的 没柴生活 那可不行 于清贤也不知道为时摩 这边的人家 真的很喜欢木制家居 就连这种牧民临时居住的家中 家具都是木制的 甚至上面还有雕花和手绘 忽然给劈了当柴烧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只是这个不好意思 也只是持续了几秒钟 在看到霸王龙享受的烤火时 于清贤忽然就不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些木头 能救小狗一命 也是好的 下了几天的雪 还是没有停下的迹象 于清贤和霸王龙 每天也没有太赶路 原本以霸王龙的速度 一天能跑300公里左右 特别是在这种 并没有任何阻拦的路上 霸王龙的速度就更快了 但现在下了雪 食物还算充足的情况下 一天差不多走五六十公里 不过这个地方的大人少 别说是末世后了 末世前也很少 当然 旅游旺季无人区都能堵车 好在末世发生前 来西北旅游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 于清贤才没有在这种高原地区 看到堵车的情况 再走了差不多七八天 于清贤才远远地看到 那座白色的宫殿 而这座宫殿 就坐在这座日光城中 于清贤以前稍微了解过一些 是因为这个地方 沐浴日光的时间很长 也是于清贤一直想来的境地 于清贤想要看的最后一个地方 原本他看完这座白色宫殿 可能就想要挖个坑 把自己埋了 但现在 于清贤却有没办法这么任性放弃自己的理由 以前是爸妈 现在是霸王龙 于清贤有些无奈 人类 总是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打乱 甚至改变自己的想法 但这城中也确实有丧失 于清贤也不敢带着霸王龙到处乱跑 只是把他放在屋子里关着 确实不合适 因此 于清贤就解开了雪橇 然后指了指远处那座白色的宫殿道 可以先去那里面等我 之后我会来的 至于雪橇 咱们不要了 我想去的地方已经去过了 以后我跟着你走 他现在准备 把那个不惊动的相机里的相片 全都转移到手机 或者另外一个相机中 那个相机不耐动 不太行 至于于清贤行里 箱里的两束花 于清贤也准备 放在这座宫殿里了 因为这是他曾经的目的地 但现在 他还要继续前行 不能留在这个地方 那就让这两束花 代替以前的自己 沉睡在这个地方吧 霸王龙倒是很配合 撒鸭子就跑不见了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跑走 这才做自己的事情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于清贤 终于不用弄一天一夜了 只一个上午就处理好了 于清贤把行李箱放在了楼上 里面有自己的几本书 和那个相机 这些都是于清贤 留在这个地方的东西 之后 他就抱着这两束花 朝着宫殿去了 于清贤期间 还抱着花和周围的环境合照 慢悠悠地走到了宫殿的面前 此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 显得他更加的巍峨盛洁 等于清贤找到霸王龙时 发现他正在高层等他 他只能慢悠悠地爬上去 其实很多地方 要是末世前 估计是不能去的 但现在的于清贤 倒是完全没有任何阻拦 于清贤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两束鲜花放在了那个地方 他身上还带着列印照片的便携印表机 只有他的巴掌大 于清贤搂着霸王龙和两束花合照 这才列印出来 放在了两束花的旁边 从宫殿上下来之后 于清贤找了一个 原本应该是放在马背上 还是牛背上被东西的 搭连绑在了霸王龙的身上 里面放着一些狗粮和一些水 至于雪橇 于清贤当然是不打算再用 反正接下来也不赶时间了 那就慢慢走吧 而于清贤的东西 也就只有身上的那个背包了 那个背包是以前他买的 能装很多东西 只是以前也没背过几次 倒是如今跟着他全国走了一年 有些地方已经有些破损了 不过也只是被树枝刮破了一点点 问题不大 里面现在有那把枪 还有子弹 以及他们一家四口的合照地图本之外 也没什么东西了 像是斧头和工兵产这些东西 都在霸王龙的身上 他们现在也算是轻装上阵了 于清贤左右看看 并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这才到霸王龙 以后要去什么都随你 以后我跟着你走 霸王龙听到于清贤的话后 虽然有些不解 但还是选择了一个地方走 于清贤也跟在霸王龙的身后 霸王龙知道于清贤走得慢 所以他的步伐也放得很慢 于清贤现在无事一身轻 自然是抱着相机到处拍 就他们这么悠闲 一天就走不到20公里 于清贤在有一天 晚上没有给霸王龙生火 发现霸王龙没有火 也不会觉得冷之后 就不再这么麻烦了 霸王龙对此也没什么怨言 直到12月的月底 于清贤的手机 终于又连线到了讯号 因为差不多近三个月 他的手机都只有一个拍照功能 进入讯号区后 他的手机在短短的三分钟 堆上了十多条讯息 一些是防寒措施 还有生病高烧不要惊慌 及时通知上报官方 然后就是附着了几张丧尸的照片 说这几只丧尸遭遇的时候 尽量不要单独行动 最好是及时撤退 于清贤看了看照片 上面没有阿燕 也没有石心语 都是他不认识的丧尸 并且这些丧尸 长得奇形怪状的 一看就不像是智慧型丧尸 果然 他就认识五只智慧型丧尸 除了肖继和人类相处的 应该不错之外 密码在深山中 应该没人会去 石心语和阿燕 还有小绿妹妹 也没出现在这些通知上 不过遇上阿燕那样的人类 估计也没办法活着离开了 至于小绿妹妹 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人类 对于石心语 于清贤觉得自己 给他灌输了很多人类的思想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后面的 则是让所有精神系异能者 前往首都基地 这一条让于清贤比较好奇 因为精神系异能者 于清贤也很感兴趣 这种异能 无论是在什么末世丧尸小说中 都是很厉害的 比如主角 亦或者是反派大boss 但现在 官方找精神系异能者 真的会有人去吗 不过官方找 那说明 官方确实是有大动作了 这条话走之后 又有几条讯息 而最新的一条 则是在五天前 是需要因为被丧尸 伤到变成异能者的人 前往首都基地 于清贤看到这一条的时候 他大概明白 官方要做什么了 毕竟感染丧尸病毒 并没有变成丧尸 而是成为异能者 足以说明 这些人的身体中 应该是有抗体的 若是能找到疫苗 对于人来说 自然是很好的事情 于清贤不觉得 这种事情 有什么痴人说梦的 毕竟历史上 很多得了必死的病 经过人类的努力 能出现疫苗 出现能治疗的药 甚至有些疾病 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灭绝了 所以于清贤觉得 只要给人类一些时间 说不定真的能战胜丧尸病毒 于清贤就想到了 晶体的存在 或许真的 能从那晶体上 发现一些东西 用来抵抗丧尸病毒 至于于清贤 他觉得自己 也不算是感染病毒 还活着的人吧 只是意识活着而已 其实人已经死了一年了 霸王龙在没有于清贤指路之后 也确实是闲逛 这里看看 那里跑跑 倒也轻松 有时候于清贤会拿出狗粮 来问霸王龙要不要吃 但霸王龙都会拒绝 也不知道是他意识到狗粮不多 还是真的不饿 总之霸王龙进食 从以前的一天两顿 到现在的三五天才吃一顿 于清贤有时候在担心 是不是因为霸王龙病了 因为自己有时候 露宿在外面 没给他生活的原因 可看着霸王龙 每天经历都很不错 心情也很不错的样子 于清贤又觉得 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不过 只要霸王龙的心情不错 于清贤也不担心了 只是当于清贤开启地图后 就发现自己距离官方基地 只有不到三十公里的距离了 也就是说 霸王龙是在往人类所在的方向去的 这让于清贤一惊 虽然霸王龙跟着自己走了半年 并没有接触人类 但狗狗是很喜欢人类的 就算被人类骗一百次 但还是会一百零一次地相信人类 所以霸王龙跟着自己 是很孤单的吧 于清贤这么想的时候 霸王龙忽然转了一个弯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 很显然 霸王龙会走到这里 都是意外 于清贤收回自己的脑袋 给霸王龙说了一句对不起 而霸王龙则是疑惑地回头看于清贤 不知道于清贤为时魔 要给自己道歉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那清澈的大眼睛 就觉得还是狗狗单纯 人类都是喜欢揣测的坏东西 他也不例外 天上的云层开始变驳时 是十二月底 于清贤忽然看到自己的影子时 还有些恍惚 毕竟半年没有见过太阳了 只是阳光即便穿透云层 照射到大地上来时 地面上的雪也没有任何融化的迹象 于清贤拿出手机看温度 依旧是零下五十左右 虽然比之前上升了几度 但比起八九月份的时候 还是冷 于清贤刚准备收起手机时 发现自己的手机收到了一条 非官方的统一资讯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发的 文字很短 你在做什么 后面还带了一个可爱的小表情 这让于清贤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才确定确实是有人 给他的手机发了号码 因为末世后 手机的号码是加入了编号 也就是说 按照正常的十一位数 是无法找到他的号码的 更不要说他这个号码 是黑市里面搞出来的 并没有经过官方的批准 更不可能会有人知道这个号码 所以于清贤第一个想法 会不会发这条讯息的人 是那个黑市的老哥 怎么说 这些黑市里的人 都会暗中记下那些客人的号码 这样以后会有合作 再回复你的讯息 于清贤想了想 还是把讯息回了过去 只要不打电话 不发视讯通话和语音 于清贤觉得自己 还是很好沟通的 讯息发过去三分钟后 那边有了回应 我是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比如吃饭 或者是工作 于清贤看着对方发来的问题 就看了看四周 到处都是雪 自己应该是在旅游 但这个旅游并不适合和人类说 想了想 于清贤回了两个字遛狗 虽然现在算得上是狗遛他 因为霸王龙走几步 就要回头看自己 想要让自己跟上 只是于清贤不知道 这个和自己发讯息的人是谁 号码也没有显示地区 只是过了五分钟 对方也没有回他讯息 所以于清贤觉得 对方应该不会回讯息了 他刚准备收集手机 手机又响了 于清贤拿出来一看 发现对方拍了一张他的自拍来 看样子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 我在基地里 我家的狗狗去世了 但是我能用我的自拍 换你的狗狗看看吗 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是一个小孩子 看他背后的环境 是挨着窗户的 而窗户外 可以看到远处那黑色的高大围墙 这个小姑娘 确实是在基地里 于清贤一想到 如今的人类只能在基地中生活 那个基地的范围 可能只有一个县城大 或者一个小镇那么大 但需要居住下几百万人 甚至上千万人 那么一家人最多分到一个十平方的小屋子 不过 能活下来挺好的 于清贤想了想 就叫住了霸王龙 拍了一张他的照片发过去 他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个了 要是那个小姑娘 想要摸一摸霸王龙 那就真的没办法做到 于清贤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事情 就又发了一条 讯息过去 还有就是 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别人 知道吗 和你的爸爸妈妈都不要说 对方这条回复得很快 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因为爸爸妈妈已经去世了 我是跟着姐姐 被救到这个基地的 姐姐现在 在基地的学校里 学习以及工作 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我在华中基地 你在哪个基地啊 于清贤看着小姑娘 发过来的讯息 微微一正 原来这个小姑娘的爸爸妈妈 已经去世了 是和姐姐相依为命 姐姐还在上学 那么必然是初中 或者高中生 于清贤并没有回答小姑娘 但小姑娘又接连发来了几条讯息 先是夸霸王龙好看 之后没有等到于清贤的回复 又发了几条讯息 其中一条 让于清贤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你离离我吧 我不敢和姐姐之外的人接触 这样的讯息 我已经发出去 大概很多条了 只有你回复我 于清贤盯着这条讯息 有些无奈地回复了我 回复你之后呢 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为时魔 于清贤在看到对方 不敢和别人接触后 就想到了自己 只是他和这个小姑娘 完全不一样 因为于清贤的童年还算幸福 虽然世界也在发生各种灾难 但都没有波及到他 而在末世发生时 也没有太多的惊慌 也没吃什么苦头 但现在的孩子 却完全不一样 他们要面临的 是随时都可能 把他们生吞了的丧失 之后的几天 于清贤都会收到 这个小姑娘的讯息 于清贤心情好了 还会给他回一条讯息 当然 平时他就当作没收到 作为一只丧尸 竟然会和人类联络 于清贤自己都不知道 直到半个月后 小姑娘又发来了讯息 一个信雇的大姐姐来了 她准备来接我和姐姐 去首都基地 首都 我还没去过呢 虽然有些害怕 但和姐姐在一起 我就不怕了 于清贤看到这条讯息 立马就猜测 这个信雇的大姐姐 应该是顾婉晴吧 果然这个女人很忙 从不停歇 是吗 那恭喜你了 首都啊 她去过了 小姑娘之后 就只会偶尔发几张照片来 有她的照片 还有她姐姐的 然后就是野外的照片 甚至还能发来 顾婉晴的照片 当然 柳念 也就是这个小姑娘 这几天一直在夸赞 顾婉晴有多厉害 她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厉害的人类 对于这一点 于清贤也颇为自得 因为她前年就已经知道了 经过二十来天 于清贤倒是和柳念成为了信友 偶尔于清贤也会给柳念 拍张小雪人的照片 当然 从去年的十二月 到今年的一月中旬 柳念都不知道 霸王龙的体型 到底有多大 因此 柳念总是叫霸王龙小狗 其实于清贤 还是有些好奇 顾婉晴他们到底 要做什么 既然柳念的姐姐 会被叫到首都基地 那么必然是感染丧失病毒 却没有变成丧失的人了 于清贤好奇 但她又不能凑上去问 如今柳念也要去官方基地 可能姐姐也会成为内部的人 那自己就能从柳念的身上 得到讯息 这么一想 这二十多天逗小孩开心 也不是没有用的 柳念今年七岁 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思想 因为她姐姐柳思是异能者 应该也是属于精神系的 当然 并没有任何伤害 只是姐姐的脑袋 变得超级厉害 虽然用柳念的话来说 她姐姐柳思之前 就是重点高中重点班的学生 几乎是全是第一的那种 但觉醒异能之后 就变得更加聪明亮 只漠失一年 就已经开始自己研究一些东西了 并且 她也因为姐姐的原因 过得很不错 至少除了漠失开始时 她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她爸妈变成丧失后 柳念确实哭着 还想要扑过去 但姐姐却把她关进屋子 一个人在客厅里 独自面对变成丧失的爸爸妈妈 而等她反应过来后 发现房门从外面被锁起来了 她的房间里 确实有不少食物和饮料 就这么撑过了两天 直到姐姐一身血地推开房门 之后 她被姐姐捂着眼睛 爆出了房间 上了官方人的车子 她就没有再见过爸妈 姐姐也经常告诉她 让她别伤心 因为姐姐还活着 她也还活着 柳念每次说起她姐姐 于清贤都能从她的文字中 感觉到这个小姑娘的骄傲 不过也是 柳念的姐姐 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吧 至少她肯定是做不到的 在于清贤觉得柳念应该会 再进入首都基地之后 才会和她再联络了 只是第四天 柳念就又发来了一条讯息 姐姐 我姐姐说 顾姐姐在和一只丧尸交谈 顾姐姐 她不会有事吧 于清贤看到这条讯息的时候 当然也有些吃惊 顾婉晴竟然真的开始和丧尸交谈了 看来她猜得没错 顾婉晴他们想要 做的事情 确实是想要试着 和丧尸和平相处吧 于清贤忍不住发了讯息过去 能把丧尸的样子拍来我看她吗 只是于清贤并没有得到柳念的回复 不过她也觉得 这种要求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并不是所有人类 都像是顾婉晴一样 敢面对丧尸 甚至和丧尸交谈 当然 自己这种情况也算是例外 毕竟她还能和丧尸合照呢 大概十分钟后 于清贤的手机收到了讯息 但是另外一个号码发过来的 下次这种危险的事情 让我去做吧 我妹妹她还小 看到这条讯息 于清贤立马就知道 这是柳念的姐姐柳思 只是柳思怎么知道自己 和她妹妹有联络的 难道是柳念那小姑娘 真的想要下车去拍照片 不过也是 自己让一个才七岁的小姑娘 去拍丧尸的照片 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柳念的姐姐柳思 竟然不是打电话过来骂她一顿 而是真的去拍了照片给她 这让于清贤对柳思这个小姑娘 也非常的佩服 于清贤看完文字 这才去看照片 照片上有四个人影 而且四个她都认识 特别是那只和顾婉晴聊天的丧尸 她熟的不能再熟了 这不是石老牛吗 她和顾婉晴什么时候这么熟悉了 当然 面对镜头的 也只有芝麻小饼钱而已 很显然 顾婉晴和那个阿生 还有时心语没看镜头 估计他们就算知道也不在意 于清贤虽然好奇 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 背着自己搞在一起的 不过她并没有生气 完全没有 她真的一点都没有 过了差不多有十多分钟 柳思又给于清贤发来了讯息 顾队说这个地方很安全 今晚我们暂时要在这个市区休息 距离官方基地也只有四五百公里了 再过几天应该就到了 我刚刚去问过了 曾经这个地方 死了好几个异能者小队 后来来了一只新的丧尸王 把这个城市占下了 之后就没出现过那么严重的伤亡了 那只丧尸王难得一见的不残暴 所以顾队好像和他达成了什么条件 姑且是个有点人性的丧尸 柳思发来这么一长条简讯 后面又补了一句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谢谢你能愿意陪我妹妹聊天 以及顾队的事情 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 剩下的是机密 不能和你说 抱歉 然后发了这条讯息之后 柳思柳念两姐妹的讯息就断了 于清贤也过了几天发了讯息给柳念 不过并没有得到回复 不过也是 像是自己这么来历不明的号码 估计并没有放入官方的统计中 会被怀疑也很正常 于清贤倒也不在意 这俩姐妹不搭理他 他只是 石心雨那小子 到底什么时候和顾婉清有交集的 之前来找自己的时候 石心雨也没说过 不过占领城市的事情 他大概知道是什么时候 毕竟他手都断了一只 能统领一个城市的丧尸的丧尸王 必然也不好惹 要知道 一个城市的丧尸 怎么说也有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吧 大一些的城市 五百万也是有的 原来石心雨这么厉害的吗 他都没什么感觉 只觉得拉行李 相走得挺快的 没有了梁姐妹的讯息 于清贤也没有什么变化 这要是个正常人 估计就该寂寞了 但于清贤早就习惯了一个人 霸王龙走着走着 发现于清贤不见了 一回头 就看到于清贤爬上了一个小山包 在他有些疑惑的时候 就看到于清贤直接躺在了山顶 常常一条往山下滚 甚至于清贤的嘴里 还给自己配了音 咕噜咕噜 然后于清贤就从山顶 一路滚到了山脚 不过并没有像是他想象中那样 被雪果成一个雪球 这些雪完全就不沾在他身上 他爬起来滚了好几次 直到看到霸王龙在拿尾巴砸雪 于清贤才从雪地上站起来 好了 走吧 于清贤拍了拍身上的雪渣子 霸王龙看着于清贤往前走 这才跟了上去 没有了目的地 于清贤和霸王龙就走会儿玩会儿的 这些天天上厚重的云 终于散开了一些 蓝天又再次出现在于清贤的眼中 原本没有蓝天阳光都很漂亮的高原 现在更是漂亮的他 有些舍不得走 也难怪很多那些奇形博主 到了这个地方时 不加滤镜 风景都很漂亮 果然是高原 随处可见都是高高的雪山 当然 现在这种情况 别说是西北高原了 估计就连南方海岸边上 也是一片白色吧 直到二月初 于清贤都还在西北高原上晃悠 而霸王龙也喜欢这种地方 或许是因为宽 或许也是因为雪山 总之于清贤也会跟着霸王龙 爬上那种高山 想要够云彩 而他也是二月初的时候 再次接到讯息 说明他又进入了基地讯号的范围内 之前于清贤给柳斯柳念两姐妹的号码 已经备注了 发讯息来的是柳斯 我们已经到首都基地了 让人意外的是 首都基地外 竟然生活着一只丧尸王 但这只丧尸王 却不会随意攻击人类 果然丧尸中性格不一样的 也挺多的 还有之后还要麻烦你 陪我妹妹聊聊天了 我要开始忙了 谢谢你 很显然 柳斯对于于清贤 还是有一些信任的 主要是于清贤 也从来不问关于机密的东西 和他妹妹的聊天 也是妹妹发出去的多 而对方回复的少 对方甚至还养着一条狗 显然是很厉害的人 并且也是自己的妹妹 主动联络上对方的 自己以后 可能每天见妹妹的时间很少 有个人能陪妹妹聊天 只是柳斯发过去 对方并没有回复 不过他也不在意 把手机放在了专属的柜子里 转身朝着实验室走去 即便现在很辛苦 但柳斯知道 他们现在的辛苦 设为了以后 像是自己的妹妹 这样的人 不再接受现在的痛苦 柳斯推开实验室的门 看着里面 早已经奋斗了一年的前辈们 也只说出一句 以后请多指教的话来 至于那些客气的话 也完全没有必要了 于清贤看着柳斯发来的讯息 看了看 并没有回复 他觉得 也没有什么需要回复的 估计对方也不会需要自己回复他 于清贤把手机放回兜里 看着 已经跑远的霸王龙 就追了上去 其实比起柳斯要忙什么 于清贤更好奇 实验宇到底有没有 和他姐姐相认了 当然 于清贤觉得 顾婉晴也真有本事 竟然能和实验宇联络 不过 于清贤脑袋理想的 全都是实验宇 和自己说的那些话 丧尸是不可能平等地 看待自己的食物的 他们说 人类的语言 是为了诃骗人类而已 所以 和人类之间合作 也是假的吧 于清贤忽然就不走了 直接蹲在了地上 所以 实验宇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先是把乱屠杀 人类的丧尸王杀死 自己取而代之 现在又和人类聊合作 其实于清贤 现在在两边拉扯 那就是 要是实验宇 和别人谈合作 是有自己的私心 那么 他成功的可能很大 但实验宇要谈合作的人 是顾婉晴 那他失败的 可能就是99.9了 毕竟顾婉晴 可是疑似 漠视文大女主的人选 所以于清贤觉得 实验宇 若是有什么想法 估计顾婉晴都知道 可实验宇也不是傻子 自己和他透露了那么多 关于顾婉晴的事情 那就是 让他绝对不要招惹顾婉晴 可他还主动去和顾婉晴 达成合作 这让于清贤很费解啊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站了起来 算了算了 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要是真的 实验宇犯了错 那么也没什么好下场的 自己能帮的已经帮了 至于他到底要做什么 于清贤也没办法 直接去问清楚 虽然他应该在 华中基地 和首都基地之间的一个城市里 但这中间的城市还挺多的 也不知道这小子 到底在哪个城市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拿出了地图 本来看华中基地 和首都基地之间的城市 他看了一会地图 大概知道是哪个城市了 确实 那个地方 处于两个基地的中间 并且也连线了东西两边 若是真的有一只 凶神恶煞的丧尸王放在那 确实不好走 所以 石兴宇去杀那只丧尸 或许有自己的考量 也有别的原因 毕竟当时石兴宇脸上的表情 看上去跟吃了屎一样 所以于清贤觉得 这两只丧尸王之间 应该是有什么龌龊的 之后 是顾婉晴从那个地方去 发现这个城市里的 王已经换了别的丧尸 所以才会有要和石兴宇 接触的想法吧 算了 他猜测也猜不到 或许以后慢慢地就知道了 霸王龙带着于清 闲到一座小城市 于清贤一看 发现自己 已经到了Q省了 但距离被称为 高原明珠的那个湖 还有一些距离 于清贤进入城市后 发现丧尸的活动能力 又强了一些 他拿出手机看温度 发现现在的温度 比之前上升了十几度 对于人类来说 还是严寒 可也比之前要好很多 于清贤伸手挥了挥空气 感觉不到温度 没有雪橇之后 霸王龙轻巧了很多 即便往满是丧尸的地方去 他也完全不会被丧尸伤到 甚至于清贤 趴在满是裂痕的橱窗 看那些衣服时 霸王龙却像是到了游乐场一样 这里跑一下 那里跳一下 看着那些丧尸 嗷嗷地追着他去 甚至那些丧尸追不上他 他还退回来等那些丧尸 于清贤看着他快乐的样子 就抓起相机 给他拍了一张 那些丧尸真的是被他 耍得团团转 于清贤又带着霸王龙 去了宠物医院 虽然他完全不会做检查 但还是让霸王龙上 称称了一下他的体重 于清贤看着体重气伤的体重 就忍不住看向了霸王龙 你竟然二百斤多了 原来你并不是虚胖 于清贤伸手揉了揉霸王龙的大脑袋 确实霸王龙现在看上去比自己大多了 跟一辆小车一样 特别是他那一身白色的狗毛 显得他更大了 于清贤拿尺子给他量了一下身高 从头到地面有一米六了 难怪他蹲坐在地上的时候 自己都能完全躲在他身后 而背不到地面的距离 是一米三不到一点点 但也算是特别高了 从鼻子拉到尾巴 竟然有真的有近两米 于清贤以前觉得 他有两米是觉得他真的大得很夸张 但真的用尺子量出来的时候 于清贤还是吃了一惊 这已经完全像是一头半大的小牛了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 就拿了一些蛆虫药点在他的后脖梗上 霸王龙倒也很配合 只是那一小支药 也不知道起不起作用 他又点了好几支 他看隔了好一会儿 才观察霸王龙的情况 见他没什么反应 这才开始找狗粮 但很多狗粮其实已经过期了 还有一些还在保质期内 于清贤也不确定霸王龙吃这些过期的狗粮有什么问题 只是现在这种城市中 也就只有这种地方能找到食物给霸王龙了 那些超市里的东西也早就过期不能吃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末世一年后 城市里来找物资的人就少了 这个时候都是去野外捕杀变异动物 看看有没有果子之类的 不过于清贤觉得 以他们国家的种植技术 其实在吃这上面还是比较有本事的 毕竟祖上饿得很了 导致后人骨子里都充斥着种地的基因 就连于清贤这种自闭小孩 都会想着在阳台种上花花草草 甚至觉得种点菜也可以 有些菜长得还是很有欣赏价值的 即便如今的土壤和水都被病毒污染了 可人类也生活了一年多 身体也有抗性 那些变异和丧失化的植物 直接拔了就行 只是因为这个过程比较琐碎 比较适合有耐心的人 于清贤这么想着 低头见霸王龙自己就去弄狗粮了 很显然 这些狗粮一直都在低温的程度下 储存得比较完整 完全没有任何变质的感觉 于清贤也闻不出来 只能让霸王龙自己挑选 霸王龙拖出来几袋之后 就不再动了 于清贤就把这几袋狗粮 装到了他背上的搭帘上 因为怕重物伤到他的腰 所以搭帘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好在霸王龙的体型很大 所以这近百斤的狗粮 倒也勉强能放下 然后于清贤就出去 弄了不少冰块回来 他并没有化成水就装瓶 而是慢悠悠地提取蒸馏水 这一提取蒸馏水 那就没日没夜了 于清贤怕霸王龙嫌烦 就把搭帘给他取了下来 让他自个和那些丧尸玩去 不过好像霸王龙 也可以透过金河来保持体力和活力 所以于清贤让他多去搞一些 那这狗粮也能多撑一段时间 于是于清贤把霸王龙放出去后 这个城里就开始鸡飞狗跳了 总之一会儿 是丧尸追着霸王龙从门前过去 一会儿又是霸王龙一身电光地 追着丧尸从门前过来 就是一身使不完的牛静 就是于清贤坐在地沙发上都看累了 过了好几日 于清贤才弄好几瓶蒸馏水 收拾收拾 于清贤就准备和霸王龙离开这个城市 当然也是这个时间 于清贤收到了柳念的讯息 过年好 狗狗也过年好 于清贤开启日历 才发现今天是除夕夜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这让于清贤想到了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他在东边的城市里放烟花呢 别人不敢放 但是他敢啊 柳念并没有收到对方的回信 心中自然也是有些担心的 他又连续发了好几条讯息过去 终于对面发了一条讯息过来 除夕快乐 想看烟花吗 柳念盯着这条讯息好一会儿 自然是又惊又喜的 但一想到现在的时代 柳念就回复道 虽然我很想看 但声音和光亮会吸引丧尸和丧尸动物的 我可以偷偷地搜以前的影片看 没关系的 于清贤看到讯息的时候 就觉得柳念真是个好孩子 七岁就已经要思考这么多了 但他确实不怕丧尸 也不怕丧尸动物 感觉如今的末世里 就他能扛着音响到处走吧 于清贤并没有回复柳念的讯息 而是带着霸王龙去找烟花了 也不知道如今的烟花还能不能放 找到之后 于清贤还先试了试 发现还可以 倒是霸王龙被鞭炮下的一抽一抽的 没办法 霸王龙的听觉也很灵敏 于清贤怕一些烟花发潮 还在屋顶生了火 烤了烤 然后就这么坐在屋顶上等天黑 等到天黑之后 于清贤就开始把那一堆烟花拖了过去 然后点燃 虽然没有人家专业的漂亮 但于清贤觉得很不错 他把相机放在一边录着 手机也录了一段影片 几乎每种烟花都录制了一段影片 最后选择了最漂亮的一段 发给了柳念 于清贤放烟花 自然是空谷传响 楼下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丧尸 甚至还有一些二级三级的丧尸 从外墙爬了上来 不过霸王龙早就跑远了 这个地方只有自己而已 当他看到一只二级丧尸爬上来时 还笑眯眯的和对方打招呼 除夕快乐啊 你也来看烟花呀 而那只丧尸看看周围并没有活物 就觉得自己被耍了 他站在楼顶骂了于清贤好一会儿 才跳走 喂 我可是给你们放烟花看 怎么能骂我神经病啊 于清贤说着 就拿起一根烟花点燃对着他的背 就来了一发 大家都是丧尸 他可就不担心什么了 毕竟丧尸只对吃的感兴趣而已 又不会盯着自己看 也不会用打量的目光看自己 更不需要自己主动和他说话 甚至是去讨好他 总之 和人相处 对于于清贤来说 是世界第一难题 和丧尸相处 那就简单多了 因为于清贤这个人 确实很担心 别人会如何想他的举动 就连在网路上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他发一段话 都要斟酌许久 到后来直接放弃 因为他发现 无论说什么话 都是会被曲解的 从一开始他 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到后面的点个赞话走 心里有不少话想说 但最后也只是觉得算了 因为解释起来 真的很麻烦 柳念收到于清贤的影片简讯时 自然是有些震惊的 他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真的能放烟花 而且还是在晚上 要知道 晚上丧尸的听觉和视觉 都是成倍的增长的 还有各种丧尸鸟类也是 丧尸还有围墙能抵挡 但是丧尸鸟类就不行了 如今的人类正在研究 在基地的上空 安装一个类似盖子的东西 要是丧尸鸟攻击 就可以启动盖子 但这种盖子小范围可以 可一个基地 那覆盖面就太大了 以现在的技术 是没办法达成的 不过姐姐说他会努力的 所以柳念想着 等自己长大了 也要努力去研发 他也想当科学家 于清贤收到柳念的简讯回复 小姑娘 先是感谢了于清贤 然后还说了他的新年愿望 还要让他注意安全 因为于清贤并没有说明 自己的年龄和性别 所以柳念直接把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伯伯婶婶都喊了一遍 这让于清贤觉得好笑 当然 于清贤也只是回了一个加油 就不再说什么了 于清贤把楼顶的火弄灭之后 就准备下楼 而对面楼顶 也飞来了几只丧尸鸟 似乎没有看到活物 就蹲在楼上了 于清贤下了楼 拿出手机看了看温度 发现温度又上升了一些 这么一想 这股寒流应该快过去了吧 只是新年开始 于清贤当然是希望 人类越过越好的 但现实当然是不可能的 当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于清贤看到天空中 一道亮光从头上下来 这应该不算是流星的程度了 应该是陨石吧 只是不知道 这陨石落在什么地方 于清贤看着亮光 朝着东边的天空滑了过去 消失在地平线上 不过他并没有听到 陨石砸在地面上的声音 想来是真的很远 就在于清贤觉得自己能看到 一颗陨石砸在地面上 这一声也算是圆满 当然 最好是砸在陌人的地方 但当第二颗第三颗砸下来的时候 于清贤就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了 特别是有一颗感觉 就是压着自己的头顶下来的 只是就算看着 是压着自己的头顶过来 但也从他所在的地方过去了 朝着北边去 直到那颗陨石消失 于清贤也不确定他 会不会落在国内的领土上 不过看样子应该不算大 差不多二十多分钟后 于清贤才感觉到 地面微微震动 随后就一阵强风袭来 又瞬间安静 于清贤的手机也在这个时间响起 发现是官方发来的讯息 说检测到18颗陨石降落在地球上 其中一颗落在了国内北边边境 目前国内并没有人员伤亡 讯号也暂时并未受到影响 至于后续会不会再出现陨石 暂时还没有观测到 于清贤想到了什么 他拿出了自己的地图本来 然后把地图缩小再缩小 果然看到了全球地图 上面标注着18个红色感叹号 表示这个18个地方应该就是陨石落下的地方 而其中那个落在国内的陨石 距离它差不多有400多公里 也就是说 它可能是距离这个陨石最近的 想到之类 于清贤自然是想去看看的 但这种陨石落在地面上 官方肯定是会采取行动的 于清贤不知道于未能蔓延400多公里的陨石有多大 不过到达这个城市的近风 估计有七八级风那么大 至于温度于清贤并不是很能感觉到 但他走出房屋时 发现地面上的雪和冰都有融化的痕迹 那么说明温度应该挺高的 于清贤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气温 此时大概是在三度左右 也就是说 这颗陨石冲击出来的热风 瞬间让这附近的温度拔高了二三十度 不过风吹过之后 温度正在不断下降 大概十分钟就下降六七度 等五点的时候 温度又下降到零下二十度左右 就没有再下降了 于清贤看了一会温度 就立马去找霸王龙 等他看到霸王龙的时候 发现他没什么问题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是现在于清贤也看不出 对他有什么影响 于清贤就带着他在屋子里 待了好几个小时 确定霸王龙好像没什么事情 但于清贤还是放心不下来 毕竟有些事情 并不是短短几个小时就能有反应的 像是他看过的很多影片 都是慢慢发生改变的 或者是后代出现问题的 不过于清贤就这么观察了几天 霸王龙也没有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并且随着陨石落地后 温度确实在上升 从之前的零下二十多度 到现在已经零上一二度 那些可能半年没化的冰 也在慢慢地融化了 于清贤看了看自己的雪地靴 最后去换了一双雨鞋 因为现在冰雪融化 只要是低洼之处 都是一层水 于清贤也有些担心 霸王龙的脚一直泡在冰水里 会不会有问题 好在霸王龙很聪明 一直都会走高的地方 尽量不让自己的脚泡水 再加上这个地方本来也挺高的 所以这些水就顺着河流往下 这么多冰融化成水 于清贤觉得河流下游 估计又要闹洪灾了 不过官方应该也能预料到这些吧 看地图上的基地位置 都不在低洼容易闹洪涝的地方 等到快三月的时候 于清贤果然在前往陨石降落的方向 看到了官方的车队 于清贤和霸王龙都躲着走 但因为越接近这个地方 遇到官方的人就越多 因为于清贤已经出了基地讯号范围内 所以收不到资讯 所以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来这个地方 直到进入三月份的时候 于清贤和霸王龙才狗狗碎碎地 来到了陨石降落的地方 这个地方处于Q省和N省的交界处 不过他本以为是像别的陨石一样 只能看到一个陨石坑 至于陨石已经碎了 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撞下来 必然是碎成碎片了 而当他看到那块有黑的陨石 好端端地躺在陨石坑里时 是有那么一瞬间的大脑当机的 这不符合规律了呀 但一想到自己都变成丧尸 还保持着人类的意识时 就觉得这个世界 已经不需要以前的常识来判断了 所以这种陨石好端端地 没有变成碎片飞得到处都是 于清贤也不纠结了 于清贤拿着望远镜到处看 并没有看到顾婉晴 不知道是没来 还是已经来了 就走了 但他看到了这些人中 有一个似乎是处于领导位置的人 是个小姑娘 看上去很年轻 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 虽然她很年轻 但周围的人似乎很听她的话 并没有任何被比自己年纪小的人 指挥得不甘心 于清贤一想 这种大概就是天才中的天才吧 于清贤原本以为自己到了这个地方 已经距离基地讯号范围之外了 应该是收不到讯息的 但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地 在她口袋里响 这让于清贤立马明白 是因为这里有讯号 而讯号员就是远处的住扎的 她拿起手机点开了讯息 竟然有几十条 其中两条是官方的 剩下的全是柳念的 每天都有两三条 跟打卡一样 即便于清贤不回复 小姑娘也能给她发讯息 还真是有耐心呢 柳念说她已经大半个月没见到姐姐了 如今照顾她生活的是官方的人 说在首都基地 生活比以前好了不少 但她现在也没那么闲了 因为现在要上课了 并且如今的学习文化课 和武术课一起上 就比如喜欢文化课的 那就专业文化课 只是现在的文化课 和以前的不一样 需要开始接触 实验了 至于武术课 那就很简单了 需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强度 以后肯定是要进入官方队伍或者异能者战队的 可即便是这样 选择不同方向的学生 依旧是要学习文化课或者武术课的 只是侧重不一样 而柳念则是想要当科学家的 因此自然是要选择文化课的 然后都是一些日常 于清贤也都看完了 直到三个小时前发的讯息 让于清贤比较在意 那就是 顾婉晴似乎和她领导吵了一架 被她不小心看到了 至于吵的什么 柳念听不太清楚 只是他们吵完之后 竟然还一起去食堂吃饭了 这让柳念很震惊 因为她和好朋友吵架 都好几天不搭理对方的 但明明 这两人上一秒还在吵架 下一秒就能约着吃饭 于清贤看到这一条讯息 觉得顾婉晴倒是分得很清楚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看来顾婉晴的领导 也是个拎得轻的 果然主角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主角领导 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就算是因为工作吵架 于清贤觉得自己也没办法下班后 还和对方一起吃饭 怎么说他也得气好一会儿 当然 于清贤也只是觉得自己会这样 但其实 他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网路上倒是有朋友 但后来也因为一时事情而绝交了 如今想来 也不知道那位好友如今怎么样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收回了思绪 其实于清贤更好奇的是 顾婉晴和他领导吵什么 能吵起来 说明顾婉晴想做的事情 确实很大胆了 于清贤只是回了柳念一句 之前没讯好 当然这个时间 小姑娘估计是在上课 所以没有回复他讯息 于清贤用望远镜 看向了那些柱渣的的人 看着这些人 都去研究那块陨石了 然后所有的东西 都送到了那个小姑娘 所居住的帐篷里 很显然 这次探测这个陨石 也是那个小姑娘在主持了 到底是什么人啊 竟然这么厉害 脑子是怎么长的 难不成是天山同老 其实是有点年纪了 只是看着年轻 于清贤这么想着 就给了自己一巴掌 不能以貌取人 不过这个陨石 这里这么多人 他肯定是没办法去看了 他只是拿出相机 拍了几张照片 就离开了 虽然于清贤说 让霸王龙带路 他跟着霸王龙走 可偶尔还是于清贤 决定往什么地方走 这次朝着陨石的方向来 也是于清贤想来看的 三月初 温度正式回暖 其实于清贤有些担心 接下来的温度 会不会是持续的高温 毕竟之前的大半年 都是冰冷的 要是忽然就变得很热 也不知道 人类的身体瘦不瘦得住 等温度进入15度 于清贤就脱掉了身上 那一堆羽绒服和大衣 又换上了一身轻便的小裙子 于清贤发现自己的面板不绿了 但又恢复到了最初的颜色 依旧是青灰色的 就他现在的样子 混在丧尸群中 也不出众 因为大家都一个颜色 除了他比较干净之外 倒也没什么区别 于清贤此时知道自己变成绿色 确实是因为泡太多药水的原因 下次找找有什么蛆虫的东西 可以放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就不用去泡药了 果然一到热天 于清贤就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生虫 因为就算身体上有伤口 被苍蝇在伤口里缠卵 于清贤也感觉不到 这才是他担心的事情 随着天气变热 不止于清贤不想出去动胆 就是霸王龙也不想出去走了 街道上的丧尸 也被太阳晒得有些蔫蔫的 虽然丧尸能克服严寒 却没有办法抵抗太阳的高温 现在的温度还不算特别高 霸王龙就已经不想出门了 真不知道 去年他是怎么度过那么炎热的夏天的 还是说 霸王龙也被自己养娇气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霸王龙 感受到了于清贤的疑惑 他竟然起身离开屋子了 于清贤只能打上伞跟了上去 大白狗在太阳下晒着 竟然有些反光 这大白狗远远的就能看到了 但他看了看自己的遮阳伞 感觉自己也低调不到什么地方去 哪有丧尸会打伞的呀 算了 反正也没人看到 于清贤跟在霸王龙的身后 没有目的地乱逛 他们走出了城市 顺着道路往东边走 两边的山载着白云 倒是很漂亮 于清贤举起相机 又拍了几张照片 随后又对着霸王龙拍了几张 此时的公路有些破百 周围的黄土小山 看上去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只是不知道 如今这种极端的天气 会不会让这些荒漠上长出植物 当然长不长植物 于清贤不清楚 但他现在清楚他听到了车声了 不是 这种人际罕至的地方 竟然还有车 他立马就往旁边跑 躲到了那小山坡的后面 霸王龙也立马跳到他的身后趴着 而他也应该听到了声音 毕竟耳朵都竖起来了 于清贤也不知道为师摩 现在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少了九成了 还能在这种人少得大西北遇到人 果然是真的闲不住 当于清贤开启地图后 发现自己距离西北基地 已经不算远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错怪人类了 如今不冷了 当然是要出门寻找物资的 而寻找物资的地方 自然是城市 虽然很多有保质期的食物 都已经吃光了 但像是一些米粮店里的东西 应该还能吃 所以有人出来 找食物也是正常的 于清贤蹲在土坡上 尽量掩盖自己的存在感 等到几辆车子过去 他才放轻松 他忽然想到 自己好像和朋友 玩吃鸡游戏的沙漠地图 两个人躲在山坡后面 准备偷袭对方 发现对方是四人满编队 立马就当作 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现在的他和霸王龙 好像就是这个状态 等车队完全离开 于清贤这才继续往前走 既然走公路会遇到车队 那么他就走荒漠里 横穿荒漠好了 霸王龙也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他们就打算横穿荒漠 于清贤还行 他就是有些担心 霸王龙的口粮 但一想到这荒漠中 应该也有动物的吧 一只异能狗 总不能饿死自己吧 当然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 不知道从哪里 抓了一只便衣大鸟之后 就确定 就算是在那种沙漠中 霸王龙也饿不死自己 于清贤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 石心雨和顾婉晴合作什么 所以 他确实是想去问问 但又觉得 那是石心雨自己的事情 自己没有必要管对方 他现在要做的 应该是 找个乡下的小院子 种些花 然后给霸王龙送终 等霸王龙寿终正寝 他也差不多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 但一旦他没有那种特别想做的事情 于清贤就真的很想摆 因为霸王龙并不是离开了自己就活不下去的狗 再者 于清贤觉得 他可以把霸王龙托付给人类 像是温强或者顾婉晴这两人 以他们的实力 肯定是养得起这条狗的 于清贤看着在一边啃鸟毛的霸王龙 就忍不住到霸王龙 要是有一天 我把你送给别人照顾 你会恨我吗 此时的于清贤确实有些后悔 他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丧尸 当初选择照顾霸王龙 也只是因为想尝试一下滑雪 后来也是觉得有霸王龙在 他的速度会快一些 现在已经没什么事情做了 他反倒是 想要把霸王龙送出去了 果然他这样的 就不适合养宠物 霸王龙一听于清贤的话 就急得团团转 很显然 他不想离开于清贤 于清贤看着他着急的样子 就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我不是要丢下你 你也知道的 我是一只丧尸 而且我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于清贤揉着霸王龙的大脑袋 忍不住想要和他讲道理 其实于清贤 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即便他躲着人类走 但迟早会和人类正面碰上的 他是丧尸 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是顾婉晴和温强一样 看到他不会对他下死手的 他并不介意 自己死在人类的手上 只是比较担心霸王龙的情况而已 但霸王龙却用脑袋来拱他的身体 把大脑袋放在了他的怀里 于清贤看着他这笨拙的动作 就笑了没事 可能是辩计了 所以情绪有些问题 其实这一年多来 他都没这么消极的情绪 或许是他有目的地想去 现在忽然走遍了 一时间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 才会导致他不知所措 真是老毛病又犯了 于清贤一犯病 就真的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现在霸王龙忽然在他眼前蹭来蹭去的 倒是让他找回了一丝人气 他忽然觉得 若是非暴力症状的疾病下 养只猫猫狗狗 确实挺治愈人的 至少在想死的时候 忽然回神 若是自己死了 那自己的小狗小猫怎么办 就算真的会遇到好心人 但万一遇不到呢 就像是当初的自己一样 拼死也要把小说完结再死 现在于清贤也是这种想法 想死也在等等 收拾好自己心思的于清贤 就伸手揉了揉霸王龙的脑袋 刚刚的话 当作我没说 好了 咱们走吧 于清贤站起身 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只是当他站起来 看着眼前的荒野 就这么和霸王龙站着 也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 于清贤和霸王龙 就像是傻子一样 在荒野上站了半个小时 实在是被太阳晒得难受了 他们才往背阴的地方挪去 背着太阳 于清贤这才拿出地图本来 霸王龙 你来选地方 随便选一个 咱们就去拿脸 于清贤指了指地图本 他确实不太相信自己的运气 所以就把这种决定命运的选择 交给了霸王龙 霸王龙看着于清贤 递到他面前的地图本 也没有拿钱找去扒了 而是用鼻子去点 于清贤是缩小到全国范围内 然后让霸王龙随便点的 只要霸王龙碰到 那么就会被放大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挪开 这才偏头去看地方 他看着那个地方 就抬头看向霸王龙 要不咱们重新选一个 于清贤觉得 霸王龙果然喜欢跟着自己呢 乱点的地方都不太行 这个城市 要是于清贤没猜错的话 是时兴雨呆的那个城市吧 看来咱俩一样 运气都是有限的 算了 走吧 再去找你各一次 我也好奇他为视魔 要和顾婉清合作 于清贤站起身 就朝着东边去了 但因为现在他没有雪橇 也没有行李箱 只能徒步前行 从他这个位置 到时兴雨所在的城市 大概有1400公里 也不知道 光靠他这两条腿 要走到什么时候 算了 慢慢走总能走到的 只是他和霸王龙 才走出去几百米 于清贤就感觉到 地面在微微震动 虽然震动不大 但于清贤知道 可能在几百公里 甚至上千公里之外的震动 肯定是很大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于清贤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下 发现 是官方发的讯息 果然是地震了 目前估测是十级 也就是说 震中可能已经成为了 一片废墟 不过好在哪个地方 并没有基地 毕竟本来那一片区域 以前就经常地震 所以建造基地时 就选择在了宽敞的地方 并且 官方似乎也意料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 后来基地的房屋城墙 抗震效果都很好 虽然 可能会意料到地震 但于清贤 还是从小到大 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地震 以前只是在新闻上 见过这样的大地震 因此 于清贤倒是有些担心 地震那附近的幸存者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至于以前的高楼大厦 于清贤觉得很有可能会倒塌 因为末世里 温度忽冷忽热的 很多南方的建筑 根本就承受不住这种落差 再加上没有人类生活之后 植物疯涨 甚至有些高楼大厦 已经被植物掰断了 在末世 混凝土钢筋 甚至比不上变异的植物 若是人类 还生活在这种高楼大厦中 那这次的地震 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伤亡 于清贤想着 人类不生活在城市中 但丧尸还活在这些高楼大厦中 怎么说这些丧尸 也算是自己的同类 于清贤也不知道 要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他也只能祈祷了 去把要倒下的高楼大厦给扶震了 于清贤往东边去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大大小小震了很多次 一开始于清贤 都会吓得找个开阔的地方 站着不动 到后面 就算地面在晃动他 也能冷静地往前走 大概这就是成长吧 每次地震之前 霸王龙都十分警觉 很显然 动物对于这种突变 确实有感应 不过霸王龙和于清贤不一样 霸王龙每次都很警惕 甚至看到于清贤 还睡在屋子里 都会叼着他出屋子 生怕他被掉下来的一块砖砸死 虽然于清贤觉得自己 也没有那么脆弱 但也不想辜负霸王龙的好意 所以 后面只要霸王龙有反应 他就背起背包 跟着霸王龙往外跑 虽然后面的地震 都不算特别大 但于清贤路过一些小镇子时 还是会看到那些 房屋倾斜倒塌 要说之前的城市 只是无人的城市 从外表看上去 并不像是荒废的城市 但现在末世一年半过去了 因为忽热的高温 和忽然的低温 一些玻璃已经碎裂 而墙面也有了裂缝 再加上没有人居住的屋子 自然是损坏得很严重 于清贤一开始 都是经过小镇子 或者是县城 等他到了第一座大城市时 看着那略微有些破败 甚至爬满了绿色的藤蔓植物 于清贤不太认识这些植物 不像牵牛花 也不像是爬山虎 他凑到楼下 想要看看这藤蔓是什么植物 当他看到这藤蔓 就像是钢筋一样 扎入了混凝土中 甚至藤蔓的藤条 看上去很坚固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小刺 小刺上面有红色的粉末 即便于清贤不认识 也知道这藤蔓肯定是有毒的 若是摔在这种藤蔓上 说不定就真的要被毒死了 也不知道这毒能不能毒丧尸 于清贤伸手想要碰一下 但手在准备碰到的时候 就缩了回来 他左右看看 就要扯着一只丧尸过来试试 但那只丧尸不愿意过来 于清贤还死拽着他的手 结果于清贤 把人家的整条手臂给拽了下来 他拿着那只丧尸的手臂 先是一惊 之后就想给对方道歉 但那丧尸也不在意这只手臂 直接就跑走了 那个 你的手不要了 于清贤的话还没说完 那只丧尸就转个弯不见了 就好像走得慢一些 于清贤就要把他另外一只手扯下来一样 而于清贤看着那只丧尸跑走的墙角 又低头看看手中的手臂 于清贤看着低在地上的血迹 又看看他手中的手臂 这只丧尸的手上 竟然还流血 和自己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就算受伤了 这血液就像是那种巧克力浓浆 并不会流动 这只丧尸的血液 虽然比活人的血液 要浓稠深色一些 但是是流动的 于清贤拿起来闻了闻 味道吗 不提也罢 于清贤拿着这只丧尸的手 去碰了碰那藤蔓的小刺 不过丧尸的手臂 并没有什么变化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毒对丧尸不起作用 还是说 因为自己用的是残肢 所以没有反应 但即便这样 于清贤还是下意识地 觉得这藤蔓绝对有毒 于清贤确定 这藤蔓有毒之后 又提着这只手臂 去找那只丧尸 要是对方还想要手臂 他可以帮对方缝回去 只是他追上去 也没有找到那只丧尸 于清贤只能把手臂放在了地上 希望那只丧尸能回来拿 并且他以后再也不拽丧尸的手臂了 霸王龙也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 等他回过神来时 霸王龙竟然不在自己的身边 他也没有闻到霸王龙的气息 也就是说 霸王龙离开自己的范围 这近一年的时间 霸王龙就没有离开自己这么远的距离 他立马去找霸王龙 直到二十多分钟后 于清贤闻到了霸王龙的气息 当然还有另外 活物的气息 于清贤只能趴在报废的车子后面观察 因为这个气息他很熟悉 是跟在顾婉晴身边的那个芝麻小饼前 只是如今 这里的气息 就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气息 于清贤没闻过 但根据香气 对方绝对是异能者 芝麻小饼前 竟然能离开顾婉晴单独行动 这是于清贤没有想到的 只是于清贤此时的注意力 不在小饼前身上 而是在霸王龙的身上 霸王龙明明一直围着自己转悠的 现在竟然蹲到了 那个小饼前的面前 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于清觉得 霸王龙应该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狗 但他都看见了 裴羽安瞥了一眼于清贤躲着的地方 随后收回了视线 当作自己没发现他 而是弯腰伸手摸了摸霸王龙的脑袋 你倒是被养得挺好的 看来他真的不吃活物 也真能忍霸王龙听着裴羽安的话 也回头看向了于清贤躲着的方向 于清贤见这笨狗 竟然看向自己的方向 就立马缩回去 这狗不会是圈套吧 那也不应该 毕竟要是霸王龙差点被勒死 都是被设计下来的 那他可就要骂人了 不过于清贤的视线 从霸王龙的身上 摸到了小饼前的身上 又躲到了车前站着的人 对方长得很好看 和小饼前长得有几分相似 那应该是兄弟关系了 虽然那个少年留着一头长发 但胸前一马平穿的 并且骨架一看就是个男人 比起小饼前脸上总是带着笑意 那么这个少年就有些凶神恶煞了 那眼神 瞪哪儿感觉哪儿都有压力 哥 你和一条狗说什么 少年环视一圈 这才看向那条大狗 很显然 他不懂 为师摩自己的哥哥有耐心和一条狗聊天 周围虽然丧尸不多 但很快就会被围上来了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哥哥 为师摩大老远地跑到这个地方来 还和一条狗说话 哥哥和这条狗很熟吗 没什么 只是这狗并不是跟着人类生存的 裴羽安回答 说完这话 他就示意霸王龙可以回去了 至于他发现了于清贤这件事 他也没和自己的弟弟说 等到裴羽安上车之后 他才问自己的弟弟清木 你信这个世界上有不吃人的丧尸吗 裴清木听着自己哥哥的话 就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后坐上的裴羽安 就收回视线启动车子 顾对就因为这件事和爸一直在争吵 我还真没见过不吃人的丧尸 顾对的想法太天真的 已经变成丧尸的人 早就不是人类了 裴清木觉得 顾对和自己的哥哥待久了 脑子也受自己哥哥影响 变得奇奇怪怪的 这个世界 哪里有不吃人的丧尸啊 也是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吃了呢 裴羽安看着自己手腕上的咬痕 又看向了窗外 裴清木看着自己哥哥 一直盯着他的手腕 就有些好奇 因为那上面什么都没有 哥哥从四年前 身体忽然变好了很多之后 就变得神神叨叨的 有时候会说一些所有人都听不懂的话 还喜欢盯着天空看 或者盯着自己的手腕看 并且还和爸爸说 要让顾婉晴来保护他 明明只要待在基地里 就可以平安无事 但他却宁愿跟着顾婉晴到处跑 前几天忽然要自己带着他出来 也很疑惑 但裴清木还是带他出来了 哪里知道 他竟然来找一条狗 最近各地的情况都很严峻 他还有心思乱逛 但是 我们的同意顾婉晴的提议 裴羽安难得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 这话让裴清木一惊 刚刚哥哥还赞同他的话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吃人的丧尸 怎么现在又要同意顾婉晴的提议了 不过父亲 估计也会同意哥哥的意见吧 毕竟哥哥看上去神经兮兮的 但这四年来所有的决策 都是正确的 于清贤看着霸王龙回来 就气鼓鼓地看着他 明明自己养了他近一年 结果呢 丢下自己和别人跑了 不过他看着霸王龙那小心翼翼的模样 就觉得这个画面 以前好像有过 只不过是反过来的 这么一想 霸王龙必然是有苦衷的 不会是因为之前 自己忽然情绪低落 所以霸王龙是要找人类帮忙吧 但是一想到霸王龙这品种的狗 见到人就能冲上去 被人家傻笑 又觉得不太可能 不过他还是原谅了霸王龙 之前他丢下过霸王龙 现在霸王龙扔下自己找别人 也算是扯平了 不过他的眼神 从霸王龙的搭帘上扫过时 发现里面 似乎多了什么东西 里面放着一封信 他拿起来看了看 然后就发现 上面竟然是自己的名字 这让于清贤一惊 除了石心语 就没有人类知道自己的名字 所以上面写着 让自己亲戚 很显然 那芝麻小饼钱 知道自己在仰霸王龙了 并且对方还知道自己的名字 而且并不是读音 甚至能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哪个字 看来这个芝麻小饼钱 估计早就认识自己了 于清贤拆开信封 看着上面的文字 一开始就来了一段自我介绍 倒是坦诚 原来芝麻小饼钱叫培语安 嗯 没听过 不认识 培语安说完自我介绍 之后就单刀直入 我知道你很想死 但你先别死 于清贤 连他想死都知道 看来这块小饼钱真的不简单 而后面的话 就更让于清贤震惊了 这块小饼钱 竟然把顾婉琴的想法 全都告诉他了 也就是说 顾婉琴想要的 是帮丧尸找回理智 压制住欲望 虽然可能这种事情 确实很影响天开 但顾婉琴确实能做得到 只是顾婉琴还需要一些帮助 因为曾经的顾婉琴失败了 最大的原因 是他并没有找到 能压制住自己不想吃人的丧尸 而如今 于清贤就是那个变数 最重要的是 有几个国家正在做秘密实验 他们在选择一只狮王 然后趁着末世 想要占领世界 似乎是近百年前没有做完的事情 又想要卷土重来 丧尸病毒之所以会扩散得这么快 少不了这些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 于清贤看完上半截 都说说一些机密药文 他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沾边的 而后面则是开始沾边了 我知道你和石新宇认识 他已经答应和顾婉琴合作 接受顾婉琴的改造 顾婉琴也想创造独属于我们的王 而石新宇确实是最适合的选择 于清贤原本还想去问问 石新宇和顾婉琴达成什么合作呢 结果他还没见到石新宇呢 石新宇的想法 就被培语安全都抖出来了 于清贤觉得 石新宇去做这个 王也是情有可原 但石新宇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答应这个条件呢 成为王 但和人类合作之后 他可就不能随意捕食人类了 他真的放得下人类对他的诱惑吗 还是说他选择接受实验 成为王之后再反杀人类 小伙子想法很不错 但他觉得实现的可能不太大 顾婉琴不可能真的一点准备都没有 丧尸再怎么厉害 再怎么有智慧 他们还是抖不过人类的 规则 往往掌握在上位者的手中 在石新宇答应顾婉琴愿意接受实验的时候 他就已经处于被动了 果然 小伙子再怎么朝着智慧类丧尸进化 还是不了解 人类到底有多复杂 哼哼 这一点上 自己就表现得很优秀了 于清贤自得了一会儿 觉得石新宇 其实和顾婉琴合作的话 并不会太吃亏 因为他需要的是 收拢石新宇的心 因此不会对石新宇盯得太紧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 让顾婉琴和高层争吵 确实 一只丧尸王 若是不戴上嘴套 那么随时都会咬人 但其实于清贤并不在一股婉琴和石新宇之间 是如何达成合作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顾婉琴到底要如何做实验 要把丧尸对人类的欲望给压下来 其实像石新宇 他们这样的高阶丧尸 其实还是 稍微能压抑一下了 所以就需要放大他们的理智嘛 但能压抑欲望的 只有智慧型丧尸而已 普通的丧尸可从来不管的 就比如石新宇杀了的那只吧 估计那只不算是智慧型丧尸 才会大开杀箭 也不会想想 若是他再这么杀下去 人类自然是会想办法对付他的 但凡有点智慧的 也不会把人类杀及了 别说是把人类杀及了 那些高阶丧尸也会着急 谁都想出头 谁都不愿意对方出头 所以 那只丧尸王生死 是必然下场 就算石新宇不收拾他 顾婉琴或者别人也会收拾他 只是他的所作所为 让石新宇当做梯子踩着往上了 这么想来 阿叶比石新宇还早成为丧尸王 但阿叶却没有和顾婉琴合作 不过于清贤也觉得 石新宇比阿叶更适合和人类合作 毕竟自己叫了石新宇 很多人类术语和思考方式 阿叶太单纯了 就算再怎么强 还是很容易被骗 这么一想 于清贤觉得自己 是不是需要去看一看阿叶了 让他以后看到顾婉琴的时候 也避着走 千万不要学石新宇 自己让他避着走 他还迎上去 于清贤收回自己的胡思乱想 又接着往下看 很显然 这封信的内容 不是刚刚写的 而是之前写好的 也就是说 对方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 或许对方 就是故意来找自己的 那以前对自己笑 那就是故意的 其实他早就认识自己了 但于清贤以前虽然写小说 可也没有出名到 别人知道他三次元的名字 即便他有粉丝 也不可能被认出来 并且 他写的是女性像小说 并没有什么男粉丝 像是裴玉安这样的人 应该不可能看自己的小说 那么就是有别的原因了 他甚至知道一些国家的目的 还知道顾婉琴的想法 是最优解 于清贤的脑袋上 瞬间出现了一个感叹号 这块芝麻小饼钱是重生的 当然 这只是他的猜测而已 于清贤一拍脑袋 他写小说的毛病又犯了 也是没办法的 以前的时候 他就喜欢网上到处找素材 而且有时候实在没灵感了 就会大着胆子 全副武装 蹲在小区门口的马路边上观察行人 所以就会脑补 这些人若是处在小说中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特别是裴玉安写的这封信 就好像是站在上帝视角一样 而能拥有上帝视角的人 除了重生 也就只有穿书了 当然 也不能排除 这个人有预知 但于清贤 更倾向于裴玉安 是不是重生的 一想到这里 于清贤立马就掏出自己的手机 然后 在备忘录里 把裴玉安从男二的位置 调整到了重生文男主的地方 于清贤看着自己手机里的备忘录 就忍不住捂住自己的脑门 总之 职业病真的要不得 即便变成了丧尸 他也不忘记搜集素材 现在看着手中的一大堆素材 但他却没有地方发表 这让于清贤觉得完全的暴殿天物 于清贤蹲在地上自闭了一会儿 这才站起来 算了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为时摸裴玉安要找自己 当然也没有和自己直接说 采用了书信的方式 在最下面 还留了他自己的联络方式 这让于清贤有些意外 因为和他谈事情最快的方式 就是用文字交流 而不是面对面说话 于清贤把信叠起来 放在了背包里 把裴玉安的号码 存进了手机 虽然不知道自己 要不要联络裴玉安 只是于清贤 倒对裴玉安有了一些好感 当然 只是因为 对方并没有直接来和自己说 而是透过霸王龙的 来传递讯息 还让自己用电话的方式 联络对方 所以说 霸王龙会遇到裴玉安 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那裴玉安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 可裴玉安说的 顾婉琴的计划 曾经失败了 顾婉琴 需要一只不会吃人的丧尸 这只不会吃人的丧尸 不会指的是自己吧 所以 裴玉安才会第一句就和自己说 知道自己想死 但让他先别死 也就是说 他曾经真的入土为安了 果然 仔细一想 要是裴玉安是穿书的 那自己 也是书中的一个角色 但自己这种游离在剧情边缘的丧尸 女主角成功路上的一个道具吧 当然 无论裴玉安是重生还是穿书 自己好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但是不吃人的丧尸 他认识啊 肖妓不就不吃人吗 想到这里 于清贤也不去找世心语了 转头就去找肖妓了 而且 肖妓看上去很想变成人 所以 于清贤觉得肖妓很适合 想到这里 于清贤就给裴玉安发了一条讯息 不吃人的丧尸 我认识啊 我先去找 等我找到了再通知你 裴玉安收到于清贤这条讯息时 确实有些意外 他前世的时候 确实在一些高阶丧尸的口中 知道了一只不吃人的丧尸 而且 那只丧尸对所有丧尸 都有着压制性威力 只是那只丧尸 在末世第二年的夏天 找了个山头 把自己埋了 因此 导致后面顾婉清的实验 确实是失败了 勉强找到了一只不吃人的丧尸 结果在实验的第三天 给了他一口 裴玉安看着自己光洁的手腕 以前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深深的牙印的 即便是再怎么 有理智的丧尸 在他的面前 都没办法保持理智 用末世十年后的话来说 大概就是 他的血肉 对丧尸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而前世他带着的地方 都会引来大量的丧尸 直到后来 他遇到了顾婉清 才勉强避开了 被丧尸追的情况 只是前世自己的父亲 惹恼了顾婉清 还是顾婉清大气一些 毕竟为了国家 才在末世第八年的时候 重回官方任职 而他重生回到四年前时 也是顾婉清 被收留到实验室后的半个月 因此 他自然是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父亲 再做出前世的事情 即便他觉得 父亲 也是为了这个国家 所有的幸存者好 只是裴远安觉得 顾婉清的做法 更适合一些 因此裴远安觉得 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 做点什么 不过他能做的事情 并不多 大概除了专注力 和耐心之外 裴远安觉得自己 一无是处 即便重生之后 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或许是因为前世 被高阶丧尸咬了之后 并没有变成丧尸 反倒是让他拥有了 能看出丧尸强度的异能 重生后 这个异能 反倒是净化了一些 甚至能看出 人类是不是能感染丧尸病毒 是要丧尸化 还是要变成异能者 顾婉清知道 要给自己当保镖时 也没有任何反对 因此 他跟着顾婉清到处跑 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但他怎么 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遇到 传说中的那只丧尸 至于裴远安 不合顾婉清说的原因 自然是因为 听说那只丧尸是个射恐 但裴远安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不吃人的丧尸 竟然有两只 最重要的是 他留电话号码 也只是试探于清闲 是不是真的能看懂 人类的文字 也就是说 对方是真的能看懂 甚至还能使用人类的东西 那么很多奇怪的事情 也就能得到答案了 但裴远安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射恐小丧尸的尸脉 还挺广的 他们能找到一只 不吃人的丧尸 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但找到余清闲之后 余清闲竟然还认识 别的不吃人的丧尸 这让裴远安很是震惊 只是 余清闲认识的那只丧尸 真的不吃人类吗 哎 只是 此时消极的饭店 也做得有模有样的 在这种满是丧尸的地方 开饭店 确实会有一些不便 像是一开始的食材 需要自己去找 必须接待第一个客人之后 系统食材库才能开启 如今他已经接待了不少客人了 直到门再一次被敲响后 他笑眯眯的道欢迎光临 小姑娘年纪不大 但做得一手好菜 当然 也有系统的加持就是了 只要完成任务 就能获得各种东西 只是消极看到 走进来的是一条大狗之后 有些意外 他接待的客人有丧尸有人类 还是第一次接待动物 哇 竟然是条大狗狗 请问 你要吃什么东西 可以直接开口叫 我能听懂 消极身上细着围裙 看他的眼睛 已经不是红色的了 而是接近人类的棕色了 很显然 于清贤的预感不错 这个消极 果然是想要变回人类的 要是消极真的变成了人类 那么对顾婉晴的帮助 自然是很大的 只是于清贤就在门口 并没有进屋 因为他怕屋里熟食的味道 会让自己忍不住想要吐出来 但奇怪的是 刚刚霸王龙推门的时候 虽然传来了饭香 可奇怪的是 并没有熟食给他的那种恶心感 不过他还是蹲在了外面 周围的房屋都已经破旧了 只有这家饭店 看上去很干净华丽 就连周围都没什么丧尸 足以说明 这个地方经常有人来 只是消极 能听懂霸王龙的话吗 于清贤蹲在外面 看着天空发呆 现在已经五月了 时间过得还挺快的 只是他之前给裴雨安说 自己来找不会吃人的丧尸 但现在看来 消极看上去 已经不算是丧尸了吧 已经恢复成半个人类了 而且还开了一家美食店 于清贤想到这里 就立马拿出手机记录 在末世开店的小说 他也是看过的 所以 消极不会 其实不是末世文里的丧尸女主 其实是末世文里的店主女主 但消极说过他能号令丧尸的 看来这个消极年纪不大 但很有本事 这么想着 于清贤就在备忘录上记下了 姐姐蹲在门外面做什么 要进来做吗 消极推开玻璃门 就看到了蹲在门口的于清贤 于清贤忽然听到消极的声音 吓得把手机往怀里色 毕竟他手机上的内容 都是不能给别人看的 他回头就看到 消极趴在门口盯着他 消极见于清贤看向他 似乎想到了什么 没事 这店里就我一个人 有大狗狗在 你也不用这么紧张吧 消极语气放轻松了一些 然后走出来 伸手拉于清贤 于清贤被消极抓着 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忽然他就想到 之前被自己拽着不放的丧尸 他终于能体会到 乃至丧尸的感受了 于清贤保证 以后再也不勉强别的丧尸了 只是于清贤本来就有事要求消极 因此就被这个小朋友拉进饭店了 进入饭店后 于清贤完全没有感受到 食物对他嗅觉的摧残 甚至能感觉到 这些食物应该是好吃的 而此时的霸王龙已经吃上了 于清贤只能局促地 坐在门口的沙发上 看着消极忙前忙后的 姐姐想喝什么 或者吃点什么 消极开口 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冷藏柜 于清贤的眼神看过去 剑里面的饮料全都是红色的 但标注了是什么型号的鞋 于清贤原来这小姑娘 也做丧尸的生意 他真是小瞧了这个小姑娘了 不用了 我不饿 于清贤拒绝了消极的好意 但消极却还是从他身后拿了一瓶水 端着一个托盘走了出来 里面的东西看上去很好吃 很像是西瓜草莓的水果 但又并不完全像 这些东西丧尸都可以吃的 毕竟这里的食物 都不是地球上的食物 不过这件事 我只和姐姐说 消极说着 就在于清贤的对面坐下 他拿起叉子 叉了一个水果 递给了于清贤 于清贤也只能接了过来 不过并没有往嘴里舍 倒是消极毫不客气 塞了两个水果进嘴里 于清贤也大着胆子的 把水果往嘴里塞进去 他吃这些东西 本来应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但当他感觉到 甜丝丝的味道 在嘴里蔓延开的时候 有些意外 他竟然能吃出味道来 看来这水果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果 也不是地球上的生物 估计是消极的饭店系统里的东西 之后他又是了识别的东西 竟然很好吃 只是这些东西吃下去之后 并没有顺着食管进入胃里 而是在他咽下去的时候 就化作了能量 充斥在他的四肢 好吃吧 放心 我知道姐姐是丧尸 所以不会拿给人类吃的东西 给姐姐吃的 消极道 于清贤听着消极的话 就有些意外 原来还有专门给丧尸吃的东西 看来这个消极是丧尸人类的生意 都做呀 其实 我这次来找你 是有原因的 于清贤纠结了半天 手指都快扭在了一起 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嗯 什么事 要是我能帮得上的话 消极歪头看着于清贤 怎么说 自己会细节这个系统 也是从于清贤的身上 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他还想成为人类 所以 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会 消极当然是很感谢于清贤的 也期待着再次见他 只是在见识 他身边的那只高阶丧尸不见了 换成了一只大狗狗 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消极竟然答应得这么爽快 他不想瞒着消极 就把裴原说的内容和他说了 消极听完之后 就料然地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 官方要找不会吃人的丧尸 我确实不吃人 但现在我不完全算丧尸了 也就是说 能不能帮上忙 他也不确定 于清贤文言 就看向了消极 确实 从外表看 他已经没有一点丧尸的样子了 要是自己和别人说消极是丧尸 估计也没人会信吧 所以到头来 不吃人的丧尸还是自己啊 那他白跑一趟了 想到这里 于清贤又看了 看躺在地上的霸王龙 又觉得也不算白跑一趟 消极 你喜欢狗狗吗 一句话 让霸王龙和消极 忽然看了彼此一眼 他们似乎知道 于清贤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喜欢啊 只是不知道 他愿不愿意留下来 消极开口 他当然很喜欢狗狗了 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一能狗 霸王龙也不在地上躺着了 他走到了于清贤的身边 于清贤伸手摸了摸他的大脑袋 到我以后应该没办法照顾你了 你就跟着他吧 他是我信得过的人 他在知道 消极现在已经不算是丧尸之后 就有了自己的决定了 自己的心思 早就被石心语说中了 他从来都是偏向人类的 即便他不擅长和人类相处 霸王龙很乖 但有时候有些倔强 就比如 让他别再跟着自己时 他好像很受伤 于清贤也没有生气地告诉他 自己是为了他好 而是他觉得 消极能把他照顾得很好 我能在这里住几天吗 于清贤拍拍霸王龙的脑袋 看向了消极 消极闻言 自然是很高兴 当然了 你要住一年三年都可以 消极连连点头 对于于清贤要住在这个地方 他当然是很愿意的 于清贤也没有想到 消极竟然这么热情 不过朝着他看过去时 微微一笑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消极看着于清贤的笑 心中却莫名的安宁 他有些好奇 以前的于清贤 是怎么生活的 接下来的几天 都是消极带着霸王龙 出去走散步 于清贤就坐在窗户边上看书 霸王龙每次回来 都是先来找他 就好像他真的会跑一样 于清贤确实会走 但他也没想过不辞而别 因为他是个有礼貌的丧尸 霸王龙现在和消极的关系 也很不错了 像是霸王龙的一日三餐 每天都要出去跑跑 都是消极在处理 而霸王龙似乎也意识到 但怎么说呢 霸王龙确实是一条 善解人意的小狗 于清贤和他道别时 他并没有冲出来 而是跟着消极站在门口 目送他离开 消极抱着一张相框 那是于清贤留给霸王龙的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立刻高声开口于姐姐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霸王龙的 你的照片 我也会好好储存的 对于帮不上于清贤的忙 消极也很难过 但他知道 要是自己难过 于姐姐会更不安心的 裴雨安再次收到 于清贤的讯息时 是六月份 我在意识 你带着顾婉琴来找我吧 他把这条讯息 给顾婉琴看的时候 顾婉琴刚从实验室出来 这是什么 顾婉琴摘下口罩 贴了一眼裴雨安的手机 他不知道 这是谁给他发来的 只是在他洗手的时候 似乎想到了什么 直接抬起头来 看向裴雨安 能让裴雨安给 自己看的讯息 并不一般 时兴雨已经进入基地了 至于谁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和自己的做过的事情 时兴雨不说 所以现在裴雨安 能给自己看这条讯息 那说明 对方是自己很在意的 自己在意的 也就只有那只 曾经在实心雨身边 带过还不吃人的丧尸了 找到了 顾婉琴的语气 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 但裴雨安 看着他那微微 有些颤抖的双手 就知道 他此时有多激动 换作平常人 估计都已经激动得 快要晕过去了 可顾婉琴 还能冷静地询问一句 然后处理手头的事情 裴雨安没回答 但顾婉琴却知道答案 不过在离开基地 要去介于清闲之前 顾婉琴 还是去找了一趟实心雨 他只是说了 余清闲的名字 实心雨的反应 就让他确定 交给实心雨那些东西的 就是余清闲 等到顾婉琴离开 实心天才从旁边走过来 他把一只针水 注射入实心雨的手臂里 这才开口你反应太大了 实心天确实没有想到 他还会再见到弟弟 而且 弟弟和那个 给他照片的女丧失事认识的 这让实心天不知道 要怎么感激余清闲 但至少 他现在能帮上忙 未来是有希望的 余清闲坐在碎石头上 从发了讯息过去 不到两天的时间 顾婉琴的越野车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速度很快 车上很脏 还有血迹 很显然 顾婉琴开车撞死了不少丧尸 余清闲 即便给自己做了好几天的心理建设 但在直面顾婉琴的时候 他的眼神都不知道 要往哪里放 他的手有些慌张的笔划 最后憋出了几个字 你好 请给我签名 顾婉琴 副驾驶上的温庆生 这只丧尸在说什么话 余清闲也是说完之后 才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 但话都说出来了 不要个签名不合适 他立马从自己的背包里 翻出了他的纸笔 递了过去 顾婉琴虽然不解 余清闲未失魔 要自己的签名 不过 他还是很配合的 接过余清闲递过来的本子 给余清闲签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顾婉琴 无意撇到了前面的东西 即便没看懂 他也没说什么 而是把本子和笔 双手递了回去 你看这样可以吗 顾婉琴把自己的声音 也放温柔了一些 怕忽然惊到了面前的 这只小丧尸 余清闲接过了顾婉琴 递过来的本子 看着上面龙飞凤舞的 三个大字 很是满足 这可是女主的签名宴 身为一个作者 能得到女主的签名 余清闲觉得自己 真的超牛的 可以 谢谢 余清闲给顾婉琴道谢 顾婉琴并没有 直接盯着余清闲 眼神在对方的眼中 应该是虚的 不会给人压力 而余清闲 确实没有从顾婉琴的身上 感觉到压力 这让余清闲想到了十星天 那个人也没有给他感觉到压力 这让余清闲也能感觉到 原来和人相处 其实也不是那么有压力的 当然 余清闲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是对方向下相容了自己 余清闲把签名放在了背包里 这才看向顾婉琴走吧 直到余清闲上车 温庆生都一直盯着他看 余清闲就把自己的帽子 往下拉了拉 挡住了温庆生的视线 其实温庆生真的不确定 这个世界真的有不吃人的丧尸 但秦姐都这么说了 温庆生就姑且相信吧 一想到当初这只丧尸 竟然躺在地上装死 还让秦姐亲自给他埋了 如今再仔细看看 发现他脸上的裂口 已经被缝起来 没那么可怕了 身上的裙子也换了一身 显然他确实是像人类一样生活 温庆生想要和余清闲说话 却被顾婉清一个眼神制止了 他也只好摸摸鼻子 没开口 车子里很安静 即便顾婉清开得很快 车子也很平稳 再次进入首都时 于清闲的眼神就看向了这个城市 他忽然想到了阿叶 也不知道那小子还活着眉 顾婉清从后视 竟看到于清闲 趴在车窗玻璃上看外面 也没多言 虽然他知道于清闲在找什么 那只高阶丧失之前 确实一直在进攻基地 但是后来却改变了主意 很显然是因为于清闲的影响 于清闲也没有问过婉清阿叶的情况 不过想来 阿叶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死了吧 车子进入基地时 是需要刷身份卡的 此时于清闲也算是知道 如何记录人类的数量了 那就是知 要是活着的人 都会在24小时内 用手机确定身份卡 若是身份卡丢了 那么用手机就可以挂尸 若是手机掉了 也可以用别人的手机确定 24小时内没有确定身份卡 那么就会被判定为危险 三天内没有重新整理身份卡 则被判定为死亡 这也是这两天 于清闲看顾婉清和温庆生 刷过身份卡 至于他 顾婉清只是说了一句 他不用刷 新来的 之后于清闲就跟着这车 直接进入了基地 如今这个基地 又朝着外面扩张了一块地方 之前他见过的那道 高高的黑色城墙 如今已经是内墙了 于清闲本以为自己会入内城 但并没有 顾婉清开着车转个弯 就朝着一栋楼去了 那个地方 看着很像是末世前的医院 他跟着顾婉清 进入了这个地方 随后于清闲也想学着顾婉清被检查 但并没有 他被送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你先暂时住在这里吧 对了 石新宇助你斜对面 顾婉清开口 说着 还指了指斜对面的房门 只是那房门看上去是特制的 和自己这扇看上去很普通的门 有些天壤之别 不过于清闲也知道 为氏魔石 星宇会被特殊关照了 怎么说他 也是一只丧尸王 就算答应和人类合作 人类也会防着 钥匙给你 顾婉清把一把钥匙 也递给了于清闲 于清闲看着手中的钥匙 就觉得这个顾婉清 还真信任自己 也不怕自己半夜 带着石新宇跑了 他对着顾婉清点点头 这才进了房间 房间里有个大衣柜 里面全是漂亮的小裙子 看得于清闲眼睛发亮 他立马冲去卫生间洗漱 收拾好之后 于清闲就拿着钥匙 鬼鬼祟祟地 朝着石新宇的房间去了 他开启房间门的时候 就看到石新宇坐在窗户口的书桌前 听到开门的声音就回头 再看到于清闲时 他有些意外 随后他的眼神看向门外 并没有人 不是让你逼着他走吗 怎么跑人堆里来了 于清闲说着就走了过去 有些疑惑地询问 石新宇此时桌上放着的 全都是他的照片 而拍摄者则是于清闲 你也一样 石新宇回答 当然 至于他看自己的照片 而帮他拍照片的 就在他身后 石新宇也不会有任何的羞耻感 即便这几个月 那个自称是自己姐姐的人 和自己说了很多过去的事情 但他并没有一点印象 不过从他拿着的合照来看 对方并没有说谎 我拍得不错吧 于清闲凑了过去 一脸得意 石新宇难得的点头 拍得确实不错 之前石新宇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但如今 看着这么多照片 发现他确实去过很多地方了 特别是那个自称自己姐姐的人 每次和自己说起以前自己的事情时 总是会哭 他感觉不到对方为时摸要哭 也不能理解对方的感情 但他并不反感对方 你之前说了 让我不要招惹他 但也说过 你会堵人类赢 但我不想就这么死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接受对方的合作条件 石新宇看着手中的照片 那是于清闲第一次给他拍的照片 是在地下通道中 他的身后 还有条桑狮鱼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于清闲才会来到这种地方不是吗 于清闲听着石新宇的话 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种事情 竟然是他认真思考后才决定的 他还以为石新宇 是想要进入人类的地盘 然后偷偷吃人呢 原来是他把丧尸想太坏了 那你呢 那么怕和人类接触 却偏偏往人堆里扎 石新宇把照片放下 这才站起身来 他的脚腕上 带着一个监测的脚环 这是为了阻止他高速运动的东西 不过对于这个 石新宇并不在意 既然他已经选择和人类合作 自然就不在意这些 他要做的 就是成为人类信任的丧尸王 我签过遗体捐献 所以我把自己的身体捐给国家 没什么问题 于清闲不在意道 说完这话 于清闲还去翻了 翻识新宇桌上的照片 这些照片的底片 都在他手中 石新宇虽然不懂于清闲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问他 那你的狗呢 霸王龙 我把他交给值得托付的人类了 狗狗就是要和人类一起生活的 于清闲一想到萧绩 就觉得那个小姑娘 虽然年纪不大 但很靠得住 所以 于清闲不担心霸王龙的情况 石新宇文言盯着于清闲看了一会儿 并没有说话 他早就应该想到的 算了 自己现在也没有什么立场 指责于清闲 因为他也算是丧尸中的异类了 碰到人类并不会直接救上 虽然别的智慧型丧尸 也会思考对方的能力 但一般情况下 还是会直接上的 等打不过了再跑 石新宇怎么说 也是把于清闲的话都记住的 那就是 不能真的把人类逼上绝路 一个两个人类还好 若是成群结队的 就需要掂量一些 而如今他进入人类的基地之后才知道 人类想要对付丧尸的武器有很多 只是威士魔没有拿出来 把所有丧尸解决掉 果然还是有原因的 至于原因是什么 石新宇并不清楚 于清闲见石新宇不说话 就转身离开他的房间 我改天再来看你吧 随后他就离开了石新宇的房间 他看着门锁 又看看站在屋里的石新宇 那我锁门了哦 于清闲还是出声提醒石新宇 石新宇并没有反应 似乎已经习惯了被锁在屋里 于清闲把门啰锁 这才左右看看 鬼鬼祟祟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但于清闲并不知道的是 他去找石新宇的画面 全都被记录了下来 也包括他说的话 只是这两只丧尸之间的交流 并不是人类能听懂的 也就是说 虽然知道这两只丧尸说了什么 但他们说了什么 谁也没办法知道 所以你们监听两只丧尸说话做什么 顾婉晴端着一杯水走进监控室 就觉得有些好笑 看着他们分析两只丧尸之间的语言 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觉得 与其在这里分析 不如直接去问呢 技术部的人听到顾婉晴的话 也知道顾婉晴只是调侃他们而已 并不是觉得这是在座无用功 怎么说 这个计划也是顾婉晴其中的一步 首先要和丧尸达成合作 那么就必须知道 他们的语言系统是什么样的 虽然低阶丧尸的话 不一定能分解出来 但那些高阶丧尸之间的语言 自然是要分析的 无论做什么 首先需要的 就是了解对方的语言 若是什么都听不懂 自然是跟聋了差不多 于清贤其实也能感觉到 他们可能被监视了 只是不知道 自己洗澡会不会被看 算了 反正看了自己也不会掉一块肉 于清贤虽然有自己的房间 但其实更多的时间 都是跟石心语待在一起 有时候还能看到石心天和顾婉晴进来 对着他的身体做检查 在第四天的时候 于清贤碰到了要让石心语上手术台的事 就有些好奇 想跟着看 顾婉晴和石心天对视眼 就把于清贤消毒打包 放在了一边看着 其实他们也是想要让于清贤知道 他们所作所为 并不是在伤害丧尸 于清贤蹲在一边看着 发现手术过程很困难 首先高阶丧尸的愈合能力很强 因此开启一个口子 不到几秒钟就愈合了 但顾婉晴手中的药水注射进去之后 这伤口愈合就缓慢了许多 于清贤站在一边看着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他不是医学生 也看不懂这些事做什么 但他还是挪到了石心宇的头边上 你疼不疼 于清贤小声问石心宇 不疼 石心宇回答 即便把他完全分解了 石心宇也不会感觉到疼痛 虽然石心宇说不疼 但于清贤还是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作为安抚 石心天的余光 撇到了于清贤的动作 眼底闪过一抹欣慰 虽然弟弟不记得自己了 但他知道 他变成丧尸的这段时间 还有另外一位姐姐在关心他 手术的过程并不长 很快就结束了 而每次手术结束后 顾婉晴都会给石心宇一代血 丧尸受伤药愈合 都是很需要能量的 而石心宇也接过那代血 像是一个人类一样吸食 你要吗 顾婉晴低头 看向蹲在手术床边上的于清贤 就问他 于清贤摇头 表示不用 他又不饿 等石心宇喝完之后穿上衣服 于清贤才带着他回去 顾婉晴看着他们两个离开的背影 就看向那个了石心天 你弟弟这么依赖别人 真的没问题吗 顾婉晴开口 他没有兄弟姐妹 但阿生也算是他的弟弟了 即便是他 要是阿生忽然不记得自己 还和别人关系很好 顾婉晴觉得自己 估计会很难过的 毕竟那是自己的弟弟 石心天闻言却摇头没问题 因为那位也是姐姐 在石心宇不记得的这段时间 是于清贤在照顾自己的弟弟 石心天当然是很感激他的 弟弟无论是人还是丧尸 都有依靠的姐姐 这也就足够了 顾婉晴听着石心天的话 又看看已经走远的两只丧尸 也露出笑容来 他该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呢 想到这里 顾婉晴就看向了石心天 那工作结束后 姐姐有空和我一起去吃饭吗 石心天闻言一笑好啊 石心宇能感觉到于清贤的出现 让人类对他的监视 几乎全都撤走了 就好像人类真的很信任 有于清贤在 他就不会逃走一样 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即便于清贤不来 其实他也不会逃走的 只是人类的监视撤走之后 会让他更自在一些 不然鼻尖总是食物的味道 他也不确定 哪天会不会去啃一口 于清贤拿了相机和手机 又给石心宇看了他之后去的地方 还和石心宇说了 以后要是他自由了 也可以去看看风景之类的 石心宇看着照片中的他 倒是觉得 这些照片和自己刚认识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若是用人类的话来说 以前的于清贤是灰色的 但现在的于清贤 大概是彩色的 虽然有这种感觉 但石心宇越发觉得 自己难以感觉到 于清贤的存在了 即便他身上的 给自己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了 但他身上那股别扭的气息 已经消失了 不再像是以前那样 嘴上说着随便 但周身充斥着 不允许不可以的气息 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没有了 反而待在他身边 会感觉很温暖 石心宇不知道 于清贤经历了什么 但他知道 于清贤想要做的事情 已经估计已经做完了 好 我会去看的 石心宇点头答应了 虽然那些风景 在他眼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石心宇第一次 想要了解人类的感情 于清贤开始检查身体 是到了基地的半个月后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来找他 于清贤一看到小姑娘 立马就认出他来了 是那个当初带着人研究陨石的人 原来这个人也是基地的研究者 柳斯看着于清贤的时候 就伸手 你好 我是柳斯 而于清贤一听到柳斯两个字 就立马意识到 那段时间和自己聊天的柳念 就是他妹妹 不过想想也是 柳念被顾婉晴带到首都基地了 那么说明他 肯定是在首都基地的 于清贤也只是点点头 并没有说 自己就是和他妹妹发简讯的丧尸 柳斯虽然年纪不大 但他的脑袋很好使 他带着于清贤 做了各种检查 柳斯也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于清贤也不喜欢搭理人 因此 这一人一丧失相处了一个月 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一般都是柳斯让他检查 于清贤也不说话 就跟着走 直到于清贤进入基地的第三十一天 柳斯终于多说了几个字 今天要对你 进行手术实验 你能接受吗 柳斯开口 他知道于清贤和别的丧尸不一样 他留着人类的意识 所以和时兴雨是不一样的 并且经过这半个多月的检查 柳斯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于清贤的身体 不存在快速愈合这个功能 虽然他感觉不到疼痛 也不会像是那些丧尸一样 身体的强度也上去了 该怎么形容呢 若说 让丧尸恢复成人类的可能性很少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于清贤 那就是完全没有 他的身体所有功能已经死了 甚至连吞咽这种简单的动作都做不了 最普通的丧尸 都能把血液转化为能量 但这种事情于清贤 似乎也做不到 从检查已经看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了 所以 他只能从内部检视情况了 只是他也有担心于清贤的情况 因为他没有办法愈合伤口 于清贤 对于要自己上手术台 并没有什么意见 至于伤口 会不会愈合这个问题 于清贤也不是很在意 变成丧尸后 他也没那么 在意自己的外貌了 只要整体看上去不错就行了 虽然说他没什么意见 但上手术台的时候 还是有些害怕 因为于清贤的状况有些特殊 所以做手术的 不止柳斯 所以于清贤戴上了眼罩和耳机 歌还是于清贤自己选的 主要是听着自己喜欢的歌 他就能放松下来 虽然于清贤想着 自己万一在手术台上睡着怎么办 但当他真的在手术台上睡着之后 就完全不记得 他是怎么从手术台上下来的 总之等他醒来的时候 见顾婉晴和柳斯都在他屋里 这让他有些意外 顾婉晴和柳斯对于于清贤 完全没有动静 也叫不醒这件事 确实被吓到了 找了石新宇 石新宇倒是不担心 瞥了一眼就说 于清贤是睡着了 而对于丧尸会睡觉这件事 确实震惊到了人类 人类睡觉时 可以透过呼吸和心跳体温 来判断对方是否还活着 但于清贤这些特征都没有 只要他不动 就完全像是一具尸体一样 这也是维时摩于清贤 第一次见顾婉晴的时候 只要往地上一躺 就骗过顾婉晴的原因 即便石新宇说于清贤只是睡着了 但以顾婉晴他们对丧尸的了解 还是有些不确定 直到看到于清贤 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 确实看待了顾婉晴和柳斯 原来于清贤真的会睡觉 于清贤醒过来 看到屋里坐着的两人 就惊了一下 只是于清贤这一哆嗦 也让屋里的两人紧张了一下 抱歉 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 怕你醒不过来 顾婉晴也不是故意要坐在这屋里 吓唬于清贤的 于清贤扫了他们一眼 并没有说话 顾婉晴见于清贤不说话 就带着柳斯离开自己的房间 而于清贤看着他们关上门出去 就掀开被子 拉起身上 不知道是谁给他换的睡衣 猛地拉开睡衣 并没有看到自己肚子上的伤口 这让于清贤有些震惊 不是 他睡着前都感觉到 有人在他肚子里摸来摸去的 怎么现在连个伤口都没有 人类的医术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于清贤呆愣了一会儿 这才意识到 应该是给自己做手术的人中 有治愈系能力者吧 毕竟自己没有办法 像石心雨那样快速愈合 他不知道 自己还要做几次手术 不过还是跑去看石心雨了 石心雨此时就坐在椅子上发呆 现在不用考虑吃的 也不用担心被别的丧尸骚扰 换作一般的丧尸 被关在一个地方 估计会很暴躁 但石心雨却不觉得 他的身体记忆 让他很习惯这种不大的房间里 只是他是丧尸 不找食物之后 就闲得没事 再加上他名义上的姐姐 隔几天就会来给自己 打针定类的药物 但石心雨觉得 并不是药物让他安静下来的 是这个人类和自己说话时 才让他安静下来的 他听到门开的声音 就回头看向门口 见于清贤猫着腰进来 于清贤见石心雨看向自己 就黑黑一笑 我来看看你 于清贤解释 你每天都来 石心雨道 他也没什么好看的 于清贤闻言 也不闹 围着石心雨转了一圈 这才道 要是你无聊 你可以试着学习人类的知识如何 反正你这么聪明 石心雨也没有想到 于清贤会劝他学习人类的知识 他刚想说 唯是魔要学习 但转念一想 觉得自己学习人类的知识也不错 这样就不会无聊了 之后于清贤有时间 就会去叫石心雨认字 当然在写字这方面 于清贤就不行了 只能让石心雨去找他姐姐 在之后 于清贤也很少去找石心雨了 他的手术 也是五六天一次 有时候顾婉晴会带他出去走走 当然是没人的地方 但更多的时候 都是于清贤自己在房间里 大概是半年后 顾婉晴一脸高兴地走进屋里来 应该是他们的实验 有了很大的进展 确实是有大进展 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做实验 那就是于清贤的血浆稀释之后 再加上石心天和温庆生 他们的加工后 已经做成了第一批疫苗 只是这种疫苗 暂时只能用在被丧失伤到的人身上 对已经变成丧失的人类 并没有太多的作用 以前被丧失伤到 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甚至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活下来 但现在 因为这个药物的原因 已经阻隔在十分之一了 即便可能性还是很小 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他们相信 要不要多久 丧失疫苗是可以生产出来的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于清贤听着顾婉晴高兴的话语 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 他确实没有想到 自己身上的血液 竟然能制作疫苗 这么一想 他有些高兴 有用的话 那真是太好了 于清贤道 顾婉晴见于清贤这么说 就伸手拉住了他的手 我们觉得丧失的寿命 已经突破人类想象了 至于丧失能活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确定 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他说完这话 眼神认真的看着于清贤 于清贤有些疑惑地看向顾婉晴 他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他答应入基地做贡献 也是因为生前签下的申请 所以 他本来是想要让顾婉晴 把他一把火烧了 再给他做个流马骨灰盒 然后埋在满是漂亮花花的地方 只是他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人拜托事情 于清贤没有回答 顾婉晴也知道自己的这么说 有些强人所难 但他知道 如今也只能拜托于清贤了 我不知道 你要拜托我什么事情 但我想让你尊重我的想法 即便我现在可能是一具尸体 但我的梦想是 旅行之后 找个地方把自己埋了 我能做到现在这一步 我已经超牛的了 于清贤打断了顾婉晴想要说的话 要是万一顾婉晴 要拜托自己活下去 活个几十上百年的 那他会累死的 万一丧失能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呢 不会真的要他 活到几千年几万年后吧 他都三十岁了 他还不能任性一下吗 顾婉晴看着于清贤这样 也没有勉强他 只是起身离开了 于清贤见顾婉晴离开后 就站起来摸到门口 开启门缝 看着顾婉晴离开的背影 他不知道要怎么说 但他真的已经尽力了 不过后来顾婉晴 会时不时带他去看基地里的试验田 还看地下农场 虽然是在地下 但他完全感觉不到 头顶的光是模拟的日光 而且还会模拟 24小时的光线变化 温度湿度之类的 也都是控制好的 于清贤就像是一个香巴佬一样 瞪着眼睛 只会在心中花香鸟语 来感叹自己的震惊 末世第三年 他看到了人类创造的地下世界 但人类的科技 发展得也太快了吧 直到于清贤在地下农场 看到了熟悉的人 温强手中握着一个电子光屏 正在除错资料 似乎是在处理新的区域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温强竟然会在这个地方 温强看到于清贤的时候 并不意外 他只是瞥了眼 顾婉晴怎么把他带这里来了 说完这话 温强就看向于清贤 此时的温强 看着比之前成熟了不少 长发也被他剪短了 看上去利落了很多 只是于清贤不知道 温强为师魔对自己这么执着 他都在怀疑 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欠了他钱 之后 温强就解释了一下 为师魔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是之前他们突逢一只丧尸王 虽然他反杀了对方 但秦安却因为救他而瘫痪了 即便秦安说 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 但温强知道 当时他有能力让自己和秦安都不受伤的 可因为不想暴露自己的系统 所以就一直想要扮猪吃虎 但很显然 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若是他不在意别人 不用隐藏自己 那么秦安也不会一辈子走不了路 也是这个时候 顾婉晴找到了他 带他来了基地 温强也觉得自己 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 若是他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那么很多人都可以避免像秦安一样 所以 他才会借着系统的能力 创造出这个地下农场来 他一直担心的是会有人基于他的系统 但顾婉晴却承诺他 并不会有任何人敢打他的主意 这半年来 顾婉晴都很好的完成着这个承诺 并且也在想办法治疗秦安 只是前几天 他和顾婉晴一起吃饭的时候 从顾婉晴的嘴里 知道了于清贤的事情 当然 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于清贤是谁 直到后面顾婉晴说是 那只不会吃人到处旅游的丧尸时 他才反应过来 不过温强也没有着急去见于清贤 之前于清贤就让那只高阶丧尸转告自己 不要跟着他了 而现在 于清贤的能量值又下降了一些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别的丧尸会越来越强 但于清贤却越来越弱 温强虽然有些在意 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只是给于清贤 介绍了目前手中的计划 地面很容易被病毒感染 地下环境要好一些 至少不会忽然降温或者升温 于清贤这大半年都在屋里 并没有出门 所以温度什么的 他并不知道 不过下雪他倒是看到了 至于高温 就不太好感受 很显然 这实验楼的房间 温度控制得很好 看来外面的天气 还是很极端的 于清贤跟着顾婉晴 转悠了一圈就回去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于清贤上手术台的时间 也越来越长 但次数也越来越少 他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只是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弱了 等他回过神来时 时间都过去十年了 这十年 他一直在这个基地里待着 而这个基地的人 已经迁走了 留下的 都是官方的人 石新宇在三年前就离开了 他身上有官方的定位仪和监测器 所以 官方一直掌握着石新宇的计划 最重要的是 他的身体 已经完全被改造了 稍微能消化 一些熟食了 对活物的欲望 已经降了不少 但还是很偏向于吃新鲜的血肉 断了的右手 在顾婉晴和基地科研人员的帮助下 重新安装了一只机械手 强度是按照他身体的强度来设定的 他还去蹲着看过石新宇的附件活动 一拳砸扁了一辆装甲车 看得于清贤头发 都竖起来了 而官方放石新宇出去 也不是让他出去闲逛的 是让他先把那些高阶丧失奏一遍 并且把所有丧失都迁移到一个地方 这样好统一管理 官方是 想要创造人类和丧失 能共同生活的世界 想要杀光所有的丧失自然是不现实的事情 光是人力就完全不足够 并且这么多年 虽然全世界开过几次共度难关的大会 但每次都有国家被刺 导致十年来 在统一目标这件事上 没有达成一致 不过他们 国家周围的一些小国家 倒是依附了他们国家 这其中以顾婉晴为首的官方人员 真的出了很大的力量 并且 如今针对丧失病毒的疫苗 已经研究出来了 当然 疫苗的出现 也抑制了异能者的出现 以前普通人类被丧失伤到 还是有一定几率 变成异能者的 只是人类受伤 几乎都是变成丧失 所以不变成异能者也无所谓 末世已经过去十年了 其实很多基地的幸存者 已经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并且十年时间 科技又跨了很大一步 比如如今设计出来的空中电磁轨道 能脱离地面在空中快速穿行 轨道连线15个基地 速度很快 最快两个小时到达 最晚也只用7个小时 总之现在的科技发展得很快 虽然有些对不起别的国家 但这十年间 确实沿着边境线建造了防护墙 当然是用来挡丧失的 实在是那些国家不配合 导致丧失一直往他们国家涌来 当然 是丧失无意识 还是有意识的 那就没人知道了 如今的基地里的居民 已经正常生活了 但想要让丧失恢复意识 自然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十年间 官方还是没有任何放弃的想法 因为曾经成功过 因为曾经有丧失 是带着人类的意识的 所以才会让官方 一直不放弃这个可能性 但于清贤本以为自己 只会在这基地待上几个月 只是没想到 一转眼都十年了 十年里 萧姬带着霸王龙来看过他一次 霸王龙虽然已经是变异狗了 但狗狗的寿命上限 就放在那里了 兽医也检查过了 霸王龙在遇到于清贤的时候 估计已经七八岁了 如今又活了十年 也算是高兽狗狗了 当然 用兽医的话来说 霸王龙差不多能活三十来岁 而且 霸王龙和萧姬的感情 也变得很好了 几年不见 萧姬也长成了大姑娘 当然 顾婉晴从萧姬的嘴里知道 她是丧尸变成人类这件事后 就把要留萧姬在基地里 结果萧姬半夜跑了 顾婉晴去追 已经半年没回来了 于清贤现在倒是无视一身轻 也没人来打扰她 于是 她换了一身衣服 翻了一个背包 找工作人员 要了一个相机和手机 偷偷离开了基地 等顾婉晴回来时 只在于清贤以前居住的屋子里 找到一张纸条 我去看春天的花了 暂时不想死了 但别找我 上面的文字歪歪扭扭的 但已经能看清楚 她在写什么 看春天的花 顾婉晴走到窗户边 看向了窗户外面 原来 又是一年春天了呀 全文完 石心雨离开于清贤后 就在城里晃扬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蹲在楼顶看一看 于清贤在做什么 看到她还是烂好心的 去收拾人类的尸体 然后还去凑热闹 又看着她 顶着行李箱跑路 这让石心雨很无奈 不知道于清贤这样 能不能在人类的眼皮子 底下活下去 算了 总之 于清贤并不是自己该担心的 可即便这样 石心雨还是并没有立马离开 而是在市区又待了几天 直到那天晚上 看到远处的烟花之后 石心雨就知道她白担心 这只小丧尸玩得不亦乐乎呢 想到这里 石心雨转身就走 而在离开于清贤的这段时间 石心雨一开始是有些不适应的 总是会下意识的 想要手提点什么东西 但她发现 已经不用帮于清贤拉行李箱了 在路过一家店铺的时候 石心雨看到了一个腰包 看上去不错 她进去把腰包拿下来 绑在了自己的身上 用来装金盒也是可以的 只是石心雨发现 现在她离开于清贤 在遇到人类时 下手也有了忌讳 她觉得这并不是好习惯 自己是丧尸 人类只是食物 完全没有必要对食物客气 而在再次遇到人类时 石心雨却没有冲上去 因为对方似乎发生了争执 一个男人 似乎是在威胁那对母女 若是想要他们带走这对母女 那么就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嘴里的语气带着一丝调戏 眼神也在上下 扫那个女孩子 中年妇人立马挡在了她女儿的身前 虽然害怕 但她还是开口 我们可以拿食物换的 只要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之后我们的食物都可以分给你的 只是不能打探女儿的主意 这话妇人并没有说出来 车里的人听了妇人的话 也有些心软 毕竟车上还有空位 能帮一把试一把 这种时代 大家能活着不容易 只是那些人开口 那个男人就猛地拍了车门 别废话 老子说话 你们就得听着 谁敢多说一句 老子就抽谁 那个男人开口 说完这话 眼神又一到了那个 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身上 石心雨就靠在不远处的墙上 她把所有的对话 都听到了耳朵里 不知道怎么的 石心雨就冲了过去 她的速度很快 瞬间就抓住了男人的脖子 而旁边的那些人 见石心雨冲出来 第一时间还以为是人类 但有人看到 她那心红的眼睛 瞬间就知道对方是丧尸 只是他们的尖叫声还没出来 石心雨就提着 那个男人离开了 而在石心雨进食完毕后 她看着躺在地上 抽搐着快要断气的男人 脑子里全是于清闲的话 这是为民除害 不算杀人 男人在地上抽搐不到几秒钟 就断了气 而不到三分钟 这个男子又挣扎着站了起来 石心雨看着 已经变成丧尸的男子 就指着高处的楼爬上去 从顶楼跳下来 刚变成丧尸的男子 瑟瑟发抖地迈着别扭 僵硬的步伐 朝着楼里走去 她没有办法违抗石心雨的命令 石心雨无聊 伸手擦了擦嘴 就随意跳到了 一辆车的车顶上坐下 等着男子从楼顶下来 只是男子 爬楼实在是太慢 三十层的楼 她爬了好几天 等她跳下来的时候 脑袋着地 那是想救都救不了 石心雨看着那一滩肉泥 这才从车顶跳下来 闲逛着离开 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于清闲的影响 总知道了一些看上去奇怪的建筑石 都会停下多看几眼 而当她看到一辆车石 自然是冲了上去 她已经很多天没进食了 有于清闲在的时候 她一个月才进食一次 那也是完全没办法 但现在她都独自一个了 当然不会再委屈自己 只是当她冲到对方车上时 就和副驾驶上的人对了眼 是那个一直追着于清闲跑的人 于清闲说了 不要招惹这个人 但她觉得这两个人若是吃下去 那么她必然能升级 不过石心雨只思考了三秒钟 就又跳走了 因为那个小姑娘似乎要动手了 但石心雨不知道的是 温强动手虽然有防卫的想法 可更多的则是标记石心雨 只是那个一直跟在这只丧尸身边的 那只小丧尸不在 有了标记 温强也不着急追去 只要她想追 那么就能追到 就是这只高阶丧尸的反应 有些奇怪 按道理来说 丧尸更喜欢异能者一些 这只丧尸竟然能控制住 并且离开 石心雨当然是不想放弃这两只猎物的 但每次她想动手的时候 于清闲的话 就会在她脑袋里晃荡 让她知道自己 不能对这两个人动手 石心雨不能对人类动手 但能对丧尸动手 她直接掀了不少丧尸的头盖骨 这才离开了这个地方 一路往北走 而在北上的路上 石心雨进食的频率 自然是比之前要高了很多 但当她再次截了一辆车的时候 石心雨又和一个女人对上眼了 这个人石心雨很熟悉 就是于清闲一直念叨的 那个叫顾婉晴的人 这让石心雨觉得自己真的很倒霉 截谁的车不是 又截到了一个不能碰的人类 因此 石心雨又毫不犹豫地离开 在离开顾婉晴的车子之后 石心雨又遇到了温强的车 之后 她就发现 那个小姑娘一直在跟着自己 这让她很不解 她已经和于清闲分开了 为什么那个小姑娘 还要一直跟着自己 果然是变态 天气变了的时候 石心雨也不着急赶路 想要避避风雨 但她发现 那个小姑娘 阴魂不散地一直跟着她 她也只能接着走了 作为一只高阶丧尸 被人类追着跑 这合理吗 算了 于清闲不也一直被人类追着跑吗 果然和于清闲相处久了 都被她传染了倒霉蛋的运气了 石心雨是想要利用 飓风甩开温墙的 甚至在感觉到 一只三级丧尸 就在附近的时候 石心雨还故意往那边走 自己不能对这个小姑娘下手 那么 她利用别的丧尸 解决掉那个小姑娘 应该没问题吧 这么一想 石心雨就窜到了 那只三级丧尸的地盘 高阶丧尸之间的 领地意识很强 所以石心雨的气息 出现在三级丧尸的地盘上时 就让那只三级丧尸 很是暴躁 随着温墙和秦安 也跟着进入了 三级丧尸的领地 石心雨本是想要 坐收渔翁之力的 但她完全没有想到 三级丧尸这么不惊达 难怪于清闲说 让她不要随意招惹 这个小姑娘呢 原来那个小姑娘 是真有本事 虽然石心雨觉得 这个小姑娘很厉害 但总不能一直跟着自己 她本以为 雨水可以隔绝 自己的气息之类的 所以就冒着大雨也要跑 但很显然 她想得很美好 就算是大雨天 也没有甩掉这个小姑娘 在飓风登陆之后 石心雨也一头扎进了飓风里 也是想要利用飓风 甩掉这两个人类 因为人类是会避着这些危险的 可她的想法 再一次被温墙的出现给打碎 石心雨此时终于知道 唯是魔鱼清闲 这么怕这个小姑娘了 打又不能打 甩又甩不掉 她现在也算是感受到 于清闲的心情了 即便甩不掉 也得甩 在石心雨真的甩不掉 温墙的时候 她又看到了于清闲 此时的她 气息更难捕捉了 她看着面前 这只绿油油的丧尸 眼底闪过一抹疑惑 这才几个月不见 她竟然把自己搞成了绿色的 算了 以于清闲那让她 不能理解的想法 就算下次遇到是粉色的 她也不惊讶 不过遇到于清闲了 那么就让她去 把那个小姑娘给解决了 总不能让那个小姑娘 一直跟着自己 而和于清闲解决了 温墙的事情 石心雨自然是要离开的 不知道为时魔 石心雨觉得 于清闲身上的死质 似乎深了一些 若是以前 她会好奇 但现在 石心雨已经不那么好奇了 用于清闲的话来说 她本来就不想活着 但她也活到了现在 石心雨知道自己 不能跟于清闲走 自己跟着她 她也会不方便 自己也会不方便 石心雨和于清闲 再次道别后 就往于清闲见过的 那只丧尸王所在的 城市去了 她当然不是要找对方麻烦 只是稍微去看看 石心雨以为自己 进击得够快了 但没有想到 还有丧尸比自己还快 不过在进入那个城市时 又一次遇到了顾婉晴 而在看到顾婉晴的时候 就又改变了主意 既然顾婉晴在这个地方 那么那只丧尸 也不敢轻举妄动 说不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 这只丧尸 会被顾婉晴斩在刀下 所以 石心雨和顾婉晴 狭路相逢后 也不去看那只丧尸王了 并且石心雨知道 自己和那个叫阿叶的 若是一碰面 那肯定是要打起来的 首先 自己还不到五级 而那个阿叶已经五级 自己再怎么厉害 胜利的可能性也不大 并不是所有丧尸都讲理的 就算要讲理 也是在对方比自己强大 且愿意讲理的 不过更多的 则是需要对方臣服 石心雨当然是 不愿意臣服对方的 并不是所有丧尸 都像是于清贤那样 对统治丧尸没兴趣的 而且 像是自己这样的丧尸 就算真的臣服 对方也不会信任自己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掀开了自己的头盖骨了 所以石心雨转身 就离开了这个座城市 末世的天气 总是风云忽变的 石心雨感觉到 自己身体动不了的时候 是在一座城里 先是下了好几天雨 后来改成了冰雹 最后空气都冻上了 石心雨就这么 被冻在了大街上 之后 她的意识就模糊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的意识才恢复 而恢复之后 石心雨感觉自己有些虚弱 她动了动手脚 拖着虚弱的身体进了屋 虽然她觉得 换一身衣服 应该不起作用 但石心雨还是去换了一身衣服 厚厚的 像是于清贤第一次给她换的衣服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她穿上厚衣服之后 确实感觉好了很多 可身体消耗了不少能量 确实地补回来 她从包里掏出了那颗金盒 这颗金盒一直被于清贤背着 不知道为时魔 她感觉这颗金盒的能量 并没有丝毫地减少 甚至还有所增加 算了 纠结那些没用的东西也没用 自己问于清贤 于清贤都不懂 石心雨吸收完这颗金盒之后 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 她知道 自己进击了 之前她一直卡在那动不了 无论吃多少金盒都突破不了 所以后面石心雨就不吃了 吃了也是浪费 没想到被动一动之后 吸收了这颗三级金盒后 竟然进击了 石心雨进击之后 在屋里待了几天 确定自己 已经适应了现在这个温度 她才出了房间 而那些丧尸 依旧像是一个个冰雕那样 竖在路上 石心雨当然本着不浪费的好习惯 把那些有金盒的丧尸的金盒 全都收走 只是石心雨刚摆脱了温墙 却又被顾婉晴盯上了 她接连好几次都遇到了顾婉晴 人类如今都带在基地里不敢出来 连丧尸都能冻僵的温度 人类肯定是不敢乱跑的 除了顾婉晴这样的 一开始时 星雨是主动避开顾婉晴的 但在八月份的时候 顾婉晴主动堵住了她的去路 我们能聊聊吗 顾婉晴开口 石心雨闻言 停下了想要离开的脚步 她看向了顾婉晴 有些疑惑 这个人类和自己一只丧尸要聊什么 但她对顾婉晴并不感兴趣 虽然她觉得 顾婉晴是非常美味的食物 只是这食物不能吃 既然不能吃 那么就不用搭理了 只是她有些好奇 这个顾婉晴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于清贤这么怕 顾婉晴并没有拿着武器 但她身后的那个少年 却已经开始拔刀了 阿生 不用担心 顾婉晴回头看了一眼温庆生 这才开口道 温庆生听到顾婉晴的话 就把长刀放回刀鞘 你要聊什么 石心雨开口 声音略微有些沙哑 很显然是因为不经常说话的原因 当然是用你为王的事情 顾婉晴言简一概 只一句话 就抓住了石心雨的心思 作为高阶丧尸 自然是只想变得更强 成为丧尸的王 这是所有高阶丧尸 都想做的事情 但他是丧尸 对方是人类 人类不可能信任丧尸 丧尸也不会对人类产生信任 可以说 丧尸对什么人或者别的丧尸 都不会产生信任的 因此 即便石心雨 对顾婉晴这句话产生了反应 但石心雨也只是瞥了她一眼 转身离开 很显然 顾婉晴的话 石心雨就算心动 也不会信任 所以石心雨离开的 没有一丝犹豫 顾婉晴看着石心雨离开 也没有什么表情 倒是旁边的温庆生 有些不解情节 你和一只丧尸说这话 他听得懂吗 丧尸真的能交流吗 在温庆生的眼中 丧尸就是吃人的怪物 虽然他也觉得 琴姐的想法太一想天开了 可琴姐想做 他也不会阻止 石心雨转身就进了市区 但他确实没有想到 这个市里 竟然有一只高阶丧尸 而且还是丧尸王 他原本是不想搭理的 可对方似乎看到了 他和人类之间接触 倒也没有冲上来和他对打 这让石心雨有些意外 不过这只丧尸不和他打 石心雨也不会感激对方 之前对那只阿叶 可能没什么信心 但对这只五级丧尸 石心雨现在还是有把握的 他本来也只是路过而已 但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只丧尸竟然会一路跟着他 一开始石心雨并不在意 可能是觉得 对方在戒备自己 但直到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只丧尸说话了 里面的话 都是在嘲讽自己 竟然怕人类之类的话 总之说了一些他不爱听的话 石心雨并不是怕人类 只是有些人是不能招惹的 这是于清贤和他说的 他觉得这只丧尸小看人类 绝对是要吃亏的 本来也是不想管 这只丧尸的这些话的 但这只丧尸就是追着他说 一直说 这让石心雨不胜其烦 即便丧尸没有人类的记忆 但是有些情绪 还是被继承下来了 特别是这只丧尸 抓了个奄奄一息的人类 扔到石心雨的面前 说是给石心雨吃的 这可把石心雨惹恼了 他又不是吃不到人类 并不是什么丧尸 都能来投喂他的 这是身为王者的尊严 石心雨终于忍不住了 冲上去和这只丧尸打起来 两只丧尸的等级差不多 就算是使用异能 也伤不到对方 因此 两只丧尸直接就肉搏了 市里的丧尸 此时都在瑟瑟发抖 全都缩在角落不敢动 因为两只王押在他们的头上 顾婉晴本来就是 来处理这里的丧尸的 这只丧尸在短短的几个月里 竟然接连图了好几个 异能者小队 所以 其他基地的人 只能求助首都基地 想要让顾婉晴来收拾这只丧尸 此时他听到了市里的动静 远远就看到了几栋楼 直接坍塌 但地面并没有太大的震感 也就是说 这高楼坍塌 并不是因为地震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里面两只高阶丧尸在打斗 而等顾婉晴带着笑天 找到石心雨的时候 战斗已经结束好一会儿了 石心雨此时一身灰尘 右手没有了半截 衣服上全是血迹 至于另外一只丧尸 半个脑袋已经不见了 但石心雨伤得很重 若是不管 石心雨也会死 只是现在的石心雨 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了 他只看到一个女人 朝着他走了过来 似乎在问他的情况 但石心雨此时已经回答不了 不知道为时摩 他脑袋离闪过了 一个女人的背影 只是他看不清对方的样子 但一想到这个背影 他就莫名地感觉到心安 等石心雨醒过来时 他看到了天花板 不远处有火堆 还有三个人和一条狗 这让石心雨立马 就警觉起来 他转身 就想要破窗而出 但其中一人的一句话 又让他停下了 于清贤 没教你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后 要说谢谢吗 裴雨安盯着石心雨的背影 就开口道 这话说出来 就连顾婉晴和温庆生 都意外地看向了裴雨安 于清贤是谁 而石心雨听到裴雨安的话 就把腿收了回来 安静地坐在被褥上 但此时他确实很想进食 他金色的眼睛盯着笑天 这三个人不可以 那吃条狗可以吧 笑天被石心雨盯得 有些后背发凉 就往顾婉晴的身后磨去 顾婉晴立马就知道 石心雨怎么了 他凭空拿出几袋血扔了过去 这个比笑天好吃 顾婉晴开口 石心雨伸手接过了那几袋血 因为是密封的 所以他闻不到气味 直到他开启密封口 里面的香气散发出来 就让他神清气爽 这让石心雨想到了之前 吸收的那颗三级金盒 只是石心雨没有想到 这个顾婉晴竟然随身带着血 两袋卸下去 石心雨的理智也回归了 那双金色的眼睛又恢复了平静 顾婉晴看着石心雨恢复平静 就伸手揉了柔笑天的脑袋看到没 只要有食物 丧尸是能找回理智 不对人类动手的 只是他这话 不知道是对温庆生说的 还是对石心雨说的 石心雨没说话 即便这话是对他说的 他也不在意 倒是温庆生撇嘴 这也只是高阶丧尸 经理那只不也是吗 知道基地攻不下来 就放弃了 但那只丧尸的危险程度 比以前可要吓人得多 温庆生这话并不假 一匹狼一直叫唤 那么人类可以确定这匹狼的位置 但他忽然不叫唤了 那必然这匹狼就要作妖了 这倒是首都基地的异能者 战队出入都有些小心翼翼的 实在是太安静了 安静地让人害怕 所以 温庆生当然不可能完全信任石心雨的 高阶丧尸可是很狡猾的 在达到他们的目标之前 很会忍耐 当然 一旦有机会 他们是不会隐藏自己的本性的 就像是刚刚 即便他们救了这只丧尸 即便这只丧尸 和那只不会吃人的丧尸待在一起 但他刚刚可是想要吃掉笑天呢 所以这样的丧尸 温庆生要怎么信任呢 即便变成丧尸 也不是他们愿意的 但现在 他们已经是丧尸了 若是人类对他们心软 那么那些 被丧尸伤害的人类 又怎么办 石心雨听着这几个人的话 也知道说的 应该是阿叶吧 估计阿叶也是感觉到 于清贤身上那股气息 才停止攻击的吧 所以石心雨觉得 这几个人类的想法有些复杂 他们丧尸虽然会忍耐 但也只是针对那种特殊血液的人类而已 就比如那个知道于清贤名字的人 他的血对高阶丧尸 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当然 他还不至于傻到直接扑上去咬一口 只是他并没有和这些人说过于清贤的名字 似乎也只有那个人知道于清贤的名字 他是认识于清贤吗 但于清贤并不认识他 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你认识他 石心雨的眼神看向了裴雨安 现在的他 也只在意裴雨安 他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知道于清贤的名字的 听过 不认识 裴雨安回答 而裴雨安这么正常的对话 倒是让顾婉晴和温庆生都有些惊讶 因为裴雨安这么正经的时候可不多 当然 这一人一丧尸的对话 也就到这里结束 而半夜 石心雨就离开了 他是丧尸 没有必要与人类为伍 对方是丧尸也就算了 怎么说也是同类 要是不服了就打一架 输赢结果都无所谓 丧尸打架 结果都是你死我活 而石心雨要离开 顾婉晴他们也没拦着 石心雨见顾婉晴 追上来 但也不在意 毕竟人类对他来说 不过是食物而已 只是这几个人有些特殊 不能吃而已 石心雨离开了这个市区 朝着南边去 他想了想 又回去了一趟 顾婉晴他们刚送走了石心雨 结果不到三分钟 他又回来了 现在几月了 石心雨询问 虽然他知道 天亮和天黑是一天 三十天是一个月 但他并不会每天都记下来 所以 九月是几月 他并不知道 八月 顾婉晴回答 那到九月还有几天 石心雨又问 还好现在是八月 并不是九月 也还好 他折回来问一句 还有二十一天 顾婉晴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日期 告诉了他准确的时间 虽然他不知道 卫视魔石心雨 一直丧失 这么在意时间 石心雨转头就要走 脑袋里 又想起了于清贤的教诲 想了想 他又转过头来谢谢 说完这两个字 石心雨就走了 虽然他不知道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但于清贤说 再求别人帮助后 别人帮了自己 那么自己要对对方 说这两个字 顾婉晴被一只丧尸道谢了 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了 只有裴羽安 盯着石心雨的背影 微微一笑 好像能理解石心雨 卫视魔会回来问时间一样 这只丧尸怎么回事 温庆生也有些意外了 因为这只丧尸确实有人气 哪里见过丧尸还会道谢的 啊 什么时候能看到开花啊 裴羽安开口 看向了窗外 外面的天空黑黑的 但天边已经冒出一丝惊现 只是裴羽安这话 又让温庆生看向了他 完全听不懂 裴羽安到底在说什么 顾婉晴也没开口 虽然裴羽安说话 总是奇奇怪怪的 但他知道 裴羽安心里很清楚 他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年 他想做的事情 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裴羽安在帮忙 即便他没说 石心雨知道了时间后 就往外省的方向而去 但石心雨觉得 于清贤这个时间 估计还在北方 以他的速度 都不知道 现在在哪个角角落落 躲着吃瓜拍照呢 可他之前 答应了 今年九月份 要去秋色湖看风景的 他看着到处被冻住的丧尸 还有树木 就觉得 今年的秋色湖 估计也和去年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即便石心雨觉得 于清贤应该不会来的 就算来了 可能也会迟到 所以 越接近这个地方的时候 石心雨就越放下速度 因此 在九月的第一天 他才到秋色湖 其实他有些害怕的 作为一只丧尸 会有害怕这个情绪 还蛮让石心雨意外的 但等他 走到秋色湖边时 就看到了一丧尸 和一条大白狗 在看到大白狗的和 笑得很开心的于清贤时 石心雨是真的很想冲去 打一对那条狗 莫名地看不顺眼 当然 他也下手了 但其实真的和这条狗 打一架之后 他觉得这条狗 也没那么不顺眼了 至少于清贤和这条狗 在一起时 看着笔合跟自己 在一起的时候 要开心很多 他并不是嫉妒什么的 只是觉得于清贤能开心 这就挺好的 每次看到于清贤开心 他总觉得莫名的安心 石心雨知道 这是身为人类 留下的一些东西 他好像很想 让一个这样的人开心 只是他不记得了 看到于清贤 笑得这么开心的时候 石心雨第一次羡慕他 羡慕他还留着 人类时的记忆 其实于清贤 问他要去哪里的时候 他是想再跟着于清贤 走一走的 或许能从于清贤的身上 再学到些什么 但他知道 自己跟着他 他会很不方便 于是他没跟着去 目送于清贤离开后 他选择再去找顾婉晴 因为能帮他的 只有顾婉晴了 既然顾婉晴 连杀丧尸的毒都能弄到 那么试着帮他 找回人类的记忆 是不是可以 但他并不知道 顾婉晴在什么地方 只能回那个 和他相遇的城市待着 就这样又等了几个月 他又等到了顾婉晴 顾婉晴在听到他的话之后 确实有些意外 不过还是很高兴 放心吧 我不确定 能不能帮你找回记忆 但有人肯定是 能记得你的一切 顾婉晴开口 他并不觉得 石心雨这只丧尸的改变 只是因为一些感情 他还是觉得石心雨 是受到了那只 不吃人的丧尸的影响 应该是精神上的影响 也就是说 丧尸确实是可以靠精神控制 来改变想法的 裴宇安说的没错 想到这里 顾婉晴回头看了裴宇安眼 就见裴宇安 竟然对着车队的方向笑 笑什么 顾婉晴有些不解 虽然在一起相处的 也算是挺久的了 但是有些时候 裴宇安的行为 他还是有些搞不懂的 没什么 裴宇安收起笑容 又开始仰头看天 石心雨见这两个人的对话 又看了一眼车那边 就往后退了两步 等你处理完事情 再来找我吧 我会一直在这里 反正这个地方 距离顾婉晴带的地方并不远 顾婉晴问言 就点点头 然后离开 石心雨其实更在意的是 顾婉晴说的那句话 有人肯定记得自己的一切 这个世界 哪里还有人记得自己的一切 在遇到于清贤之前 他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直到好几天之后 顾婉晴带着一个女人来见他 当然 石心雨并不记得这个人类是谁 他只是看着对方 在看到自己的第一眼时 就红了眼眶 直到进入基地后 石心雨才知道 这个人是自己的亲姐姐 但他 对他没有一丝印象 可对方也完全不在意 每天都来和自己说话 然后给了他一堆照片 全都是他的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石心雨是有些意外的 这个自称是自己姐姐的人 和于清贤见过了 照片是他给我的 我很感谢他 给你拍了很多照片 这些照片 我那边有一份 这个就给你吧 石心天道 说完这话 石心天就站起身来 走到门口时 石心雨就开口了 他和你说话了 毕竟于清贤很怕人 也不知道要如何和人类相处 石心天见自己的弟弟 很在于清贤 也没有什么难受不难受的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弟弟会在意别人 那才是最让他暖心的 若是石心雨 对和他一起待了几个月的同类 都没什么感情 那么石心天觉得 可能自己和顾婉晴的想法 真的没有办法实现 但是现在 石心天觉得 石心雨会在乎 是好事 他并不难过 嗯 和我说了几句 然后他把这些照片给我了 他应该知道 你是我弟弟 所以才给了我这些照片 石心天一说到那个小姑娘 脸上的表情又软化了下去 变成丧尸 不是那些丧尸的错 但人类惧怕和怨恨丧尸 也不是人类的错 但丧尸吃人是事实 人看到丧尸不是逃 就是反击 这也是事实 而他们想做的事情 确实很困难 这也不是一次两次 就能成功的事情 是一场持久战 但这无所谓 即便是在困难的事情 这个世界也要恢复正常 官方没有办法 完全把那些丧尸全都杀死 如今整个国家的幸存者 不足两亿 但丧尸有近二十亿 光这个数量 就不是随意能杀光的 石心雨在基地里 倒也没有觉得无聊 他看着脚上的那个脚环 上面的绿色灯一闪一闪的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并不影响他的行动 就这么待了一段时间 石心雨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他试过拉门 但拉不开 很显然这个房间 甚至这栋楼 都是加固过的 不过他已经答应了 也不至于逃走 但即便这样 石心雨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直到再不是特定时间 他房间的门开了 他回头 却看到了于清闲 石心雨不知道于清闲 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明明自己已经配合人类了 为何还要把这么怕人的 于清闲给找来 但看于清闲的样子 并不像是被逼迫的 当然 之后的每一天 于清闲都会来 甚至他 还有自己房间的钥匙 看来顾婉晴 真的很信任于清闲 不过也是 于清闲从来都是向着人类的 但他也不会真的要 所有的丧尸都死 他杀的丧尸 还没有别的 丧尸杀的多呢 甚至人类杀的丧尸 都比不上他们这些高阶桑尸杀的 顾婉晴他们的实验还在继续 自己的身体 也慢慢地被改造了 直到那一日 自己的身体中 被注射了奇怪的液体 让他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感觉如何 顾婉晴看着 躺在床上的石心雨 就问他 还好 只是感觉身体 好像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 石心雨开口 顾婉晴听到这话 就抬头看向了旁边的人 把石心雨 运到另外特别的房间 顾婉晴开口 说完这话 顾婉晴 又转头看向石心雨 我们需要监测你48个小时 你进去之后 就按照你的想法做事就可以 也不用一定要克制 说完这话 就有人把石心雨给推走了 这让石心雨有些疑惑 当他被送进那个房间的时候 确实是有些震惊 因为这里面都是人类 而且都是异能者 并且还有他见过几次的 那个味道很特殊的人类 好像叫裴宇安的 只是他刚被手术 恢复伤口 也用了很多能量 把自己扔在人堆里 真的没问题吗 石心雨虽然有自制力 但他也不确定 在自己现在这种半饥饿状态下 他的忍耐力有多少 但是心雨也觉得 人类真的疯了 这里的异能者 只要损失几个 对于人类来说 都是打击 真的没问题吗 石心雨走到了角落里 而那些异能者 也就像是没看到石心雨一样 该做什么做什么 他就这么坐在角落里 双眼盯着地面 其实他有些疑惑 于心弦是到底怎么做到 完全不进食的 无论是在高阶的丧尸 都需要吸取血肉来补充能量 与其说是吃人 不如说是 吸食人体内蕴藏的能量 因为在他们丧尸眼中 所有人类 都是异能者预备者 只要时机成熟 那么这些人类 就可以进化为异能者 而丧尸比人类 要更擅长运用这种力量 若是人类掌控身体中的这股力量 然后加以锻炼 也能觉醒异能 当然 这种事情石心雨不会主动说 毕竟顾婉晴他们也没有问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新鲜血肉的味道一直在他鼻尖环绕 身体愈合 消耗掉太多的能量 让石心雨完全不想动 或许这样坐着 过48个小时应该可以 但很显然 这些人类不会让他这么坐着的 因为他们要实验 要逼出自己的极限 所以自然是有人类上来 和他打斗 本来就有些累 现在还要避开他们的攻击 这人类做事 还真是绝啊 总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也难怪于清贤很不喜欢和人类相处呢 他现在也不喜欢 这些人类配合的还算默契 虽然不至于杀死自己 但也没有手下留情 石心雨不想和人类相处的心情 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 这一刻 他似乎和于清贤产生了共鸣 和人类相处 真的很麻烦 石心雨觉得 还好自己是丧尸 就算是以后 也不用和人类相处 要是经常这样 石心雨觉得自己 会变成一只不正常的丧尸 好在这个地方很空旷 除了不能从这一层离开之外 这里有厨房房间卫生间 而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一个室内花园 自己就在绿色的草地上 还有几棵树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之前是做什么的 石心雨几个闪身 避开人类的攻击 然后消失在这个中亭中 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一跃而上 攥进了一个 像是家层的位置 总之先避一避人类吧 最重要的是 他体力也在下降 此时很需要补充食物 但这个实验 就是为了看他什么时候 会对人类下手 石心雨此时觉得 要是他直接撞墙而走 会如何 就算他不能在这个基地里下手 那么 抓几只丧尸 拿几颗金盒 补充一下体力 也是可以的 只是他这个想法 才出来 就觉得全身有些脱离 原本坐在家层的他 直接从顶部摔了下来 随后就有人 走到了他的面前 原本他现在就很想进食 结果来他面前的 还是特殊血液的人 石心雨觉得 自己为食魔 一定要遵守人类的规矩 毕竟这种实验 本就对他不利 可他抬头看向裴羽安时 裴羽安却故意露出了他的手臂 对方几乎是把手 对到了石心雨的嘴边 只要他张嘴 就能吃到食物 石心雨确实很想一口咬下去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很疲惫了 能坚持多久 他也不知道 现在最多过去十几个小时 距离四十八个小时 还早着呢 石心雨盯着裴羽安的手臂 嘴角开始分泌液体 很显然 裴羽安的气息 确实在摧残着石心雨的理智 他那金色的眼睛充满了血丝 而他的表情也变得有些猙獰 石心雨刚准备扑向裴羽安时 他的脑子就像是被什么击中一般 瞬间晕了过去 顾婉晴此时就在二楼的位置 他看了看对面的石钟 能坚持十三个小时 石心雨的忍耐力确实是顶级的 毕竟别的丧尸 就算是在非常健康饱腹的状态下 遇到裴羽安的时候 都是没有什么犹豫就冲过来了 也包括基地外的那只丧尸 当然 若是石心雨能坚持48小时 那么就宣告他们的实验成功了 但现在这个时间 也证明了他们选择石心雨是正确的决定 石心雨醒来时 头顶是明亮的手术灯 而他又再一次躺在了手术台上 他不知道顾婉晴和柳斯 给他注射了什么东西 但他的身体确实恢复了不少 只是石心雨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晕过去的 他也没问 顾婉晴见石心雨醒来 只是让他别动 石心雨就这么躺着 其实他想动也动不了 等他能从手术台上下来 已经是20分钟后了 他站起身 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虽然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他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但哪里奇怪 他又说不上来 又不疼不痒的 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总是要进行这种忍耐实验 当然 每一次他都是以晕过去结束 不过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再进行实验的第二年 石心雨终于熬过了48个小时 走着离开这个地方了 在他极其虚弱 需要进食的情况下 还和异能者 以及特殊血液者 待了48个小时 这换做一般的丧尸 可能三分钟都做不到 石心雨从房间走出去时 并没有看到于清闲 不过他姐在 顾婉晴也在 他们给石心雨检查了一下身体 这才拿了几袋血给他 恭喜你 从今天开始 强制机晕装置 可以从你的大脑里拆除了 顾婉晴看着石心雨 坐在椅子上吸食血液 就开口道 语气听上去很高兴 石心雨并不知道 什么叫强制机晕装置 但他知道 顾婉晴和姐姐的实验 似乎又进了一步 当然 直到他们从自己的脑袋里 取出了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装置的东西后 才知道自己 喂食膜会晕过去 只要他控制不住 产生捕食的动作时 就会有能量 猛敲他的经核 这样 他就会瞬间失去意识 此时石心雨觉得 他果然是受于 清闲影响太严重了 竟然已经信任人类 到这种地步 但凡顾婉晴想要自己死 自己估计都不知道死几百次了 可现在 石心雨觉得 他确实可以真的信任人类了 只是这个想法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又让石心雨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因为顾婉晴真的很会折腾丧尸 之前是考验他的忍耐力 那么现在顾婉晴就完全不给他进食了 而且还不断地消耗自己的体力 之后再把他关进一个黑屋子里 就这么反复又反复 终于在几个月之后 他感觉到了空气中那股隐约的能量 而透过吸收这股能量 他也逐渐不再吸食血液了 从一开始的三个月 到后面的半年 一年 两年 再进入基地的第五年 石心雨完全断绝了进食血肉的习惯 就连培与安哥万 从在自己的面前晃荡 他都能忍住不看他了 虽然石心雨觉得 自己此事已经不像丧失了 可他也很满意现在的状况 只是他有些不懂 那些能提供他体力和能量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而顾婉晴也没有告诉他 反而是开始让他锻炼体能 甚至使用武器 一开始是温庆生和他战斗 虽然温庆生看上去不是很强的样子 但是他的刀法确实很强 若是光拼刀法 那他确实拼不过温庆生 之后就是枪法 然后各种武器使用 到后面 甚至还要他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 于清贤来陪他上过几节课 只是他上着上着 就趴桌上睡了 这是石心宇第一次对于清贤 产生了羡慕这种感觉 因为于清贤真的很清贤 什么都不用做 除了偶尔抽点血 被研究一下身体变化之外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他不行 就得被逼着学习 不过这些年 整个基地里 就他和于清贤的样子 没有一丝变化 其他人 多多少少都有些改变 就连顾婉晴 他那一头黑发中 也掩盖不住其中的白丝 当初23岁的年轻姑娘 如今也马上30岁了 而他旁边这个本应该快40岁的人 还是以前的模样 当然 石心宇也不能光吐槽于清贤 因为他也是16岁的模样 并没有一丝丝改变 当然 他知道自己 变成丧尸的时候16岁 也是姐姐说的 而石心宇 虽然对于学习人类的知识 这件事有些不解 但他学起来确实很快 不知道是因为他是丧尸 还是身为人类的时候 学习能力就很强 总之在基地里 待了七年之后 他顺利获得了自由 虽然监测器还在他身上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七年 都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如何了 而人类对付丧尸的能力 也强了很多 虽然很多应对措施 都有自己的一份 人类不知道丧尸怎么想 但他知道丧尸怎么想 在离开基地那天 于清贤倒是没来送他 他早就习惯了 于清贤的没良心 但也知道 这么多年 他依旧 还是当初那个他 怕人 感情淡薄 能照顾好他自己的情绪 已经十分了不得的小丧尸 石新宇看着面前的人 一个是顾婉晴 一个是他姐姐 虽然他并不是很能理解 姐姐这两个字的意思 依旧没有办法 记起身为人类时候的记忆 但他确实接受了 石新天 是自己姐姐这件事 记住了 你得把所有的高阶丧尸 揍一遍 有机会的话 任何国家的高阶丧尸 也揍一遍 顺带把讯息传回来 知道吗 顾婉晴盯着石新宇 认真交代他事情 石新宇没回答 只是看向了石新天姐姐 我走了 会给你打电话的 说完这话 也只是对着顾婉晴 微微点头 一个闪身 就消失不见了 总之 他终于可以脱离人类了 不用再学习东西了 国内的人不能动 那国外的就没问题了 但石新宇很期待未来 一想到 未来他依旧要朝着顶峰攀登 石新宇也觉得 心情好了很多 终于 时隔七年 他再次进入 强者未尊的世界了 裴宇安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身上全是仪器 他眨了眨眼睛 也知道了 自己好像重生了 重生回到了十三年前 末世前三年 而此时的他 还需要靠着各种仪器生活 裴宇安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确定他现在已经能 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这才坐起身来 而他一动 旁边的仪器就发出了响声 随后一堆医生就冲了进来 他们手忙脚乱地 要让裴宇安躺下去 但裴宇安却想要把身上的 那些仪器给拔掉 这让医生很吃惊 好在裴宇安也知道 现在这么着急拿掉 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他过了几天 才和医生说他身体好了很多 在经过检查之后 裴宇安的身体状况 确实好了很多 重生回来的第六天 裴宇安终于走出了 那个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病房 而他前世是末世发生后 他觉醒 异能身体才逐渐好转 现在 他的异能也跟着回来了 裴宇安和自己的父亲谈了许久 他终于见到了顾婉晴 不过此时顾婉晴身上 也布满了很多仪器 似乎要把他身体中的能量汇出去 虽然这种过程 会让顾婉晴有些痛苦 但现在的人类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这个 顾婉晴和温庆生 是那次事件中活下来的两个人 不过这两个人 对未来大局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还缺少最关键的 但最关键的丧尸 是在三年后 所以现在并不着急 若是可以 他自然是 想要阻止末世的发生的 裴宇安进入了顾婉晴所居住的实验室 直接就把所有的仪器都给停了 就开始发烧 他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疼 裴宇安却无视了他的痛苦 只是站在他的床边 任由顾婉晴抓着他的手腕 直到他听到顾婉晴那有些虚弱的声音 我是不是要死了 毕竟这么多仪器 都是非常贵的 而且以现在的医术 也无法确定 他身体中这股能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顾婉晴觉得 他被放弃也是正常的 还好并没有把他切片了 不会哦 你能撑过去 要是你不撑过去 那世界就真的完蛋了 裴宇安的语气并不算认真 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 这让躺在床上的顾婉晴 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男生的感觉是 好一个不靠谱 胡说八道的人 裴宇安也没走 就站在床边等着 等顾婉晴熬过来 之前已经散掉了三个月的能量 已经很浪费了 前世更浪费 可是整整三个年 导致顾婉晴的空间 升级异常的困难 十年才突破第三层 而他听顾婉晴提过 他那个空间一共有十层 第一层里是食物和水 第二层是一些衣物和车子汽油之类的 第三层才是武器库 最重要的是 那个时候 异能者也被丧失病毒侵蚀 导致很多异能者 身体出现丧失化病变 末世十年 很多异能者都是断手断脚的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那些晶体中 还在不断输送丧失病毒 并且随着时间的长短 还在不断地溢变 所以净化晶体本源 也是重中之重 因此温庆生也很重要 温庆生的异能很特殊 属于净化异能 也就是说 只要温庆生愿意 他是能净化丧失身上的病毒的 但需要付出相应的寿命 作为代价 而这个异能 可以说是用一次就少一次的 对 裴宇安知道温庆生的异能 也是因为他用过一次 那个时候 他已经接替了他爸爸的位置 成为了个基地的总指挥者 因此 温庆生替他净化了丧失病毒 所以 裴宇安被丧失咬了一口 却没有变成丧失 可最后的结果 依旧没有改变 他还是死了 死在了末世的第十年 这么一想 裴宇安倒是觉得 有些对不起温庆生 浪费了他的异能和生命 顾婉晴花了一天一夜才扔过来 当然他也觉醒了异能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 第一个异能者 裴宇安确定了顾婉晴的情况 自然是让人进来 确定他的身体状况 而他则是 去找了温庆生 顾婉晴可以 温庆生也行 但现在的他 身体还很虚弱 光是在顾婉晴身边 待了一天一夜 他就有些体力不支了 在医生的强制下 裴宇安休息了两天 他是想去看看 温庆生的情况的 结果 一身病厚服的顾婉晴 先来找他了 此时的裴宇安 正在看着窗外的蓝天发呆 他已经许久没见过 这么清澈的蓝天了 顾婉晴进屋时 见裴宇安一直盯着窗外 自己说话 他也没听到 过了差不多五分钟后 裴宇安才回过头看他 午饭吃了吗 裴宇安问他 顾婉晴觉得自己 好像不太擅长和裴宇安相处 现在是早上七点 顾婉晴提醒裴宇安 那就是没吃午饭 裴宇安自顾自地说着 并不觉得自己 问出的问题 有什么不对 顾婉晴盯着裴宇安看了一会儿 也意识到 这个人的想法 他确实看不透 身体情况如何 裴宇安终于说出了 句重要的话来 目前很好 那股力量 我已经能稳定控制了 顾婉晴开口 之前他总觉得 自己的脑袋 或者身体会爆开 但是现在 他能很清楚地感觉到 这股力量在自己的身体中流动 最后进入他的意识中 只要他想 就能用意识控制这股力量 之前的三个月 都是用仪器 把这些能量汇出去的 如今 他却能掌控这种力量 很显然 裴宇安知道 如何力量 并不是真的会撕裂他 只要他熬过去 那么 他就能运用这股力量 裴宇安文言 就摁了一下轮椅 他坐在轮椅上 就出了房间门 顾婉晴也跟着他出去 走了差不多五分钟 裴宇安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随后房间开启 里面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少年的身上 和顾婉晴之前身上的仪器一样 扯掉吧 裴宇安开口 已经开始使唤上顾婉晴了 顾婉晴不确定 裴宇安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权力 但他还是把这个少年身上的仪器 全都撤了下来 果然 少年也开始和他 产生了一样的反应 而最后的结果 就是 少年确实熬过来了 这让顾婉晴有些意外 这个裴宇安 竟然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能量 他回头看向裴宇安时 裴宇安又不知道 盯着什么地方 开始发呆神游了 接下来的时间 顾婉晴发现自己 不只觉醒了异能 而且 他还莫名地得到了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 就像是十层高楼一样 低层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大超市 而且还能放东西进去 这让顾婉晴立马就明白了 他不只有异能 还有一个空间 而这种东西的出现 必然不会这么简单 所以顾婉晴知道 是不是未来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直到一个月后 顾婉晴和温庆生 都恢复得差不多 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裴宇安就带着他们去了地下 这里存放着国内所有的晶体 而这些晶体 其实大多都是落在无人区的 但还是让国内死了很多人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国内企业 确实没有几个真正的无人区 裴宇安看到眼前这几个晶体时 确实有些头晕目眩 不只是因为这晶体上的能量很强 也是因为这些晶体上 带有很浓郁的丧尸病毒 只是这种丧尸病毒 并没有被释放出来 普通人是不能接触这些晶体的 所以裴宇安重生过来后 就把晶体的事情接受过来了 当然也费了一些功夫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把这晶体上的病毒驱除 这样晶体就能为人类所用 而驱除病毒 还需要你的帮助 裴宇安说着 眼神转向了温庆生 温庆生此时觉得有些恶心前偶 见裴宇安这么说 就伸手指指着自己 他又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那种学霸 勉勉强强考上了高中 然后准备去打零工 赚高中的学费 毕竟他是个孤儿 院长奶奶 还有很多人要照顾 还有跟多比他小学习 比他好的人需要用钱 他只是吊车尾 所以还是自己努力 结果就遇到了车祸 但侥幸活了下来 至于出车祸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已经不记得了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现在却有人说 要靠自己 这让温庆生一时间 不知道要说什么 当然 后面也确实没让他亲自来 只是让他配合那些科研人员而已 虽然温庆生是个差生 但怎么说也是关注社会新闻的 所以 当他看到那些指在新闻上 见过的科研人员 出现在他面前时 温庆生其实感觉自己 这辈子是值了 当然 顾婉晴也开始了他的训练 毕竟本来他以前就是一个武术博主 因为是武术世家出生的孩子 顾婉晴自然是从小就练武术的 所以 刀枪剑几边 顾婉晴都会用 在一些影片平台 也有不少粉丝 只是这次的事故 确实让他从平台上消失了 对于父母的去世 顾婉晴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 可他还活着 肯定是要好好地活下去 如今已经过去快半年了 顾婉晴也不会太难过了 怎么说 他是很幸运的 也因为 他觉醒的异能 再加上官方为他父母 也处理了后事 顾婉晴自然是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官方的人 不过并不是在表面上做事的人 而是悄悄地做事 剩下的时间 裴羽安都在想办法 要提前建造基地准备食物 基地建造并不算难 难的食物 普通人若是没有出去寻找食物的能力 那么只会被饿死 末世十年 被丧尸杀死的人类 还没有人类 为了争夺食物 互相残杀掉得多 所以 无论是基地还是武器 总之 食物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水源 只要能透过温庆生的异能 而生产出 净化丧尸病毒的过滤器 那么未来的生活 至少不会那么困难 只是现在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即便裴羽安也想过 让要和别的国家 谈一谈这种事情 但后来想一想 还是觉得算了 毕竟并不是长得像人 就算是人类的 所以裴羽安觉得 只要管好自己的国家 管好自己的人民 就足够了 他并不算是能管理国家的人 但他的弟弟还小 两年多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即便有裴羽安和官方的能力 但末世还是发生了 甚至是准时准点 没有一丝变化 不过官方 一直都在做这种演习 因为官方的人 反应自然是很迅速 但官方演习过 居民并没有 就算再怎么有准备 自然也管不住 近20亿的人口 再加上丧尸化 就是在一夜之间 根本就来不及防备 那么多人忽然 一夜之间变成丧尸 至于是什么原理 裴羽安这近三年的时间 也没有搞懂 总之 凭借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 甚至只是一个国家 不可能阻止这种灾变 而首先要确定的 自然是国家边缘线的情况 裴羽安要去 顾婉晴这个做保镖的 当然是不可能不去的 顾婉晴要去 那温庆生自然也要去 还有顾婉晴这几年 养得狗啸甜 当裴羽安看着车子 离开基地 朝着西南的方向驶去 他就知道 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了 只是不知道 这次他们人类的命运会如何 这次举 hairdo 先生 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